第397章 真子姑娘 你受苦了 一股阴冷的异常精神辐射 以电视为原点向着整个房间扩散开来 转眼间 整个房间已经充斥着可怕的异常精神辐射 因应有一种扭曲而惊骇的恐惧气息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在这房间中 此时已经被这股阴冷的异常精神辐射影响的全身冰冷 被恐惧彻底包裹 直至那电视中的可怕女人从中爬出 将她彻底撕碎 只是此时的房间之中 感受住那阴冷的异常精神辐射 无论是沙发上的李凡 还是地面上那些黑龙会的头颅 情绪都十分稳定 就这个烈度的异常精神辐射 都不如阵域的一股风 李凡此时同样饶有兴致地 看着卡在电视屏幕之中的女人 举了举酒杯说道 来都来了 喝一杯 坐下聊聊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万万没想到 在桑国开会的酒店里 竟然还能遇到异常 按理说这里算是桑国咒术厅选择的会议地点 也得戒备森严 基本的异常防范还是有的 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突然有个异常 从电视里钻出来 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显然 那个写住内部资料的光盘的突然出现 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事情 有意思 倒是可以好好问问对方 到底时 情况 此时从电视中探出上半身的长发女人 感受到了来自李凡的蔑视和挑衅 立刻发出一声淒厉的喊叫 爆发出狂暴的异常精神辐射 整个人瞬间从电视之中钻了出来 落地之后 他如同蜘蛛一样反转四肢着地 转眼间已经反向爬上了天花板 头发缝隙之中露出的一只血木 散发出凶狠猙獰的光芒 下一个瞬间 一双惨白的双手已经从李凡的背后探出 朝着他的脖子掐过去 李凡眉头一皱 没有礼貌 山本松此时刚刚缝完自己的小鸡玩偶 顾不上剪线头 连忙怒喝一声 妖鬼气感 双手结印 一股浩大的精神力瞬间涌动 朝着眼前的怨灵龙罩过去 狮鬼封印 虚空中瞬间浮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形 猛地抱住天花板上的怨灵 瞬间化作一道道精神力绳索 将天花板上的怨灵束缚住 那怨灵的头发瞬间悬浮起来 露出一张满口血鱼的嘴 张口发出凄厉的吼叫 音波瞬间将身上的精神力锁链撕碎 随后直接从天花板上倒悬而下 朝着李凡扑了过去 一群黑龙会的小鸡玩偶 气气冷哼一声 集体结印 瞬间带起汹涌的精神力 涌向半空中的怨灵 复灵结界 怨鬼杀 阴阳一刀斩 落阴之境 暴言地狱之朔 一时间 澎湃的精神辐射 如同海浪般 朝着半空中落下的怨灵涌去 网状的结界 锐利的虚空一盏 狂乱的樱花虚影 燃烧的火焰 一道道皱树虚影 在半空中浮现 轰向那怨灵的身躯 原本这怨灵的身体 是半虚无状态存在 此时被这些皱树接连击中 瞬间变得凝实了许多 同时发出凄厉的叫喊声 身体猛然消失 从旁边的镜子中出现 此时这怨灵的眼神 变得更加优怨和凄厉 残存的灵智 让他本能的选择 再次向李凡发动进攻 那些头颅 本来就不是人类 更像是弑神 而这个人类自 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反应 本身应该并不强大 一声尖笑 李凡所在的沙发背上 猛然探出一张 被长发遮住大半的 惨白面旁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他的脖梗咬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一双长着锐利指甲的双手 如同一双铁钩一样 刺向李凡的胸膛 看 怨灵直接咬了个空 他细长的脖子 猛地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掐住 这只手十分温暖 是人类的手 却散发着狂暴的气息 给人一种巨蟒大蛇的阴冷感觉 原本他能够轻易穿过人类的身体 此时却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挣扎分喉 不等着怨灵反应过来 这只大手 已精猛地将他从沙发中拎了出来 随后狠狠摔在地板上 大手之上传来的狂暴精神波动 甚至让怨灵身体表面的异常精神辐射 都消散了不少 怨灵此时才看清 掐住他脖子的 正是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年轻男人 就见这男人 带着温柔的笑容 说道 可怜 你已经被一股余晦的异常精神辐射 深深余染了 你需要我的帮助 让我来帮你驱散余染 说着 抡起沙包大的拳头 一拳砸在怨灵的脸上 嗡 来自虎猪神的狂暴精神力 瞬间将这怨灵砸得躺在地板上 动弹不得 整个脑袋都扁了下去 变成一滩贴在地板上 原本笼罩在这怨灵身上的黑色气息 随着这一拳消散了不少 一旁的山本松立刻说道 这是个顶级怨灵 快 不知接见 主公此时正在大展神威 他们必须要帮主公保守秘密 不能让房间中的动静被其他人发现 当然 主公的力量控制 绝对能轻松做到这一点 但这不表示 他们可以识 都不做 要不然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一群小机玩偶 立刻同时结印 在房间里 布设了一个精神力结界 避免精神力散逸 精神体状态的怨灵 此时间难得恢复原本的模样 挣扎着发出精神领域的尖叫 想要挣脱李凡的手 只是紧接着第二拳又来了 嗡 怨灵的精神体 再次被砸扁 这一次 连同头发和头部 全都摊在地板上 像是一朵盛开的黑色大梨花 紧接着是第三拳 嗡 第四拳 嗡 李凡一手掐住怨灵的脖子 按在地板上 一手拎起拳头不停砸过去 怨灵已经被彻底砸懵了 每一拳打过去 来自虎助神带着精神火焰的力量 就将这怨灵精神体身上 余晖的黑气 砸得崩散几分 无论是衣服上的血迹 还是遮蔽面旁的长发 此时 都没有钢材呢 显眼 怨灵精神体 也变得虚弱一分 终于 等到十几拳砸过去 崩毁的怨灵再次聚拢恢复 眼神中原本被余晖气息影响的灵智 彻底变得清明起来 整个形象也变成了一个长发披肩 身材恶魔 容貌清丽的年轻姑娘 露出一张俏丽的面庞 眼看李凡又是一拳要砸下来 他口中喊出的 终于不再是凄厉的喊叫 而是略带颤抖的声音 达灭 李凡的拳风 在他小巧的鼻尖停了下来 微微点头说道 听得懂人话了 怨灵此时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只是他的眼神之中 仍然满是茫然和惶恐 显然从未如此清醒 也从未如此害怕过 李凡点头道 挺好 能好好交流就行 那谁 你出来陪他聊聊 看看他是谁 情况 说着 松开了怨灵的脖梗 起身甩出一支签字笔 签字笔轻盈落地 随后一个白衣女子的虚影 从签字笔之中浮现出来 正是之前在险国被李凡抓来当 随身密疏的笔仙 两个怨灵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还是笔仙跟李凡的时间比较久 待至片刻 立刻上去牵起怨灵的手 开始嘻嘻嘟嘟一阵摇耳朵 怨灵此时也反应过来 先是有些茫然 随后在笔仙的开导下 也开始回应起来 两个怨灵一阵摇耳朵 到了后来明显聊出了状态 开始偶尔相拥而弃 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 李凡在一旁喝着酒 看着这一幕 等待着他们的结束 旁边的一群黑龙会的小鸡玩偶 都看待了 怨灵还能这 狗 互相拉加长 两个怨灵精神体一边聊 一边不时朝着李凡的方向 看上一眼 笔仙明显在劝慰对方 刚开始 对方还有些不愿意 后面则似乎是被笔仙给说服了 开始有些羞涩地点点头 随后又有些忧怨地 看了李凡一眼 李凡不置可否 就在这时 笔仙终于回到了那只中性笔里 开始在一张纸上刷刷刷 迅速写下了他套出来的情况 这个怨灵本名叫真子 曾经是某个村里的巫女 后来被选中成为封印神灵的祭品 被村里人杀害之后 丢进了水井之中 他的精神体因为怨恨和执念没有消散 被困在井中 后来利用怨念 将自己刻进了一盘录像带之中 寄存在一段影像之中 这段影像就是他的载体 也可以从录像带中换到光盘里 只要影像存在 它就存在 只是这段影像之后 又被某些位高权重的巫师下了诅咒 一旦这段影像被播放 他就会从影像中爬出来 杀死观看者 这次正是因为李凡播放病且观看了影像 他才根据本能从里面爬出来 李凡刚才的所作所畏曲散了附着于他的诅咒 重塑了他的精神体 他才恢复了理智 不再浑浑噩噩 一直以来 他害死不少人 现在只求早日解脱 看完这段叙述 李凡不由露出悲天悯人的神情 朝着真子的精神体说道 真子姑娘 你是个可怜人 害人的事不能怪你 你自己还不明白 你这都是受到了封建毒害和阶级压迫呀 第三百九十八章 高低给他弄出来高天原秘境 一片辽阔的平原 风景秀美 微风徐徐 远处 有巍峨连绵的山巒 近处有平静流淌的河水 如果忽略其中一半的土地 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 甚至还有巨大的天坑 和几层楼高的海谷 相比于阴森恐怖的巫神秘境 和鬼秘境 高天原秘境 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整个高天原秘境之中 只有一棵树 就是在秘境中央的 那株巨大的樱花树 高树十米 寄人何报 只是这樱花树的树前 此时一片焦黑 有一半都变成了焦炭 仿佛被雷劈过一样 树关同样少了一大半 变得光秃秃 好在剩下的树枝之上 此时仍然有几十朵樱花 这些樱花 收发着柔和的粉色光芒 不断形成一道道连衣 向着整个高天原秘境的 四面八方扩收过去 每一朵樱花 都是一个封印 彻底封印住 整个高天原秘境 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这株樱花树 本身就是高天原秘境 与现实通道的巨线化 而树上的樱花 则是秘境与现实之间的法则 自然化身而成 往日的岁月之中 居住在高天原之中的 桑国旧神们 最渴望的就是 这些樱花全部凋落 然后他们能够前往 现实之中 彻底主宰一切 也因此 居住在高天原中的旧神们 往往利用大法力 向现实中的信徒们 传递自己的神域 蛊惑或者直接要求 他们解除封印 只不过在见识了 旧神的残暴之后 现实中的子民们 在以无数人为祭品之后 将高天原的诸神封印 再也不敢打开 此时 在高天原之中 苏醒的虚左 正身穿铠甲 坐在英树之下 抱着肩膀微微颤抖 就在刚才 他通过梦境 刚刚与某些不知在何处的旧神们 取得了碎片化的联系 并且得知了一些消息 千百年前 深渊之中的镇域之主 连破72秘境 屠戮和封印了大量旧神 这也造成了大量旧神的沉睡 虚左就是其中一员 而现在 镇域之主 似乎得知了旧神们正在醒来的消息 再次出现 开始屠戮旧神 已经有数个侥幸活到现在的旧神 被镇域之主杀死 虚左更是通过梦中的碎片 得知了镇域之主 某些化身的形象 正是之前隔着秘境避障 向他叫嚣 几句话就将他彻底激怒的那个人 想到镇域之主 曾经的强大和恐怖 虚左之感觉全身发冷 就算是高天元的暖风 也难以驱散他身上的寒意 此时他终于知道 为时 当时对方要让他的姐姐和母亲出来答话 因为他的母亲和姐姐 都被对方给杀了 这话语之中 包含着深深的恶意 何其恶毒 只是想到镇域之主的残暴 想到曾经的那一场战争之中 对方随手将天照与母神撕碎的场景 虚左就感觉心中发寒 现在残存的旧神们都在观望 特别是据说出现了自我 本我 超我三位心神 情况不明的时候 不宜出头 还是好好观望一下 反正通往现实的通道 仍然处于封印之中 自己无需多虑 就算是想进入现实 也进不去 相比来说 高天元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虚左此时已经打定了主意 无论如何 也要先在高天元里面苟着 不急着出去 目前看来 镇域之主 似乎也无法直接打破秘境避障 就是不知道 这是他一直以来戏弄猎物的恶趣味 还是真的实力受损 总之一切 先观望再说 反正樱花不落 封印不开 高天元还是安全的 虚左正想着 眼角的余光突然撇到了时 东西 不由全身一颤 立刻转头望去 就见身后 那棵残损的樱花树上 仅存的几十朵樱花之中 竟然有五朵 正在从之头飘落 樱花树立刻微微颤抖 树身上的光芒 也变得微弱了一些 整棵树都变得 微米了不少 看到这一幕 虚左简直下的魂飞魄散 有人在帮他解除封印 到底是谁 是谁这 剑 虚左接过飘落的樱花 纵身一跃 已经如同一道 残影窜上樱花树 拼命鼓动自己的力量 想要将凋落的花朵 再次接回之头 只是却根本没有神 作用 他如同触摸婴儿的肌肤一样 轻轻触摸着一朵封印之花 原本是封印之树的樱花树 此时在他的眼中 比亲爹还要轻 口中难难 可千万不要再掉了 到底是哪个无耻之徒 竟然想让我进入可怕的现实 真子姑娘 你这辈子受的罪 其实都是万恶的 救赎慧强嫁给你的 那可是吃人的社会啊 他扭曲了你的灵魂 毁掉了你的人生 可怜 李凡看着眼前的真子 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缓缓说道 眼前的真子 被他说得有点猛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 回答 眼前这个男人 不是个驱魔师吗 这些话都是 驱魔咒语的前绪 李凡此时也不坐沙发了 直接站起身来 一脸郑重地对 真子说道 十 神社女巫 那都是封建于孽 掌握了神群的地主 阶级于毒 一个好好的女孩 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话 被他们毁掉了一生 当然 从根本上来说 你的悲剧 主要还是由于落后的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 在封建时代 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 人类社会的科学认知 仍然处于萌芽之中 对这个世界的解释 就必然走向怪力乱神的层面 在收服了比先之后 李凡对于自己讲道理的能力 很是得意 此时遇到了真子 这个怨灵精神体 他同样想要尝试一下 跟对方讲道理 道理都是越辩越明的吗 相比于借用正欲囚徒的力量 或者使用那些头颅的力量 李凡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力量 实时的力量 说到激动处 李凡直接攥起了拳头 口若悬河 慷慨激昂 最终朝真子问道 你懂了吗 真子看了看他的拳头 连忙柔弱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都懂 你说的都对 石 封建压迫石 生产力的 反正都对 李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于自己能以礼服人 表示十分欣慰 对吗 大家还是要讲道理吗 这样 以后你就住在我手机里了 我这里正好有几个 放松用的小电影 你可以自己 选一个住进去 李凡随手指了指自己的手机 真子羞红了脸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化作一道虚影 消失在李凡的手机里 将真子安排好 李凡转头 看向一旁的黑龙会 小鸡玩偶们 刚才亲眼看到 伟大的镇域之主 竟然一板一眼 跟一个怨灵讲道理 而且讲得不亦乐乎 表情要多变态 有多变态 黑龙会的头颅们 已经看得毛骨悚然 此时被李凡的目光一瞥 瞬间心中发寒 山本松泽联盟会报道 主公 这个怨灵有问题 这应该就是 那段传说中的影像 李凡眉毛一条 讲来 山本松立刻迅速说道 根据桑国传统 从古代开始 就流传下来了一个 名为神风的东西 确切地说 这是一间屋子 在这间屋子里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每一件物品 都对应了一个异常 一个诡异的故事 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其实是一个封印 在场的黑龙会吉田 水源等头颅 此时都露出凝重的表情 显然他们全都听过这个传说 山本松的面色也变得凝重 接着说道 这个封印所镇压的 是传说中的神灵居所 高天元 山本小吉神色肃然 直接跪坐在地上 努力用翅膀按住自己的脊脚踝 一副贵坐暗息的模样 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缓缓讲了出来 这件事所涉及的机密程度过高 在场的黑龙会头目们 很多都没有听过 此时 也是聚精会神听这山本的讲述 神色肃然 相传 高天元的神灵们 虽然创造了整个桑国 但是本身残暴无端 在他们统治桑国的岁月里 整个桑国就是人间地狱 最后 在一位英雄的带领下 众人齐心协力 将神灵们赶回了高天元 并且进行了封印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型封印 需要数百件封印物品 同时发挥作用 才能彻底将高天元压制住 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些封印物品逐渐毁坏或者遗失 只剩下了几十件 一直以来 都由最强大的阴阳师家族 代代相传 在数十年前 黑龙会在整个桑国的势力庞大 这些封印物品到了他们手中掌管 这也是卫石 山本松能知道这个秘密 后来桑国咒术厅成立之后 这些封印物品转移到了咒术厅之中 每年 咒术厅都要举行一个仪式 向每一件封印物品 献祭一个灵魂 也就是一个活人的精神体 才能让封印的力量继续维持 让那些残暴的神灵 继续被封印在高天元之中 真子正是封印物品之一 据说最早是在一张画里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 逐渐变成了一盘录像带 后来又变成了光盘 真子既然出现在您的面前 那说明咒术厅所保管的那些封印物品 绝对出现了大问题 山本松一脸肃然地说道 李凡心中一动 问道 如果破坏了封印 是不是就成了桑国的罪人了 山本松点点头说道 封印的阵眼在富山火山之中 一旦封印被打开 富山火山也必然会直接爆发 整个东都 不 整个桑国都会生灵涂炭 这还是小事情 高天元之中的诸神残暴无端 一旦出来之后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李凡不由眼前一亮 高天元这地儿 他很熟啊 找了须左半天 原来是被封印在里面了 高低地给他解开 封印弄出来 第399章 目标存活对于救神群体现在的情况 李凡一直都十分关切 毕竟这关系到 他对于正欲的掌控 关系到那些深渊之中 至尊强者对他的态度 以及作为正欲之主 是否会落入救神的阴谋 之前遇到的巫神和呼魔鬼皇 相对来说等级较低 而且都浑浑噩噩 知道的信息不多 最终也都被李凡给吞了 反倒是之前隔住秘境避障 在高天元秘境看到的须左 明显要强大许多 也清醒许多 高天元秘境的情况 也比另外两个小秘境好不少 想要得知救神的阴谋诡计 这个须左是入手的好目标 另外 虽然目前看来 自己在异常局这边的表现很差 大概率会被直接遣送回中州 或者回到中州之后 被降职闲置处理 但也不敢呢 打包票 还是得再犯个大错误才行 这个错误要足够大 而且无法遮掩的那种 还要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那 破除封印 把须左从高天元秘境之中放出来 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至于石 火山爆发 生灵涂炭之类的 到时候让郑玉的囚徒出来上宫 把爆发的火山压一压 把人就一救就好了吗 李凡随后转头朝山本松问道 这个封印仪式 具体是神 情况 必须要向每一件封印物品都献祭精神体 才能彻底降高天元封印 山本小姬肃然道 也并不是所有的封印物品 按照之前黑龙会的记载 只要大部分封印物品都得到献祭 那 封印阵法的力量就会保持完整 继续封印高天元 李凡点点头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只要这些封印物品没有得到生命献祭 说通俗点没有害死人 那虚左的封印就会打开 这个封印还真是特 变态啊 是桑国的尿性 那怎 行 不能坐视这些封印物品害人 得救人 山本松察言观色 继续说道 这些封印物品原本都由桑国咒术听证压克镇压 每年献祭死囚 现在突然出现在民间 显然是咒术厅内部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是咒术厅的负责人 会将错就错 通过一世之影 发动这些封印物品 将和封印物品 接触的人 当成献祭 李凡微微点头 对山本松的分析表示认同 随后问道 有时 追踪 这些封印物品的办法吗 这要是都献祭了 须左小朋友 孩子 出来 山本小姬迅速说道 这个 由于用于封印高天元 长久以来 这些封印物品 也都沾染了神性 很难追踪 随后小心翼翼看了一眼李凡 确保主公没有生气 一旁的黑龙会 前家老吉田小姬 迅速补充道 不过 这些封印物品的献祭 有一个规律 一般来说是第一天五件 第二天七件 第三天九件 每天增加两件 直至全部献祭充能完毕 封印也就安全了 李凡点点头 很好 想必这些封印物品 也不会离开东多的范围 明天让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去找找 那边人多力量大 而且在桑国发展得不错 应该问题不大 李凡起身到里面的卧室 去睡觉了 随手将摇控器 丢给了山本松 一群小鸡玩偶 此时捧着摇控器 热泪盈眶 这可是电视摇控器啊 主公的意思很明显 赏赐给他们看 电视的自由 上次看电视 还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一群小鸡玩偶 立刻将电视 调到了国际新闻频道 又把声音调到最小 然后津津有味地 看了起来 又能了解现实中 发生的一切 真好 打 第二天一大早 李凡就被一阵喧哗声吵醒 同时还有急促的敲门声 起床随手将那些 失去李凡的精神力控制后 东倒西歪的小鸡玩偶 丢紧背包 李凡这才将门打开 此时杨干正在门外 看到李凡之后 不由长舒一口气 紧张的心情明显放松下来 问道 小李哥 你默示吧 李凡有些茫然地说道 没事啊 刚睡醒 杆子哥怎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某个房间之中 明显有喧哗声传来 还有几个形色匆匆的人走过去 看装扮似乎是不列颠特工总局的人 杨干朝那边看了一眼 对李凡说道 昨天晚上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使派西死了 今早才被客房服务生发现 尸体全身没有伤口 但是明显是被冻死的 血液都结冰了 李凡坐哑然状 说道 这子 可能 这里不是三国咒术厅指定的酒店吗 有他们做安保 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更别说入住酒店的 都是各国的决心者机构 杨干摇摇头说道 不光是史派西 昨天晚上 还有一个为西圣殿机构的帕西诺 也神秘死亡 尸体双手高举 脸上的表情十分惊恐 死状凄惨 为西圣殿机构的人 用力掰他的胳膊 都掰不下来 另外据说昨天晚上出去寻欢作乐的新路镇魂局职员派阁 被人发现 死在了银座的某个房间里 开膛破肚 内脏全部消失 还有 险国皇家驱魔局的赛班 死在了回国的航班厕所里 用玻璃割开了自己的喉管 杨干的神色凝重 朝李凡说道 小李哥 你一定要小心 我认为这是有人 在针对整个国际交流会的代表团下黑手 而且 这些死者有一个特点 都是精神力超过50 但没有觉醒的人 你现在也有危险 杨干神色凝重地对李凡说道 实在不行 你今晚到我房间睡吧 安全第一 李凡心中不由一阵感动 不同于狗盗人对他的了解 也不同于方浩他们知道 李凡早就已经觉醒 杨干反而对李凡的真实实力 基本完全不了解 所以 在发现了这些死亡事件之后 第一个跑过来 查看李凡的安危 并且主动要求做李凡的护卫 还是的 杭子哥 李凡笑道 放心吧 杭子哥 我不会有啥事的 今天 不是还得开会吗 你快去忙吧 杨干对李凡十分了解 知道小李哥做事 十分讲究谋略 本身又很聪明 不是个死板的人 他说末世 那应该确实问题不大 当下点点头说道 你要是对我的能力不放心 可以让普陀大师和狗盗 尝他们到你屋里 或者大家干脆 晚上睡在一个房间里 也好有个照应 那我先去开会了 李凡点点头 笑着冲他白白手 让他安心 等到杨干离开 李凡背上背包开门走出去 就现此时的酒店之中 一片混乱 桑国咒树厅 迎宾客的客场小野 此时正在对着新陆镇魂局 不列颠特工总局 和维西圣殿机构的负责人 疯狂鞠躬致歉 两具尸体 此时也已经被抬上担架 被运出酒店 直接送往桑国咒树厅 准备进行后续检查 桑国咒树厅 更是来了一个副总监 前来和各国的负责人 接洽这件事 并且布置新的安保方案等等 李凡冷眼旁 观着桑国咒树厅 向官负责人的鞠躬致歉 心中冷笑 此时他已经明白 这一切都是桑国咒树厅 在背后捣鬼 表面上确显的那 情真意切 还深表歉意 净显笑里藏刀口密附件的本色 与此同时 他能感觉到 咒树厅迎宾客的龟 也在看到他的瞬间 明显有些哑然 只是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 显然 自己房间里的真子的光盘 和这个龟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现在 还不是找桑国咒树厅算账的时候 那些封印物品 应该已经散落到各处 想要阻止封印加固 就必须救下那些被献祭的人 阻止献祭发生 才能帮须左从封印之中出来 反正今天他的餐会资格被取消了 正好趁着这个空档 去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看一看 一是看看桑国分部的公司化改革 进行的怎样了 二是发动清洁协会的力量 找找那些封印物品 李凡背着包 一路离开了酒店 站在路边开始打车 等到他走出酒店之后 酒店高层的窗户后 望着李凡背影的龟 也迅速通过微型麦克风说道 汇报 昨晚五项一事 共有四项成功 恶灵录像带一事失败 目标祭品并未出现伤亡 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一事的出现 完毕 很快 耳机里传来来自上层的指令 尽快进入目标房间内查看 确定是否献计 已经被目标察觉 确定相关封印物品的存留 以及是否失效 完毕 第四百章 皇国兴衰 在此一举 整个桑国咒术厅本身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除了作为最高长官的咒术总监和副总监之外 就是其他的各种课 研发课 镇压课 物资课等等 由觉醒者领头的执法队伍 则是咒术总队 下辖13个大队 被称未遇前13队 与此同时 还存在两个比较独特的机构 一个是顾问室 由桑国传承百年的三大阴阳师家族的家老构成 分别是御守家 贺茂家 白石家 第二个 则是与总监是几乎平等的督察客 督察客虽然是桑国咒术厅的一部分 但是本身由新路镇魂局建立和领导 客厂也是新路级人士 名叫麻生约翰 是一个混血儿 顾问室和督察客 虽然名义上同样受到咒术厅的管理 但是本身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还一 请御守先生放心 在通讯器的另一端和龟也通话的 正是来自咒术厅顾问室的阴阳三家之一 御守家的家老 御守则前 此次行动 本身就是由咒术厅高层统一指挥进行的 顾问室负责具体掌控 龟也朝着空气居了一躬 随后转身 走出了自己所在的房间 此时 大部分酒店中的参会觉醒者们 都已经前去大会议事开会 留下的基本都是三国咒术厅的工作人员 龟也面无表情地走过走廊 来到李凡的房间前 转头看看四下无人 没有人注意到他 于是随手拿出一个工作人员的房卡 将李凡的房门刷开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 又把门小心关好 进入房间之后 他瞬间警觉起来 随手摸出一副薄薄的橡胶手套戴好 开始在房间里载细检查起来 对于这个中州议场局代表团的副团长李凡 龟也这两天 可以说很有些熟悉了 无论是在会场上 还是在私下里 对方都是一种跋扈的性格 完全不内敛 傲慢地令人生厌 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丝毫原则的腐败 官员 本身也不是觉醒者 只是一个初级通灵者而已 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鄙夷的家伙 这也是之前未识 他会将死亡录像带相关的仪式之影 放在李凡身上的原因 毕竟死在真子手中的人 都十分凄惨 不过现在看来 或许是因为这个李凡太过弱小 所以没有引起真子的杀戮欲望 龟也一边思考一边寻找 果然很快就在DVD播放机里面 找到了那盘写着午夜节目 内部欣赏的光盘 这些封印物品 之前被桑国咒术厅丢失之后 就会进入一个神隐的状态 直至被一世之影所吸引 才会再次现身 光盘明显是被播放过的 神 情况 播放之后没有效果 按理说 只要被种下一世之影 并引来死亡录像带 就必然会播放死亡录像 并受到真子的诅咒 哪怕是一个普通觉醒者看到之后 也会受到其中的异常精神辐射影响 死状凄惨 对方在观看之后 竟然没有神 是 还是说 光盘之中的怨灵真子 对这个李凡不感兴趣 归也根本没有考虑真子会被李凡镇压的可能性 毕竟这个李凡只是一个初级通灵者 而真子则是顶级恶灵 当下 归也如灵大敌 摸出一个收容盒 将光盘放入其中 随后用便携式的精神辐射探测 一载细检查了一下光盘 警报器上的指示灯立刻疯狂闪烁 归也心中一灵 明白这里面仍然存在一个顶级怨灵 显然就是真子了 这 或许 是因为怨灵对那个李凡不感兴趣 所以 根本没有发动诅咒 不过这样也好 不管怎 说 起码收回了一个封印物品 从兜里摸出一堆咒服 小心翼翼地贴满了整个盒子 这可是恐怖的咒物 一点也不能马虎 而且 回头献祭的时候 连一式知影都不用下了 直接将这封印物品 放进目标的房间就行了 没想到那个李凡倒是因为自己的平庸而躲过一劫 归也随后在通讯频道之中迅速说道 在目标房间内找到封印物品死亡录像带 以进行妥善处理 综合分析认为 怨灵对目标不感兴趣 所以并未发动诅咒 通讯器另一侧的御守则前短暂地沉没了片刻 之中情况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毕竟这种顶级怨灵 虽然心智残缺 却也有自己的爱憎 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出手 当下命令道 尽快将死亡录像带加入第二批献祭之中 按照名单寻找新的目标 龟也连忙说道 嗨 随后消除了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迹 又在DVD里面随便塞了一个空白光盘 就带着那个封印光盘悄悄离开李凡的房间 他很快拎着公文包穿过了长长的走廊 又坐上电梯来到了酒店的C区 这里是咒术厅迎宾客的工作人员 一直以来驻扎的地方 龟也笑着和路上遇到的同事打招呼 随后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 将门反锁之后 他换了一身装扮 戴上一个口罩 进入办公室内部套间 又悄悄打开了套间侧墙上的一扇小门 带着公文包走了出去 这里是监控的死角 不一会儿 已经来到一扇没有标识的门前 龟也在门上轻敲三长两短的午下 里面立刻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进来 龟也迅速推门进去 就见见单沉舍的房间里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坐在那里 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龟也立刻深深拘了一躬 向对方说道 古村读查 幸不辱命 坐在龟也面前的 正是咒术听读查课的客厂 古村右翼 古村面带赞许之色 点头说道 龟也君 你做得很好 说着 龟也将公文包打开 从里面拿出两个瓶子和一个光盘 那四个瓶子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玻璃瓶 不过上面石刻着漂亮的花纹 还贴着一些塑胶材质的咒服 这正是桑国咒术听根据古代阴阳诗流传下来的咒术 结合现代化的异常研究之后 在曾经的魂瓶基础上制作出来的精神体收容瓶 此时这两个瓶子之中 隐隐都有精神辐射的气息散发出来 古村同样拿出两个同样的精神体收容瓶 摆在桌子上 四个瓶子依次排开 瓶身上标着 史派西 帕西诺 派格 塞班 正是昨天晚上死去的四人的姓名 在这四个收容瓶中的 也是他们四人的精神体 看着这四个收容瓶 古村的脸上 现出满意的笑容 缓缓说道 献祭的根本 是让这些祭瓶的精神体 按照封印回路 进入富山火山的阵眼之中 才能平息高天元诸神的愤怒 同时加固封印 现在 我们把这些精神体节流 献祭也就根本没有完成 归也同样露出了然的笑容 说道 可笑顾问式的御守则前 还以为献祭顺利进行了 这些腐朽的老人 能懂得古村先生的胸怀 说着 归也指了指那个光盘 接着说道 这是封印物品死亡录像带 因为某些原因 昨晚并没有发动 到时让我们 找回了这件封印物品 御守则前刚才 说要加入第二批仪式献祭之中 您看该如何处置 古村又一笑道 就按他说的做 森野太郎这个总监 不是想一时二秒 利用代表团的那些人 作为祭品加固封印 又借机挑起那些大国之间的冲突吗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一弹三鸟 既要彻底破开封印 迎接高天元诸神的降临 也要让那些大国之间的关系 分崩离析 同时一举铲除 桑国咒树厅 和整个桑国腐朽的上层 归也此时心情激动 朝着古村又一聚了一躬 说道 还以 黄国的国运 就拜托古村军了 古村又一神色一素 站起身来同样朝着龟也居了一躬 说道 国运之势 是每个桑国男儿的责任 姿势体大 我等要努力同心 我也向龟也居介绍一些同志 说着拍了拍手 大家都出来吧 说话间 旁边墙壁上的一扇门打开 二十多名目光炯炯的青年 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这些人 龟也不由神色一正 这里面有不少人他都认识 很多都是桑国咒树厅的 中下层年清官员 御前十三队的队长 竟然来了十个 甚至还有几个 是某些位高权重的政客的二代 最后则是一名面容英至四十多岁的男子 不怒自威 身穿传统的武士服 一旁的古村说道 今日本 就是我们青年军集会之日 来 龟也军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黑龙会现任当家 四代目借川先生 龟也不由心中一颤 连忙深深鞠躬 黑龙会 那可是整个桑国真正隐藏的正统觉醒者组织 算是咒树厅的前身 原本在异常出现之前 黑龙会就是个强大的黑暗组织 甚至控制了军部 作为区区迎宾客的复客场 鬼也从未想过 自己能和这 多青年才俊结尾同盟 不由激动不已 此时有人倒上一杯杯清酒 放到诸人面前 古村端起一杯 环顾众人 大声说道 诸君 桑国的上层 已经腐朽不堪 新路的殖民 已经让那些统治桑国的老人们断了几辆 失去了桑国男儿的热血 现在异常频发 是桑国在大国夹缝之中 翻身的唯一机会 唤醒高天元的诸神 利用诸神的力量 一扫腐朽之气 换以青年的热血 重振皇国气象 这是我等青年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皇国 唤醒诸神 驱除腐朽 重振和魂 说着 古村将杯中清酒一饮而尽 随后砸碎了酒杯 在场的青年官员们 纷纷举杯痛饮 齐声高呼 驱除腐朽 重振和魂 第401章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子 背着背包 走在东都的大街上 看着形色匆匆的男男女女 李凡感觉心中一阵舒爽 开会的时间出来逛街 真的爽 说起来 桑国的流行文化 确实是兴盛 对于中州的影响也不小 一直以来李凡 都想来看看 现在倒是个机会 随意逛了逛 同时释放精神力 唤醒了背包里面的头颅 确定没有人在跟踪 李凡七拐八拐地 走进了地铁之中 进了一趟洗手间 虎助神瞬间被召唤出来 行走之间 全身的肌肉和骨骼 都出现了细微的变动 面部神情 更是直接变成了一个 三十多岁男子的模样 甚至连身高 都提升了几公分 等到 他从洗手间再出来 已经换了一套衣服 整个人看起来 也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就连背包都翻转过来 变成了另一个款式和颜色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属于清洁协会 东方牧区牧首 收藏家的了 和中州一场局 西南分局副局长 李凡没有关系 进了地铁坐好 李凡直接摸出手机 随意点开一个搞笑短视频 看了看周围 随后对着屏幕低声喊道 真子 真子 士兵丝毫未动 没有反应 不是这个 李凡随手关掉视频 点开了下一个运动 健身教学类的视频 再次说到 真子 真子 里面的健身教练 正在热火朝天的锻炼 对李凡的呼唤 没有实 反应 也不是这个 随后 李凡又点开了 几个存在手机里的 搞笑视频 和电影解说视频 还有做饭的短视频 没想到全都没反应 李凡不由眉头一簇 真子他 不会是进错视频了吧 随后点开自己的微信聊天 找到和方浩他们的聊天记录 在记录里面翻出了几个小电影 分别是 新人职员出入职场 嫂子和我 邻居大姐姐的纯纯爱恋 善良的小姨子 医院里的爱情故事 水管工的浪漫 看名字 都是一些纯纯的爱情电影 鉴于真子式的姑娘 应该更喜欢爱情片 所以很可能因为片名 而产生了某种误解 李凡思索片刻 快速点开那部 医院里的爱情故事 迅速点击快进键 将前面的女主角女医生 和病人 以及医生之间的互动 快速掠过 终于找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小护士 正满脸羞红 震惊地透过门缝 看着病房里面的女医生 和病人互动 正是真子 真子 李凡低声说道 正在偷看的真子 全身一颤 连忙转过头来 看到李凡之后 他连忙伸手捂住脸 羞红的面颊 几乎要滴出水来 被主人给抓到了 昨天 李凡让他进入手机之中 选一部电影常驻 真子就根据电影名字 选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爱情电影的 医院里的爱情故事 进来之后 直接成为了 这座医院不起眼的配角小护士 随后 也见到了电影里面的 女一号和女二号 分别是女医生和护士长 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纯爱故事吗 喂 哎呀 羞死了 大面 生前他作为巫女 都是生活在如同无军事一样纯洁的环境里 死后更是一直作为厉鬼杀人 玄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 这种巨大的精神冲击 简直让他的精神体都出现了颤抖 这 多年过去 现在的艺术 已经这 直白了吗 在精神冲击过后 纯洁的真子终于有些忍不住心里的好奇 想要看看 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神 万万没想到 他正在偷看主要剧情 就被主人给当场发现 而且 好像在公共场合叫他出来 真子羞红了脸 直接红到雪白的坟井 恨不能当场找到一个的缝钻进去 只是主人的命令 他又完全不敢违抗 只能捂着脸 低着头对李凡的呼唤 做出阴阴的回应 李凡此时基本已经明白 到底发生了事 指了指手机屏幕上 一个健身教学视频 说道 你先换个住所 到这里面去 真子立刻一言而行 进入了健身视频 瞬间变成了 身穿紧身体操服的健身美少女 看看周围比较正常的场景 他这才松了口气 连忙来到健身房的角落 和视频外的李凡交流 李凡仿佛时 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一脸淡然地问道 现在比仙应该已经被人暂时带走了 你确定 只要死亡录像带被发动 你就能感应到 继而找到所在位置 为了寻找其他的封印物品 阻止桑国咒术厅杀人陷阱 李凡在了解了真子的情况之后 直接让比仙进入了那光盘之中 光盘原本是真子的栖身之锁 也沾染了 他的异常精神辐射 和他有精神体之间的联系 因此 一旦再次被使用 他就能感受到 继而找到献祭场所 到时候 再加上比仙的配合 李凡很快就能赶到现场 当场救人 阻止桑国咒术厅的封印 献祭加固 真子连忙 红着脸鞠躬道 是的 主人 我很快 就能确定地点 李凡点点头 对真子的回答十分满意 随后登陆B站 对真子说道 你被这个诅咒困住太久 对于现在的很多事情都不够了解 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网站之中的视频里面 学习一下现代社会的知识 要好好学 我不需要没有用的下属 真子听到这话 吓得全身一颤 连忙点头答应 随后一头扎进了一个视频之中 对于他来说 能够通过这海量的视频 来了解这个世界 反倒是一件极为幸福开心的事情 李凡此时也跟随真子 随意看着视频 不时和视频中的真子聊上机具 算是打发时间 旁边的乘客看到李凡这个人高马 大三十多岁的男青年 一直对住手机视频说话 不由都露出见怪不怪的神情 同时默默向旁边挪了挪 一些女性乘客 更是迅速撤出机密的局里 直接让李凡身边空出来很多座位 地铁一路前行了 仅仅是基站的距离 李凡就起身走出了地铁 这里同样处于东都市中心范围内 外面仍然是一片繁华 距离东都咒树厅 也仅仅只有几个街区 李凡将背包背好 大踏步来到一栋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前 抬头看去 楼体上是一排醒目的字 清洁协会三国分社诸事会社 这里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 清洁协会三国分部 此时 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的大楼门口 一个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男女 进进出出 相互交谈 如果不是知道 这里是清洁协会三国分部 说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国公司 都很正常 此时门口 还有一个巨大的气球拱门 和几个正在欢快跳舞的冲气玩偶 上面写着 庆祝伟大的收藏家先生 当选清洁协会东方牧区牧首 下面还有一个竖起的牌子 上面写着一些东方牧区新任牧首收藏家大人的个人事迹等等 应该是照片的地方 以一个黑色的剪影取代 显得神秘而夸张 在心中感叹了一会儿国情不同 李凡进入公司大楼 摸出一张名片和一封介绍信 递给了前台 介绍信是中南半岛牧区牧者陈先生给开的 货真价实 信里面对李凡的身份介绍为前来交流工作经验的派遣员工 想要前来清洁协会三国分部考察工作 学习一下先进经验云云 名片上只写了孙先生几个字 职务则是清洁协会中南半岛牧区清洁师 看到李凡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 得知对方是从中南半岛牧区过来交流考察的 前台小姐立刻双手接过名片和介绍信 满面笑容的让李凡稍等片刻 随后迅速向自己的主管领导汇报 不一会儿 一个戴着眼镜的方脸中年男子迅速出现在大厅里 一溜小跑一边鞠躬一边朝着李凡跑过来 满面笑容的说道 孙居 幸会幸会 我是日本分部参观客客长山田 专门负责相关的接待事务 咱们中南半岛牧区的家人到来 我们日本分部棚毙生辉 说着又握住李凡的手 使劲握了握 李凡笑道 山田客长 幸会幸会 我只是奉我们牧者大人的命令过来参观学习 希望山田客长能给予方便 他的介绍信中给出的职务不高不低 日本分部的社长按理说不会 出来献他 来的参观客客长就差不多了 山田连芒牙低声音说道 我听说 咱们中南半岛牧区新上任的陈牧者 和咱们东方牧区的牧首大人 关系密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李凡笑住说道 这个 说实话 只是谣传而已 我们陈牧者是土生土长的险国人 只是因为表现优异 才被牧首大人看中 之前并没有识 交情 我和老陈的关系很一般 山田点点头 原来如此 不过陈牧者既然得到了牧首大人的赏识 估计后面也是前程似锦了 说着 山田直接将李凡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喝茶聊天 寒暄了半天 刚才的介绍信已经经过了检查 而且专门和中南半岛牧区那边和验了一下 确实没错 这位孙先生是货真价实的交流人员 聊了一会儿 感觉差不多了 山田这才看了看表 对李凡笑着说道 孙先生 既然您是来交流考察的 那麻烦您拿好这个考察证 有了这个 就可以在咱们日本分部之中畅通无阻了 我还有些俗误要处理 就不能陪您了 李凡点头道 已经很感谢山田先生了 那我就自己先逛逛了 山田笑着说道 您放心 我再给您配备一个陪同人员 有神 要求 您尽管向他提 咱们日本分部会尽力满足 说着朝办公室外喊道 名誉虾 过来一下 第402章 鸡血狂飙的桑国分布随着参观客客场的喊声 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办公室里 一名身穿白衬衫和短裙的双马尾少女 立刻气喘郁郁地跑了过来 朝着客场鞠躬道 客场 您找我 参观客客场山田点头说道 对 这位是来自中南半岛牧区的孙军 你刚刚调到咱们参观客 暂时也没有安排具体事务 这几天 就负责带着孙军 在咱们分部大楼参观考察吧 听到这话 明日香有些不情不愿地扁了扁嘴 随后 山田的神色一素 对明日香说道 明日香 孙军是来自兄弟牧区的贵客 希望你能够做好服务 让孙军满意 也算是弥补自己的过失 听明白了吗 协会带你不薄 希望你不要再让公司失望 眼前扎住双马尾的小姑娘 转头看了看李凡 随后抢几出笑容 鞠躬说道 请孙军多多关照 李凡微微一笑 说道 也请明日香多多关照 这个小姑娘看起来有些不情不愿的 桑国分部 如果都是这个工作态度 那就太好了 山田又热情地寒暄击剧 随后转身离开 去忙自己的工作了 只留下李凡 和明日香两人 明日香此时叹一口气 努力打起精神 对李凡笑道 孙先生 请问您有神 要求 接下来我会结成为您服务 尽力满足您的要求 李凡点点头说道 那就有劳了 麻烦先带我参观一下 整个桑国分部的情况吧 现在自己提出的福利制度 按说已经开始在桑国分部开始推行了 而且 公司化改革也已经开启试点 正好看看桑国分部的成色 如果大家都开始墨鱼滑水 那说明他的公司化 改革和福利政策卓有成效 否则的话 就要再想个办法了 这也是试点的好处 免得大规模推广之后出现时 别那么额子 明日香虽然看起来不是很有前劲 但还是尽职尽责 立刻带着李凡开始参观 整个桑国分部的大楼之中 将桑国分部的绝大部分机关都囊括其中 包括装备部 训练部 交流部 人事部 研发部等等 此时李凡已经彻底通过了桑国分部这边的身份查验 手中拿着那张参观卡 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除了社长办公室之外 基本可以进入任何楼层任何房间 明日香首先带着李凡来到了大楼顶层 从人事部开始参观 来到人事部之后 李凡直接傻眼了 大楼顶层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 周围则是环形落地窗 能够将整个东都的景色尽收眼前 只是这巨大的办公场所之中 足足有数百个隔间 人事部的清洁协会成员们 每人一个隔间 每个隔间之中 最少也有五部电话 此时整个场所 就是一个嘈杂的巨型电话间 数百人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正在用热情洋溢的声音 疯狂打电话 先生您好 这里是清洁协会三国分部 首先要祝贺您 您中了我们清洁协会的头奖 免费福音课十五节 上课地点就在东都 对对对 包食宿 哎 太太 我知道生活给您的压力很大 说实话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都容易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 是心灵方面缺少进化 你听说过清洁协会吗 您好 何野先生 是我 上次给您打电话的绿子 请问 关于加入清洁协会的事情 您考虑的怎样了 哎呀 您上次明明都答应我了 怎样呢 再考虑考虑 只要和你约会就加入 好 人家喜欢吃牛排呢 二郎先生 您仔细想想 还有比这更有性价比的投资 只要现在购买清洁协会的债券 就能在一年之后 获得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收益 股市 难道您对这个一潭死水一样的市场 还抱有幻想吗 这一切都是深渊之主的恩赐 福子太太 我知道 您一直都担心令狼的学业 所以这次 才向您推荐我们清洁协会的进化心灵夏令营吗 对对对 是去夏威夷游学 保护孩子的心灵 帮他们清除杂念 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深渊之主 忽佑您 看到眼前人山人海 堪比股票交易所的热闹场景 李凡整个人都目瞪口呆 招明日香问道 这里不是人事部吗 怎 有一种传销窝点的感觉 明日香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里就是人事部 人事部主要负责的 就是招募新成员 这里只是日本分部人事部的一个办公地点 类似的办公地点 在全桑国应该还有十几个 李凡心中一领 这特 日本分部也太卷了 这个狂热的电话 轰炸拉人头的方法 简直是令他这个墓首毛骨悚然 这要是时间长了 还了得 全桑国的人都不够他们拉的 实 实在是令人钦佩 李凡强言欢笑道 咱们去其他部门看看 接下来的一天 李凡一个个部门挨个看下来 对于三国分部的情况简直是触目惊心 培训部在组织新加入组织的人手进行疯狂培训 经过初步培训之后 将人才输送到其他的部门 宣传部则进行初步筛选 对旅行清洁师职责的一些信息员进行清洁协会精神的培训 以及各种信息传播手段的培训 甚至有不少信息员直接进行网络主播培训 准备深度利用互联网工具 三国分部的宣传部在各众互联网平台 包括社交网络和直播平台上 全都培养出了一些粉丝达到数十万 甚至百万级的网红大号 影响力逐步扩大 行动部则是对日本分部的行动部队进行实战训练 主要是进行异常传播 散步 以及各种传统的袭击手段的训练 为了加强训练效果 行动部甚至在自己的所在的训练场中 直接用废弃的车厢搭建了一个1比1尺寸的地铁和站台模型 专门模拟进行地铁袭击 至于日本分部独有的文化部 则是进行各种清洁协会周边产品的制造 甚至有自己打造的漫画杂志和独有的漫画家 据说 现在正在创作一部 以收藏家大人为原型的热血少年漫画 很快就要在少年Jump上推出 而且完全没有腰斩的担忧 因为相关杂志的主编 已经成为清洁协会成员 其他的像是神 文化部 交流部 财务部等等 也都是一副打了鸡血疯狂工作的场景 李凡越看越是心惊 这个画风 不对啊 很快到了中午12点 整个日本分部的大楼之上 响起急促的铃声 正在工作的众人 听到铃声纷纷停了下来 一辆辆餐车出现 工位上的众人 纷纷拿出自己带来的便当 又或是直接从餐车购买餐时 随后开始狼吞虎咽 看到这一幕 李凡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还好 吃饭这 急急 估计工作也就那 回事了 只是让他默想到的是 仅仅是15分钟之后 又是一阵铃声响起 刚刚飞快吃完饭的众人 立刻再次开始工作 这一幕都把李凡给看傻了 连忙朝明日香问道 明日香 大家中午不休息的吗 没有午休吗 明日香摇摇头说道 没有 按照清洁协会日本分部的规定 每天中午只有15分钟的用餐时间 其他时间都要拼命工作的 就连上午和下午上厕所的时间 都是固定的 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 以及5点 每次5分钟 李凡眉头一簇 问道 这是谁规定的 高强度的工作也太扯淡了吧 大家还能有工作积极性吗 明日香说道 这是川崎社长的决定 社长说现在 咱们东方牧区的牧首刚刚上任 要给牧首大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要尽快做出工作业绩才行 正说着 在他们不远处的一个工位上 一名正在边城的40多岁中年男子 全身一颤 突然面色惨白 捂着自己的胸口 趴在了工位上 第403章 卧龙凤楚婉在眼前 这名男子双手颤抖 飞快地从抽屉里摸出一个药瓶 倒出激励药色进口中吞下 这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旁边的两名同事 瞥见了这一幕 连忙给他倒水拍背 中年男子强笑着感谢 同时表示自己默示 让对方不用管他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办公室里 一名西装急履梳着由头戴着眼镜的肥胖高管 缓缓起身 面无表情地来到这名男子的工位前 看向两个过来伸出援手的同事 冷冷地说道 工作时间善离自己的工位 进行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扣除今天的薪水 听到这话 那两人不由面色大变 黄黄然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确实都不敢反驳 那名副药的中年男子 连忙劝阻道 工本客长 这个不怪小田君他们 他们是为了帮我 工本面色冷峻地摇摇头 说道 牧村 这已经是你本周第三次发病了 以经年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原本早就应该给出的方案 已经是到了三个小时 我现在很怀疑 你是否还有能力 迎接深渊之主的降临 你要明白 我们清洁协会不是慈善组织 大家既然在这里 那就应该为了深渊之主尽心尽力 最起码不能辜负了 东方牧首大人的期望 如果你实在做不了 可以把工作交给年轻人 牧村脸色大变 原本因为病痛而苍白的面颊之上 此时满是汗水 连忙向工本说道 工本先生 请 请不要 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 家里还有贷款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随后朝着工本连连鞠躬说道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完成任务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工本看了看牧村的电脑屏幕 还有他桌子上的积愤方案 摇摇头说道 牧村 你这样让我很难吧 毕竟我这个人工作之中 也不会掺杂食 个人情感 完全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 本身按照社长的意思 我们组的经费 都要压缩了 随后拍拍牧村的肩膀说道 这样 你的薪资从这个月起 调降百分之三十 同时暂时取消 你本季度的奖金 你看怎样 牧村全身一颤 随后咬了咬牙 鞠躬道 感谢工本主管的栽培 我一定会拼命工作的 工本淡淡地说道 很好 那就开始吧 说着 目光随意扫过一旁的 李凡和明日香 转身离开工位 回到了自己办公室中 这一幕 把李凡看得目瞪口呆 朝明日香问道 咱们桑国分部的工作 这 辛苦的吗 新的福利政策 不是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明日香神色 肃然地点点头 攥紧了小拳头说道 迎接深渊之主的降临 从来都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为了以后的福报 我们只有拼命工作才行 李凡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时 思索片刻 朝明日香问道 咱们桑国分部全都是这 拼命工作的人 每个人都在燃烧自己 迎接深渊之主的降临 难道就没有比较懈怠的吗 明日香一愣 仔细想了想 说道 这种人还是有的 我以前在研发部的时候 有个叫号二的同事 每天下班之后 只加班两小时就回家了 已经被开除了 听到这话 李凡心中不由一凉 桑国分部的情况 十分堪忧啊 和他预想中的完全不同 就这 发展下去 整个桑国分部人人拼命 工作拉人头 这不得几个月时间 就把整个桑国都给侵蚀了 清洁协会模范分部了属于事 接下来一下午的时间 李凡越看越是心惊 整个桑国分部的工作情况 不说是触目惊心 也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他也逐渐了解到 桑国分部社常为整个桑国分部 设置了严苛的KPI制度 不光是有年度考核和季度考核 还有月度考核和每周考核 每个部门甚至还有每日考核 一旦工作业绩不达标 轻则扣薪水 重则直接开除 现在由于异常的大规模出现 全球经济都有些动荡 桑国受到的影响也不小 经济十分不景气 想要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难 也正因此 想要养家糊口的清洁协会 日本分部的员工们 全都拼了命的工作 生怕被裁员 至于李凡之前 颁布的那个福利制度 根本没有在日本分部执行 否则的话 也不会有时 开除这一说了 一整天参观下来 李凡的面色越来越阴沉 一旁座位参观导游的 明日乡则是同样忧心忡忡 不知道在想神 很快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 天色也暗了下来 只是整个日本分部 根本没有人离开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 继续待在自己的工位上加班 此时 李凡正参观到研发部 看到这些自动加班的内卷员工 更加忧心忡忡 都太他妈敬业了 敬业的让他害怕 要是东方牧区人人都这 个搞法 那他的东方牧区 不得立刻前程 整个清洁协会的最强牧区 到时候 他不得先当大幕守候做会长 简直想想就令人害怕 关键这一路看下来 每个人都这 敬业 就离谱啊 想找个墨鱼划水的人 才都找不到 研发部的研发项目更离谱 全都是各重大规模 异常感染的研发项目 李凡随便瞟了几眼 光是那个感染数字 就让他心寒 基本都是数字后面 五六个零的那种 而且这些正在上马的异常感染项目 基本上都是会造成大规模人猿伤亡 同时进行异常感染试验 顺带收集实验数据的那种 最离谱的一个 据说只要区区两百万人 就能打通和深渊之主之间的隔阂 直达深渊之主的领地 简直都是一些核武器级别的感染计划了 远超李凡之前所遇到的其他组织 要不怎 说清洁协会是个大组织呢 不过让他有些疑惑的是 这些研发部的职员们 在看到明日香之后 很多都露出鄙夷甚至嫌弃的神色 明日香也是鼓着腮帮子 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很快将研发部参观完毕 明日香直接到一个工位上 收拾了一堆文件 放到一个包里带走了 研发部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 李凡此时心情低落 也懒得管这些 对明日香说道 走吧 饿了 咱们去找个小酒馆喝鸡杯 两人很快离开了灯火通明的日本分布大楼 来到了附近街区的一个小酒馆中 李凡先给自己倒上一杯 一饮而尽 正准备发出发愁的叹息 没想到 一旁的明日香同样给自己倒上一杯酒 率先碍了一声 随后又倒上一杯 汁儿的一声又干了 连着干了四五杯 明日香这才叹息一声 翘脸都变得潮红 李凡此时本来也心情低落 看出小姑娘有心事 当下两人连连碰杯 连干了两壶酒 又吃了一些烤串之类的小菜 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 李凡问道 明日香 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 明日香 此时已经有了醉意 低落地说道 日本分布都是一群傻瓜 一群只知道工作的大傻瓜 李凡微微一笑 给自己倒上一杯 和明日香碰一碰杯 一饮而尽 随后问道 那 明日香 你是为时 加入清洁协会呢 明日香摇摇头说道 当然是为了赚钱 主要还是为了研究感染之美 李凡一愣 这个小姑娘倒是坦诚 离开公司之后 好像就真情流露了 随后接着问道 我看今天在公司的时候 研发部的那些同事 好像都认识你 有一个高管 好像还对你有意见的样子 明日香冷 哼一声 说道 那是藤原客厂 是个 没有审美的庸才 我本来是研发部的研发天才 因为评估部门不懂得审美 竟然把我发配到了参观部 去做一些傻子都会做的杂物 巴嘎 巴嘎 一群没有审美 只知道加班的蠢货 借着酒劲 明日香将自己的包打开 从里面拿出厚厚一叠研究资料 丢到桌子上说道 这都是我的心血啊 可惜被他们视作粪土 我刚刚才得到消息 由于 KPI不达标 我很可能要被开除了 李凡随手翻开 立刻看到了几个项目的名字 排云 分布是异常感染项目 夫妻的反目 少子化人泪灭绝项目 吞食天地 大规模女性增肥计划 男子的少女心 中老年男性娘化项目 第404章 桑国分部的夜间娱乐 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大楼 已经是深夜 社长专属的顶层办公区域里 仍然是灯火通明 不同于整个桑国分部大楼的其他区域 顶层的社长办公区 普通员工根本没有资格进入 只有达到一定级别 成为社长心腹的高管 才有进入这里的资格 而任何一个第一次进入这里的分部成员 都会大大的震惊 震惊于这里的富丽堂皇和奢华无度 虽然整个桑国分部的每个房间都排满了宫位 人人一副打鸡血的模样 但顶层的社长办公区完全不同 这里除了东侧的巨大椭圆形办公室 其他地方完全就是顶楼落地窗旋转餐厅的模样 这里是专属于桑国分部社长高崎的娱乐区 巨大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靠墙的巨大沙发一看就价值不菲 整个娱乐区都装饰得金碧辉煌 比东都营作业总会更加富丽堂皇 外面的天台上还有专门的游泳池 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巨大的停机坪 娱乐区中日常都有几十名顶级厨师和年轻漂亮的服务生 为高崎社长服务满足他随时随地的个人需求 晚上从这里放眼望去 整个东都的夜景都尽收眼底 一副奢靡做派 在顶层以下 当清洁协会桑国分社的成员们拼命工作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都想不到 他们所敬爱的社长所享受的生活 此时的顶层于乐区的巨大餐厅中 冰棚满座 整个清洁协会桑国分社的高管 差不多有一半都在这里 一群白天还在办公大楼里对着手下遗旨气势的高管们 此时全都是正经危坐 满脸陪笑 唯唯唯诺诺 时时刻刻观注着社长高崎的神情 作为研发部副部长的藤原 社长高崎正翘着二郎腿 端着一杯酒 懒散地坐在主人的位置上 向一旁的一名阴沟鼻的白人男子笑着说道 戴维军 请用 这位是我们桑国号称寿司之神的三郎先生 一般人可轻易享用不到他的手艺 戴维向一旁的寿司师傅点头笑道 没想到能享用到寿司之神的作品 实在是万幸 据说大师从来不离店 而且预约都排到了一年以后 真不知道高崎社长到底是怎 请来的 那名寿司师傅敢怒不敢言 只是面无表情地坐着寿司 高崎笑着解释道 我把三郎先生的孙女绑架了 说的仿佛只是一件随手而为的小事 戴维哈哈大笑 说道 不愧是高崎先生 实在是妙 一旁的三郎和他的徒弟们气得清津直冒 只是确实都不敢做 高崎接着说道 戴维先生从总部而来 还带着大幕手的旨意 我们桑国分部自当尽心尽力接待 戴维咽下口中食物 用餐巾擦了擦嘴 笑着说道 我只不过是碰巧被大幕手所信任 一切荣耀归于大幕手 本次过来的目的 主要是为高崎社长进行赐服 高崎点点头 按照清洁协会的惯例 每年都会由大幕手对 每一个地方牧区的牧者 进行赐服 或是当面 或是派出使者 只是戴维来的时间 并不是往常的年终赐服之日 高崎也心知肚明 当下微微笑道 想必戴维先生也不光是为了赐服 前些天在显国报德善寺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也看到了 戴维神色一领 随后向周围看了看 高崎立刻轻轻挥了挥手 房间里的厨师和服务员 连同桑国分社的那些高管们 此时连忙起身离开了宴会厅 躲到门外 一群高管 此时在高崎和戴维的面前 就像是一群温顺的安唇一样 挤在门外 不敢说话 等待高崎的再次召唤 藤原此时挤在人群里 神情复杂 身旁的顶头上司 研发步步长拳 仰笑着低声说道 藤原君 能够来到这种顶级聚会 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我 藤原连忙强言欢笑道 感谢拳养不长的栽培 今天这个聚会 是全养带他来的 据说是高崎社长 经常举办的夜间聚会 只有心腹才能参加 只是和藤原之前想的 大家把酒言欢 或者食 献祭深渊之主的秘密 一世不一样 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发现 公司的高管们 此时都像是一群狗一样 唯有高高在上的高崎社长 才是主人 他们这些高管 能做的 就是尽量取悦高崎社长 现在 高崎和总不来的代为进行密谈 直接将他们随意打发了出来 比奴仆都不如 而这些高管们 好像早就已经是 应了这种状态 而且甘之如疑 相比于他们 对于手下员工的遗址气势 完全是换了一个人 实在是 和他之前预想的大相径庭 此时他不由对自己的工作 产生了一丝质疑 与此同时 宴会厅内 代为压低声音 对高崎说道 高崎社长 您应该也明白 现在收藏家骑士的速度 实在是有些太快了 而且他 一直以来的名声 都是凶残暴虐 适合做一个战士 而不是一个领袖 大牧手对这一点 很不喜欢 高崎不置可否地说道 收藏家大人 已经成为了东方牧区的牧手大人 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作为一个下属 不可质疑自己的上级 说着 喝了一口杯中的清酒 面带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向戴维 戴维哈哈一笑 说道 高崎社长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就不卖关子了 你的情况我也知道 你已经执掌桑国分布这 多年 一直都是受到总部的直接领导 从来没有一个能压制你的牧手 现在突然有了这 个东方牧手大人 想必也不舒服吧 而且我还听说 这位东方牧手大人 出台了一个可笑的神 福利政策 泽泽 且不说是否能执行 单说执行政策的天量经费 从哪里来 总部不会出一分钱的 桑国分布多少年级类的资金 能称积天 泽泽 这可都是高崎社长一点点攒下来的 明明是高崎社长的私产 高崎的面色 瞬间变得阴沉 缓缓说道 他从未真正经营过牧区 提出这众意想天开的政策 也是正常 我们桑国分布 也不会真的执行 这种自杀式的政策 大牧手想要我做食 又能给我食 戴维微微一笑 心中了然 立刻说道 大牧手的意思 你不需要做神 你只要神 都不做就好 收藏家的得势 也只是暂时的 大牧手仍然是大牧手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神 那最好等他们之间做出了决断之后 高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清酒 望着外面的景色 缓缓摇头道 他会给我时间吗 他可是收藏家 戴维笑道 桑国牧区 可是全世界范围内 实力最强的几个牧区之一 就算是大牧手 表现了高崎社长 也要里让三分 我可不信 高崎社长面对收藏家 就没了骨头 新设立的裁判所 正在建设过程中 他已经被会长选定位裁判长 至于副裁判长的人选 有三个是由大牧手来定的 副裁判长的分量 面对他也算足够了吧 高崎眉毛一挑 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 微笑道 桑国分部 自有桑国分部的特殊情况 要宇宙树厅 黑龙会 共议会 神道会 生命科学基金会 等等组织分庭抗礼 可不是呢 容易的 就算新任东方牧手到来 很多事情 也不能都听他的 副裁判长 那就感谢大牧手台爱了 很多事情 根本不需要讲得太透 戴维立刻大笑道 那就恭喜高崎社长 高崎副裁判长了 说着端起酒杯 和高崎碰在一起 一饮而尽 高崎此时同样开怀 拍拍桌子喊道 都进来吧 外面恭候多时的 一群侍从和高管们 立刻小心翼翼推开门 点头哈腰 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高崎随后对戴维说道 戴维先生 今天你这个贵客临门 蓬壁生辉 也没时 好招待的 就向你展示一下 我们桑国分部独特的企业文化吧 说着 轻轻拍了拍手 旁边的一扇侧门缓缓打开 随后一名服务生 带着一群女人走了进来 这些人大都是二三十岁年纪 颇有些姿色 全都羞红了脸 还带着泪痕 他们的表情 显得都十分悲伤 眼神中确 又有一些决绝 戴维亚然 问道 高崎社长 这是 高崎淡然一笑 说道 哦 这是我们桑国分社的惯例 某些废务员工 如果完不成 KPI 又实在不想被开除的话 可以让他们的妻子 来做公司的夜间娱乐工作 这些都是本月 要被开除的废务员工的妻子 此时戴维才发现 这些女性的身上 还带着标识 上面写着某某部门 某某之妻 将他们的来历讲得很清楚 在场的高管们 很多此时都已经是血脉奔章 面红耳赤 开始兴奋地嚷嚷起来 哈哈 这是那个笨蛋平野的妻子 泽泽 据说刚刚结婚不到一个月呢 哦 这是我们部门 那个顶撞我的高田的妻子 没想到她妻子这 漂亮 而且还这 爱她 金锦的老婆 好像是最漂亮的 据说以前还是个模特呢 泽泽 这可都是爱情的见证啊 很多高管明显不是第一次来了 对这一套已经十分熟悉 人群中的藤原 此时则是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 公司表面热血奋进的背后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高齐继续对戴维说道 在参加今晚的娱乐活动之前 他们都已经签了协议 在场的人 可以对他们做不危及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也必须照做 这样 他们的笨蛋老公 就可以不被裁员了 当然 如果不听话的话 按照协议 每个人要赔偿一亿日元 戴维先生 来吧 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对了 看到旁边那面镜子了吗 那是一扇单向镜 他们的老公 现在 正被带过来 会在那里观看 这也是协议的一部分 戴维先生 尽情地玩了吧 高齐黑黑一笑 拍了拍自己的大肚子 朝那被带过来的机人说道 把你们的衣服脱掉 第405章 这就是个废物啊 听到高齐的话 几个少妇全身一颤 不由泪眼婆娑 只是想到 刚刚签订的合同 还有自己丈夫的工作 他们不由自主地 开始解开外套的扣子 在场的高管 此时大部分都兴奋地喊叫 或者吹起了口哨 在他们看来 自己在公司之中 是绝对的上层 对于普通员工来说 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统治者 掌握助生杀语夺的大权 毕竟对方养家糊口的工作 就在于自己的几句话而已 对方的妻子 沦为他们的玩物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你请我愿吗 我也没逼你非要来上班 是你自己选择的 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走吗 腾元对这一幕看得十分不适 实在是忍不下去 正准备出言阻止 就听坐在客座上的戴维 看着那些少妇 用手帕遮住自己的口鼻 微微摇头 对高琪说道 高琪社长 不好意思 我个人对于被人使用过的女性 不是很感兴趣 更倾向于年轻的处女 毕竟处女才有真正的方向 高琪一愣 随后大笑着说道 好说 好说 倒是忘了提前问问戴维君了 这是我的疏忽 戴维接着笑道 我自小在伊顿工学就读 毕业于剑桥学院 更欣赏的是 那众拥有丰富知识的高学历的纯洁少女 毕竟这种少女 就像是艺术品一样 美轮美奂 毁坏起来更有快感 高琪道 戴维君的爱好 实在是清新脱俗 随后朝BSP 都听到戴维君的话了吗 立刻找几个合适的人选 我堂堂三国分部 人才万千 戴维君的这点要求 必须要满足 一群高管 此事全都心里急得不得了 挖空心思 想着自己手下的员工 有没有类似的条件 全都想要在高琪面前 好好表现表现 同时还有不少人心中 对戴维的话嗤之以鼻 人气你不要 搞实 纯洁少女 那能有谁 意思 人家老公都在外面看着呢 这可是双倍快乐 不过戴维可是总部过来的贵客 就连高琪社长都十分重视 他们自然不敢怠慢 研发部部长全 仰此十面路为所的笑容 高举右手 点头哈腰地对社长高琪说道 社长 我这里有一个人选 是长青藤毕业的高材生 前研发部股前 叫做明玉香 因为之前的研发项目失败 正处于被开除的边缘 说着 直接拿出一份资料 递到高琪和戴维的面前 这份资料之中 不光有明玉香的简历 还有他的学历证书引印件 证件照 工作照片等 一应俱全 一旁的藤原 此时瞬间明白 这是不常犬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 他早就准备把明玉香当作礼物 送给高琪社长 而之前对明玉香的调职降职 还有个众语言上的打压 很可能都是为了摧毁明玉香的精神 让他成为高层的玩物 看到明玉香的照片 戴维不由眼前一亮 双目盯着照片 口中说道 不错不错 这个 很好 一看就是被知识灌满的单纯少女 仅仅是想到 蹂躏她的画面 我就要忍不住了 高琪微笑道 既然戴维君很满意 那就把她带过来吧 全氧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 嗨一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让她立刻过来 一旁的藤原 此时再也忍不住 对高琪说道 社长 明玉香她 她一心为了协会的发展 倾尽全力 虽然可能才能有限 但忠心可嘉 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请社长三思啊 作为明玉香的前上司 虽然被对方的项目失败 给坑了好几次 但开除也就开除了 如果做看对方沦落为玩物 她实在是接受不了 看到眼前的小小高管 竟然敢反驳自己 高琪眼睛一眯 说道 哦 你对我的行为不满 藤原大惊失色 连忙说道 没有 我不敢 我只是 她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高琪以金朝旁边的一众 高管挪了挪下巴 说道 抓住她 等到今晚的娱乐结束了 把她放进汽油桶灌满水泥 沉到东都万里 不等藤原反应过来 旁边的一群高管 已经瞬间 把她扑倒在地 顶头上司全养是最积极的 直接将藤原的手脚 全都捆了起来 还狠狠扇了她两巴掌 高琪猛然想到神 笑道 她倒是个想要保护 自己下属的好上司 这样 把她也丢进旁边的镜子屋里 让她看看 她的好下属是怎 被带围军使用的 藤原拼命挣扎 却根本正扎不动 口中也被塞了毛巾 连喊叫都做不到 被一群人拖到旁边的镜子屋里 绑在一张椅子上 这房间里 此时正有七八名面色悲愤的男子 也都被绑在椅子上 口中色着毛巾 他们此时终于明白 那份协议到底是实 意思 拼命想要挣脱绳索 解救自己的妻子 却哪里挣脱得了 将镜子屋的门重重关上 全养这才一脸谄媚的 对高齐说道 社长 那个明日香之前 被安排去坐中南半岛牧区 考察袁孙军的导游了 您看那位孙军是否也 听到中南半岛牧区 戴维眼睛一眯 随后冷哼一声 高齐问道 戴维军 对中南半岛牧区很熟悉 戴维道 我只是恰巧认识 那个新任牧者老陈罢了 一个全靠运气的蠢才 因为投靠了收藏家 才不再是丧家之犬 他手下的人 我倒也挺感兴趣 高齐笑道 那好说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考察员罢了 哪怕是死在桑国 也没有神 毕竟桑国每天都有意外死亡的人 本身中南牧区 也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牧区 当下对全养说道 让那位孙军 也一起过来吧 识趣的话 大家一起玩玩 不识抬举的话 和刚才那个谁 一起沉到东都湾里 全养连忙点头哈腰道 嗨一 嗨一 卑职现在就给明月香打电话 小酒馆中 看着手中那些项目资料 李凡满脸的赞叹之色 十 中老年男性娘化项目 你这是要搞人口老龄化呀 关键 老头娘化了 对整个社会有个屁影响 本身六十岁以后 前列腺问题频发 早就丧失了那方面的行为能力了好吗 真的娘化了 反而能直接从业演 老爷的角色 转变为二号奶奶和二号姥姥 帮子女看孩子阿友慕友 这样只会变相减缓少子化的趋势 李凡翻开报告 仔细阅读了一番 终于对明日香的想法 有了一定的了解 按照明日香在资料中所说 中老年男性娘化之后 因为本身有很多人 是有钱有地位的老头 所以会主动和年轻女性 抢夺年轻男性 而且拥有巨大优势 一是了解男性心理 二是有钱有地位 到时候 年轻女性配偶会出现巨大减少 让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影响 最后 还加上了一句这是爱的艺术 李凡对明日香轻奇的脑回路 终于有了了解 将这个项目放下 微微点头 行吧 你这还挺有道理的 随后又翻开另一份名位 欢笑地狱 大规模喜剧幻觉 感染项目的文件 仔细看了看 这个项目的主要步骤 是通过散布异常感染源 是被感染者产生幻觉 大脑之中自动浮现 这辈子看过的各种搞笑节目和桥段 在短时间内感受巨大的快乐 然后这种幻觉会在半小时后 戛然而止 从此再也不会出现 让被感染者陷入巨大的空虚感之中 每天郁郁寡欢 直至抑郁 李凡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将这份文件放下 继续看下一份 这个项目叫做 人性八别塔 大规模性别认同混乱感染 具体就是 通过释放感染素 进行异常感染 被感染者将出现性别认同障碍 男性会自我认同 为心理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同性恋女性 女性会自我认同 为心理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同性恋男性 极度扭曲 李凡随后又看了几份项目文件 算是彻底了解了眼前这个少女 这就是个废物啊 而且是铁废物 这不就是她一直苦苦寻找的卧龙凤厨吗 万万没想到 踏破铁鞋无秘处的来全部费功夫啊 此时明日香已经喝得有些多了 李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连忙对明日香问道 明日香 你喜欢工作吗 你到底为时 加入清洁协会 明日香迷糊着眼睛说道 工作 去她的工作 我只喜欢钱 加入清洁协会 那是因为之前说好的 经费充足的 骗子 都是骗子 现在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呜呜呜 妈妈生病了 需要钱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 李凡接着问道 你重信深渊之主吗 明日香哈哈一笑 摇晃着小脑袋说道 深渊之主 鬼才信了 都是骗钱的幌子罢了 反正只要我说信 就有人给钱 那我就假装相信了 李凡微微点头 露出满意地微笑 很好 救你了 又飞又懒又爱钱 简直是完美人选 突然 一阵EVA主题曲的手机铃声响起 明日香最眼朦胧地拿起自己的手机 按下接听键 随后猛的一颤 似乎在瞬间醒酒 说道 全养部长 海姨 您请讲 我真的要被开除了吗 还有最后的机会 是社长高齐先生的意思 太好了 太好了 去哪里 分布大楼的顶层办公区 好的好的 我马上就到 说到这里 明日香突然停了下来 有些狐疑地 看了旁边的李凡一眼 接着说道 对 对 我正在努力完成 为孙军做导游的工作 现在正在陪孙军吃饭 让孙军也一起过去吗 好的 好的 明白 感谢全养部长 待会儿见 第406章 大公司的深夜团建小酒馆中 放下手机 明日香的小脸上 男眼兴奋之色 原本的酒意 一扫而空 朝李凡开心地说道 孙军 好消息 社长大人要献我 社长他一定是看到了 我的工作方案 明白了我的才华 才会在这种时候 单独见我的 随后抓住李凡的胳膊说道 刚才是研发部的 全养部长打来的电话 全养部长以前经常骂我 说我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 不过这次他特别和气 你说是不是因为社长 认可了我的设计思路 不等李凡回答 明日香已经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 随后一饮而尽 站起身来 一脸激动地攥着小拳头喊道 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 绝对不能被社长辞退了 母亲的医疗费 全靠我的薪水了 清洁协会 三国分社的社长 在午夜的时间 突然要献一个被踢出研发部的废物研究员 李凡献出一丝微笑 直觉这件事并没有呢 简单 明日香接着说道 对了 孙军 刚才全养部长说 社长让你也过去 说是要献你 李凡刚才同样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的社长 其实就是三国牧区的牧首 由于三国本身的经济实力雄厚 地位特殊 所以三国牧区的首脑职位并不是牧者 而是直接设置为牧首 当然 在李凡成为东方牧区的牧首之后 三国牧区也被囊括进去 原本的三国牧首高齐 也就自动降为牧者了 同时 现在进行公司化改革 并且以三国牧区卫视点 就连牧者这个职位都不怎 提及 变成了社长 想来对方之所以让他过去 可能是想要和中南半岛牧区的使者交流一下 今晚发现了明日香这个铁废物卧龙凤厨 李凡此时心情大好 当下点头笑道 好 那咱们 就一起去见见这位尊敬的 社长大人 明日香此时对自己的 未来充满了期待 认为这是保住工作的唯一机会 连忙在副帐之后 和李凡走出小酒馆来到路边 随后咬了咬牙 直接打了一辆出租车 两人一起向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的办公大楼而去 要知道在东都打车的价格高的离谱 明日香平日里都是坐地铁和电车 这也足见他对即将到来的会面的重视程度 坐在出租车里的明日香此时显得有些紧张 将手中自己的那些研究项目资料报警 对李凡说道 孙军 你说 如果我将这些研究资料 交给社长大人 他会不会对我有所赏识 不行不行 那样的话显得太极功尽力了 就算我是个天才 也要慢慢来 李凡点点头 你这些资料 不交也就罢了 如果今晚我默在这里 你只要把资料交上去 绝对是个扫地出门的下场 明日香紧接着又问道 你说社长大人他为啥 深夜把我叫过去 是不是他正在深夜加班的时候 偶然看到了我的资料 听说了我要被开除的事情 社长大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你说他会对我说实 李凡想了想 说道 可能会问你的一些研究思路吧 不过说实话 相较你的思路都太超前了 我建议还是先从一些 比较大众化的研究思路讲起 不能操之过急 如果桑国分部的高旗 真的是加班到午夜 看到明日香的资料 才把他们叫去 那这个高旗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卷王了 不光云宫卷 自己都拿 卷 不能留啊 听到李凡的建议 明日香连连点头 说道 对对对 我也是这 想的 那我就先从中老年男性娘化项目 开始讲起 绝对能让社长先生眼前一亮 两人一路说着 很快到达了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的大楼 此时虽然已经是午夜 整栋大楼之中 有不少房间 仍然亮着灯 显然是有人在加班 抬头望去 顶层属于社长的办公层 此时则是灯火通明 明日香 不由有些敬佩地说道 没想到社长大人 和他的秘书团队 比普通员工还要努力 竟然集体熬战到深夜 实在是令人敬佩 随后又有些紧张地 朝李凡看去 说道 孙军 你说 社长大人 他会喜欢我的方案吗 李凡咧嘴笑道 社长喜不喜欢不重要 反正我很喜欢 李凡的参观卡 此时一路通行 两人很快坐上电梯 朝着顶层而去 从观光电梯之中 朝外看去 整个东都的景色尽收眼底 灯火通明 是一片繁华之海 美轮美奂令人沉醉 明日香难难地说道 我出身于北海道乡下 一路求学才到了东都 只希望能好好工作 能给妈妈治病 再贷款在东都买一套公寓 李凡微微点头 是个孝顺孩子啊 叮 一声轻响 电梯门打开 两人立刻迈步走了出去 走出电梯 就是一条弧形走廊 走廊的两侧 各有一扇门 一旁的办公室 门上挂着社长式的牌子 不过里面黑洞洞的 显然并没有石 人在 另一侧服立堂皇的雕花流金 拱形门上 挂着娱乐式的牌子 此时 隐隐有交谈声和笑声 从里面传出来 显然 社长高齐 就在这里面 而且和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这里不光只有高齐一个人 听声音 起码有几十人 李凡此时 已经闻到了里面传出来的酒味 眼睛一眯 献出一丝微笑 将背包的拉链 稍稍拉开一半 只挂在右肩上 上前敲响了门 明日香本来还有些没有准备好 看到李凡敲门 不由献出紧张的神色 脚步声响起 门从里面被打开 研发步步长拳仰 看到明日香之后 立刻露出古怪的笑容 打亮着他说道 明日香 你来了 他同样看到了李凡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实 李凡和明日香此时看到 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古董屏风 由象牙和各种宝石制成 一看就价值不菲 镂空雕花的屏风 让人有些看不清里面的场景 明日香紧张地点点头说道 是的 全养部长 感谢全养部长能给我这个机会 请问 我待会儿见到社长大人的时候 有没有神 需要注意的 全养意味深长地笑道 没有神 需要注意的 你只要好好听话就行 跟我来吧 说着在前面带路 绕过屏风向前走去 明日香连忙跟上 李凡同样四平八稳地向前走去 一边走一边打量周围的陈设 天花板上是极具艺术气息的木雕和石雕 同时还镶嵌着各种宝石 以服饰会的手法 描绘了一个神灵降临人间的故事 显然是清洁协会关于深渊之主的故事 周围的墙壁上 全都是巨大的落地窗 一眼望去 就能够看到辉煌的都市夜景 周围的桌椅 也都一眼就能看出 都是奢侈品 价值不菲 地面上更是铺着华柜的手工地毯 明显是从中东那边定制过来的 正看着 此时他们已经转过了那巨大的屏风 彻底置身于整个宴会厅之中 看到彻底展现在眼前的宴会厅 明日香不由全身一震 显然没想到 这里是如此的奢华 雕梁画洞 金碧辉煌 比皇宫还要奢靡 宴会厅的中央 是一个月层餐台 一张纯金打造带着各种绚烂纹饰的餐桌摆在那里 一个大腹翩翩满脸横肉的胖子 和一个面容阴质阴勾鼻的白人男子 正坐在那里用餐 那肥胖中年男子的神情 如同一个君王 月层餐台的下方 是一条巨大的石木长桌 这木头悬带着淡淡的香气 桌子上早就已经背盘狼籍 几十名桑国分部的高管 此时为坐在这张巨大的长餐桌旁 满脸细血地看向走进来的明月香 如同在看一只即将被送上餐桌的小白兔 而在他们的身边 则有七八名颇有姿色的女人 身上穿着透明的外套和裙子 里面只穿了内衣 满脸泪痕 正在给这些高管们倒酒家菜 做着服务员的工作 最离谱的是 他们的胸口还都挂着大大的名牌 上面写着某某部门某某之妻的字样 看到这一幕 饶氏李凡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面对花天酒地纸醉精迷的场景 此时也是不由一乐 这是时 知田囊行为 是不是接下来 还要让这些人妻 在公司大楼里面午夜巡游 一旁的明日香 更是被这场景震汉的木凳口呆 面色赤红 不知道该说时 才好 口中低声喃喃道 这 这就是公司内部的深夜团建吗 原来还有这种角色扮演的陪侍 单纯如他 还以为这些女人 只是被请来的陪侍 而且 虽然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之前也通过电视 网络之类的渠道 知道一点神 大公司的员工聚会之类的 以为这只是大家玩的比较开而已 正在震惊的时候 就听乐层参台之上 那个阴沟鼻的白人 看着他笑道 不错 不错 高齐社长 咱们三国分部 还是有好货的 高齐此时看着明日香 眼神中同样闪过一丝贪婪 笑道 如果不是戴卫军 我都不知道自己手下竟然有这众宝贝 明日香 你是叫明日香吧 一旁的全阳 招明日香说道 明日香 社长大人问你话呢 明日香全身一颤 明白说话的 就是三国分部的社长高齐 连忙点头回答道 嗨 嗨一 社长好 我就是明日香 感谢社长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见我 接下来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研究方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向高齐点起一只雪茄 抽了一口 眯着眼睛对他说道 把衣服脱掉 第407章 抱歉 一时没收助力 听到高齐的话 明日香一愣 随后一脸茫然地说道 社长先生 您的意思是 我不明白 高齐喷出一股烟雾 淡然道 就是字面意思 把衣服脱了 脱光 明日香此时终于明白发生了时 全身一颤 说道 高齐社长 我只是想讲一下自己的设计方案 为甚 此时 研发部部长全养笑着说道 明日香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规定 女员工当面向社长进行工作汇报的话 必须要把衣服脱掉 以后你习惯了就好了 明日香面色通红 眼眶中迅速勤满了泪水 她只是有些天真单纯 并不傻 此时立刻知道自己遭遇了职场前规则 随后猛然低头转身 就要离开 就在此时 高齐的声音再次从身后响起 明日香 北海道出身 母亲身患白血病 需要长期治疗 目前已经欠下了数百万元治疗费 新一期的治疗费结算再急 则则 可怜的母亲啊 寒心如苦将女儿养大 本来只要女儿继续好好工作 就能获得治疗费 可是这个狠心的女儿 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尊严 就把母亲的生死置之不顾 实在是人间悲剧 明日香前行的脚步停了下来 全身颤抖 显然内心正在天然交战 剧烈地挣扎住 这一幕 让戴维和一众高管 都看得眉开眼笑 赞叹不已 戴维向高齐笑道 不愧是高齐社长 有了这种人轮惨聚左餐 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妙了 就是不知道可爱的明日香 到底是看中自己的尊严 还是母亲的生命呢 明日香全身剧烈颤抖 两行泪流下来 似乎做出了决断 低着头缓缓转身 颤声说道 如果 如果我听话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就不会被开除 我听说 公司有亲属重级基金 能不能 能不能支取 高齐的嘴角 扬起一丝弧度 淡淡地说道 那当然 要看乡将的表现了 一旁的全阳等人起哄道 明日香 放心吧 戴维先生是个绅士 绝对不会 把你弄死的 待会儿 等戴维先生 舒服了 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嘛 以后在公司的日常工作中 大家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 泽泽 多好的机会 今天开始 你就要和公司的上层接触了 这可是高齐社长大发善心 才给你的机会 还不好好感 细细 细细 哭得好可怜 真是让人心疼呢 明日香全身颤抖 眼泪不争气地落下来 在来到这里之前 她从未想过 事情竟然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手中一松 那一叠视若珍宝的研究方案 全都滑落到地上 散成一片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身旁悠悠响起 带着一声叹息和无奈 哎 老实说 刚才看到高齐社长 和诸位高管们这 奢靡腐败 本来我还挺开心的 不过现在我有了更好的人选 你们也就没事 用了 众人全都转头看去 就见说话的 正是刚才跟明日香一起进来 背着背包 毫无存在感的男人 就见对方抬头 看着高齐继续说道 高齐社长 你这 难道不怕协会的上级发现吗 比如新任的东方牧区牧首 高齐有些玩味的笑着看向李凡 说道 从中南半岛牧区来交流的孙军 嘖嘖 没想到 级别不高 胆子不小 就算是你们的沉默者 也不敢这 和我说话 一旁的戴维此时冷哼一声道 老臣的手下吗 那个走了 狗屎运的小聪明蠢货 难道没有教过你 协会之中面对高层时的礼仪 面对我这样的高层 敢于违逆 可以被判处死刑 随后 戴维和高齐对视一眼 说道 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而已 就按高齐社长 之前说的做吧 不要让他们打扰了我们的玩性 明月香可是个好姑娘呢 高齐此时对李凡 同样兴趣缺缺 挥了挥手说道 把他绑起来 戴霍尔和藤原一起沉到东都湾里 在场的一群高管力客气刷刷 站起身来 大踏步朝李凡走去 其中更有五六人全身上下室 放出精神力波动 正是隶属于航动部的一些干部 作为觉醒者干部 在三国分不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很多干部就连高齐都不太好强迫控制 不过同样有不少人私欲丛生 直接向高齐发誓效忠成为了他的忠权 这几人就是如此 甚至就连全养这个研发步步长 同样也是一名不弱的觉醒者 此时一马当先冲向李凡 无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到底是神 白头 在高齐社长和戴维先生面前 都不过是一只蝼蚁 不说高齐社长身后的势力和人脉 戴维先生更是来自于总部的高层 那可是大幕守的人 听到高齐的话 明日相终于彻底明白了 三国分部的残暴 也彻底发现 自己加入清洁协会这众组织 根本就是与虎谋皮 当下焦急地说道 慢着 这 这不管孙军的事 有谁 你们冲我来就好 让孙军走吧 孙军不是个坏人 他不应该死在这里 一群高管转头看向高齐 高齐露出宁笑 说道 很好 真是个善良的女孩 简直让我心都要碎了 戴维先生的选择真是不错 放心 明日相 既然你为他求情了 那我就暂时不杀他 不过我要把他绑起来 让他看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子 被大家享用和玩弄 想要让他活命的话 就快脱衣服 明日相神色惨然 颤抖着抬起手 摸向自己胸前的扭扣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柔声说道 不用急 很快你就能彻底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我让他们给你做实验提子 呀 明日相一呆 抬头一看 握住他手腕阻止他的 正是那位孙军 巴嘎 狂妄的小子 既然拒绝了社长的好意 那就去死吧 全氧面色一沉 全身精神力涌动 猛然张口 满口牙齿 已经变成匕首一样锐利 耳朵都微微变尖 脸上长出一层丛绒毛 整个人竟然真的变成了一条凶猛的恶犬一般 扑向李凡 咬向他的咽喉 他扑击的力量极大 还带着狂暴的精神冲击 散发着恐吓威压 整个人在半空中 已经开始旋转 只要咬中猎物 就是一阵疯狂旋转撕扯 李凡拧了拧脖子 漠然一笑 突然闪电般出手 直接扣住了全氧的上下盒 就那 将他定在半空中 全氧此时感觉自己的上下盒之间 仿佛被两柄铁钳撑住 想要正脱却 根本正不开 眼前这个男子的力量大的出奇 简直如同面对一台巨大的钢铁机器 他的脸上 现出愕然之色 就听着男子面带微笑 看着他好奇地说道 原来人真的能变成狗啊 这样 还能变回去吗 说话间 全氧之感觉对方的双手之中 传来一股恐怖的距离 涌向他的上下盒 巨大的力量撕扯而来 全氧根本莫来得及反应 上下盒已经被彻底撕开 那狂暴的力量 更是直接朝着他的身体传导 恐怖的痛楚之下 全氧的身体 直接被撕成了两片 鲜血四剑 全氧的两片身体 被丢到地上 死状可不 原本由于精神力 才产生的身体变化 此时随着主人的死亡 而迅速衰退 再次变成了一个普通中年上班族的模样 李凡面带微笑 看着全氧的尸体 有些遗憾地说道 泽泽 一时间没收住力 本来只想把他的下盒撕下来 不过他死了 好像就没有那种肉体变化了 还挺有意思 随后甩了甩手上的鲜血 转头看向明日香 露出一个欠然的笑容 抱歉了明日香 说好了 给你留下做试验品的 让我给弄坏了 不过你放心 后面这些试验品 一定给你留下来 少了四只石 不影响做实验吧 明日香 此时已经被眼前的一幕 震撼得目瞪口呆 今天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远远超出他的心理预期 此时只能进行本能的反应 说道 不 不影响 李凡礼貌地笑道 那就好 说话间 他将被包随手丢到地上 已经如同一个鬼魅般 留下一道残影 冲向那些高管 小子 找死 敢在桑国分部撒眼 在高齐社长面前如此狂妄 你死定了 为了协会的尊严 杀了他 一群高管此时纷纷狂吼 机名觉醒者 瞬间鼓动精神力 或是全身变成钢筋铁骨 或是释放出精神力组成的头枪虚影 或是带出机个 和自己相同的精神力虚影 扑向李凡 剩下的高管 则是纷纷摸出随身携带的手枪 和武士刀之类的武器 组成攻击队形 准备将李凡必杀当场 李凡此时仍然面带微笑 巨大的虎头虚影 在身后显现 双臂舒展 两条巨蟒精神体 瞬间冲出 双脚之上 现出锐利的熊爪 全身肌肉如动如同盘球 扑进这群高管之中 后 虎头虚影发出一声狂暴的虎啸 将一群高管阵的麻痹当场 无法动弹 李凡双手双脚 都探出锐利的鼓掌 两条巨蟒精神体 由一扑击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在这些高管之间纵越扑击 所过之处 一条条段臂残肢 和血浆四散飞溅 这些高管 无论是觉醒者 还是刀客枪手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发现自己的手臂被骑肘斩断 或是某条腿 骑膝而断 紧接着就是双腿之间 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一条巨蟒 已经将他们的某个器官 直接扯下 丢到了地上 仅仅是几秒钟的功夫 李凡已经从这群高管的背后传出 在他的身后 原本还气宇轩昂 狂妄至极的高管们倒了一地 满地都是断臂残肢 鲜血横流 哀嚎不止 此时 他们看向眼前的男子 已经如同再看一个杀神 李凡甩了甩骨爪之上的鲜血 有些抱歉地笑道 不好意思了大家 这个技能是最近刚刚提升的 用起来还没呢 顺手 如果有哪位被砍得太深了 觉得自己可能会死 请一定告诉我 我会全力为大家救治的 就在此时 原本坐在月层餐厅之上的高旗 缓缓站起身来 夹着雪茄看向李凡 说道 很好 今天就算是老陈来到这里 也就不了你 说话间 一股狂暴的精神力涟漪 以他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 扩散而去 高旗原本的满身肥肉 此时开始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 赫然是坚实的肌肉 整个人仿佛都缩水了一般 只是却变得更加恐无有力 转眼间 原本脑满肠肥 大腹翩翩的高旗 变成了一个健壮的肌肉男 目光森冷地看向李凡 狂妄的小子 不管你的目的是实 感受真正的力量吧 第408章 多叫些人过来 我有事要说 一一我的腿 我的腿 快 快打电话 快叫救护车 我的珍宝 我的珍宝掉了 谁来救救我 谁来给我接回去 再晚 再晚就来不及了 救命 我的手断了 好疼 好疼 怪物 这个人是个怪物 他是觉醒者 杀了他 社长大人 快杀了他 一群公司高管 此时躺了一地 纷纷抱着自己的 断臂残枝惨叫连连 他们此时终于明白 这个 看起来不起眼的孙军 所谓的中南半岛墓区的考察员 是一个强大的觉醒者 哪怕这些高管之中 有不少本身就是觉醒者 战力不弱 却根本无法和对方抗衡 他们踢到铁板了 那些原本正在受辱 身上挂住姓名牌的人妻们 此时看到这一幕 同样惊呼不已 纷纷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这血腥的一幕 让他们既害怕又解恨 更有不少眼看那几个高管的凄惨下场 趁机拿起一些餐具之类的 朝着受伤的高管们 砸去 月层之上 看着眼前的李凡 坐在餐桌旁的戴维森燃一笑 双目已经变成一片血红 仿佛戴上了一副血色的隐形眼镜 牙齿也变得尖利 在他的目光中 眼前的李凡身体表面 隐约有一团成型的精神力散逸 头部是虎 双臂是巨蟒 身体则是怪异的人形 双足是熊爪 身后 还有一条粗壮的恶尾 这些虚影 散发着澎湃的力量 刚才正是这些精神体的力量 让对方在人群中 所向披靡 戴维缓缓说道 不错 是副体型的觉醒者 副体的这个怪物很强 精神力数值 已经突破了一千以上 难怪你敢如此猖狂 是老陈让你来的 那个鼠被喂食 没有自己过来 只是将你当作炮灰 年轻人 这一切不过是政治而已 你真的要为此自我牺牲 我很欣赏你 如果你弃暗投明跟了我 我可以给你更丰厚的回报 我可以带你去清洁协会总部 面见大幕手 呀 此时已经是肌肉人形的高旗 微微一愣 随后同样开口说道 说起来 倒确实是个可诉之才 就连我都起了些爱才之心了 随手从眼前的餐盘之中 拎起一根肉骨头丢到地上 对李凡说道 爬过来 将这根骨头吃下去 不许用手 我可以饶你一命 戴维道上两杯威士忌 向高旗笑道 高旗先生 老陈可是跟随收藏家许酒的人 他手下的人 我们也该小心一些 高旗端起一杯酒一口喝下 孙然道 石老陈也不过是收藏家的一条狗 这个小子不过是收藏家的狗的狗 哪怕是收藏家 现在在协会之中也是与我平起平坐的 他算石东西 两人同时朝李凡看去 雀顺间心中怒火中烧 原来他们刚才说了这 对方却根本没有理会 完全置若网闻 如同没有听见一样 那个小子 此时正在明日香面前愉快地说着石 还从他的背包里 取出了几个五颜六色的小鸡玩偶 丢到了地上 明日香 这种程度的人体 改造你觉得怎样 李凡面带和善的笑容 指了指那些躺在地上的高管们 朝明日香问道 明日香 此时 已经被眼前的一切 震惊得整个人都有些麻木 仿佛在梦里一样 有些机械弟点点头说道 可 可以了 随后南南道 妈妈 我是在梦里吗 李凡抬手拍拍明日香的脑袋 笑道 这不是梦 梦被我关着呢 随后转头看向高琪 说道 再多叫些人过来 自始至终 无论是高琪释放精神力变身的时候 还是他和威一唱一和的时候 他都根本没有拿正眼瞧 对方分好 高琪此时彻底被激怒 森然道 狂妄的小子 既然你一心寻死 那我就成全你 说话间 高琪全身上下的肌肉 如同群舌般蠕动 一股蒸汽 从他的身体表面是放出来 却是由于肌肉过度活动 产生的热量散意 一声破空的闷响 高琪已经瞬间来到了李凡面前 一拳 朝他狠狠打出 只是下一个瞬间 高琪猛然发现 自己的一拳打出一半 就仿佛击中了某个透明的空气墙 根本无法寸进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他的身前响起 想要接近主攻 先过老夫这一关 高琪此时才发现 在他面前的半空中 赫然是一个跳起来的紫色小鸡玩偶 挥出一只翅膀 挡下了他这一拳 狂暴的拳风向着四面八方散去 高琪满面恶然 一股荒诞感从心投涌起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神 这是桑国咒术 只是下一个瞬间 那紫色小鸡玩偶 已经像是一枚闪电般的弹丸 以赤带拳 双爪连辉 朝他攻了过来 这小鸡玩偶的每一招每一事 全都带着狂暴的力量 是大力臣 招数竟然隐隐都是 和气到宗师的风范 高琪刚开始 还以为这 只是一个古怪的弑神 随手就能将这是神破坏 当开始战斗之后 才发现 这是神的力量极大 招数极精 哪怕他现在是彻底解放 自身的战斗模式 面对这紫色小鸡 竟然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力应对 哄 一声巨响 高琪显之又显地 避开紫色小鸡的一拳 身后的墙壁 直接被对方一拳 轰出珠网状的巨大裂痕 紫色小鸡 用苍老的声音森然道 和和二气 双爪猛然交错 直接带起两道锐利的气流 轰向高琪 高琪心中 升起巨大的危机感 双腿之上 腾起一阵蒸气 猛然发力避开 就见他身后的一面 大理石屏风 被那两道无形气流吹钟 直接裂成树块 切口光滑平整 简直比激光切割还要平滑 高琪猛然想到了神 孙燃道 这是 黑龙会前家老几天的 和和二气级技术 一个是神怎 会 此十月层参台之上 戴维同样看出了高琪的难处 眼睛一眯 对李凡的重视 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站起身来说道 小子 你是黑龙会的人 老陈与黑龙会联手了 只是他到底为神 坐 随后猙獰一笑 双目已经彻底 变成一片血红 口中的拳齿 也伸长许多 锐利如刀 不管他想做神 只要抓住你 就能明白了 话音刚落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紧接着就听天花板上 传来一声轻响 戴维已经出现在李凡的正上方 从空中向他落下 快如闪电 戴维的行动 没有丝毫生息 速度比高齐 还要快上几分 就在这时 一抹红色影子一闪 一只红色的小机玩偶 瞬间窜起 拦在了戴维面前 张口喷出一个赤红的 巨大火团 戴维下落的速度 猛然一致 支得像一旁变相 随后双足 在墙壁上猛的一路 再次如同闪电般 冲向李凡 只是那红色小机玩偶 再次窜起 拦住他的去路 一时间 一人一击 站成一团 此时 高齐在战斗的间隙 猛然发现 刚才对方丢出来的 那七个小机玩偶 如同拥有自己的灵魂一般 正在帮那些重伤的高管们 胡乱缝合伤口 他们的手法极为粗暴 还夹砸着黑龙会的咒术 只能维持伤者不死 不过这一幕 同样让高齐心惊 对方能够是放出 七个强大的弑神 足以说明 和黑龙会 有着极深的渊源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孙军 很可能是黑龙会的案子 或者中南半岛 牧区派来的杀手 这是一个陷阱 高齐顾不上多想 瞬间已经出现 在那月层参台之上 在餐桌下方的 某个按钮上一案 凄厉的警报声 立刻响彻 整个桑国分部的大楼 桑国分部的觉醒者成员 以及武装行动部队 大部分人平日里 就在大楼之中的宿舍之中居住 只要警报声响起 他们很快就能到达 与此同时 这宴会厅的天花板上 一块块暗格猛然翻转 现出一挺挺安装在天花板上的遥控机枪 甚至还有两门机关炮 同时对准了李凡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宴会厅的门被打开 一群合枪实弹的行动队员 鱼冠而入 持枪将李凡和明日乡团团围住 最前面的七人 正是航动部的七名觉醒者队长 虎视眈眈的看着李凡 在桑国分部之中 他们对于社长高齐并没有那 谄媚和愚忠 一直相对来说若极若离 只是在面对警报之时 也同样会同仇敌凯一致对外 与此同时 一名匆匆赶来的下属 来到高齐面前 第一声会报道 社长 刚刚得到的消息 东方牧区新上任的两名省 关幽明大人和血珍珠大人 很快就要抵达 听到这话 高齐面露喜色 对于这众来自东方牧区牧首的时 省 关 原本作为桑国分部的土地 高齐都十分排斥 毕竟对方绝对会审查桑国分部的账目 人事安排和研发项目 算是将手伸进了他的私人领地 而现在这重情况下 他绝对欢迎对方的到来 毕竟幽明和血珍珠 都是协会内成名已久的强者 面对眼前 这个神秘的敌人 胜算又多了几分 此时 几个小鸡玩偶 都已经在李凡的命令下脱离战斗 来到他的身边 李凡看看周围那些桑国分部的觉醒者 以及全副武装的行动队员 笑着说道 很好 再多叫些人过来 我有事要说 高齐身上已经戴上激到伤痕 面无表情地看着李凡 森然道 小子 黄望者难以善终 无论你是来自黑龙会 还是老臣的手下 今日都是你的葬身之日 尝尝桑国分部独自研发的精神辐射炮吧 说话间 天花板上的两门机关炮 亮起绚烂的花纹 释放出阴森的异常精神辐射 两道火流瞬间射出 在半空中荡出幽兰的精神力涟漪 轰向李凡 第409章 请大人裁决 幽兰色的精神力涟漪之中 数十枚炮弹呼啸而出 每一枚炮弹之上 都带住一国圈的诡异花纹 显然是经过专门的设计制造 刚刚离开炮口 这些粗大的弹头已经瞬间消失 下一个瞬间出现在李凡近在咫尺的地方 几个五颜六色的小鸡玩偶连忙 发出一阵惊呼 主公小心 这是神 暗器 保护主公 咒法 水盾气强之术 只是无论这些小鸡玩偶的动作有多快 都没能快过那些诡异的炮弹 李凡则是露出好奇的神色 不避不闪 来自虎助神的力量瞬间燃烧 身体表面附着一层蓝色 精神力火焰 双手挥动 两条巨棒精神体狂舞 如同两条贪吃蛇 将呼啸而至的巨大弹头 纷纷吞入腹中 这些弹头穿透力极强 好在巨蟒精神体 可以无限拉长 内部更是燃烧着熊熊献剂火焰 一层层削弱之下 在周围众人眼中 就是这些弹头 直接被李凡空手挡住 就那 定在了半空 割了 两门机关炮的炮弹全部打光 传来枪击空转的声音 这种炮弹制作费时费力 十分珍贵 高齐也仅仅储存了一个奇数的弹药 李凡微微张开手掌 一枚悬空的大拇指 粗细的弹头 已经落到他的手中 看着这 头之上的精美花纹 和蕴含着异常精神辐射的纹路 李凡微微点头 是个好东西 这东西 虽然远远比不上中周异常局的天剑导弹 系统的威力 却在近战之中拥有巨大力量 先是精神脉冲 然后是极强的破防能力 拥有这种武器 就算是一个 普通人面对一般的异常或者觉醒者 也有着很大的胜算 当然 这是在普通人的精神 没有受到对方影响的情况下 饶是如此 这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显然 清洁协会内部对于 异常精神辐射的研究 也有自己的进展 李凡面带微笑 抬头扫视 周围众人一眼 问道 这是谁做的 鸦雀无声 一旁的明日 香切生生地说道 这是 这是研发部藤原副部长的作品 戴维惨叫一声 猛然捂住了 一双异化的血红色眼睛 就在刚才 那虎头蟒壁的精神体 直接燃起了蓝色的精神力火焰 本身所是放出的精神力微压比钢 才直接提升了数倍 那蓝色的精神力火焰 直接将他的双目灼伤了 谁 你到底是谁 老陈没资格做你的上司 黑龙会何时有了这重强者 代为双目流血 朝李凡森然问道 高齐同样面色凝重 原本以为对方只是一个来砸场子炮灰 却没想到实力强劲 本以为对方是某一方派来的杀手之类的存在 对方所爆发出的力量 又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高齐的潜意识之中 此时隐隐闪过一丝狐疑 只是这个猜测实在是太过恐怖 让他根本都不敢往那方面想 此时 他只期望幽冥和血珍珠尽快赶来 当下开口沉声说道 阁下实力强劲 令人佩服 只是不知道 我们清洁协会 到底哪里得罪了阁下 下手如此狠啊 有时 事情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岂不是好过刀兵相见 此时仍然不断有脚步声传来 却是一些得到消息的干部迅速赶来 还有原本在桑国分部大厦之中加班的职员 也得到消息纷纷赶来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 高齐社长遇袭 手中基本都拿着衬手的武器 原本还以为是桑国咒树厅 或者共议会之类的其他组织的袭击 没想到到达现场之后 却仅仅看到了一个敌人 不由心中疑惑 更有一些人本身也认识明日香 看到明日香在场 更是一愣 大部分人则是惊叹于这宴会厅的傅立堂 金碧辉煌 在高齐社长长年的洗脑之下 他们都以为 社长同样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简朴之人 办公室应该也是比较简陋的地方 此时才发现 办公楼的顶层 竟然是一个比宫殿还要豪华的地方 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同时 也有不少人发现了那几个衣衫蓝楼的人妻 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名牌 这到底是神 情况 今晚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听到高齐的话 李凡笑着说道 我今天过来 主要是给三国分布换一换新的社长 高齐此时摸不清对方的虚实 只想拖延时间 尽量拖到幽冥和血珍珠到来 在他看来 就对方展现出的实力来看 有他和戴维在场 再加上幽冥和血珍珠 四人联手之下 应该足以和对方占个平手 再加上在场的机名决心者下属 优势在我 档下朝李凡问道 不知道阁下要给我们清洁协会三国分布 换哪一位贤民之人 来代替我这个会长呢 李凡揪住旁边失魂落魄的明日香的后领 用力把他拽起来 笑道 这位 就是清洁协会三国分布新任社长 大家意下如何 在场的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到底事实 情况 明日香更是大惊失色 拼命缩着小脑袋 恨不得将脑袋缩进衣领里 变成个小乌龟 这样就不用被人关注了 不要 不要 我 我不要当时 社长 疯了 这个大叔一定是疯了 竟然说出这种疯话 古 高齐此时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气 森然道 阁下原来是爱消强我的 不过你得罪了清洁协会 难道真以为还能杀了吗 你的附体术固然强悍 但也有他的极限 当下像一众决心者下鼠舌的眼色 这些人立刻带队将李凡团团围住 高齐和戴维此时站起身来 鼓动精神力 随时准备再次动手 李凡摇摇头说道 我是很认真的 说话间 抓起明日香白嫩的小手 取出一枚黄金拳戒 戴在了明日香的右手拇指之上 笑着说道 戒指大了点 你以后多吃点 要不然只能当班纸了 明日香一脸茫然懵懂 看着那枚黄金戒指 只感觉还挺好看 下意识地说道 这 这是黄金的吧 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周围的清洁协会众人 包括高齐 戴维 以及桑国分部的一众中层 在看到这枚戒指的瞬间 全都目露震惊之色 他们看到了这枚戒指之上 醒目的燃烧星辰图案 以及那火焰中 无数生腾而起的灵魂 这个文士 是如此的熟悉 这正是一枚清洁协会的权剑 一枚属于牧者的黄金权剑 高齐下意识地 抚摸自己的右手为止 在那里 同样带着一枚权剑 不过是属于牧手的白金权剑 在并入东方牧区之前 桑国牧区 作为一个独立牧区 执掌者本身拥有牧手的职位 高齐就是一名牧手 只是当病入东方牧区之后 桑国牧区的地位下降 他也就被降级为牧者 那枚曾经的牧手权剑 却依然保留 作为清洁协会的资深元老 在看到那枚权剑的瞬间 高齐和戴维就已经明白 那是一枚真正的牧者权剑 是真货 戴维眼睛一眯 森然道 竟然是真正的牧者权剑 你杀害了一名尊贵的牧者 无知无畏的蠢货 你根本不知道 你已经犯下了何等大罪 我会将你的罪行上 报协会总部 由大牧手亲自下发通机令 清洁协会的所有成员 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杀你 致死方休 李凡微微摇头 笑道 大牧手 他还不够格 戴维神色一变 立一声喝道 住口 不得亵渎大牧手的威严 明日香此时 看着白嫩小手之上的黄金拳戒 感受着这沉甸甸的分量 朝李凡问道 大叔 孙君 你 你到底是谁 他此时只感觉自己 仿佛是一只落入猎人迷宫之中的小白兔 被迷宫的道路推着走 转眼已经来到了迷宫的中心 李凡拍拍明日香的脑袋 笑着说道 你可以叫我牧手 听到这话 高齐和戴维对视一眼 齐声大笑起来 小子 你莫不是失心疯了 桑国牧区的牧手大人 就在你的面前 真以为清洁协会的牧手 只是一个名誉上的空闲 你将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 就在这时 一个面色黄级的公司职员 从外面冲进来 对高齐说道 社长 东方牧区的两位 审查员 幽明和雪珍珠大人 已经到了 话音刚落 就听一阵高跟鞋踩过大理石地面的清脆声响 从门口传来 一阵珠光宝气的耀眼光芒中 两个身穿华丽丸礼服的女子 满身奢华地走了进来 两人手中 分别拿着一叠卷宗 他们虽然已经徐娘半老 却都风韵犹存 身段婀娜 雍容华贵 自带强大的气场 拥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 看到这两人的瞬间 高齐不由 放下心来 他已惊认出 这两人正是幽明和雪珍珠 一旁的戴维 则是眯起眼睛 看向雪珍珠 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 在场的很多清洁协会成员 同样听说过 幽明和雪珍珠的凶名 此时纷纷侧目 神色兴奋 而又畏惧 高齐高声说道 两位审查员大人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有个狂妄的小子 突袭我三国分部 而且敢冒充协会牧手 甚至可能 有一位牧者 死在他的手中 我怀疑他是黑龙会成员 两位审查员 请与我等联手 共诛此聊 只是没想到 幽明和雪珍珠 根本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迈步 走向那个小子 在场的三国分部成员 无论是决心者高管 还是普通职员 此时纷纷如同潮水般 让出一条通道 让两名审查员通过 转眼间 幽明和雪珍珠 已经来当那外来者的面前 就在众人 就在众人 已未战斗即将发生的时候 就见两人齐齐公身行礼 向那人说道 大人 信不辱命 经查 桑国分部社长 高齐滥用职权 欺压下属 用公费谋求私欲 共有78名桑国分部成员 被他所害 其他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者 多达数百名 同时 高齐暗中与共议会 桑国咒术厅 新路镇魂局等机构 进行勾结 出卖协会利益 达37次 目前证据确凿 高齐最大恶极 无可辩驳 请大人裁决 李凡面带温和的微笑 说道 死刑 第410章 你怎 还没有自杀 死刑 李凡的声音不大 却让在场的众人 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完全超出想象的一幕 已经让在场的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成员们 呆立当场 一时间不知道神 情况 月曾参台之上 带为神色争鸣 朝幽冥与血 珍珠喊道 幽冥 血珍珠 你们在做神 这只是一个来自黑龙会的刺客 难道你们 也背叛清洁协会 与黑龙会勾结了吗 只是他的声音颤抖的厉害 甚至牙齿都微微有些打颤 一旁的高齐 此时面色阴沉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已经想到了 那个最恐怖的答案 只是却不敢接受 带为显然也明白了 谜底是神 只是却拼命 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 他一脸争鸣地喊道 所有桑国分部的成员 我以清洁协会总部 大牧首特使的名义 命令你们 前调他 带为一边说着 一边转头飞 快看向周围的玻璃幕墙和窗户 听到他的喊话 在场的桑国分部成员 有一些面露游异之色 举起手中的武器对准李凡 只是却并没有进攻 而是转头看向了高齐 高齐则是紧咬着牙 眼神中闪过黄疾和忐忑 抬头看向幽冥鱼雪珍珠 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幽冥鱼雪珍珠 同时朝李凡行李 幽冥取出一张白板面具 血珍珠 取出一枚白金拳戒 双手递给李凡 神态恭敬 谦卑到了极致 李凡将拳戒戴在右手中指 又用两根手指 夹起那张薄如蝉翼的面具 随手戴上 喀啪喀啪 身躯之中 传来一阵骨骼和筋肉扭曲变形的声音 通过虎助神的力量 维持的外形变化 开始恢复 原本高大满是肌肉的身材 缩水了不少 变得单薄了许多 只是给人的感觉却更加危险 如同最凶惨狡猾的魔鬼 就藏在那面具之后 幽冥与血珍珠齐声说道 谨遵您的命令 尊敬的裁判长 东方牧区牧首 收藏家大人 听到幽冥和血珍珠的话 在场的清洁协会众人 立刻发出一片惊呼声 甚至有很多人当场双膝一软 就那 跪坐在地 还有几个面色惨白的高层脑子里 一片眩晕 直接荡场下昏了过去 收藏家 站在他们面前的 竟然就是新任东方牧区牧首收藏家 作为清洁协会的成员 他们对于收藏家的存在 都有一定的了解 光是关于收藏家的血腥传说 就不知道听说过多少 此时对方竟然就活生生 站在他们面前 而他们中的不少人 刚才竟然想要对收藏家动武 月层餐台之上 高齐的面色变得惨白 额头上汗水如同小溪一样流下 贴身的衣服 已经瞬间被汗水完全打湿 他的目光之中满是惊恐和畏惧之色 哪怕刚才狂言过时 和收藏家平起平坐的话 在真正面对对方的时候 那重来自本能的恐惧 来自骨子里的畏惧却 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 在收藏家的威名面前 任何狡辩和阴谋 都变得苍白无力 高齐全身的精神力 此时迅速收拢 直接在身体表面凝实 原本的战斗形态 竟然再次开始悄然变化 变得更有攻击性 这已经是他彻底解放自身的战斗形态 做好了防备的同时 他却躬身以最谦卑的姿势 向眼前的男子说道 尊敬的牧首大人 伟大的收 家 请原谅我的 我的无知和无理 我并不知道 是您的大驾光临 出于对协会安全的考虑 以及对黑龙会的警惕 我勿将您当成了敌人 这都是误会 请您看在 我对协会中陈述十年的份上 原谅我的鲁脏和无知 在场的桑国分部成员们 眼神中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在桑国分部 高齐就是毋庸置疑的土皇帝 是掌控一切的人 他们从未想过 有一天 高齐竟然也会 有如此谦卑和惶恐的一面 原本心中还存有的最后一丝游疑 此时也烟消云散 这就是收藏家的威严 不容置疑 无可反抗 古 此时眼看对方 已经彻底亮明了身份 戴维也不再自欺欺人 对高齐大声喊道 高齐 没用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 变态残暴 我们 我们已经对他做下了 不可原谅的罪行 快逃 快随我逃 只有大木手 才能救我们 说话间 戴维已经来到了落地窗边 精神力涌动 如同一只巨大的蝙蝠 瞬间加速 贴着玻璃墙 朝着窗口滑行而去 他的速度极快 转眼间 已经从窗边滑出 离开巨大的落地玻璃墙 滑向静夜色之中 戴维的身体极为轻盈 衣服展开之后 竟然是一件滑形异装 就这 离开了楼顶的宴会厅 高齐此时 躬身站在那里 汗水在身前 滴成了一个小水洼 却丝毫不敢动上分毫 难道戴维真的逃走了 在收藏家面前逃走 早知道 正想着 就听一阵呼啸声传来 刚刚飞出去的戴维 此时惨叫着 再次透过窗户飞了进来 重重摔在地上 翻滚扭曲 显得极为痛苦 他的背上和双臂之上 以及脸上 此时全都藏满了 一个个血果 这些血包之中 还有一条条血管探出 又刺进他的身体 在他的背后 就集成一片肿瘤一样的坠生物 而且在不断蠕动 刚才正是这些血果之中的血管 刺入了他的脊柱 直接控制了 他的运动神经 让他再次飞回了 这顶楼宴会厅之中 戴维正扎着 发出淒厉的哀吼 血珍珠 你对我做了神 你这个魔鬼 我是大幕手的人 你们这 大幕手不会放过你的 会长 会长他会为我主持公道 血珍珠转头看了一眼李凡 发现收藏家大人 没有丝毫表示 于是立刻献出一丝有趣的笑容 欣赏着戴维正扎翻滚的姿态 血果在戴维的身体表面越长越多 那些探出来的血管更是再次钻进他的体内 如同一条条恐怖的蠕虫一般 戴维在地上挣扎翻滚 身体表面已经要被密密麻麻的血果覆盖 终于忍受不了 惨叫道 求求你 饶了我吧 伟大的收藏家大人 求求您 我祈求您的怜悯 求您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 求您垂帘 这一幕让在场的清洁协会 成员们毛骨悚然 很多人只感觉几乎要窒息 桑国分部 虽然同样面对很多敌人 也时常有一些暗中的战斗 但桑国本身相对稳定的环境 也让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凶残的场面 看到戴维身上密密麻麻的血果 却还未死去 李凡的密孔都要犯了 当下淡淡地说道 给他怜悯 血珍珠早就已经对收藏家大人的人词十分了解 话音刚落 他立刻将手轻轻一挥 一阵霹雳啪啦如同气泡被挤爆的声音传来 戴维身上的血果迅速碎裂 这声音 听得周围的人 又是一阵头皮发麻 血果之中的酸液 淋满戴维全身 强烈的腐蚀性 冒出一阵阵清烟 戴维发出一声最惨烈的嚎叫 全身的血肉骨骼 都被这酸液腐蚀溶解 整个人迅速化成了一滩浓血 彻底消失了 只剩下地上的一滩浓血 迅速被厚厚的波斯地毯所吸收 像是在地毯上 画出一朵鲜艳的花 整个宴会厅之中 一片死寂 空气如同被冰封一般 桑国分布众人之感觉 内心一片冰寒 那个强大的戴维 那个大牧手的使者 就这 被随意虐杀 如同杀死一只老鼠一般 而这一切 仅仅是收藏家手下的一个女人 随意未知 高齐汗如雨下 精神紧绷 看着眼前的一切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 他只希望 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那个男人在处决了戴维之后 能够忘记他的存在 就这 放过他 下一秒 他绝望地发现 收藏家的目光 转到了他的身上 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亚然道 你怎 还没有自杀 第41章 社长大人 给大家笑一个 高齐全身一阵 猛地抬起头来 看向李凡 全身的肌肉 如同波浪般涌动 突然一咬牙 摸出一管药剂 直接刺进自己的手臂 注入体内 他的体内发出一阵嗡鸣 仿佛有时 东西被彻底打开了 眉心微微隆起 望着李凡 缓缓说道 收藏家大人 我已经成心悔过 为何还要如此相逼 难道仅仅因为一个误会 就要对协会的干部 赶尽杀绝吗 说话间 高齐的精神力再次暴涨 声音都在瞬间变得扭曲 身体表面腾起的水气 竟然在他的身后 形成了一个模糊的猛兽模样 赫然也是一头斑斓猛虎 他此时明白 收藏家根本不打算放过他 自己绝难幸免 终于也不再掩饰 姜子深调整到了醉匠状态 刷 一声轻响 高齐的肘部和细部 赫然刺出两对猙獰的骨刺 整个人的体质率 已经降到了最低 刀削腐杂般的肌肉 呈现出大理石雕刻般的健美身姿 仿佛随时都能将皮肤撑裂 高齐继续说着 声音已经变得扭曲 我卫协会执掌桑国分布十几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哪怕你是收藏家 想要就这 将我抹杀 也要问问我到底答不答应 说话间 他将手一挥 瞬间带起一股气团 竟然如同高速子弹一样 将一旁的落地窗 轰碎了几大块 破出一个大洞 夜风猛地灌进来 高齐看着眼前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继续说道 我的精神力可以与身体共鸣 进行大幅度的身体改造 现在我的这具身体已经趋近于完美的进化 收藏家大人 我尊敬你的威名和实力 只是如果你以为我是带宰的羔羊 那就大错特错了 幽冥眼睛一眯 随手摸出一只精巧的翡翠烟感 吸了一口烟 随后轻轻喷出一股烟雾 淡淡地说道 高齐 你这种雕虫小技 就不要在大人面前搬门弄斧了 大人让你选择自杀 就已经是对你施以仁慈 难道你要像戴卫一样吗 高齐面色森然 此时他已经将自身的战力调整到最佳 松果体经过药物的刺激 已经变大了数倍 整个人的精神力也达到了巅峰 足足达到了一千多点 甚至在峰值能够接近两千 只是饶是如此 想到收藏家的传说 以及那些凶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他仍然不想走到交战的一步 听到幽冥的话 他正要反驳 突然神色一鸣 猛然像一旁闪电般挥出一掌 哄 一声巨响 高齐身旁的空气猛然爆炸 形成剧烈的冲击波 横扫整个顶层验会厅 甚至将离得近的清洁协会员工 都直接吹飞了出去 烟尘散去 现出高齐的模样 他的手臂皮肤已经变得一片焦黑 显然受到了爆炸影响 虽然只是轻微伤 却让他极为恼怒 幽冥 鬼鬼祟祟的偷袭 算石 英雄 刚才幽冥抽烟的时候 直接喷出了一股 附带精神力的爆炸烟雾 如果不是高齐提前察觉 就已惊住了对方的道 差点就吸入体内 到那个时候 哪怕他的身体再怎 强悍 内脏也绝对脆弱 幽冥的手指微动 把玩着翡翠烟杆 笑着说道 我可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个女人 说话间 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 准备直接上前将高齐拿下 高齐猛的一拳砸在地板上 瞬间轰出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痕 整个顶层都是一阵 他看向李凡 高声吼道 收藏家 既然你不仁 休怪我不义 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 也早就做好了应对 大不了于死网破 我将你的秘密和盘托出 公之于众 那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依然平静地望着他 缓缓说道 说完了 你可以去死了 高齐此时 已经彻底被逼到绝路之上 森然道 是你逼我的 既然如此 就让我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也让你明白 每一个牧手 都是不可欺辱的 说话间 高齐的眉心再次隆起 精神力连衣 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去 在场中人全都听到一声狂暴的咆哮 如同在心中响起 令每个人都微微失神 与此同时 高齐以精化作一道闪电 挥动双肘的骨刀 扑向李凡 甚至传来刺破空气的奸笑 他的脚下 那厚重的地毯 以金寸寸碎裂 连同下方的地板统统粉碎 无法承受他的力量 在场中人不由惊呼一声 七个小鸡玩偶 更是大惊失色 同时是放出咒法 想要拦住高齐 只是就在这时 他们赫然看到 一个比高齐更快的影子 穿过他们所释放的咒法 直接来到高齐面前 高齐同样一愣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看到一个东西 瞬间在视野中放大 如同铁钳般 按住他的脑袋 狠狠向后拽去 那是一个鞋底 高齐感觉 自己仿佛被一辆高速行驶的重型卡车撞击 颈部肌肉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几乎要断裂 紧接着 他就厚脑柱的 被那只脚狠狠按在地板上 哼 一声巨响 地板的碎片纷飞 严沉之下 众人这才看清 原本看起来 威猛无敌不可一世的高齐 如同肌肉战车般的高齐 此时被戴着白板面具的收藏家大人 狠狠踩在地上 收藏家仍然保持着刚才的站立姿势 只是脚下多了一张脸 一张血肉模糊 已经碎裂的脸 来自虎助神的力量 此时已经提升到了八成 李凡对于提升加强之后的虎助神 十分满意 熊爪的力量 还是第一次真正使用 所涌现出的狂暴力量 甚至超出了李凡的预期 那一脚之下 力量一出造成的破坏 直接将整个顶层的地板全部踏裂 裂纹延伸到了各处 周围的落地窗 更是全部爆碎 玻璃如同雨点一样 在夜空中洒落 李凡脚踩着高齐的头颅 皱眉自语道 这算是高空抛物吧 桑国这边算不算犯法 还是得手法 随后低声接着说道 高齐 说实话 你本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 只可惜 我找到了更好的人才 你也就没识 用了 本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让你做桑国分部的副手 毕竟明月香 一开始 也没有神 腐败的经验 但是你这 直接攻击我 就有些不地道了 让我很难罢 很担心你以后会将明月香架空 影响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说起来 今天晚上你的玩法 除了有些不道德之外 还是很刺激的 李凡叙叙叨叨说了一堆 一旁的幽冥和雪珍珠对视一眼 全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 随后幽冥鼓起勇气 柔声提醒道 大人 高齐他 已经死了 李凡一愣 连忙抬脚一看 就现高齐的脑袋 此时已经完全变形 整个变成了大饼的形状 脑袋里面的东西喷了一地 扭曲的脸上 还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 李凡不由扶了扶额头 光想着对方的肌肉 比较抗冲击了 忘了 他脑袋上没有肌肉的事了 叹息道 高齐社长多年来勤勤恳恳 卫协会立下了不少功劳 桑国分部能发展到这 程度 也多亏了他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何苦要走到这一步呢 一旁的一众桑国分部成员 此时只感觉毛骨悚然 不是你让他走到这一步的吗 刚才他明明想要投降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收藏家吗 比传说中 不 比想象中的 还要变态恐怖 一旁的幽冥 此时附和道 不错 可惜高齐社长晚节不保 竟然伙同代为 勾结黑龙会 图谋不轨 想要对牧手大人不利 实在是可悲可叹 几个小鸡玩偶对视一眼 很想反驳 只是都识趣的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 还是坐一只识 都不懂得鸡巴 李凡的脸上 带着男眼的悲伤 摇了摇头 随后转头欣喜地看向众人 哪怕是戴着面具 众人也能感受到 收藏家笑容的弧度 那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笑着说道 桑国分部的诸位 大家辛苦了 现在 请容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桑国分部新任社长 明日香 说着 一把拎起明日香 大踏步走上宴会厅的月层 将明日香丢到了一张原本属于牧手的沙发上 又捏住他的小脑袋 用拇指和食指撑开明日香的嘴角 扯出一个笑容 来 社长大人 给大家笑一个 第412章 脑海中的倒计时 明日香的嘴唇被扯出一个弯曲的弧度 惊恐的脸上 献出怪异的笑容 整个宴会厅之中 一片死寂 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从下方众人的角度看去 可爱的双马尾少女 如同一个任人摆弄的玩偶 被那个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丢在沙发上 一手捏着后颈 一手撑开她的嘴角 做出惊恐的笑容 而那个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则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如同在摆弄一个心到手的玩具 在他们的旁边 则是高齐头颅暴碎的尸体 以及戴维所化成的浓血 这一切令人毛骨悚然 感受着指尖传来的 如同布丁一样的柔软和温暖 李凡心道 小姑娘的脸还挺嫩 随后用疑惑的语气 朝下方的众人问道 你们不欢迎 听到这个问话 下方的所有人同时打了个冷颤 一股寒气从脚后跟往上窜 幽冥和血珍珠率先朝着坐在沙发上的明日香功身行礼道 恭喜明日项目者成为桑国分部新任社长 两人对视一眼 瞬间已经明白了收藏家大人的目的 桑国分部被高齐经营了这 而且本身也没有收藏家大人信得过的人在里面 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拿下整个桑国分部 肃清高齐的余毒 最方便快捷的办法 就是直接扶持一个傀儡 这个傀儡必须要足够弱 足够容易掌控 显然 这个幸运的女孩 就是收藏家大人所选择的傀儡 从此以后 十 桑国墓区的墓者 桑国分部社长 都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 一切都要遵从收藏家大人的意愿 不愧是收藏家大人 这权谋看起来简单粗暴 却又是最为有效的 而这一切都必须要有足够惊人的实力来镇压一切 让所有心存不满的人都彻底打消不忠的念头 收藏家大人和高齐 以及戴维禅斗了这 最后才一举将他们灭杀 显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桑国分部 高层前来 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一切 熄灭一切反抗的心思 看到幽冥和写珍珠的动作 在场的其他桑国分部成员 立刻如梦初醒 甚至连鞠躬都不敢 纷纷双膝一软 当场跪下 用最恭敬的土下做的姿势 向明月乡行礼 纷乱地喊道 恭喜明月乡目者 成为新任桑国分部社长 收藏家大人万岁 社长大人万岁 感谢牧首大人 为桑国分部诛杀恶贼高齐 还我桑国分部一个朗朗乾坤 桑国牧区的天 晴了 很多原本的桑国分部高层 在跪下之后 仿佛脑子里的那根弦 彻底接了地气 从刚才的恐惧和震撼之中 清醒了不少 有不少头脑灵活的人 迅速表达了自己的忠诚 高齐死了 他的余档也必然会被清算 到时候 整个桑国分部 就会空出来很多高管的位置 这正是一个绝佳的上位机会 很好 明日香是个天才 值得大家的尊敬 李凡满意地点点头 松开了撑开明日香嘴角的手指 转头对他温和地笑道 明日香 以后你就是桑国分部的社长了 希望你能做一个温柔的社长 一个为大家谋福利的社长 提升桑国分社员工的幸福感 我对所谓的绩效 从来都不看重 我看重的是大家在工作之中是否快乐 明日香此时终于从之前的震惊之中缓和过来 略微有些机械地点点头 说道 我 我明白 感谢大叔 感谢牧手大人栽培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做一个好社长 李凡点头道 你能这 想 我很欣慰 不用担心 放开手脚 大胆去做 我再给你找一些帮手 说着 伸手朝旁边角落里 一群瑟瑟发抖的人七招了招手 动作和声音都很温柔 过来 原本这些人七都对高齐和他手下的高管恨之入骨 在看到高齐与戴维被杀 高管们被打成残疾之后 虽然同样畏惧 心中却有大仇的抱的快感 更多的 还是快意 此时看到李凡让他们过去 这才猛然感觉到一阵恐惧 全身颤抖 不知道对方要让他们干实 难道 难道这位牧手大人 比高齐还要变态 不 这好像根本不用猜测 眼前的一切就是答案 这可比高齐变态多了 只是看到那可怕的尸体 和凄惨哀嚎的高管们 这些人七们 哪怕再怎 恐惧 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过去 由于太过恐惧 他们的腿都有些发软 根本站不起来了 只能勉力爬过去 李凡笑着说道 以后 你们就是桑国分部新的领导层 说着 随手向一个长发人妻一指 看了看对方身上的标识 瞧本 你来做训练部的主管 随后又指向一个短发大凶人妻 方子 你是后勤餐饮部主管 紧接着指向最年轻的那个 说道 湘泽 你来做交流部主管 游牧 人事部就交给你了 地亚将的话 就负责装备不好了 李凡坐在明月乡身边 一手脱腮 一手随意地指指点点 很快将大部分部门高管 都已经任命完毕 一群差点被侮辱的人 妻子时满脸惊骇 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对他们来说 能够逃脱今晚的受辱 就已经是万幸之事 从未想过 竟然还能成为桑国分部的高管 名为永美的人妻 怯生生地说道 大人 我根本不是清洁协会的成员 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你现在是了 李凡说道 随后转头 看向旁边的那面巨大的单面镜 对了 把丈夫们都放出来吧 熟悉内情的几名桑国分部的高管 立刻冲过去 将那面镜子打开 露出了后面 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几个 绑在椅子上的男人 此时在场的很多人才知道 这单面镜后面 竟然另有玄机 这些可怜的女人的丈夫 就被绑在后面 观看他们受辱的一幕 很多人原本对高齐的死骸 有些不以为然 觉得不过是政治斗争而已 现在却瞬间认同了 收藏家大人的做法 高齐等人 简直是禽兽不如 很多人也瞬间想到 如果高齐继续作威作福 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是 别人的妻子 说不定哪一天 他们自己的妻子 也会像玩物一样出现在这里 鸡鸣被绑的丈夫 以及研发部副部长的藤原 此时全都被解开了绳索 只是众人随后发现 几名丈夫 早就被高齐注射了 过量的兴奋剂和神经毒剂 本来就是为了增强他们的敏感度 让他们在看到妻子受辱时感受更加屈辱 以满足高齐变态的嗜好 此时经过了长时间的药物折磨 这几名丈夫早就已经有出气墨进气了 几名妻子立刻扑到自己的丈夫面前 抱头痛哭 哀叹命运的不公 仅仅是一个晚上 他们已经全都变成了寡妇 如果不是遇到了收藏家大人 他们的下场不知道有多凄凉 这一幕看得在场的清洁协会众人 也都是咬牙切齿 莫想到高齐这个王八蛋这 卑鄙无耻 收藏家大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立刻又高大了几分 李凡看到这悲惨的一幕 也是微微摇头叹息 此时几个男人里面 只有藤原这个后来被绑上的人活了下来 立刻向李凡行礼道 桑国分部研发部副部长藤原 见过收藏家大人 感谢收藏家大人的救命之恩 他的声音真挚 双目之中满是真诚 一旁的明日相此时也稍稍缓了过来 向李凡说道 收藏家大叔 不 大人 藤原副部长是我以前的上司 就是他把我招进清洁协会的 李凡眼前一亮 看向藤原的目光都变得赏识起来 能招个铁废物进来 那本人也绝对是个废物 没跑了 当下点点头说道 藤原君 我已经决定了 就由你来作严 发布补偿 转眼之间 整个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的高管 已经全部分配完毕 这一幕 让在场的一众救人 都有些不适应 不过有了收藏家大人 必杀高旗前社长的余威在此 谁也不敢说神 幽冥鱼血珍珠 则在心中对牧首大人的权术 暗暗钦佩 仅仅是一个晚上 就轻易化解了 被高旗打造的 固若金汤的桑国分部 而且将重要岗位 全部放置了傀儡 从今晚开始 桑国分部 已经彻底被收藏家大人所掌控了 李凡此时扶持了铁废物社长 外加一群石 都不懂得高管 整个人也放松了许多 此时接着说道 从现在开始 东方牧区的新福利政策 立刻在桑国分部执行 具体的福利政策 希望大家登陆公司官网 好好了解一下 新的管理层领导下 也希望大家能开心工作 快乐生活 如果有神 反对意见 请一定告诉我 说着扫视了一圈 在场中人 眼见没有人反对 李凡笑着说道 咱们清洁协会 本来就是个相互平等的组织 大家有意见 一定要畅所欲言 不用拘谨 仍然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嫌自己命长 李凡笑道 那咱们就这 说定了 晚了 耽误大家休息了 这样咱们明天全体放假一天 以弥补今晚的加班 另外三倍工资的加班费照发 大家都散了吧 明月香跟我来 大晚上的把人叫来加班 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呢 就在这时 张阿姨突然疑了一声 走到高崎被踏碎的头部旁 随手从一堆血浆中 捡起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东西 那赫然是一个小巧的发射器 上面隐约有倒计时正在进行 还剩下12个小时 第413章 告诉大幕手 不必谢了 张阿姨眉头一皱 立刻将这小小的发射器 递到李凡面前 说道 大人 在高崎的头部 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应该是一个信号发射器 被高崎自己植入了头部 从起动时间来看 应该是在高崎死亡的瞬间 就开始了12个小时的倒计时 属下没有及时发现这一点 酿成了大患 请大人责罚 张阿姨的眼神中满是黄疾之色 冷汗都已经下来了 万万没想到 高崎竟然还留了个后手 好在还是个倒计时的东西 看时间 应该会在他死后12小时发作 否则的话 如果是在整个桑国分布大楼的下面 安装了及时隐性的炸弹 那麻烦可就大了 此时幽明 同样眉头紧簇 瞬间想到了高崎死前的言语 他说 要和收藏家 鱼死网破云云 只是当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仅仅是几秒钟的功夫 收藏家大人直接一招秒了高崎 根本没给他喷垃圾话的时间 甚至威胁的话都没有说完 现在想来 高崎要说的 很可能是这个发射器的事情 本想拿这东西当作一个筹码 来避免自己的死亡 只是高崎也没想到 收藏家动手的速度 竟然会这 快 这个倒计时到底是神 东西 是炸弹 是高崎安排了时 伏兵 又或者是和清洁协会总部有关 瞬间 幽明和血珍珠设想了种种可能 而且每一种可能都有极高的概率 毕竟高崎这个人 虽然极为糜烂腐败 本身的实力很强 而且心机很深 这也就是遇到了收藏家 被收藏家的绝对力量 一力破支 换个别人 鹿死水手都不好说 看着那发射器上不断跳动的时间 李凡同样眼睛一眯 说道 检查整个桑国分部的所有建筑 确保安全 整个桑国分部明天全体放假 无论是炸弹 还是神经毒气 又或者石 别的东西 应该都不会脱离桑国分部的范畴 否则的话 如果炸弹安装在桑国咒树厅 高崎也不会说石 和收藏家谈判的话了 不过倒计时只有12小时 到时候 只要公司里面默认 都好说 爱炸就炸吧 到时候正好可以向桑国咒树厅 和政府通报清洁协会桑国分部 遭受了恐怖袭击 向整个桑国各界示弱 让桑国分部 彻底成为一个耸包软淡机构 要是把桑国分部的大楼全炸了 李凡都准备给高崎半个风光的葬礼 好好谢谢他 这得让清洁协会东方牧区 遭受多大损失 起码桑国分部十年八年缓不过神来 更别提时工作之类的事情了 随后有些遗憾地看向高崎的尸体 是个人才啊 可惜 我已经有了卧龙凤厨 对于你这种鲁肃等级的人才 已经完全看不上了 此时桑国分部的一众成员如蒙大赦 纷纷向收藏家大人行礼之后 陶冶式地离开了现场 鸡鸣刚刚被提升为高管的人妻 在丈夫的尸体 面前哭了一场之后 神色都变得坚毅了许多 纷纷整理了自己的衣衫 向李凡跪地叩手道谢之后 带着丈夫的尸体离开了 藤原转头看了看 眼神空洞 坐在牧者位置上的明日香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神 只是看到那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之后 到底还是心中发怵 默敢在说时 同样行礼之后离开 幽冥和雪珍珠 向牧手大人点了点头 表示 要立刻去检查大楼内部的情况 查看是否存在大威力炸弹 同样行礼之后离开 宴会厅的大门被关上 转眼间 这金碧辉煌 而又一片狼藉的宴会厅中 只剩下了坐在大沙发上的明日香 和他身边的李凡 一阵清冷的夜风 透过破碎的窗户吹进来 让明日香猛的一颤 终于彻底醒了过来 我 我成了桑国分部的社长 我 明日香 桑国分部社长 坐在我身边的 就是东方牧区的牧手 收藏家大人 他为时 要这 坐 他为时 江苏为谋面的我 提升为社长 这个提拔 越过了副课长 课长 部门副部长 部长 副社长 更不用提 其中还有各种不同部门之间的职级 到底为神 想到这里 明日香的身体 再次猛的一颤 答案只有一个 大叔缠他的身子 果然 每一个可爱的少女 都会有美貌的原罪 遭受整个世界的际遇吗 明日香心中一片悲凉 只是想到对方那恐怖而变态的行为举止 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小白兔 否则的话 下场可能比高齐还惨 今晚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事情 如同过山车般的经历 让明日香城长了不少 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天真的小女孩 他明白 任何事情 都有他的标价 现在 他必须要付出自己的代价了 想到这里 他把心一横 看向一旁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努力在小脸上 做出讨好的笑容 像是个令人心疼的小白兔 抬起小手 开始解自己的扣子 果然男人都一样 看到这一幕 李凡一愣 说道 你热吗 随手拿起一旁的空调遥控器 把空调打开了 紧接着起身走到前厅 将散落在地上的明日香的研究文件 归拢捡起 又大踏步回来 将这些文件递到明日香面前 一脸诚恳地说道 明日香 说实话 在我看到你的这些研究构想的第一时间 我就明白 你就是 我要找的人才 之所以 让你成为桑国分部的社长 正是因为你的才华惊艳了我 打动了我 希望当你成为社长之后 也不要被权力磨灭了自己的斗志 浪费了自己横溢的才华 听到这话 明日香全身颤抖 正在解扣子的小手停在了那里 难以置信地看着 戴着白板面具的收藏家大人 他的眼眶 瞬间变得湿润 紧接着一颗颗豆大的泪珠 从眼睛里滑落 嚎啕大哭起来 明日香伸手接过那一叠研究资料 只感觉自己受过的所有委屈 都在瞬间烟消云散 原来收藏家大人 根本不是基于他的平板身材 而是欣赏他的才华 一直以来 明日香都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 只是缺苦于没有人欣赏 桑国分部这边 更是彻底否定了他 甚至还要将他开除 而现在 伟大的收藏家大人 竟然对他的才华表示了肯定 这让明日香激动得难以自已 这是一种千里马中鱼 遇到伯乐的感动 一时间 他突然感觉 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才 情绪的大起大落 让他终于放下所有的戒备 起身一个土下坐 朝李凡跪下去 一边哭 一边大声喊道 收藏家大人 谢谢您 谢谢 您的大恩大德 明日香无以为报 只有加倍努力 做出更好的研究方案 努力完成 才能报答您的恩情 李凡要的就是他的表态 满意地点点头 拍拍明日香的小脑袋 说道 很好 明日香 我期待你的表现 赶紧多做一些废物方案出来 把三国分部彻底搞垮吧 我看好你 与此同时 刚刚离去的幽冥鱼血 珍珠去而复返 看到宴会厅中的一幕 不由一正 夜风吹来 贵服在地的明日香的双马尾飘动 戴着白板面具的男子 伸手垂帘般地按着他的头顶 一时间 竟然显得十分神圣 随后 谢珍珠上前汇报道 大人 已经发动整个 三国分部的力量进行检查 目前尚未发现 炸弹类物品 不过发现了 关于戴维的文件 是从总部发来的公函 幽冥接着说道 这个戴维 本身是大幕手的中权 这次前来 是带住大幕手的首令来的 首令之中 让戴维负责与您对接 进行裁判所的组建工作 戴维同样拥有 副裁判长的任命函 李凡眉毛一条 明白这个戴维 本身应该是大幕手 派来对他进行制衡的 不过现在 他与大幕手之间的矛盾 已经快要公开化 本身他也懒得在保持时 虚假的和平 有矛盾正好能避免在出现时 升职之类的事情 不如把关系搞得更糟一点 当下说道 很好 向总部报告 前桑国分部社长高齐 与总部特使代为 勾结黑龙会 意图毁掉桑国分部 桑国分部研发步步 长明日香 在关键时刻 破坏了高齐的阴谋 卫协会挽回了巨大损失 特别任命为桑国分部社长 告诉大幕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必写了 第414章 收藏家来了 我在现场 听到李凡的话 幽冥和雪珍珠 神情一素 同时点头表示明白 从收藏家大人 准备反抗整个清洁协会的腐朽体制开始 现在他和大幕手之间终于演变到了正面对抗的态势 他们这些做属下的 也应该努力为收藏家大人 做好辅助了 像是今天这重镇压 收服桑国分部的工作 本来就不应该由收藏家大人亲自动手 按理说是他们分类的事情 最后还是让大人亲力亲为 实在是惭愧 两人随后又向李凡汇报了一下 近期在整个桑国案中调查的情况 以及目前中南半岛牧区在老陈的管理下的运转情况 李凡对这些情况本来也是兴趣缺缺 懒得去听 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随便讲讲就行了 幽冥本来正准备讲到 由鲍石博士所主导的觉醒刺激项目 看到大人的反应 立刻识趣地闭上了嘴 也是 识 觉醒刺激项目 还有老孙主导的魔鬼大森林计划 和收藏家大人所要做的事情相比 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 这些事情 大人自然懒得去听了 有他们去做就是了 做得好了 自然有所封赏 做得不好了 最好不要让大人听到 你们两个就暂时留在桑国分部 报名日相尽快熟悉一下业务情况 另外将整个桑国分部的研发经费提高十倍 将整个桑国分部的资源向明日相的项目倾斜 李凡向两人说道 随后又转头朝明日相笑道 明日相 加油 你可以放开手脚 尽情释放你的才华了 不必有所顾忌 你的那些充满了想象力天马行空的项目 可以一一落实 这也是你作为桑国分部的社长 本身该有的权利 明日相此时激动得难以自已 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一边拼命点头 还一 还一 牧首大人 请您放心 我一定将自己的才能 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协会 不会有丝毫懈怠 李凡笑道 那可不行 该休假的时候 一定要休假 否则就是违反了咱们东方牧区的政策 首先给你母亲好好治病吧 如果普通的医疗条件达不到的话 可以动用协会的科研成果 这也是协会的一部分 听到这话 明日相再也忍不住 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 收藏家大叔人 真是太好了 虽然在战斗的时候很严厉 很凶残 在私下里 明明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能够遇到收藏家大叔 简直是太幸运了 明日相瞬间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李凡哈哈一笑 随手帮明日相 擦掉腮边的两串泪珠 走到窗边 桑国分布暂时算是完了 今天没有白忙活 该回去了 满地的小机玩偶 立刻自己钻进了背包里 又从里面拉上拉链 跳到了李凡手边 眼看收藏家大人就这 离开 幽明和雪珍珠 齐齐躬身 恭送收藏家大人 明日相同样乖巧的努力 停止了抽烟 起身朝那个神秘的背影行李 恭送收藏家大人 外面的东兜夜景灯火通明 一片繁华景象 清洁协会在桑国的势力庞大 俨然自成异国 发生在桑国分布大楼的事情 仅限于桑国分布内部 根本没有石 仅视听之类的前来打扰 叶峰呼啸 从破损的落地窗吹进来 让李凡卫之一醒 看了一眼夜景 他拎起背包 纵身一跃 瞬间跃下 消失在夜幕之中 看到收藏家离开之后 幽明和雪珍珠对视一眼 全都在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震撼和感叹 大人心思如海 深不可测 所作所为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仅仅是随意的一个社长人选的确定 就彻底掌控了整个桑国分布 实在是令人赞叹 两人随后同时看向明日香 幽明问道 明日项目者 请问大人所说的研发项目 具体内容是实 我们现在立刻就开始着手准备吧 作为追随收藏家许久 在黑暗世界湿山雪 还闯过来的幽明和雪珍珠 他们可不会认为 这个明日香 只是一个单纯简单的小姑娘 能够被收藏家大人选中 而且如此温柔对待 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傀儡 也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从刚才开始 收藏家大人就在说 自己欣赏明日香的才华 他们二人悬从来没听过 收藏家大人对谁的才华如此欣赏 就算是报氏博士和老孙那众奇才 在收藏家面前 也和普通人没有神 两样 答案显而易见 这个明日香 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顶级天才 而且收藏家大人 发现了他的厉害之处 才会对他如此重视 如果他们二人能够 参与到这种顶级项目之中 同样也是难得的机会 古 一时间 想明白这一点的幽冥 和血珍珠的内心 都微微有些激动起来 明日香被二人问得一猛 神 项目 我 我也不知道神 项目啊 当时收藏家大叔 看了我手里的很多项目文件 差不多十几个 大部分都还是停留在纸上的项目 他也没有对某个项目表现出时 偏好之类的 不过仔细想想 收藏家大叔似乎在那份男子的少女心 中老年男性娘化项目上 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难道他想让我执行这个项目 又或者是排云那个项目 还是说 所有项目都要执行 又或者 是想让他做一个新项目出来 明日香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 办才好 只是想到 刚才收藏家大叔对他的鼓励 此时也努力撑起气势 脆生生地回应道 我 我的项目要先进行前期试验 随后朝着地上 大部分都已经陷入了昏迷的前高管门一指 先从这些试验品开始吧 先上马项目 再想想 到底是时 项目也不迟 离开了顶楼宴会厅 李凡利用虎助神的力量 在一座座摩天大楼之间纵约攀爬 很快在两个街区之后 在一片阴影之中悄然落地 背着背包 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出来 每迈出一步 身上的肌肉和骨骼 就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等到他从黑影之中走到路边 已经彻底 恢复了本来面目 那张轻盈的面具 也早就已经卷起收好 随后抬手打了个车 没办法 清洁协会东方牧区 牧首收藏家大人出门 是有自己的专车的 中州异常局西南分局副局长李凡同志吗 就只好打车了 而且不给报销 不过相比来说 李凡还是更喜欢后面这个身份 起码可以真情流露 不用扮演变态 一路回到了酒店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李凡先回自己房间收拾了一下 把背包放下 然后起身来到中州异常局代表团团长弓异军的房间门外 抬手敲了敲门 虎助神已经回到了阵域之中 此时的李凡看起来十分平平无奇 完全就是个普通人 里面很快传来开灯 起床 穿衣的声音 还有龚义军苍老的声音 谁 李凡低声说道 公局 是我 房门瞬间打开 龚义军已经穿戴完毕 迅速朝四周看了一眼 对李凡说道 快进来 等到进了房间 龚义军先向李凡微微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随后从行李箱里 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信号屏蔽器 按动按钮打开 确保两人的谈话 不会被人监听 随后面色凝重地向李凡问道 小李 发生时 是了 晚过来找我 清洁协会那边的消息 作为中州议常局总局的副局长 龚义军是整个中州议常局 少数几个知道李凡卧底身份的人 之前 总局和赵一峰之间 关于不鼓鸟计划的联系 有很多就是龚义军直接进行的 他同样明白 李凡来到桑国之后 很可能会直接与清洁协会进行接触 所以 也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李凡创造不必参会的机会 毕竟在清洁协会那边看来 李凡才是 背策反的那个人 是清洁协会在异常局的卧底 不能让对方对李凡的身份有所怀疑 现在对方突然深夜找过来 很可能是清洁协会的情况 李凡点点头 同样面色凝重 对龚义军说道 公局 紧急情况 就在今晚 刚刚提升为清洁协会东方牧区牧首的收藏家现身 连同他手下的幽明和血珍珠 必杀了前桑国分部社长高齐和总部特使戴维 打残了几十个高管 扶持了一个新的桑国分部社长 强势掌控了整个桑国分部 我在现场 第415章 高齐的复仇热门推荐 听到李凡的话 龚义军不由眉头一簇 瞬间明白了这件事的重要性 这说明清洁协会在整个桑国的情况 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的很多构架都会推倒了重来 而这件事 背后最深刻的意义 是收藏家与清洁协会大牧首之间的矛盾 已经公开化了 最起码 在清洁协会的内部 必然会公开化 无论那个大牧首特使戴维 是个石 样的人 按理说他 来自清洁协会总部 也不应该由收藏家处决 现在收藏家出手杀了戴维 就相当于和大牧首之间的公开对抗 龚义军的眉头 随后舒展开来 这是一件好事啊 清洁协会越是内讧 力量越是削弱 对于中州 异常局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他随后拍了拍李凡的肩膀 严肃地说道 小李 一定要注意你自身的安全 按理说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你不应该立刻向我汇报 要知道 桑国咒树厅之中 很可能也有清洁协会的眼线 万一你的身份在收藏家面前暴露 那你将会面临生命危险 情报固然重要 你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李凡心中一暖 笑着说道 放心吧公局 现在收藏家挺信任我的 已经把我当成心腹了 他杀高齐的时候 我就在场 还帮忙踩了一脚呢 龚义军对于不股鸟计划的进展 并不是十分了解 听到这话 立刻大喜过望 问道 那就太好了 具体情况尽快完成一个报告 通报给总局那边 老实说 我们中州异常局的策略 一直以来都比较保守 在国际异常斗争中 一直都处于首饰 如果你能够成功打入收藏家的身边 打入清洁协会高层 那意义实在是太过重大了 这是我们异常局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的突破 龚义军说到这里 神情再次一速 紧接着说道 也正因此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像是今天这种情况 直接来向我通报 就有些鲁莽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 除非收藏家准备向中州发动袭击 否则其他情况下 都以你自身的安全 为第一要务 切记 不等李凡回答 龚义军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性格平和 而且善于交游 就算是面对收藏家 也能做到触变不经左右逢源 但你所面对的 毕竟是传说中的收藏家 根据总局近来得到的最新情报分析 现在的收藏家 比这以前的冷酷无情 变得更加凶残狡诈 可以说变态至极 哪怕是你 已经营得了他的信任 稍有疏忽 也会有生命危险 李凡点点头 郑重说道 感谢公局的提点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再犯这种错误 我的生命 不属于我自己 而是属于整个异常局 龚义军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露出和矮的笑容 你能明白就好 另外 我知道你平时在努力 装出放浪行骸的样子 不过这次和新路镇魂局 位首的西方机构之间的冲突 就有些不明智了 李凡心中一喜 果然 批评要来了 一场局好样的 公事公过事过 犯了错就要罚 可千万别对我手软 没想到 龚义军接着说道 卫兵知道 上善若水 真正的利益 都在谈判桌下 明面上的口舌之快 没有意义 现在各国表面上 仍然以传统国际政治格局 划分派别 其实在一场大事之下 都有了新的心思 新路镇魂局想出头 就让他出头 他要做武林盟主吗 枪打出头鸟 到时候时 清洁协会 共议会 生命科学基金会 巫毒会等等 一拥而上 先搞的就是这个出头鸟 六大派卫石 围攻光明鼎 因为名教是魔教之手 听到这话 李凡瞬间谎悟 原来中州一场局 早就已经做好了策略 所以才在这次国际交流会议之中 故意示弱 果然玩政治 还是得这帮老英比啊 那个旅程 难道也是这样 旅副主任 对局里的核心策略也不熟悉 他只是跪习惯了 龚义军淡淡一笑 接着说道 对于你这两天的违规行为 该有的处罚 还是要有的 也算是 帮你在清洁协会那边打个掩护 都是走个过场 你也不必当真 听到龚义军的话 李凡心中不由一阵郁闷 看样子这个处罚是中不了了 起码他之前构想的 直接被遣送回国 基本是默契了 看样子 接下来还是得多挑逗一下旅程 让他再接再厉 李凡点头诚恳道 您放心 工局 我都明白 我的行为确实打乱了总局的工作部署 该罚就罚 不用跟我客气 龚义军微微一笑 并没有当真 两人又聊了几句 龚义军告诉李凡明天可以继续参会了 毕竟清洁协会那边的动静闹得这 大 为了不让李凡回来的事情被怀疑 让他继续参会 是最好的掩护 送走李凡之后 龚义军倒上一杯茶 点上一支烟 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随后通过专用的保密通讯设备 接通了总局那边的线路 开始用暗语向总局汇报情况 李凡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则是直接倒头就睡 懒得理会这些了 反正他这个不股鸟已经将着 重要的情报传递了出来 其他的就让总局去头疼吧 刚睡了末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 李凡就被闹钟吵醒 起来到自住餐厅吃了早餐 正好遇到普陀僧和杨干等人 看到李凡一副墨精打采的样子 普陀僧和杨干孩 以为李凡是因为受到处分而沮丧 纷纷过来安慰 毕竟他们昨天一天的会议 都没有看到李凡的影子 已经很说明问题 既然义愤填膺 普陀僧更是说要直接找旅程算账 最后都被李凡拦了下来 吃完早餐之后 很快到了会议的时候 李凡回到会场 由于实在是有些睡眠不足 一股困意涌上来 哈欠连连 差点当场睡过去 今天的会议一成 同样也极度催眠 是由各国的异常处理机构 轮流上主席台 通过PPT和视频的形式 来阐述本国的国际异常处理合作里面 现场搞得像是上学老师 讲教学科健一样 一个个代表团的团长轮流上前 开始讲述自己国家的异常处理情况等等 李凡听得墨精打采 连喝了鸡杯清茶 都莫能阻挡住困意 很快时间已经快要到中午 李凡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了好几绝 再一抬眼 主席台上的讲解方 已经不知道神 事后换成了维系圣殿机构 他看了看表 原本昏沉的精神 瞬间变得清醒了不少 12个小时要到了 昨晚从高齐的尸体之中找出了那个计时器 现在很快就要到12个小时了 李凡竖起耳朵 努力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 如果高齐真的是安置了石 炸弹之类的东西 而且没有被桑国分部排除的话 那很可能立刻就要爆炸了 就在这时 纷针轻轻一颤 达到了倒计时12小时的时间点 李凡全身紧绷 只是一分钟过去了 确实都没有发生 他立刻又像是一滩泥一样趴下来 继续打着哈欠 看样子 高齐所说的石 报复方案只是虚张声势 石 倒计时也是假的 又或者 一切都已经被幽冥和雪珍珠解决掉了 毕竟他们两人的实力 还是很让人信得过的 再加上整个桑国分部的力量 真有神 隐蔽的东西 也都能找出来破解掉了 虚惊一场 李凡正想住 就听主席台上正在讲解本国转进战略的维希圣电机构代表 突然发出一个声音 屏幕上的画面卡住了 紧接着疯狂点着鼠标 想要控制电子屏幕 同时求助到 突然有强信号干扰 一个陌生的信号插入进来了 桑国咒树厅的朋友 能不能帮忙看看到底是怎 回事 一旁负责会晤的桑国咒树厅工作人 袁立刻点头哈腰的跑上去 一边道歉 一边帮着维希圣电机构代表调试设备 毕竟在这种国际性会议上 出现这种设备方面的故障 实在是有些丢脸 一旁的迎宾客的客厂 此时已经额头冒汗 鞠躬个不停了 就在这时 只听到电子屏幕之中 传来吃的一声响 还有音箱共鸣的巨大声响 巨大的电子屏幕画面猛然一变 变成了一个肥胖的圆脸中年男人 神 情况 放错影片了吗 难道是时 爱情文艺片 李凡百无聊赖地抬头看去 再看到屏幕的瞬间不由一愣 此时屏幕之上出现的人像 赫然是高齐 从背景上看 这是高齐坐在三国分部的顶层办公室中 录制的视频 这是高齐生前就录好的内容 在场的一众代表 大部分都不认识高齐 正在议论纷纷 就听画面上的高齐 面色阴沉地说道 我是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社长高齐导生 现在我将公布一个秘密 清洁协会东方牧区牧首 十二骑士之首的收藏家的真实身体 就是中州议长局西南分局副局长李凡 第416章 收藏家就是李凡 热门推荐 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的大楼之中 经过了连夜抢修 和一整个上午的整顿 顶层的设长办公层 已经重新修整一新 宴会厅娱乐室暂时封闭 短期内不再开放 明日香身着一套贴身裁剪 连夜赶工的定制高级西装 坐在属于社长的巨大办公椅上 看着窗外的东都天际县的风景 面带笑容 啊 好像做梦一样 昨天晚上 根本兴奋地没有睡着 天快亮 才勉强入睡 今天早上 刚刚在自己租的小公寓里 被闹钟叫醒 习惯性地立刻起床做早饭 却接到了来自公司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社长适从事的秘书 带来了早餐 和连夜赶制的社长西装 在享用了丰盛的早餐之后 明日香发现 自己居住的低端公寓楼下面 早就已经停好了一辆豪华轿车 秘书帮他上了豪华轿车 带着白手套的司机 立刻在问好之后 平稳地开车前行 人事部早就已经将高层变动的情况 迅速传达到了每一个员工 昨晚在现场 更有不少中层和行动队员 亲眼目睹了收藏家将高旗踏死 又扶持明日香上位的一幕 早就将这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关于收藏家的强大 残暴和变态 更是被渲染得绘声绘色 当然 这些员工同样感叹 收藏家大人的残暴和严苛 都是对于公司上层而言的 对于他们这些普通员工来说 收藏家大人所推行的福利政策 简直是令人感动落泪 至于新任社长明日香 无论收藏家大人 是真的欣赏他的才华 还是将他当成一个玩物 这对于桑国分社的员工来说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东方牧区牧首 收藏家大人 做出了这个任命 那 明日香 就是值得尊敬的桑国分部社长 原本还有个别的元老心中 有些别样的想法 认为这个任命有些草率 而且对明日香有些轻视 只是在得知幽明和血珍珠 正坐镇桑国分部之后 立刻打消了一切其他心思 专心奉明日香味社长了 因此 当明日香来到桑国分部大楼的时候 看到的是在门口 列队欢迎的高管们 一路走过去 身高比明日香高 很多的高管们 如同被风吹弯的麦浪 纷纷鞠躬行礼 所过之处 再没有一个站直的人 刚开始 明日香还稍稍有些惊慌 甚至差点 就和人对着鞠躬回礼了 只是他想到 昨晚收藏家大叔说的那些话 迅速压制住了自己回礼的虫洞 面无表情的迈步前行 腰也不弯了 腿也不缠了 走路有劲了许多 走进公司大楼之后 所过之处 到处都是列队鞠躬的下属 当他通过电梯 来到顶层的设长办公层 走廊之中 同样是一群奇声欢迎 弯腰90度鞠躬的侍从 等到明日香走进设长专属办公室 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 适应了社长的角色 整个人看起来冷峻了许多 不容置疑的威严感 妈妈 这就是权力的滋味 明日香端起一杯热牛奶 一饮而尽 整个人都有些迷醉了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明日香淡淡地说道 进来 幽民推门走进来 看到这个穿着西装的小姑娘 不由微微一笑 看到进来的是幽民 原本还一脸 BOSS像的明日香连芒 有些手足无措地站起来 怯生生地打招呼道 幽民阿姨 您来了 刚刚培养出来的社长气质 瞬间烟消云散 幽民摆摆手示意他坐下 随后笑着说道 明日香射长 大楼的员工疏散已经完成 虽然目前仍然没有发现炸弹 或者其他毁灭装置 但倒计时即将清零 大楼之中 仍然有不安全隐患 您最好也暂时撤离一下 明日香连芒点头说道 好 好的 幽民阿姨 都听你的 随后连芒拿上自己的小兔子包包 跟在幽民身后 暂时离开了桑国分部的大楼 本来根据李凡的想法 今天整个桑国分部 应该是直接放假休息一天的 不过考虑到明日香刚刚上位 需要巩固一下人心 这才让员工们前来上班 当然 倒计时的事情 对普通员工都是保密的 疏散人员所使用的借口 是明日香社长 要检阅整个桑国分部的所有员工 现在 所有的员工都暂时撤离了分部大楼 来到了公司旁的空地上 等到新任社长大人的检阅 等到明日香也离开大楼之后 幽民站在大楼门口 望着眼前的大厦 隐约感觉有些心神不宁 高旗留下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神 就在这时 雪珍珠从大楼中走出 向幽民说道 已经检查完毕 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信号发射器 当高旗活着的时候 会一直向外发送信号 而当高旗的心跳停止之后 信号发射也会结束 很可能会启动某个装置 以前南兴路那边的一些毒销和军阀 会给自己安装这种装置 作为最后的底牌 避免自己被仇敌直接杀死 仍然没有在大楼之中 找到任何异常的地方 听到雪珍珠的话 幽民微微点头 示意他一起等待 两人此时对视一眼 反而有些希望 这个装置最后会引爆石 炸弹之类的东西 毕竟那样一切就简单的多了 而且 桑国分布的大楼 本来就上了保险 到时候也不怕石 经济损失 时间要到了 还有五秒钟 幽民看了看手腕上的百达斐力 淡淡地说道 到了 两人有些紧张地 看向眼前的大楼 一片安静 只有旁边的空地广场上 隐约传来的明日香 有些稚嫩地发表致辞的声音 时 都没有发生 两人的眼神中 都闪过一丝忧虑 不是炸弹 那到底是神 收藏家的真实身份 就是中州异常局西南分局副局长李凡 国际决心者交流大会的会场中 高企的声音回荡 原本略微有些嘈杂的会场 在瞬间变得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大屏幕 紧接着 就现屏幕之中的高企继续说道 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 一直以来 收藏家都以李凡的身份 潜伏在中州异常局之中 执行一个秘密计划 这个计划足以颠覆整个中州 说完这段话之后 屏幕猛然一黑 随后再次亮起 已经恢复了原本为西圣殿机构的会议资料 此时在场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瞬间如同炸了锅一样 纷纷喊了出来 这是神 东西 为西圣殿机构搞的恶作剧吗 不对 看那个维系代表的样子 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 这到底是神 情况 刚才好像真的是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的社长高齐 我曾经看过他的资料 相信大家很多人也都看过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刚才播放设备 遭到了莫名的信号干扰 从信号来源看 这应该是来自于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 在北海道的一个机构服务器 收藏家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刻逃走 整个会场中一片纷乱 更多的参会者则是立刻转头看向了中州异常局代表团的区域 将目光投向了那个一脸茫然睡眼惺忪趴在桌板上的男子 中州异常局代表团中 同样有不少人用警惕的目光看向李凡 只是他们 此时看着李凡 只感觉越看越不像 包括新路镇魂局 不列颠特宫总局等机构的很多人 之前也曾经和李凡接触过 此时同样感觉到一阵荒谬 收藏家在一场界 可以说是威名赫赫 凶名卓著 据说 他是一个极为自负高傲和冷酷的人 一个有着重度精神洁癖的人 深渊之主的狂信徒 这样的人 有着自己的骄傲 是绝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身段 前来搞实 卧底的 这就好像蝙蝠侠扮演成一个地痞流氓 每天殴打无辜路人调戏良家妇女 而且 以前就是很多年 比小丑还小丑 这可能吗 不合理啊 更何况 这个李凡的风格 他们很多人这几天也都领教过 私下里作风不正 偷偷带着一堆人去搞神 还女圣 被撞破之后 还倒打一耙 完全就是个无赖嘴脸 在会场上 同样是强词夺理 咄咄逼人 一点风度都没有 再看他今天在会场上 那个百无聊赖的样子 已经趴在那里连睡了好几绝 口水都把袖子 给弄湿了 就是个无赖嘛 真正的收藏家子 可能这 掉价 不同于其他人 半信半疑的虎仪表现 杨干和方浩 等一群知根知底的兄弟 此时则是哈哈大笑 朝李凡喊道 凡哥 原来你是收藏家 哈哈哈哈 你这也太能藏了 哈哈哈哈 李局是收藏家 清洁协会真是撒谎 也不搞个高水平的 小李哥 原来你就是 威名赫赫的收藏家 回头能不能给我 看看你的藏品 就是上次你神神秘密墨 告诉我的那家足域店 我早就想去了 我的妈 李局是收藏家 哈哈哈哈 不行了不行了 笑得我肚子疼 妈呀 救命 哈哈哈哈 第417章 清洁协会的阴谋热门推荐 国际决心者交流会议的 会场之中 方浩和杨干等 一众李凡的兄弟们 此时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方浩此时擦擦眼角 强忍住笑 朝李凡问道 凡哥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白天跟兄弟们 在一块办公 晚上就换一身衣服 出去当收藏家了 咱们洗脚洗 一半你出去抽烟 其实都是去当收藏家了 哈哈哈哈 哎呦 我不行了 笑叉气了叉气了 可嗨嗨 方浩笑得咳嗽个不停 旁边的高云雷等人 同样笑得抽抽 过来帮方浩用力拍背 李凡此时仍然是一脸茫然 还没睡醒的样子 点头说道 卧槽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行啊 浩子 我这高低的给你灭口了 此时心中 已经瞬间警惕 掀起了波澜 原来高齐这祸所说的报复 就是这件事 当初在国大报德善四事件中 由于沙马安排的全球直播 李凡的身份 直接暴露在整个清洁协会的高层面前 目前在清洁协会内部 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 他的真实身份 之前就连新路镇魂局 也通过宋联得到了这个消息 甚至通知了中州议常局 全靠着自己守夜人的身份 才把这件事给掩盖了过去 没想到高齐竟然将这件事当作把柄 在生前做下了这个后手 在高齐看来 收藏家在中州议常局之内的潜伏 应该极为重要 所以才将这个当作了自己最后的筹码 只是 没想到最后一战的时候 李凡有些太高估了高齐 直接全力一脚之下 当场把他脑袋给踩碎了 根本没给他威胁的机会 这下子 直接在全球的主要官方觉醒者机构面前 暴露了身份 实在是有些难办 只能努力装傻了 就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难道这个身份要被废弃了 如果这样的话 也实在是麻烦 毕竟深渊之中的那些深渊领主 和至尊主宰们 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信徒 了解现实之中的很多事情 一旦被他们发现情况有变 说不定又要对正欲之主的计划 产生怀疑 高齐给他找了个大麻烦啊 就在这时 新路镇魂局代表团的团长 切尼看向公益君 面色肃然地说道 公团长 这到底是怎 回事 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难道这位李局长 真的是收藏家 新路镇魂局 早就已经得到过宋连的情报 说李凡就是收藏家 只是在通报中州异常局之后 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被中州异常局核查后否定 现在清洁协会的桑国分部 社长高齐 主动将这个情报公之于众 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不同于杨干和方浩等人的调侃 其他机构的决心者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 要敏感得多 很多人已经在第一时间 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隐隐组成一个攻击包围圈 面对着李凡 当然 更多的人则是心里发虚 尽量远离中州异常局的会场区域 靠近出口 方便随时逃走 莫办法 收藏家的凶名时再是太盛 而且据说对方 还是一个残忍的变态 在场的基本都是大国的官方决心者机构 自然都有自己的情报网和信息渠道 对于之前在报德善寺发生的事情 也都有所耳闻 据说收藏家连苏醒的旧神都给图了 赤满屋子人可能都不够收藏家一个人杀的 刚才的消息 要是真坐实了 他们跑都不一定来得及 甚至就连中州异常局其他分局的代表们 此时也都有些警惕地看向李凡 毕竟他们这两天 虽然和这位李局长算是认识了 但还不熟啊 万一呢 旅程此时更是面带惊恐地看着李凡 难难地说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小子有问题 就在这时 龚一军看向新路镇魂局的切尼等人 面色肃然 自证腔圆地说道 绝无可能 这都是清洁协会的余面 李凡李局长 是我们中州异常局的中流砥柱 是一个多次在重大异常感染事件之中 立功的特级英雄模范 中州异常局 不允许任何人给这样一位英雄泼脏水 说到这里 龚一军直接站起身来 腰杆挺得笔直 环顾四周说道 清洁协会作为决心者犯罪组织 他们的话 难道有一个字可信吗 清洁协会者 明显是为了破坏这次的决心者峰会 诸位 切不可上当 龚一军心中此时同样有了判断 他本身对于李凡几位信任 毕竟对方可是经过了守夜人的和验 在他看来 会场之所以会收到来自高齐的这 一条消息 很显然和昨晚李凡所汇报的情况有关 清洁协会内讧 收藏家当场必杀了 很可能属于大幕守势力的高齐导生 而高齐导生一方之前 显然已经知道了李凡和收藏家的关系 为了报复 才弄了这 一出 又或者 在清洁协会内部 收藏家以李凡为幌子 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骗过了高齐导生和大幕守一方 这也能解释 为时 之前新路镇魂局会传来李凡就是收藏家这种消息 因为作为新路镇魂局间谍的教授 同样被收藏家给骗了 而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李凡所说的 自己获得了收藏家的信任 并不是吹嘘 而是事实 这样的话 李凡的价值 就实在是太过重大了 无论如何 都必须把李凡保下来 公益军心中思绪万千 已经瞬间想到了很多 甚至准备直接结束这次参会 当场让普陀僧等人 将李凡护送回中州 只是那样的话 又显得太过重视 可能会让收藏家对李凡的身份产生怀疑 最好还是能在现场说服众人 听到公益军的话 在场很多人的面色也缓乎了许多 毕竟 清洁协会那可是个狡诈阴险的组织 这次他们来参会 在机场就没少受到清洁协会的骚扰 这样一个组织给出的信息 可靠性确实是令人怀疑 只是清洁协会未识 不 不选别人 偏偏选中了李凡 这个李凡 绝对也存在一些问题 之前曾经和李凡发生冲突的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杰克眼睛一眯 大声说道 公团长 这位李局长本身就是你们中州异常局的人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中州异常局 和清洁协会勾结在了一起 听到这话 原本还处于茫然状态的李凡 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抓住机会拍案而起 指着杰克怒骂道 去你妈的 你可以骂我 不能愚昧我们中州异常局 我要真是收藏家 老瓜子给你摘下来 做个仰望星空馅饼 随后一指新路镇魂局 和其他西方机构的一众参会者 继续骂道 还有你们 老子要真是收藏家 你们还能好好活着 也不把自己花生豆大小的脑人 抠出来晒晒 老子进了这 多水 要做盐水花生吗 此时他睡得迷迷邓邓 领口歪斜 袖子上还黏着口水 头发一团散乱 完全就是个地痞流氓的样子 没有丝毫收藏家的气质 在场的一群西方机构的参会者们 被他一通骂气的蹊跷声烟 吹胡子瞪眼 只是一时间心中的疑虑 也打消了大半 就对方这个样子 确实不太像是收藏家 这和传言中 那种精神洁癖的高冷逼格 完全不搭边啊 或许真的是清洁协会故意捣乱 想要破坏这次会议 公益君朝李凡挥挥手道 小李 你先别冲动 随后再次说道 我们中州 异常局与清洁协会 一直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反倒是新路镇魂局 和不列颠特工总局 暗地里没少和清洁协会 联手做一些勾当吧 泽泽 说你们是一敌一友 也不畏过 李局长的身份不容置疑 之前收到某个漏洞出的情报之后 我们中州的守夜人 已经对李局长的身份 进行过详细核验 足以证明李局长的清白 此言一出 中州异常局的一众调查员们 恍然大悟 难怪公益君对于刚才那个消息 根本不屑一顾 原来局里早就安排守夜人 进行过核验 听到这话 之前对李凡梅呢 熟悉的调查员们 此时也都放下心来 毕竟 他们可以不相信公益君 不相信局里的判断 却不能不相信守夜人 这可是中州异常局的传奇 据说早就已经 超越了光明建章禅林 成为了真正的异常局第一人 而且 守夜人可是和收藏家 真正交过手的 与此同时 对于守夜人 有一定了解的各国参会者们 此时也都微微汗手 心中的疑虑打消了大半 毕竟根据他们暗中 得到的情报来看 守夜人甚至比收藏家 还要降大 就连收藏家 也只能暂避守夜人的锋芒 可以说 中州的土地上 清洁协会 一直无法发展壮大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守夜人的作证 新路镇魂局的窃尼 此时则是 闪过了很多心思 其中一个猜测 让他隐隐有些心急 难道 中州异常局 真的和收藏家联手了 这个李凡 是中州异常局 和收藏家之间的联络人 否则的话 实在不好解释这一切 必须要加大情报 搜集力度 散会之后 立刻让桑国 咒树厅 不惜代价 全面配合 同时他自己打心底 也不太相信 这个看起来吊儿铃铛的家伙 会是传说中的收藏家 应该还是清洁协会 为了搅乱这次会议的计策 当下微微点头 说道 既然是贵局的守夜人出手 那看样子这 就是清洁协会的阴谋了 当下 原本紧张的气氛逐渐消散 众人回到了座位上 会议继续 杨干等人 此时仍然有一种荒诞感 私下里继续和李凡 开着玩笑 而其他机构的参会者 虽然还有些狐疑 最后的疑虑 也所剩不多 不足一成了 李凡明白 这次身份暴露危机 算是暂时接过了 不过他的身份 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怀疑 不过这样反倒是好事 回去之后 必然还会受到 中州议长局的审查 而且 由于身份存在问题 很多重要岗位 是绝对不会启用他这种人的 特别是时 地区分局 局长之类的职位 算是因获得福 此时为牺牲电机构的人 已经讲完 换成参国文史局的代表上去演讲 整个会场 虽然还有狐疑的气氛 不过基本算是恢复了平静 参国文史局的演讲内容 十分魔幻 十 历史考证 深渊发源于参国 参国正准备对深渊深移云云 搞得各国的会议代表们 哈哈大笑 现场一片欢快的气氛 刚才关于收藏家的宁众 消散了许多 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就在参国文史局的代表 演讲过半 讲到大参民国从上古时代就开始进行异常清除的时候 身后的屏幕突然又是一阵闪烁 刚才的高齐竟然再次出现在画面之中 就见他神色肃然地说道 我是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社长高齐导生 现在我将公布一个秘密 清洁协会大幕首特使 十二骑士之一的教授 真实身份就是新路镇魂局战争祭司 第418章 还有完莫完了 热门推荐 清洁协会桑国分部大楼 大楼的调度室之中 幽民雨雪珍珠正站在一面巨大屏幕面前 观察着上方的信号情况 十二个小时的倒计时之后 整个桑国分部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让幽民十分疑惑 随后立刻下令调查了整个清洁协会 在桑国的全部机构 很快得知北海道分社的服务器 出现异常启动情况 并获得了那一段信号的内容 正是高齐留下的那一段 揭露收藏家真实身份的影像 在看到这段影像之后 幽民和雪珍珠心急如焚 明白现在收藏家大人 必然陷入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 稍有不慎 很可能会遭到成百上千名官方觉醒者的围攻 哪怕是收藏家大人 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 也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 最关键的是 这一来 大人的计划 可能就要彻底失败了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有些搞不明白 收藏家大人 为时 要潜伏在中州异常局之中 不过想来 必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计划 别的不说 一旦计划失败 他们也要承受大人的怒火 雪珍珠甚至都已经准备直接杀到桑国咒树厅之中 前去接应收藏家大人了 还是幽民的反应更快 立刻要求北海道分社迅速进行配合 同时调前整个桑国分部最精锐的几名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开始制作一段新的影像 一段高期宣布 清洁协会十二骑士之一的教授 真实身份 是新路镇魂局战争祭司的影像 经过了技术手段之后 这段视频很快就已经制作完毕 并且仍然通过北海道分社的服务器 按照原本路径发送了出去 发送完毕了吗 幽民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问道 一旁的技术人员立刻回复道 还一 相关视频已经发送完毕 确认由桑国咒树厅的相关酒店会场接收 并通过控制其后台进行了强制播放 幽民的嘴角终于献出一丝笑容 将翡翠烟嘴送到嘴边清晰一口 喷出一股淡淡的烟雾 接着说道 很好 新的视频很快就能做好了 再过十分钟 进行下一个视频的投放 这次就选那个不列颠特工总局局长秘书杰克 真实身份 是供仪会酒厨的视频 一旁的技术员们 立刻连连点头 飞快敲击着键盘 站在他们身旁的 可是收藏家大人的直属 再加上桑国分部新任社长刚刚上任 这些技术员直接使出了浑身解数 来满足幽民的要求 在生死面前 他们直接发挥出了原本机背的水准 以积分中一个视频的速度铲出住 虽然之前作为普通技术员 他们对于前社长高齐不怎 熟悉 不过经过今天之后 在修改了高齐的视频无数次 连口型都一一进行调整之后 他们对于高齐这张胖脸 可以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看多了都想吐 雪珍珠在一旁笑道 幽民姐姐 真有你的 这 一来 大人的身份暴露 就成了一个笑话了 幽民嘴角微扬 说道 不光如此 咱们本身就掌握了一些其他组织的卧底情况 可以掺杂一些真货进去 也可以根据他们的参会名单编造一些假消息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把水搅浑 大人就安全了 国际觉醒者交流会议的会场之中 众人立刻又是一片哗然 万万没想到 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的高旗 竟然又发来了一段影像 而且这段影像直接宣称 清洁协会十二骑士之一的教授 真实身份 是新路镇魂局的战争祭司 这到底是新路镇魂局 在清洁协会的卧底 还是清洁协会与新路镇魂局 已经联手合作 切尼团长 这到底是谁 情况 希望你能好好解释一下 罗沙圣渝局代表团的团长 弗拉基米尔眉头一皱 朝着新路镇魂局团长切尼问道 切尼脸上的表情变换了数次 随后大声说道 这都是无稽之谈 这是清洁协会的余面 我们新路镇魂局 和所谓的教授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显国皇家驱魔局局长软纹 眼睛一眯 缓缓说道 切尼团长 你这个解释 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没有神 说福利亚 难道你是想说 这一切和刚才 李凡副局长遇到的情况相同 都是清洁协会的余面 切尼面色阴沉 说道 不错 清洁协会的做法 实在是令人不齿 这都是赤裸裸的谎言 我提议 让我们无视这个谎言 继续进行会议 在场众人此时心中一斗丛生 很多人在私底下窃窃私语 一时间 新路镇魂局 反而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只是切尼的话本身也在里 而且所谓的新路镇魂局战争祭司 也根本不在现场 这条消息就算是想深挖 也得等会后了 当下会议继续开始 被打断了演讲的参国文事局代表金申仪 一脸不满 低声说了几句戏巴 又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这次讲的仍然是参国对于开发深渊的构想 认为参国的祖先在八千年前就已经前往深渊定居云云 台下众人都荡向声听 听得满面笑容 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只是刚听了墨击分钟 金身一身后的屏幕再次闪烁 刚刚高齐那张胖脸再次出现了 仍然是刚才类似的话 我是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社长高齐导生 现在我将公布一个秘密 不列颠特工总局局长秘书杰克 真实身份是共一会酒厨 说完之后 视频画面瞬间消失 只是整个会场再次陷入了一片花燃之中 包括维希圣殿机构在内的一些西方机构的成员 此时纷纷站起身来 对不列颠特工总局的杰克 形成了包围之势 甚至连不列颠特工总局内部的很多特工们 此时同样把枪对准了杰克 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主要是 共一会在不列颠和欧陆搞的动静实在是太大 太过惨烈 特别是为西国 离城卢浮宫的毁灭 那个几乎吞掉了半个离城的巨大地下洞窟 据说就和共一会有关 甚至原本的法西反义场总局 也因为在这次战斗之中 损失太过惨重 而直接改组成了维西圣殿机构 隐隐被叫停控制 总之 西方的很多官方觉醒者机构 甚至已经对共一会有些PTSD了 此时听到杰克是共一会酒厨的话 一个个反应极为剧烈 刚才还一脸看戏表情的杰克 此时满脸愕然 看到身边的同僚们 都已经将手中的枪对准了自己 他条件反射式的摸向腰间 就听平的一声 一名为西圣殿机构的骑士 瞬间开枪警告 直接一枪打断了杰克的枪带 杰克连忙举起双手 急切地大喊道 鱼面 这是绝对的鱼面 我怎 可能是神 共议会的酒厨 这是清洁协会的阴谋 他此时感觉自己 简直比斗鹅还怨 本来是吃瓜看戏的群众 突然就成了事件主角了 关键是 那个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的社长 高齐导生分 会知道他 他只是一个局长秘书而已 而且还是刚刚上任末多久的 关键这个高齐导生鱼面 他干实 这人是不是闲的 好在经过了刚才的两件事之后 在场众人对这种事情 已经适应了许多 哪怕对共议会极为仇视 周围众人也都没有冲动动手 为西圣殿机构副团长李昂 看向不列颠特工总局的负责人丹尼尔 面色肃然地说道 丹尼尔 我们需要一个交代 丹尼尔此时眉头紧簇 看向一脸无辜的杰克 说道 杰克 鉴于目前的情况 请你接受审查 也希望你能对特工总局的决策做出理解 说着 使了个眼色 旁边立刻有寄人上前 摸出特制手铐 戴在了杰克的手腕上 显然 不列颠特工总局之前 并没有对杰克进行过自行审查 也就无法证明他的清白 在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社长高齐的这条消息之下 不列颠特工总局 只能秉承住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策略 先把人给抓起来审查再说 毕竟在情报史上 不列颠人可是有投敌的传统 杰克垂头丧气地伸出双手 被人烤上 显然对不列颠特工总局的做法有些失望 口中说道 好吧 好吧 我理解 希望审查能尽快进行 你们是真的一点也不互短啊 该死的官僚作风 会场中此时一片哗然 万万没想到 不列颠特工总局 竟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杰克被暂时勘压 会议继续进行 参国文史局的金身仪 整了整衣服 长舒一口气 张了张嘴 正准备继续自己的大餐民国有酒 历史的演讲 就见身后的屏幕 再次闪烁 紧接着 大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社长 高企导生的大胖脸 再次出现 仍然是刚才的一脸严肃 仍然是相似的开场白 我是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社长高企导生 现在我将公布一个秘密 为西圣殿基构骑士团团长约瑟夫 真实身份是心灵之家邪教的心灵牧师 刚刚张开嘴还没 来得及说话的金身仪 将手中的讲稿 狠狠摔在桌子上 怒骂道 西八 还有完莫完了 第419章 说个笑话 我是收藏家热门推荐 接下来的会议之中 来自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的黑客攻击一直就没有停过 一段段视频不断出现在屏幕上 内容大同小异 全都是高企导生本人的影像 一开始就是面色阴沉的自我介绍 然后说自己要公布一个秘密 紧接着就是某某机构的某某 真实身份是某个决心者犯罪组织的人 诱惑着反过来 很快 几乎每一个官方组织之中 都有一些人被点名 而且基本都是现场的参会人员 根据高企导生所说 这些人全都是某些觉醒者犯罪组织的卧底云云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觉得有些震撼和新奇 到了后面这些视频 已经快变成鬼畜素材了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是白痴也明白 他们被清洁协会给耍了 这根本就是清洁协会在玩他们 最忠目的 显然就是为了破坏这次的国际觉醒者交流会议 当在场的官方机构全部中枪之后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随口爆料的恶心之处 由于爆料人和被爆料人的身份 特别是相互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又让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应对 宁可信其有 不敢信其无 就这 一整 立刻就让很多机构变得方寸大乱起来 桑国咒树厅的会务人员 此时拼命鞠躬 个个儿搞得像是迎兵机器人 只是确丝毫没能解决问题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惊叹查 相关的攻击信号来自于清洁协会桑国分社 在桑国境内的各个据点 对方的技术十分高明 桑国咒树厅这边并不擅长黑客技术 所以也挡不下来 不过他们桑国咒树厅 已经向警示厅报警 让警示厅那边前去交涉 而且等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控告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的违法行为云云 至于直接对清洁协会桑国分部发动攻击 制止他们的行为 对不起 那样不符合桑国法律 因为目前清洁协会桑国分部并 没有进行异常感染之类的违法行为 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所以知规警示厅管 他们咒树厅也管不了 这个操作搞得会场中的各国代表一阵大无语 明显桑国咒树厅是在推卸责任 不过这也是桑国人的习惯做法 众人虽然无奈 却也只能接受 清洁协会的视频 差不多每十分钟左右就发来一个 觉醒者交流会议也暂时休会了 一众参会者就等在会议厅里 想看看接下来那个高企岛声还会报时 撂出来 甚至已经开始在一些参会者之中 出现了私下的赌局 就赌接下来谁会被爆料 等到下午四点左右 众人对高企岛声的嘴脸已经十分习惯 甚至准备开始做鬼畜视频 在这期间 各国的官方机构负责人 纷纷接到了一些电话 陆续献出了燃的神情 到了后面 再看到新的爆料视频 各国官方机构的负责人都已惊处便不惊了 终于 桑国咒树厅咒树总监森野太郎走上台前 先是向在场众人深深鞠躬致歉 口中说道 由于咒树厅的技术水平原因 莫能阻止清洁协会的干扰 影响了这次的会议进程 我代表桑国咒树厅在此申表歉意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随后森野太郎面色肃然 接着说道 刚刚得到的消息 就在昨晚 收藏家抵达清洁协会桑国分部 一举必杀前社长高企岛声 肃清了高企岛声的势力 彻底掌控了整个桑国分部 闹了半天 他们一直看的 都是一个死人录制的视频 不过 看得代表团的负责人们此时 都是一脸淡然 显然之前的电话之中 他们也都通过自己国家的 情报网获得了这个消息 只有苍国文史局等 聊聊几个小国的负责人 此时同样也是一脸震惊 显然是第一次听说 森野太郎接着说道 目前看来 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 这些所谓的爆料信息 完全是清洁协会的阴谋 是没有根据的余面 这应该也是那位收藏家 对本次觉醒者交流大会的挑衅 此时很多人也都已经反应了过来 既然高企岛声已经死了 他所说的话 也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了 而且 收藏家利用高企岛声 做成这种所谓的爆料视频 不光是为了挑衅这次觉醒者交流大会 同样也是对高企岛声的侮辱 哪怕是死了 也要被编尸 无论是对清洁协会内部 还是对参加觉醒者交流大会的官方机构 这都是一种赤裸裸的示威 很多人心中 此时也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不愧是那个传说中的收藏家 三叶太郎继续说道 希望大家不要被敌人所迷惑 影响了我们内部的团结 这也正是邪恶的敌人所想要看到的 那 作为大会主办方 我宣布今日的会议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休整之后 明日再战 说着 再次深深居了一躬 事已至此 各个机构的人都已经明白 一切不过是清洁协会的阴谋 是一场挑衅式的信息陷阱 至于那些被宣布身份的人 显然也都是被诬陷的 刚刚被戴上手铐 或者被控制起来的机人 此时也都被解开了限制 参会者们纷纷离开会场 都觉得有些丢不起这个人 李凡此时已经明白 这一切 显然是幽冥的手笔 在发现了高齐导生留下的报复手段之后 立刻混淆视听 成功将水搅浑 彻底洗脱了李凡的嫌疑 身份泄露的事情 暂时算是结果了 不过以后 必然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想好应对之法 好在目前中州议长局内部 绝对是相信他的 毕竟他的身份 可是得到了守夜人的验证 李凡心中念头电转 桑国这边屁事太多了 而且这 多机构的人都在 人多口杂 待久了容易出事 这边不能再待了 得把这个会议搅黄了 然后尽快回国 李凡迅速做出了决定 今天晚上就揭穿 桑国咒术厅献计封印的把戏 把人给他抓了 彻底搅黄这次会议 会议黄了 也就能回国了 正想着 就见杨干和方浩等人 全都围过来 想要安慰安慰李凡 毕竟刚才搞得有些声势浩大 李凡差点成了众使之的 就连中州异常局的一些人 也都对李凡有些警惕 那种被自己人 用异样目光看住的感觉 十分不舒服的 遇上这种事情 人谁都会有些糟心 凡哥 你也别往心里去 这都是清洁协会的阴谋 兄弟们绝对相信你 就是 凡哥 今晚咱再去放松放松 上回不够彻底啊 这次咱们就个正规放松的地方 十 还女胜就算了 一群人七嘴八舌 安慰着李凡 李凡黑黑一笑 扫尸一圈 说道 说个笑话 我真是收藏家 第四百二十章 交流慧皇的热门推荐 小李哥 我信 我们都信 杨干一本正经的点头说道 其实我也是清洁协会的卧底 我就是清洁协会会长 专门过来调收藏家的 一旁的方号 哈哈大笑着说道 你们甚至都不愿意 喊我一声大木手 普陀僧 此时同样伸过脑袋凑去道 我慈悲 小僧其实是清洁协会 十二骑士之一的僧侣 南无大慈大悲 深渊菩萨 中州一场局 众人瞬间哄堂大笑 很多人被普陀僧斗得 前仰后合 毕竟这和尚 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 没想到 本身还是个乐子僧 听到中州一场局这边传来的笑声 其他机构的代表团之中 此时也都是满脸笑意 相互间开起了玩笑 虽然被清洁协会给耍了 不过这事儿最终还算是有惊无险 捷克等几个被暂时审查的人 也全都解开手铐放了出来 大都是一脸苦涩的笑容 如果这事儿落在其他人身上 那会是个很有趣的笑话 说不定 他们自己也会跟着起哄大笑 不过现在这事儿落到自己身上 那种被自己人怀疑的滋味 让他们根本笑不出来了 只想赶紧回去 喝杯啤酒压压惊 一群人簇拥着李凡 走出会议室 一路调侃 每个人都十分放松 显国皇家驱魔局 局长阮文此时同样凑了过来 作为一个知情者 刚才看到高齐的画面之后 阮文比李凡还要紧张 额头上都在冒汗 毕竟他已经投靠了清洁协会 确切地说是投靠了收藏家 如果收藏家出现了问题 那 他这个皇家驱魔局的局长 很可能也难以保全 万一收藏家恼羞成怒 就这 在现场打起来 到时候 他难道要带着 显国皇家驱魔局的人上前 这重情况下 无论帮哪一方 他这个局长都彻底完了 万万没想到 最后这个在他看来几乎必死的局面 竟然被收藏家给轻松化解 一切都呢 丝华 仿佛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也让他对收藏家的手腕 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本身就有着变态的实力 同时又头脑清醒 阴谋诡计层出不穷 这些所谓的官方觉醒者机构拿石 跟人家斗啊 他就抱紧对方的大腿就对了 李局长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 咱们就正规放松 场地本身是我们显国的 一名商人的产业 算是咱们自己的地盘 里面各种类型的放松 都有 请咱们中州的兄弟们 一定要赏光同趣啊 软文朝李凡产笑着说道 随后 又扫视了一圈李凡周围的这帮兄弟 连忙接着说道 此时 中州议长局的代表们 还有很多没有散去 正在这附近 看到软文对李凡的态度 不由大大惊讶 要知道软文怎 说也是显国皇家驱魔局的局长 是堂堂一国的官方 议长处理机构的总负责人 哪怕显国是一个小国 但是在外交等级上 软文可是和中州 议长局总局长谷江河 是一个级别的 在面对李凡这个的 区局的副局长的时候 竟然会如此的谄媚 那态度甚至都有些 卑躬屈膝了 说是有失国格都行 这足以说明 李凡必然有他的不凡之处 此时 一些了解情况的调查员 也迅速向自己的同僚普及 李凡在显国的战绩 根据显国皇家驱魔局 和中州议长局官方公布的战绩 李凡带领住中州议长局的支援队伍 力破降临会余孽 和清洁协会的阴谋 挽救了整个显国 皇家驱魔局 挽救了曼城 也可以说挽救了整个显国 听到这些成绩之后 很多原本对李凡不了解的调查员 也瞬间对 这位李局长 肃然起敬 毕竟据说 他连觉醒者都不是 根本还是个普通人 这是何等强大的领导力 再加上今天在会场中发生的事情 让整个中州议长局代表团之中 原本对李凡不甚了解的调查员们 此时将李凡李局长这个人 深深记在了心里 这绝对是个人物 同时 很多人也都记住了李凡的新外号 收藏家 听到软文的建议 李凡微微一笑 说道 阮局长 今晚还有些事情要办 就不麻烦您破费了 回头有的是机会 原本对今晚的行动 十分期待的方浩等人一愣 朝李凡问道 凡哥 时 事 需不需要兄弟们帮忙 李凡摆摆手说道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先回去休息了 我这个收藏家 白天在中州议长局上班 晚上还得去清洁协会打工 天天连轴转 铁人也受不了啊 太累了 众人立刻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对李局长的幽默点赞 李凡富贺卓笑了笑 心中迅速分析现在的情况 经过高齐这 一闹 虽然最终被幽民用清洁协会的阴谋 给遮掩了过去 但必然还有 很多人心中存在疑惑 毕竟之前在大报德善寺事件之中 通过全球直播 整个清洁协会 足足有上千名中高层成员 知道了 他的真实身份 谁也无法保证 清洁协会内部 没有其他组织的卧底 毕竟在异常频发的大事之中 各个组织相互之间的渗透和测凡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毕竟这重视后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之前新路镇魂局 已经得到了相关消息 虽然被自己一手艺人的身份给破解 很难保证 很难保证没有其他组织也得到确定的消息 只要和今天高企岛上的视频相互印证一下 自己这个收藏家的身份很容易就会直接坐实 今天的鬼畜视频演示计划也会被拆穿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身在中州还好说 毕竟有首艺人可以无限背书 在异国他乡 就不好办了 虽然早就已经做好了收藏家的身份暴露 舍弃异常局西南局副局长李凡这个身份的打算 李凡还是想要能拖就拖 最好拖到自己退休老死 这个会 不能再开了 必须给他搅黄了 毕竟他是清洁协会的东方牧区牧首 搅黄这次的国际觉醒者交流大会 也是他这个牧首的职责所在 至于怎 搅黄也很简单 反正已经发现了桑国咒树厅的阴谋 他今天晚上就直接把桑国咒树厅的阴谋给揭穿 捉贼当街 抓奸在床 直接把事情闹大 桑国咒树厅作为主办方 一旦出现这种拿参会人员献祭的丑闻 这次的会议也就彻底黄了 哪怕回头再开会 也不会在桑国举办 反正下次开会 他说时也不参加了 至于须左时 等回到中州之后 自己过来捋个油顺道 把他给弄出来 也默认注意 悄陌生的就把事情办了 岂不美哉 众人一起到酒店餐厅吃了自助餐 也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当然 大部分参会者选择晚上出去感受夜生活 也让整个酒店里面空了不少 李凡吃完了饭 并没有直接回自己的房间 而是出门溜达了大半个小时 并且尽量隐藏了自己的行踪 随后才回到酒店 再次来到龚一军的房间外 敲响了房门 这一次 龚一军迅速开门 让李凡进去 小李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凶险 刚开始我差点以为你的卧底身份 被收藏家识破了 龚一军看着眼前的李凡感慨道 对于收藏家必杀高齐导生的事情 整个会场之中 龚一军算是除了李凡之外 最早知道的 当看到屏幕上高齐导生说出 李凡就是收藏家的话 龚一军心中瞬间一紧 有了守夜人的背书 龚一军自然不会相信 李凡就是收藏家 只是出现这个内容 很可能说明 李凡被收藏家所识破 对方将他当作了弃子 当然 还有一个可能 高齐导生得知了 李凡与收藏家的关系 提前设局 想要减除收藏家的语意 不管哪一个 对李凡都极为不利 好在后面出现的各种混杂的信息 这反而成了收藏家 对李凡身份的保护 说明李凡还很安全 龚一军这才长出一口气 李凡面色郑重地点头说道 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 这很可能是收藏家 通过这种方式 来搅乱整个会议的计策 之所以把我推上风口浪尖 反而是对我的一种保护 龚一军深以为然 果然收藏家不愧变态之名 做事的方法 也让人摸不清套路 诡异莫测 李凡接着说道 我来找您 主要是刚才 又从清洁协会的渠道 得到了一条消息 十分重要 按照收藏家的意思 他想让我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 将这条消息 直接传递给您 龚一军神色一素 说道 是 消息 李凡面色正重 说道 这是一条足以将本次会议彻底终结的消息 三国咒书厅 一直都在利用参会人员 进行某重献计议事 之前死去的参会人员 都是因为献祭而死 工局 清洁协会 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啊 听到这话 龚一军面色变换 随后缓缓说道 不错 确实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三国咒书厅 作为主办国者 只要公之于众 这次会议就彻底黄了 而我们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又必然去揭穿 三国咒书厅 毕竟事关整个代表团的安全 而且 我们中州一场局 也乐得看到事情这 发展 眼见李凡有些疑惑 龚一军向他解释道 本来这次的决心者国际交流会议 无论是新路镇魂局 还是中州一场局 乃至其他的几个大国机构 都在努力争取主办权 毕竟会拥有主场优势 而且也是国际影响力的表现 但各国争执不下 最终才在新路镇魂局的力挺下 选择了三国咒书厅这个折中方案 只是三国本身就是新路的仆从国 同样让新路拥有了一定的主场优势 对我们的谈判不利 现在既然三国咒书厅有问题 那必然会重新举办会议 会议地点的选择权 就落到我们中州这边了 新的举办地再差 也能选个清国或者显国那边 如果能在中州 那就更好了 听到这话 李凡连连点头 国际政治侦探 复杂 好在这些事儿 不用他去管 当下说道 公爵 按照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今天晚上 三国咒书厅还会搞活人陷阱 龚义军的目光瞬间变得凌厉 点头道 很好 你现在就召集普陀僧 和狗伐科他们击人 人手尽量在十人以内 竞选精锐 今晚就去抓人 第421章 死亡笔仙 录像带热门推荐 夜已经深了 新路镇魂局探员安德鲁 在酒吧里面狂欢到深夜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摇摇晃晃回到了酒店 由于酒精的刺激 他此时仍然处于半醉的兴奋状态 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呼小叫 如果不是酒店房间 都经过了特殊的隔音处理 他早就已经吵醒了周围其他房间里熟睡的人 今晚桑国咒书厅的 接待人远给他们新路镇魂局的探员们 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不仅有限制级的舞蹈 还有神 大开腿之类的表演 看得安德鲁热血沸腾直呼过瘾 如果不是喝得实在太多 整个人暂时丧失了能力 他怎 也要再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桑国 实在是个好地方啊 特别 是他们新路镇魂局 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 那些桑国人 又和气又听话 简直就像是一群他妈的听话的黑奴一样 把他安德鲁大爷 伺候得舒舒服服 在新路镇魂局里面 他本身只是一个非觉醒者普通探员 在新路那边也不怎 受到重视 而来到桑国之后 他终于感受到了 觉醒者所受到的优待 到底是怎样的 借着酒劲 安德鲁妈妈咧咧地说道 如果当年能早点发现这些桑国人 新路的棉花田里 就没有其他人的影子了 真是一群好用的混蛋 待会儿再给那个石 龟爷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送几个女人过来 嗯 东方的女人皮肤最好 都像是小孩子一样 实在是 实在是 就应该多在桑国建一些军事基地才行 他一边嘟囔着 一边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抬头一看 眼前的茶几上 赫然放着一盘写着夜间娱乐 内部资料的光盘 安德鲁眼前一亮 他正找不到地方卸火 竟然就看到了这种光盘 一直以来他也都知道 桑国这方面的产业十分发达 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名声 甚至对邻国和全世界范围内 都形成了碾压式的文化输出 既然这个光盘能放在这里 而且上面还写着夜间娱乐 内部资料一行字 其中的意思也不言自明了 而且安德鲁在看到这光盘的第一眼 就有一种立刻播放他的冲动 事已至此 安德鲁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拿起光盘 摇摇晃晃走到电视下面的DVD前 打开DVD 将光盘塞了进去 按下播放键 他开始贪婪地盯着电视屏幕 生怕错过了十 同时 双手开始解开裤腰带 将外裤脱了下来 随后跑到浴室里面 找到了一盒润滑油 全都搓在了手心里 整个人四仰八叉的摊 坐在沙发上 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脸上献出痴汗的笑容 屏幕上最先出现的是一片密林 这是从高空中俯瞰的场景 如同贴着树林飞行的视角 佩勒则是比较舒缓的当情曲 安德鲁面带微笑的点点头 很好 看样子是个剧情片 这些东方人拍的片子 还是很有深度的 哪怕是这种电影 里面的人物也都是有角色 有灵魂有感情的 不像是西方的电影 10 X10 RG的 连点剧情都没有 完全是野兽一样的动物世界 他可是高贵的安德鲁先生 是一个绅士 还是更喜欢这种剧情片 正想着 电视屏幕之上的镜头 再次转换角度 这次直接从俯拍来到了 与地面平齐的视角 仿佛一个人在地面行走 进入密林之中朝前面推进 很快 镜头已经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废弃伐木场的地方 周围是一些工具和仓库 镜头则停在一个水泥胶筑而成的景台前 这景台之上 还有一些绿色的青台 看上去应该是二战之前的产物 起码有个几十年上百年了 安德鲁再次变得兴奋起来 按照正常的这种电影剧情 待会儿就应该出现两个男女主角 又或者是一个女主角和很多男主角 然后大家在这种密林中荒凉的废弃场地 开始一场淋雨肉的交融 这种野外场景 正好是他的爱好 只是他等了一会儿 却仍然没有丝毫人影出现 反而是镜头继续向前拉近 很快那个景台已经占据了整个屏幕 十分显眼 与此同时 安德鲁也感受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眼前的屏幕之中仿佛散发出一股恐怖的犀利 将他的视线牢牢粘在那里 他想要转头 却发现自己的脑袋 似乎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捏住 让他根本无法转动 安德鲁瞬间全身冒汗 酒醒了大半 作为新路阵魂局的探员 他此时立刻明白 自己这是受到了异常精神浮射的影响 他想要大喊呼救 却发现自己根本连喊都喊不出来 眼睛也根本闭不上 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定在了那里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破旧的景台 光盘 影像 景台 强制观看 猛然间 安德鲁的脑海中突然闪过 之前在新路阵魂局中听过的一些传说 他有一个同事叫田忠 祖上是桑国人 没少跟他讲桑国这边的怪谈 这其中就有一个名为死亡录像带的恐怖传说 据说 只要看了死亡录像带 很快就会极为凄惨地死去 在这死亡录像带中 有一个名为真子的女鬼 会直接钻进人的心脏 将人的心脏称暴索命 面对死亡录像带的人 根本连逃跑都不可能 只能眼睁睁看着真子将自己的心脏撕碎 再联想到 昨天莫名其妙死亡的那几个人 安德鲁瞬间明白 他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瞬间 安德鲁的眼泪都下来了 忍不住想要嚎啕大哭 却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只能无声抽烟 终于 那镜头再次向前一推 将整个景台彻底放大 似乎也宣告了最终的审判 在安德鲁颤抖的目光之中 一只苍白没有血色的手 从那深井之中探了出来 攀住了景台的边缘 随后是一头乌黑的长发 遮住了面庞 一身带着血迹的惨白衣衫 身形扭曲的女子 从井里爬了出来 安德鲁感觉自己 已经要吓尿了 绝望瞬间涌上了心头 紧接着 安德鲁看到了这女鬼的另一只手 在这只手中 赫然拿着一只 一只铅笔 随后就见这女鬼攥住铅笔 在景台上写写画画 似乎在画圈 一个古怪的 如同很多小孩一起说话的声音 在风中传来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若想与我续缘 请在纸上画圈 安德鲁顾不得思考 就感觉自己的右手 仿佛受到了控制一样 不由自主地 拿起旁边桌子上的一只笔 开始在自己的腿上画圈 这 这到底是怎 回事 死亡露香袋里面 不是真子吗 为时 为时 会是笔仙的设定 安德鲁面色惨白 全身颤抖 一点点在自己腿上画圈 以精化的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随后他就见那手拿铅笔的长发女人 开始从电视里面爬了出来 隔壁的房间之中 听着安德鲁房间中的动静 手拿魂平的龟 也面露冷笑 这个新路阵魂居的安德鲁 虽然是个蠢货和色胚 却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忌品 这种没脑子的忌品 是最容易寻找的 而很快 安德鲁就会被死亡录像带杀死 精神体成为封印虚左的忌品 按理说是这样的 只是当安德鲁死亡的时候 他的精神体会被龟也抽取 收容在魂平之中 让封印献祭无法完成 等到这样失败的献祭一事 再来上十几次 高天元的封印就会彻底破碎 虚左也将从富山火山之中的封印里走出来 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青年军联合黑龙会 借用高天元诸神的力量 彻底复兴皇国的时候 估计用不了多久 真子就会杀死里面的那个安德鲁了 真不知道 当咒术厅那帮老不死的 发现他们的封印计划彻底失败的时候 表情到底会有多 精彩 就在龟也心中窃喜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从隔壁安德鲁的房间传来 似乎有时 人踹开了房门 紧接着 就是一阵嘈杂的呼喊声 果然有一场感染源存在 有女鬼的气息 让那女鬼跑了 这个是新路镇魂居的安德鲁吧 好像已经吓傻了 把自己的腿都戳烂了 这是神 鬼东西 死亡比仙鹿像淡 咱们局里的情报 也太准了 我慈悲 旁边有人躲在这里 孽障 还不束手就擒 龟也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声 如同狮吼般的爆喝声传来 让他整个人都猛的一晕 紧接着就感觉到 他已靠着的墙壁 如同火山喷发般猛然炸裂 巨大的撞击力和爆破力 将他如同沙袋一样撞出去 狠狠撞在另一侧的墙壁上 紧接着口吐仙血弹到了地板上 巨大的轰鸣声中 刚才那面墙 直接被撞了一个 直径两三米的大洞 严沉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的和尚 从那墙洞中走进来 紧接着是一群中周异常局的人 这些人各个面带好奇的神色 似乎早就已经料到了 龟也躲在这里 也料到了死亡录像带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次准备已久的行动 他们就是冲着死亡录像带来的 那个和尚 就是他们的行动主力 领头的那人面带微笑 好像正是那个李凡 这些人朝着地面上一看 立刻纷纷洗心余色 高喊道 是桑国咒术厅的人 对对对 是那个龟也 果然有阴谋 这下看咒术厅子 迪赖 龟也心中一急 直接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第421章 就由我来揭穿阴谋 夜已经深了 新路镇魂局探员安德鲁 在酒吧里面狂欢到深夜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摇摇晃晃回到了酒店 由于酒精的刺激 他此时仍然处于半醉的兴奋状态 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呼小叫 如果不是酒店房间都经过了特殊的隔音处理 他早就已经吵醒了周围其他房间里熟睡的人 今晚桑国咒树厅的接待人 远给他们新路镇魂局的探员们 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不仅有限制级的舞蹈 还有神 大开腿之类的表演 看得安德鲁热血沸腾 直呼过瘾 如果不是喝得实在太多 整个人暂时丧失了能力 他怎 也要再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桑国 实在是个好地方啊 特别是他们新路镇魂局 在这里基本上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 那些桑国人又和气又听话 简直就像是一群他妈的听话的黑奴一样 把他安德鲁大爷伺候得舒舒服服 在新路镇魂局里面 他本身只是一个非觉醒者普通探员 在新路那边也不怎 受到重视 而来到桑国之后 他终于感受到了 觉醒者所受到的优待到底是怎样的 借着酒劲 安德鲁妈妈咧咧地说道 如果当年能早点发现这些桑国人 新入的棉花田里 就没有其他人的影子了 真是一群好用的混蛋 待会儿再给那个石 龟爷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送几个女人过来 嗯 东方的女人 皮肤最好 都像是小孩子一样 实在是 实在是 就应该多在桑国建一些军事基地才行 他一边嘟囔着 一边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抬头一看 眼前的茶几上 赫然放着一盘写着夜间娱乐 内部资料的光盘 安德鲁眼前一亮 他正找不到地方卸火 竟然就看到了这种光盘 一直以来他也都知道 桑国这方面的产业十分发达 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名声 甚至对邻国和全世界范围内 都形成了碾压式的文化输出 既然这个光盘能放在这里 而且上面还写着夜间娱乐 内部资料一行字 其中的意思也不言自明了 而且 安德鲁在看到这光盘的第一眼 就有一种立刻播放他的冲动 事已至此 安德鲁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拿起光盘 摇摇晃晃走到电视下面的DVD前 打开DVD 将光盘塞了进去 按下播放键 他开始贪婪地盯着电视屏幕 生怕错过了十 同时 双手开始解开裤腰带 将外裤脱了下来 随后跑到浴室里面 找到了一盒润滑油 全都搓在了手心里 整个人四仰八叉的摊 坐在沙发上 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脸上献出痴汗的笑容 屏幕上最先出现的是一片密林 这是从高空中俯瞰的场景 如同贴着树林飞行的视角 佩勒则是比较舒缓的当情曲 安德鲁面带微笑的点点头 很好 看样子是个剧情片 这些东方人拍的片子 还是很有深度的 哪怕是这种电影 里面的人物 也都是有角色 有灵魂 有感情的 不像是西方的电影 10 X10 R 这的 连点剧情都没有 完全是野兽一样的动物世界 他可是高贵的安德鲁先生 是一个绅士 还是更喜欢这重剧情片 正想着 电视屏幕之上的镜头 再次转换角度 这次直接从俯拍 来到了与地面平齐的视角 仿佛一个人在地面行走 进入密林之中 朝前面推进 很快 镜头已经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废弃伐木场的地方 周围 是一些工具和仓库 镜头则停在一个水泥胶柱 而成的景台前 这景台之上 还有一些绿色的青台 看上去应该是二战之前的产物 起码有个几十年上百年了 安德鲁再次变得兴奋起来 按照正常的这种电影剧情 待会儿就应该出现两个男女主角 又或者是一个女主角 和很多男主角 然后大家 在这种密林中荒凉的废弃场地 开始一场淋雨肉的交融 这种野外场景 正好是她的爱好 只是她等了一会儿 却仍然没有丝毫人影出现 反而是镜头继续 向前拉近 很快那个景台 已经占据了整个屏幕 十分显眼 与此同时 安德鲁也感受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眼前的屏幕之中 仿佛散发出一股恐怖的犀利 将她的视线 牢牢粘在那里 她想要转头 却发现自己的脑袋 似乎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捏住 让她根本无法转动 安德鲁瞬间全身冒汗 酒醒了大半 作为新路镇魂局的探员 他此时立刻明白 自己这是受到了 异常精神浮射的影响 他想要大喊呼救 却发现自己根本 连喊都喊不出来 眼睛也根本闭不上 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定在了那里 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个破旧的景台 光盘 影像 景台 强制观看 猛然间 安德鲁的脑海中突然闪过 之前在新路镇魂局中 听过的一些传说 他有一个同事叫田中 祖上是桑国人 没少跟他讲桑国这边的怪谈 这其中 就有一个名为 死亡录像带的恐怖传说 据说 只要看了死亡录像带 很快就会极为凄惨地死去 在这死亡录像带中 有一个名为真子的女鬼 会直接钻进人的心脏 将人的心脏称暴索灭 面对死亡录像带的人 根本连逃跑都不可能 只能眼睁睁看着真子将自己的心脏撕碎 再联想到 昨天莫名其妙死亡的那几个人 安德鲁瞬间明白 他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瞬间 安德鲁的眼泪都下来了 忍不住想要嚎啕大哭 却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只能无声抽烟 终于 那镜头再次向前一推 将整个景台彻底放大 似乎也宣告了最终的审判 在安德鲁颤抖的目光之中 一只苍白没有血色的手 从那深井之中探了出来 攀住了景台的边缘 随后是一头乌黑的长发 遮住了面庞 一身带着血迹的惨白衣衫 身形扭曲的女子 从井里爬了出来 安德鲁感觉自己 已经要吓尿了 绝望瞬间涌上了心头 紧接着 安德鲁看到了这女鬼的另一只手 在这只手中 赫然拿着一只 一只铅笔 随后就见这女鬼攥住铅笔 在景台上写写画画 似乎在画圈 一个古怪的 如同很多小孩一起说话的声音 在风中传来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若想与我续缘 请在纸上画圈 安德鲁顾不得思考 就感觉自己的右手 仿佛受到了控制一样 不由自主地 拿起旁边桌子上的一只笔 开始在自己的腿上画圈 这 这到底是怎 会是 死亡录像带里面 不是真子吗 为时 为时 会是笔仙的设定 安德鲁面色惨白 全身颤抖 一点点在自己腿上画圈 以精化的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随后 他就见那手拿铅笔的长发女人 开始从电视里面爬了出来 隔壁的房间之中 听着安德鲁房间中的动静 手拿魂瓶的龟 也面露冷笑 这个新路镇魂局的安德鲁 虽然是个蠢货和色胚 却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忌品 这种没脑子的忌品 是最容易寻找的 而很快 安德鲁就会被死亡录像带杀死 精神体成为封印虚左的忌品 按理说是这样的 只是当安德鲁死亡的时候 他的精神体会被龟也抽取 收容在魂平之中 让封印献祭无法完成 等到这样失败的献祭一事 再来上十几次 高天元的封印 就会彻底破碎 虚左也将从富山火山之中的封印里走出来 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青年军联合黑龙会 借用高天元诸神的力量 彻底复兴皇国的时候 估计用不了多久 真子就会杀死里面的那个安德鲁了 真不知道 荡昼书听那帮老不死的 发现他们的封印计划彻底失败的时候 表情到底会有多 精彩 就在归也心中窃喜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从隔壁安德鲁的房间传来 似乎有时 人踹开了房门 紧接着 就是一阵嘈杂的呼喊声 果然有一场感染源存在 有女鬼的气息 让那女鬼跑了 这个是新路镇魂局的安德鲁吧 好像已经吓傻了 把自己的腿都戳烂了 这是神 鬼东西 死亡比仙鹿像带 咱们局里的情报 也太准了 我慈悲 旁边有人躲在这里 孽障 还不束手救急 鬼也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声 如同狮吼般的爆喝声传来 让他整个人都猛得一晕 紧接着就感觉到 他已靠着的墙壁 如同火山喷发般猛然炸裂 巨大的撞击力和爆破力将他如同沙袋一样撞出去 狠狠撞在另一侧的墙壁上 紧接着口吐仙血弹到了地板上 巨大的轰鸣声中 刚才那面墙直接被撞了一个直径两三米的大洞 阎晨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的和尚从那墙洞中走进来 紧接着是一群中州异常局的人 这些人个个面带好奇的神色 似乎早就已经料到了 龟爷躲在这里 也料到了死亡录像带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次准备已久的行动 他们就是冲着死亡录像带来的 那个和尚 就是他们的行动主力 领头的那人面带微笑 好像正是那个李凡 这些人朝着地面上一看 立刻纷纷洗心余色 高喊道 是桑国咒术厅的人 对对对 是那个龟爷 果然有阴谋 这下看周术厅子 抵赖 龟爷心中一急 直接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第422章 当场抓获 国际觉醒者交流会议接待酒店 新路镇魂局所在的楼层 新路镇魂局代表团团 常窃尼所在的总统套房之中 一群新路镇魂局的干部 此时正齐聚一堂 召开一次小型的内部会议 经过了今天 在会场之上的闹剧之后 窃尼内心的忧虑 不减反增 此时他面前的墙壁上 正挂着一个新路镇魂局 内部专用的便携式书写屏幕 屏幕上正写着几型字 1.亚历山大 宋联向新路镇魂局汇报 李凡就是收藏家 2.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前社长高齐导生宣称 收藏家就是李凡 3.中州 异常局对于这个消息 采取不认同和无视的态度 并在关键时刻为李凡辩解 4.中州异常局的最强战力 首页人曾与收藏家激战 首页人为李凡背书 中州异常局撒谎的可能性不高 5.高齐导生 昨晚已经被收藏家 必杀在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 6.昨晚李凡 离开了会议酒店 去向不明 7.在第一个视频之后 过了十几分钟 清洁协会 三国分部 才开始持续发送新视频 并且新视频的内容真假参半 根据对接获的几个视频 进行分析 视频经过了后期处理 后期视频 更像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行为 8.根据收藏家 以往所表露出的性格分析 其潜伏在中州异常局的可能性 极低 并且此行为 没有任何意义 9.清洁协会内部消息 清洁协会大幕首宇 新任东方幕首收藏家之间 出现裂痕 并有矛盾激化的趋势 10.中州 作为清洁协会 东方幕区的一部分 从未出现 清洁协会策划的 大型异常感染事件 切尼的周围 此时是新路镇魂局 代表团的几名股前 都是觉醒者 看着眼前屏幕上的这些消息 一群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终于 新路镇魂局代表团副团长 新路镇魂局行动处处长克里斯 打破了沉默 缓缓说道 副局长先生 根据这些现有信息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中州异常局 已经与清洁协会 东方幕区联手了 确切地说 是与收藏家的势力 达成了同盟关系 只有这个答案 才能完美地解释上面的这些信息 周围的众人 有不少都缓缓点头 他们同样 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此时克里斯的话 更是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同位副团长的 新路镇魂局东方战略 处处长飞利浦 此时点点头 说道 我之前和那个李凡 有过一面之缘 从他的表现来看 完全就是个花花公子 加无赖的混合体 根本不可能是 以精神洁癖著称的 变态收藏家 他所说的一面之缘 就是在银座海女圣的现场 和李凡碰面的那一次 当时整个新路镇魂局 弄得一鼻子灰 简直是沦为了笑柄 不过也让菲利浦对李凡印象深刻 欠你点点头 说道 我想 诸位应该也得出了相关结论 我让局里的情报中心 整理了这个李凡之前的相关信息 发现他在中州一场局 就是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 却又连续立下大功 升迁的速度 堪比作火箭 同时他多次 与顶头上司一场局 西南局局长召一封 发生了激烈冲突 偏偏每次都能化险位移 这种尖锐的性格 按理说 很难得到升迁 除非 这些尖锐之处 这些矛盾 本身是一场局内部 为他做的掩护 他在暗中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 说到这里 切尼停下不说 将询问的目光 看向了在场的一众手下 特别 是一些年轻人 希望启发大家的思路 果然 一名年轻探员 不负众望的开口说道 比如 中州一场局 与收藏家之间的联络员 一个同时得到中州一场局 和收藏家信任的角色 切尼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赞许 微微点头说道 很有可能 根据总部的模型分析 这个可能性 高达86.79% 在场的众人 全都露出了然之色 以精顺间给李凡的真实身份 做了定性 切尼环顾四周 接着说道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我新路震魂局 和清洁协会之间的关系 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 哪怕在初期 可能存在一些暗中的合作 现在却已经完全到了 视同水火的程度 也正因此 清洁协会内部的消息 特别是关于收藏家的消息 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如果清洁协会东方牧区 与总部之间 发生分裂甚至战争 那我们 就可以从容选择 可以支持的一方 甚至找机会 在他们两败俱伤之后 全部吞下 中州异常局 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 这个李凡就十分关键 无论是破坏中州异常局 与收藏家之间的合作 还是了解清洁协会内部情况 亦或是与收藏家 或清洁协会大牧手之间 进行合作 我们都必须将这个李凡掌控 在自己的手中 周围的新路阵魂局探员们 纷纷神色一阵 明白切尼要说到关键点了 切尼随后继续说道 那 我宣布 在接下来的会议期间 寻找一切方法 不露痕迹的控制 或者直接绑架李凡 必要时可以动用精神体 深度挖掘机器 获得我们想要的信息 当然 这一切都要和新路阵魂局 撇开关系 我们现在还不能和 中周一场局开战 一旦有人在行动过程中 被对方抓获 新路阵魂局 将不承认他的行为 并将之视为叛国 明白了吗 在场的探员们 纷纷点头 在他们看来 这个李凡 哪怕是一个隐藏了 自身实力的觉醒者 也根本强不到哪里去 面对新路阵魂局的强大阵容 对方根本没有石 反抗的余地 石 绑架 暗杀 颠覆政权 散布异常 他们新路阵魂局前的多了 这都是基本操作罢了 只要能控制对方一个小时的时间 精神体深度挖掘机器 足以将对方脑子里所有的信息都掏出来 至于掏完之后 对方的精神体魄碎整个人可能会当场死亡 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了 新路阵魂局时 时候再遇过这些 眼看众人全都明白了任务情况 切尼点头道 很好 桑国咒树厅也会配合我们 放手去 一句话还莫说完 就听轰的一声巨响 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似乎有时 重型机械在拆房子 紧接着就是一阵喊叫声传来 原本平静的酒店瞬间变得一片嘈杂 切尼眉头一皱 看向众人 说道 去看看 众人立刻迅速起身 开门鱼灌而出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而去 就见走廊里很多房间的门此时同样打开 不光是新路阵魂局 其他各国的很多机构人员 此时或是从睡梦中醒来 或是根本没睡 全都一脸疑惑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有很多人已经一边穿衣服 一边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而声音传来的区域 正是新路阵魂局的普通探员所居住的区域 一时间 走廊里全是人 朝着那个房间涌去 电梯和楼梯那边也传来响动 很多在其他楼层的人员 同样匆匆赶过来 想要看看 发生了时 是 毕竟昨天刚刚发生了几名参会人员 神秘死亡的事件 很多人心中也十分警觉 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 纷纷嚷嚷着往前跑去 龟爷所在的房间里 李凡装作茧 的样子 随意在房间的角落里看了看 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 随手将茶几上的一支笔揣进了口袋里 今天得到公一军的授权之后 他立刻组织相关人手 形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 就在自己的房间里 一边打牌打麻将 一边等待动手时机 再打了十几圈麻将 赢了不少钱之后 李凡的手机微微震动 他借口上厕所 立刻在手机视频里面 和真子进行了沟通 得到了真子的通报 死亡录像带再次启动 地点就在新路镇魂局 居住区的某个房间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李凡没有丝毫犹豫 先回到麻将捉糊了一把 随后连忙带着 众人前来抓现行 果然 死亡录像带的诅咒 正在释放的过程中 整个房间里 都是笔线的异常精神辐射 那个新路镇魂局的安德鲁 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画圈了 最关键的是 直接在隔壁房间 抓到了躲在那里的龟业 这可是桑国咒术厅 迎宾客的职员 而且当场还查获了一些 明显是咒术物品的设备 这下子 桑国咒术厅 就算是想抵赖 都没有办法了 正想着 一阵嘈杂的声音 还有纷乱的脚步声 从外面传来 随后 当先一群各个机构的人 冲进了房间 看到墙上的大洞 还有李凡等中州异常局的调查员之后 这些人不由一愣 李凡随后 义正言辞地说道 桑国咒术厅 作为东道主 竟然暗中使用咒法 谋害参会代表 行为卑劣 幸好我们中州异常局 普陀大师提前察觉 当场抓获了龟业 拯救了一名代表的生命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 听到李凡的话 不由一片哗然 他们都是异常处理方面的行家 此时立刻感受到了房间之中 残存的异常精神辐射 再看看满是雪花的电视机屏幕 以及刚刚弹出来的那张光盘 还有被床单五花大榜的龟业 以及旁边的魂屏 哪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事 新路镇魂局的机人 面色古怪地看了看李凡 随后冲进了隔壁房间之中 来到坐在沙发上的安德鲁面前 安德鲁 安德鲁 新路镇魂局的机人 用力摇晃着安德鲁 同时看到了安德鲁血肉模糊的大腿 只是此时 安德鲁已经受到了深度感染 无论他们怎 摇晃都没时 反应 菲利普扒开安德鲁的眼皮 仔细看了看他的瞳孔 随后微微摇了摇头 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第423章 桑国咒术听荣誉总监李凡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 不由全都炸了锅 桑国咒术厅迎宾客的龟也 他们很多人都认识 毕竟这个龟也本身也负责会晤 只是谁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案中下手害人 本身这就是桑国咒术厅的主场 主办方在会场酒店 直接对餐会人员下死守 这特娘的还有没有天理了 桑国咒术厅这是要上天啊 本来昨天死了好几个人就已经是人心惶惶了 桑国咒术厅还信誓旦旦鞠躬道歉 说要彻查并且保证大家的安全 现在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桑国咒术厅自己搞的鬼 再加上今天会场上 对方联青节协会的黑客攻击都应付不了 很难让人不产生其他的联想 新路镇魂局的几名年轻探员当场爆粗道 法克当初就应该多丢几枚核弹过来 把这些人渣全都烧成灰 可怜的安德鲁 他才刚刚做了孩子的继父 甚至还没来得及感受生活 就这离开了 让那些桑国的矮子们出来切负谢罪 之前就死过人的不列颠特工总局 和维希圣殿机构的众人同样议论纷纷 桑国举办这次觉醒者交流会议 就莫安时 好心 这次会议不能再开下去了 是时候重新选择会议的点了 必须向桑国咒术厅所赔 让森野太郎出来磕头赔罪 听到这些义愤填膺的呼喊 李凡不由面露喜色 妥了妥了 这下子这次的国际交流会议 要彻底黄了 回头怎 也得重新更换会议地点 不过 不管下次在哪里开会 等到回到中州之后 他就把头一缩 打死也不参加了 谁爱开会谁开 反正和他理副局长没时 关系 回头他再找个机会 借着旅游的名义 来一趟桑国 到富山火山那边 把事情给办了 悄悄把须左放出来 谁都看不现 他和须左之间发生的事情 岂不美哉 正想着 就听有人高声喊道 森叶太郎来了 众人连忙转头看去 就见人群分开一条通道 西装革履的森叶太郎 在数名桑国咒树厅高层的簇拥下 来到了现场 他们锁过之处 各国的参会者 全都面露愤怒和鄙夷之色 对桑国咒树厅 以荆棘为不满 森叶太郎等人 还没有走到房间里 已经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大声说道 桑国咒树厅 必须留我们一个说法 谢责 谢责 谢负 你们这些刽子手 这是对各国赤裸裸的宣战行为 森叶太郎身边的几名年轻的桑国人 立刻抬头 想要对说话的人进行呵斥 只是看到周围众人杀人一样 愤怒的目光 这几人瞬间又尾了 连忙将头一缩 有些点头哈腰的 看着周围的人陪笑 桑国咒树厅 可以说是颜面尽失 看到这一幕 李凡心中一喜 桑国咒树厅这一波 算是彻底完了 说不定还要接受各国的联合调查 连新路镇魂局 都已经怒不可遏 毕竟 这次出问题的 就是新路镇魂局的人 面对群情激愤 咒树总监森野太郎 一直眉头紧簇 并没有说实 此时 新路镇魂局的团长切尼 以及中州异常局的工艺军 还有为西圣殿机构 不列颠特工总局等 代表团的负责人 也都以经路续感到 就站在门口 看着森野太郎 切尼面色肃然地说道 森野先生 这件事情 桑国咒树厅 必须给出一个 令人满意的答案 还一 森野太郎 朝着眼前的鸡人 深深居了一躬 面色肃然地说道 出现了这种事情 真的是十分抱歉 希望朱军能够谅解 我们桑国咒树厅 一定全力开展调查 说住 森野太郎走进了房间 再看到了一片雪花的电视屏幕 还有已经变成痴呆的安德鲁后 森野太郎都显得十分平静 哪怕当他看到口吐鲜血 蜷缩在地上的龟野 表情也没有丝毫波澜 只是当他看到龟野面前的 经过改装的魂屏之后 面色瞬间变换 眼神中终于现出了震惊之色 森野太郎已经瞬间认出 这是用来收取祭品精神体的魂屏 一旦祭品精神体被收取到魂屏之中 献祭一事也就彻底失败 根本无法加固高天元的封印 高天元被封印的诸神 很可能冲破封印来到现实之中 龟野 是个混蛋做的好事 森野太郎血压飙升 心中瞬间转过了各种念头 随后又迅速做出了决定 龟野敢暗地理着 必然不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主张 在他的背后 应该还有其他人 必须将龟野关起来子细拷问拷问 找出咒树厅内部想要搞破坏的家伙 至于这次献祭死人的事情 虽然本来就是咒树厅高层的阴谋 倒是也可以一股脑推到龟野和他的同党身上 随后 森野太郎快步走到电视和DVD前 拿起那张光盘 说道 这个精神辐射 这是我们桑国咒树听证鸦克前段时间丢失的异常感染源 这 会在这里 他的表情显得极为惊讶和茫然 周围围观的众人大都面无表情 静静看着森野太郎的表演 李凡同样露出轻蔑的笑容 这个森野老匹夫演技倒是不错 差不多能演个大合剧了 不过这种表演有用就怪了 也得周围的人相信才行 紧接着 就见森野太郎面露怒容 走到昏迷在地的龟野面前 一脚重重踹在龟野的胸口 立声喝骂道 你这狂徒 做得好事 竟然想利用献祭 解开位于富山火山之中的高天元诸神封印 拼到高天元诸神的封印几个字 在场其他国家觉醒者机构的负责人 全都是眼神中闪过一丝锋芒 高天元诸神 这可是个极为重要的消息 如果说桑国咒术厅有时 让其他各国垂涎 一直都想要搞到相关情报的话 传说中的高天元诸神 绝对是名列首位 因为只有桑国的高天元诸神封印 是可以直接与传说中的旧神联系的 不说时 获得诸神的力量 只要能获得观察 甚至观测所谓旧神的能量数据的方法 就是极为宝贵的机会 这对于各国的精神辐射研究 拥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甚至连中洲异常局的天剑系统 也是在于旧神有关的古籍之中 找到了关键的研发数据 才制作成功 对于各国的机构来说 这种来自于旧神的数据和信息 实在是太过重要了 异常研究 本质上就是在模仿神灵 如果能获得相关数据 说不定就能在某项研究上获得巨大突破 如果能研制出堪比天剑系统的新装备 那实在是意义重大 相比来说 时 觉醒者交流会议 反而莫呢 重要了 没有人会放过这种机会 随后 孙野太郎朝着在场中人深深鞠躬 在他身后 一群桑国咒树厅的职员 同样一起鞠躬 一时间 几个桑国咒树厅高官 为大家呈现了一片 奇奇的半突后脑勺 十分壮观 孙野太郎面带羞惭地说道 由于我们桑国咒树厅的管理疏忽 导致此等重要的异常感染源失窃 并且被内部职员坚守自盗 用来举行邪恶的献剂一事 实在是羞愧万分 肃米马撒 桑国咒树厅决定 未受害者及其家属 提供高额抚恤金 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对新陆镇魂局在内的相关机构 进行赔偿 以表达我们的歉意 同时 由于这间酒店已经不再安全 也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 接下来的会场 将转移到富山火山内部的咒树厅基地之中 听到这句话 包括窃尼和公益军在内的各国机构负责人 全都眼睛一眯 瞬间想到了很多 桑国咒树厅的这个基地 一直都是桑国咒树厅的禁区 甚至之前 他们都不承认这个地方的存在 根据各国的情报 这里也是高天元诸神封印的源头 如果进入到这个基地之中 凭借各自的本事 很有可能 获得高天元诸神的信息 这是十分宝贵的机会 既然面色平静 微微点头 算是认可了森野太郎的赔偿 和转移会场的提议 紧接着 森野太郎继续说道 针对帮助桑国咒树厅破获本次大案的恩人 我们咒树厅也将给予最高礼遇和最高额度的奖励 以此来表示我们的感谢 随后他抬头看向众人 问道 请问龟也这个叛徒的阴谋 是由哪位英雄破获的 众人看向中州异常局的特别行动小队 特别行动小队的众人 转头看向面带幸灾乐祸笑容的李凡 在李凡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森野太郎已经快步来到他的面前 先是深深居了一躬 随后抬头紧紧握住李凡的手 一脸激动的 用略显颤抖的声音说道 原来是中州异常局的李凡李局长 李局长 您为我们桑国咒树听立下大功 保证了这次觉醒者交流会议的继续进行 也是为整个会议立下了大功 您就是桑国的英雄啊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想请您担任我们桑国咒树厅的名誉顾问 不 荣誉总监 第424章 痛击我方友军李凡信栽乐祸的笑容还未退去 听到森野太郎的话 这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是 情况 这个森野太郎他娘的脑壳坏了吧 我破坏了你们桑国咒树厅的计划 你竟然还想让我做神 荣誉总监 你有病吧 而且桑国咒树厅的最高职务这个时 咒树总监听着也太掉价了 知道的是咒树厅的荣誉总监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时 李发电发廊的技术总监托尼呢 李凡脑海中念头瞬间电转 已经明白了森野太郎的意思 这个老匹夫是想要借着这个夸张的荣誉职位 来表现出桑国咒树厅的感激之情 也借此撇清自己和这次献祭事件之间的关系 无论李凡达不答应做这个时 荣誉总监 桑国咒树厅也算是表达出了自己的诚意 而且按照中州人灌场表露出的谦逊传统来说 桑国咒树厅也认准了对方很可能会推辞 到时候借迫下驴这事儿就这 算了 李凡冷哼一声 随手拨弄着挂在腰间 当个钥匙扣的黑色小鸡玩偶 就要拒绝 只是李凡还莫说神 就听一旁的公益君笑道 森野总监实在是太客气了 我们李局长虽然挽救了桑国咒树厅 网大了 说是挽救了整个桑国 区区荣誉总监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替我们李局长 代表中州异常局向森野总监表示感谢 听到这话 森野太郎和李凡都是一愣 李凡连忙说道 公局 这不 公益君笑着点头道 对 这不够是吧 这哪够呢 一个名玉头闲罢了 相信咱们桑国咒树厅后面 还有其他的奖励 不会让你失望的 森野太郎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有些烟的公团长 竟然会突然变得这 灵力 一时间僵在那里 眼角的肌肉都有些抽搐 众目睽睽之下 刚才说出去的话实在不好收回 森野太郎哈哈一笑说道 那当然 除了荣誉总监之外 我们还会为李局长 李总监颁发奖金和相应的奖章 侍从人员同样会有所配套 毕竟是咒树厅总监 森野太郎在一开始的迟疑之后 也迅速想开了 不过是一些虚值待遇而已 他们咒树厅也不差这点钱 随后看了看周围的新路镇魂局等人 接着说道 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现在就把贵野这个叛徒带回去 严加审讯 一定要找出他背后的黑手 也希望我们这次会议 不会因为这些小插曲而受到影响 富山火山中的咒树基地将连夜进行布置 明日还请诸位一部富山火山 共商异常处理国际合作方面的问题 说着又深深鞠了一躬 在他身后 一群桑国咒树厅的高官们 同样骑刷刷九十度鞠躬 深表歉意 鞠躬的人群之中 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 悄悄抬眼 有些惋惜地看了看归眼 随后朝着不远处的 李凡头去院读的眼神 又悄无声息地将眼皮捶了下来 正是咒树厅读查克 富克长谷村 看到中州异常局方面 欣然接受了桑国咒树厅的感谢 双方似乎瞬间拉近了距离 又听到关于富山火山咒树基地的话 新路镇魂局副局长切尼 面色阴沉 心中已经暗暗发急 本来新路一直都自认为桑国的宗主国 新路镇魂局 也一直将桑国咒树厅当作自己的下属机构 在桑国出了这种事情 己方的探员 竟然被谋害 按理说怎 也得让桑国咒树厅大出血才行 甚至严重的话 连桑国咒树厅的相关官员 都要抓起来引渡到新路治罪才行 新路的大兵可以欺凌桑国的民众 但桑国的官员不能谋害新路的探员 这都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原本切尼都已经准备好对森野太郎发火 此时却不得不忍了下来 要是这个时候表现得太过强硬 把桑国咒树厅推向中州异常局那边 那就不好了 自己的狗跟了邻居 那感觉不要太糟 更何况 最重要的 还是富山火山之中的咒树基地 当下 切尼因沉着连点点头 说道 森野总监 希望能对安德鲁先生 给出足够的补偿 他原本是一名英勇的战士 下半生却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了 另外 既然桑国咒树厅想要继续举办这次交流会 希望能给出足够的诚意 大家都久仰富山火山咒树基地的大名 应该开放咒树基地的权限 让大家感受一下咒树厅的风采 森野太郎自然明白切尼的意思 当下连连点头道 嗨 请您放心 咒树基地将对大家完全开放 桑国咒树厅也将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资料 以示诚意 切尼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露出一丝笑容 伸手和森野太郎卧在了一起 其他的国家机构 此时眼见中州异常局 和新路镇魂局这两个大国的异常机构 都已经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 当下也都不再说时 纷纷与森野太郎握手 表示谅解 死了人的不列颠特工总局 和维西圣殿机构 以及险国家驱魔局 此时也都是捏着鼻子认了 毕竟大哥都认了 他们也得跟进步伐 而且能够靠死几个普通职员 换取桑国咒术厅开 放复山火山的咒术基地 这个买卖还是很划算的 脸上的一份填膺和明面上的补偿 一分也不能少 暗中的窃喜 等回屋再表露就是了 给大家添麻烦了 深感歉野 森野太郎和一众桑国咒术厅的高官们 再次向众人鞠躬行礼致歉 随后匆匆离开 无论是富山火山咒术基地的开启 还是相应的补偿 都得连夜进行 不能耽误明天的会议 否则的话 这次的会议就彻底失败了 白白让人看了笑话 本来还想借此次会议的机会 挑拨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最后 自己反倒要成了小丑了 等到桑国咒术厅的众人离开之后 酒店中的各国代表们 也纷纷一脸兴奋地回自己的房间 龚义军来到李凡身边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说道 利用浩之各名玉总监的权限 富山火山咒术基地中的一些信息 需要你去收集 说住 朝李凡投来对后背赞赏的目光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此时 杨干和普陀僧等人 纷纷涌过来祝贺道 李局 不 李总监 恭喜恭喜 凡个太霸气了 这个名玉总监 虽然是讹来的 在级别上和咱们总局的副局长评级吧 神 叫鹅来的 咱们这是堂堂正正抢来的 凡哥牛逼 哈哈 估计森也那老小子根本没想到 宫局竟然直接就替凡哥 把这个头衔给揭下来了 实在是太爽了 就是这个时 总监 听着这 向理发店的发型师呢 凡哥 我这两天头发有点长 你看能不能帮我捣翅捣翅 不用剪太短 就稍微修一修就行 一群人哄堂大笑 李凡一脚 提在方号屁股上 笑骂道 去你的 中州异常局的众人此时心中畅快至极 十 各国的异常机构都不够看 眼皮子底下 发生异常感染 你们有神 反应了吗 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们中州异常局 此时无论是新路镇魂局 还是不列颠特工总局等西方机构 全都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纷纷回屋休息了 经过了今天的一系列事情 他们算是对李凡这个中州异常局的副团长 牢记在心了 李凡等人笑闹一番之后 同样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回屋之后 江房门关上 李凡一屁股坐在床上 一脸郁闷的哀声叹气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他知觉的他们吵闹 本来今晚高高兴兴过去抓人 想着把这次的国际交流会议给搅黄了 万万没想到 被森野太郎给反江一军 又给他弄了个石 名誉总监的职位 这不要了命了吗 龚一军看着挺老实一个人 万万没想到 是个老鸡贼啊 李凡走到洗手间 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瞅了几眼 随后伸手 在自己脑袋上面 用力拍打波拉了几下 似乎要将那虚空之中 看不现的火焰拍灭 弄了几下之后 李凡叹一口气 随手将腰间的黑色小鸡 玩偶解下来 丢到一旁 说道 都看到了神 那黑色小鸡玩偶猛然一颤 随后立刻站直了身子 朝李凡聚了一躬 山本松的声音 从鸡嘴之中传出 还一 魂瓶 是魂瓶 鬼也的身边 有一个魂瓶 原本富山火山的高天元封印 是由黑龙会掌管的 所以我对于高天元封印的情况 也十分了解 唯有通过特定物品 杀死祭品 将祭品精神体献给封印 才能加固封印 而魂瓶的作用 则是直接吸收祭品的精神体 让封印无法得到加固 那个叫鬼也的男子这 做 会使封印献祭完全失败 最终将导致高天元的封印破损 高天元诸神来到现实之中 听到这话 李凡不由愣在当场 随后一拍大腿 喊道 那个龟也是他娘的友军 第425章 零年国运 在此一举 三国咒术厅总监会议室 此时 整个三国咒术厅的中高层 全体在场 行动总队下辖的十三队队长 连同各个课的课长 还有顾问室的阴阳三家顾问 以及最特殊的都 课全体成员都坐在巨大的会议桌旁 看着位于首席的咒术总监森野太郎 在会场的周围 则是一群全副武装合枪时的咒术听行动队员 杀气腾腾 整个会议室之中的空气沉闷而压抑 受伤昏迷的归夜 此时已经被弄醒 就坐在最前排的一张椅子上 双手被束缚器牢牢锁在椅子上 等待着接受当众审 森野太郎面色肃然 眼神中隐然带着怒意 看向下面的众人说道 启动封印物品举行献计 并加固高天元封印的事情 本身属于机密 整个咒术听中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原本不超过十个 归也只是执行者之一 现在看来 知道这个消息 并且加以利用的 远不止十个人 我们之中 出现了叛徒 此话一出 下面的很多咒术听高官们 都露出哑然之色 眼神中闪过震惊 已经开始环顾四周 并且和身边的人窃窃私语 要知道三国咒术听内部 一直都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森野太郎的命令 简直就像是天命一般 从未有人反抗过 现在竟然出现了叛徒 而且不止一个 怎能不让他们震惊 森野太郎继续说道 隐藏在人群中叛徒 你们知道 你们在做神 暗中利用经过改装的魂屏 收集祭品 原本用于加固封印的精神体 造成陷阱不成功 封印无法加固 最终会导致高天元诸神降临现实 一旦高天元诸神降临 以诸神的残暴 整个东都的几千万人 最起码有一半会死在诸神的玩乐之中 不提诸神 单单覆山火山的爆发 就将杀死几千万人 你们会毁了桑国 森野太郎到这里 双目瞪圆 头发都要竖起来 整个人显得极为暴目 猛地站起来 双手狠狠拍在桌子上 一股狂暴的精神力涟漪 以他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在场的咒术厅职员们 纷纷静若寒蝉 紧接着 森野太郎缓缓说道 到底谁是同党 站出来 自首者 我可以考虑念在狂妄无知的份上 减免他的刑法 而一旦背 出来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一旁的座位上 阴阳三家的两名家老顾问 此时同样面色阴沉 看向在场的众人 阴阳三家 一直都是咒术总监 最有力的支持者 因为咒术总监 往往都出自这三家 森野太郎的姓 虽然不是阴阳三家中的任何一家 本身的身份 却是贺茂家前代家主的女婿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 咒术总监的一个主要原因 毕竟 在桑国 想要搞政治 没有出身 是不可能成功的 普通平民出身的人 能够做到部门次官 就已经是天花板了 再也难以上升 真要看各部门各系统的主官 还得是出身名门世家才行 顶层的政治世家们 早就结成了利益同盟 水滴不穿 油泼不进 此时正是深夜 会场之中的气氛一片凝重 没有人回答森野太郎的话 很多人看看身边的人 心中隐隐有些猜疑 能够坐在这里的人都是咒术厅的高官 无论哪一个是叛徒 都是炸弹级别的消息 眼看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森野太郎的声音瞬间变得嘶哑而低沉 缓缓说道 既然没有人承认 那就由我亲手向归也种下真炎咒 让他亲口说出幕后主使吧 如果他撑不住 那所有人都要接受真炎咒的检测 真炎咒 是一种控脑术 本身极为损伤精神体 也只有在拷问一些最大恶极的犯人的时候 咒术厅才会直接使用真炎咒 而那些被种下了真炎咒的人 往往会在事后精神体崩溃 变得疯疯癫癫 整个人都废了 在场的很多人心中凛然 今夜 咒术厅难道要进行一场大清洗了 说话间 森野太郎已经走到了龟野面前 将一只手放在他的灵台之上 转头面色冷峻地扫视着在场的一众咒术厅职员 似乎要将那个潜藏的幕后黑手找出来 身为镇压克克长的三井 内心忐忑 连忙摸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作为镇压克克长 那些封印献祭物品本身就是由他负责的 这些封印物品的丢失 他同样有着重大责任 虽然现在坐实了这是阴谋 但他也不可能完全逃脱责罚 脱不了前夕的 抬头看看前方 督克的麻生约翰和古村郑雄 两名正副克长 此时正面带微笑地扫视着全场 反而更令他不寒而栗 不知道抓住那些叛徒之后 会有十样的惩罚 三井胆战心惊地朝一旁的行动 十三队队长完山问道 完山君 你说到底是神 人胆子这 既然要是放高天元诸神 那可是凶残的旧神 难道他不怕神罚吗 完山微微一笑 转头看了看三井 低声说道 我猜 应该是一些胆大忘卫的人吧 说着 完山站起身来 面带微笑 看向森野太郎 朗声说道 是我让归野君这 坐的 看到完山站起来 森野太郎不由一愣 连同旁边的两名阴阳三家的家老 也是一副莫想到的表情 三井更是全身一颤 连忙朝着旁边挪了挪 万万没想到 那个幕后黑手竟然就是 他身边的完山 胆大忘卫的人 这明明就是说他自己啊 森野太郎面露错愕的神情 说道 完山君 你为谁 要这 坐 特别行动队的十三个队长 可以说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年轻人 每一个都侍卫几出 完山长的人高马大 差不多有一米九高 身材壮硕 座位十三队的队长 一直以勇猛刚执着称 这也是森野太郎的爱将 万万没想到 完山竟然会成为桑国咒树厅的叛徒 完山挠挠后脑勺 露出温和的微笑 说道 可能是想推翻这个腐朽的制度 让皇国再次复兴吧 听到这话 森野太郎大怒 呵斥道 巴格牙禄 混账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神 就凭你一个狂妄自大的混蛋 也想学226吗 那不过是军国的残梦 是一场自杀式的癫狂 一旁的贺帽同样怒斥道 桑国现在的体制 是千百年流转下来 最适合桑国的制度 各大家族的精英 控制桑国的走向 才能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 你们想做的事情 最终会毁了桑国 顽山笑着摇摇头 说道 异常频发 深渊出现 整个世界都在巨变之中 可怜你们还在墨守成规 守着可怜的传统不放 大事当前 就当赌上桑国的国运 换来千百年的新盛 孙叶太郎面色阴沉 不再接话 向顽山问道 顽山 你们的阴谋已经败露 将你的同党攻出来 我会为你争取减刑 你的母亲还在 路尔岛的老家 等着你回去 难道你忍心 让她看到这一切 当然 如果你执意想要 保住你的同党 真言咒也是为你准备的 实在不行 贺茂家传统的抽魂术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说着 森叶太郎右手 食指并拢 做出一个印法 身后立刻浮现出森森鬼气 正是他所驱使的异常精神体 顽山哈哈一笑 说道 森叶先生 你还不明白 真正的桑国男儿 都是我的同党 话音刚落 又是一个身影站起来 面色肃然地说道 不错 我是同党 森叶太郎 和在场的很多人面色一变 这个站起来的 赫然是第十队的队长西村 西村 你 森叶一句话还莫说完 整个会场之中 此时陆续有人站起来 纷纷说道 还有我 我也是 皇国复兴 自此而始 还有我 我等 就是复兴皇国的青年军 转眼之间 在场的十三个行动队队长 竟然站起来了十一个 仅剩的两个 仍然坐在那里的行动队队长 都是年过五十 平时就没十 斗志的人 已经被这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 紧接着 会场中的桑国咒术厅高官之中 仍然陆续有人站起来 很快 在场的桑国咒术厅高官 足足有 大半都站了起来 全都是一些年轻官员 自称青年军 那些没站起来的人 基本都属于后勤 或者行政部门 而且大都年龄偏大 森野太郎的面色越来越阴沉 此时他哪还能不知道 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这些年轻官员 以精洁成一党 准备效仿前世 直接造反了 整个桑国咒术厅 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在场的两名 阴阳三家的家劳 此时大惊失色 看着眼前的一幕 颤声怒道 你们 你们这些狂徒 你们知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森野太郎 此时虽然震惊 却没有慌乱 他的手中 仍然掌握着底牌 当下向一旁的 督察客的麻生约翰 和古村郑雄两人说道 两位督察 请立刻联系新路镇魂局 要求镇魂局 助我镇压叛乱 督察客本身 就是隶属于 新路镇魂局的机构 独称一派 麻生约翰 与古村郑雄两人的战力 也极为强大 再加上两名 阴阳三家的家劳 和那两个 没有反叛的行动队长 足以和这些叛乱者一战 只要拖到 新路镇魂局的支援到来 就能够将这叛乱 镇压下来 在东都的官方 觉醒者机构有很多 到时候 定然也会一同出手 当然 等到彻底镇压了 这次叛乱之后 桑国咒术厅 举办的这个 国际交流会议是完了 而且很可能要通过 让渡主权的方式 给新路镇魂局支流 做补偿 只是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神 主权不主权了 麻生与谷村两人对视一眼 相视一笑 谷村服了服眼镜 朝僧也太郎说道 僧也总监 你刚才喝下的茶水 还没起笑吗 有没有觉得精神涣散 忘了告诉你 那是一杯浑灭咒水 随后站起身来 朝着在场中人 做了一个手势 喊道 千年国运 在此一局 杀 第四百二十六章 咒术厅事变 专属秘书随着谷村一声令下 下方的十一名觉醒者队长 连同他们的同党同时出手 向身旁森也太郎的嫡系攻去 或是匕首 或是子弹 又或是狂暴的精神攻击 甚至还有脱胎于忍术的暗杀术 在这并不算大的会场之中 骤然出现 在场的高官之中 属于森也太郎嫡系的本身 还有八人 不过大都是普通人 其中只有两名觉醒者 再加上剩下的两个觉醒者队长 只有四名觉醒者而已 本来这些人虽然心中震惊 却也不认为古村等人真的会做出时 太过激烈的举动 毕竟大家都是平日里 低头不限抬头见的同僚 实在不行 还可以投降 却没想到 在古村的命令下 周围的人直接痛下杀手 这几人根本还没有反应过来 特别是两名年老的觉醒者队长 甚至都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精神力 就已经被身边的觉醒者 粗暴地轰碎了脑袋 一时间 整个会场之中 便成了一处修罗场 血浆和脑浆四处蹦见 那些不属于双方派系的人 此时吓得想要大叫 看到周围人凶神恶煞的眼神 却又都憋了回去 前方的森野太郎 此时面色大变 怒吼道 你们这些人渣 瞬间鼓动自己的精神力 却骤然发现 他的精神体 仿佛被某重东西寄生一样 正在迅速受到侵蚀 而他越是使用精神力 这种侵蚀就越是厉害 原本被他所意识的两个异常精神体 此时正纷纷发出惨嚎 迅速萎缩分解 真的是浑灭咒水 这东西森野太郎自己也知道 是从某些强大的异常感染源之中 分离出的物质 属于桑国咒树厅正在研发的新项目 对于觉醒者来说算是剧毒 能够彻底分解人的精神体 一旦发作 就会受到重创 这东西本身还处于研发阶段 应该是由研发客的中导负责 只是现在中导已经表明了立场 同样属于这个所谓青年军的一员 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森野太郎鼓动自己遭受重创的精神力 双手成刀 朝着一名攻过来的觉醒者队长连斩数次 精神力如同刀刃一般 直接刺向对方 势如风虎 就在对方以为他要拼命的时候 森野的身影猛然消失在地面上的一片阴影之中 不可恋战 必须将消息传递出去 整个桑国除了咒树厅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机构的觉醒者 再加上新路镇魂局 中州异常局的觉醒者 只要把消息传递出去 这个所谓的青年军必然受到围剿 他们的计划 是想要是放出高天元的诛神 实在是太过危险 必须阻止他们 眼看森野太郎竟然逃跑了 一旁的督察客客长麻生约翰冷笑一声 突然伸手在腰间拂过 一道光芒 猛然在整个会议室之中闪耀 仿佛炸开了一枚闪光弹 整个会议室之中的众人 看到这光芒的瞬间 都有一种自己的灵魂 仿佛被劈开的错觉 这是刀光 刀光之上 附着极为妖艺的精神力 直接凝成一条细线 瞬间斩进了会议室门口的一片阴影之中 如同猎博般的声音响起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声沉闷的声音 就见那阴影之中 森野太郎的身影骤然闪现 胸口已经有了一道长长的刀痕 从左肩一直延伸到后腰 森野太郎满脸难以置信地 神色看着麻生约翰 难难道 这是 精神之刃 分 可能 你明明是一个混血儿 甚至从未在桑国长大 可能掌握了和魂的呼吸法 原本森野太郎的战力 虽然不说桑国顶尖 却也并不弱 毕竟得到了贺茂家的传承 只是那魂灭咒水 实在是太过凶残 直接将他的精神体验中磨灭 整个人头晕眼花 实力不到原本的一半 在麻生约翰的精神力斩击之下 丧失了绝大部分战斗力 麻生约翰 做了一个空气收刀的动作 将自己的精神之刃 收进了不曾存在的虚空刀鞘之中 这其实是一段延伸出体外的精神体 需要长期耐心地打磨和培养 才能最终作为武器使用 麻生约翰面带笑容 对森野太郎说道 我虽然 不曾在桑国长大 但从小在夏威夷的时候 父亲都一直以一个桑国武士的方式教导我 我所拥有的是最正统的河之魂 古村郑雄此时同样笑道 森野总监不必再挣扎了 投降吧 接受精神体的偶化改造 您的躯窍 对青年郡的大业 还有些用处呢 森野太郎面色苍白 看向那些被屠戮的死忠 还有满脸惊骇 正在观望的咒术厅官员们 对古村郑雄怒斥道 休想 作为贺茂家的坠序 他自然明白 所谓的偶化改造 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力改造的法门 将他的躯体 直接变成一具傀儡 一个任人控制的人偶 更有甚者 甚至可能将他的躯体 做成一个空空的躯窍 一个能由其他人钻进来 做替身的躯窍 他绝望地看向一旁的另外两个阴阳 三家的家老 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难道阴阳三家还要观望吗 他们可是要放出高天元诸神 桑国将会生灵涂炭 家老之一的御守 则前微微摇头 说道 阴阳三家的存在 是为了镇守桑国的气韵 不会卷入俗世的纷争 另一名家老同样点头表示同意 森野太郎 此时已经彻底看明白 怒斥道 高天元诸神出世 桑国还有识 气韵可言 国运必将崩颓 我算是看明白了 所谓的阴阳三家 也不过是屈炎覆始 剑锋始多罢了 就算是我入坠的贺帽家 也同样如此 御守则前与另一名家老白石魁对视一眼 微微摇头 没有再说神 他们阴阳三家屹历千百年 靠的就是超然无外 当年军变之时 也从未参与其中 现在自然也不会 再者 这些自诩未清年军的年轻一代要赌的国运 一旦赌赢了 他们阴阳三家 必然有雍丽之功 如果赌输了 大不了桑国生灵涂炭 阴阳三家 还是阴阳三家 反而会更受尊崇 坠续就是坠续 怎会有千年门法所拥有的眼光 此时周围众人都已经围了过来 眼神中带着狂热 三野太郎 面露绝望之色 把他的皮拨下来 古村说道 刀芒闪烁 酒店房间内 李凡的大腿都要拍肿了 万万没想到 龟也竟然真的是 桑国咒树厅的叛徒 是来制止封印献祭 想要将须左放出来 你早说啊 早说我还用带队去抓食 我直接带人帮你不就行了吗 这误会不就大了吗 龟也呀龟也 咱们兄弟们这是缺少沟通交流啊 早知道一起去小酒馆里面喝一毒 好好聊聊 拉拉家常 骂骂领导 不就神 都有了吗 怪我 怪哥哥我呀 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在房间里 李凡长欲短叹一番 下定决心 下次陷到龟 也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明天就要 直接进入富山火山内部的咒树研究基地了 到时候 如果再遇到龟 也这种想要解开高天元封印的情况 说时 也要帮一把手 他也等着见须左呢 有好多事情要跟须左问清楚 好在目前的事态 不能说是差强人意吧 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 最后 还是倒向了高天元封印 等到时候 看情况再说吧 如果咒树厅内部 想要解开封印的势力 都已经被镇压了 那到时候 自己找个机会亲自出手 把封印给破了 也未尝不可 一边想着 李凡躺到床上 迅速进入了梦乡 他所没有察觉的是 此时他的精神力 仍然在微微是放出来 充斥了整个房间 就在李凡睡着末一会儿 被丢在一旁的黑色山本小鸡 悄悄转头 看了看床上的李凡 随后捏手捏脚地爬起来 来到一旁的背包旁 将背包的拉链拉开 把里面的其他小鸡玩偶 全都放了出来 在没有得到主公的命令时 擅自行动 让他们都十分谨慎 跟随黑色的山本小鸡 一群小鸡玩偶 捏手捏脚地来到洗手间 在山本松的面前站成一排 开始开会 山本松看着眼前的一群黑龙会 前家老羽干部 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道 主君 我们跟随主公来到现实之中 已经数日 却寸功位里 没有给主公带来任何益处 反而有些拖了主公的后腿 成了可有可无的累赘 实在是 令人心忧啊 作为在镇域之中 被关押许久的前缩头颅 他们自然明白 镇域之主真正的可怕之处 主公能够带他们过来 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 可是这个机会 他们并没有抓住 黑龙会前家老吉田 微微点头 说道 山本君所言 也是我等着几日忧心的事情 如果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 最后定然还是会回到 镇域书房的书架之上 再也没有回到现实之中的机会 一旁的紫色小鸡赫帽龙胜 此时陈生说道 听主公的意思 很快会进入富山火山内部的咒术基地之中 当初我叛逃黑龙会之前 在赫帽家休息的时候 曾经进入过这个咒术基地 对其中的情况十分熟悉 主公既然想要破开高天元的封印 我等也当尽力 起码不能成为主公的负累 我会将咒术基地内部的地形 和构造详细化出来 告诉大家 以便在之后的行动中 做好相应的工作 山本松满意的点头说道 既然咒术厅中 有人要解开高天元封印 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 为他们做出执意 其他的几名黑龙会前古前 此时纷纷点头 正当如此 商议好了 在咒术基地中的行动方案之后 一群小鸡玩偶 这才小心翼翼离开洗手间 回到了客厅之中 在沙发上坐成一排 电视遥控器 掌握在山本小鸡的手中 悄悄打开电视之后 瞬间静音 然后找到国际新闻频道 一群小鸡玩偶 如鸡似渴地看起了电视 好不容易来现实之中一趟 也得多看点新闻 哪怕是以后被送回 镇域书房的书架上 这些新闻也都能当作谈资 在狱友们面前 好好炫耀炫耀了 现在他们的社交圈子很窄 也就镇域书房架子上 那一百多个脑袋 在这个社交圈子里的地位 关系到他们的精神领域的幸福感 人啊 就剩个头 也得装逼 第二天一早 李凡被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叫醒 他起床穿着睡衣 挠着肚皮来到门口 说道 谁啊 随手将门打开 立刻看到 门口站着一个面容清纯之中 带着一丝妩媚的少女 高跟鞋 短裙 加白衬衫小西装的打扮 让人颇有一些我现油帘的感觉 看到李凡开门 少女有些紧张地说道 打 打扰了 李总监您好 我是 我是您的专属秘书桥本菜子 请 请多多指教 第四百二十七章 觉醒者交流格斗赛听到对方的话 李凡不由一愣 随后面带玩味的笑容 上下打亮了一番眼前身穿职业装的少女 身材纤细 却又前凸后翘 皮肤吹弹可破 面容娇好 眉眼间悬带着桑国女人特有的顺从感 实在是个有物 估计都能算得上桑国咒树厅的听花了 桑国咒树厅 还挺舍得下本钱 他本来只是一个名誉总监 没想到森野太郎 还给他配了个专属秘书 当然 李凡自然明白 这个所谓的专属秘书 不光是要前秘书的事 还要前监视的事 很大程度上 还是来监视他的 通过李凡 也能看到中周异常局内部的一些情况 想到对方很可能是个蛇蝎 美女间谍 李凡顿时来了兴致 你这是羊入虎口 肉包子打狗啊 本来我李总监 就想树立一个放浪形骸 无阻之无纪律的浮夸形象 这不是送上门的道具吗 当下露出一脸色咪咪的笑容 说道 桥本小姐好 让森野总监破费 不 费心了 桥本小姐是模特吧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个身材 嘖嘖 就在李凡观察桥本菜子的同时 对方也在观察他 桥本菜子表面上显得十分娇顺柔弱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内心却对眼前 这个中州异常局的李凡 嗤之以鼻 十 代表团副团长 地方局副局长 十 咒术厅名誉总监 也不过是一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罢了 在觉醒者面前 这种人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连被他桥本菜子看上一眼的价值都没有 作为桑国咒术厅的特殊搜查官 专门负责异常感染源的搜查工作 本来这次任务 桥本菜子是完全拒绝的 因为不屑 只是为了自己的男友古村郑雄 那个担任都查克副都查的古村 他的白马王子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根据男友的说法 这个李凡 虽然是一个废物 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名誉总监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现在青年军的大业还未成功 无论是新路郑魂局还是中州异常局的态度都十分重要 只此至关重要的关头 青年军十分需要来自中州异常局内部的情报信息 为的就是避免在最后关头出现实 乱子 作为古村郑雄最信任的人 只有桥本菜子过来做间谍 监视这个李凡的一举一动 并收集关于中州异常局方面的情报 古村郑雄才能真正放心 在听到男友言辞恳切的话之后 最终桥本菜子才心软答应下来 做了李凡这个名誉总监的专属秘书 以便在之后的工作之中成为内影 既然做了对方的秘书 桥本菜子反倒是踏踏实实来做间谍了 要做就做到最好 该有的反应 必须要做到位 就让这个一脸色眯眯的李凡 打心眼里认为 他是一个柔弱的小秘书吧 当下 桥本菜子将手中的一叠资料递上 面带羞涩的笑容说道 谢谢您的夸奖 李总监 这是您的聘任书和任职报告等相关资料 都是在森爷总监的指示下 连夜做出来的 请您收下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轻浮的男人 之后的工作中 必然被他迷得五迷三道 到时候 自己想套化石 就方便多了 而且 这种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男人 特别是中州的男人 一般都会表现得比较矜持 都是道貌岸然的 衣冠禽兽 举动上 彬彬有礼 内心不知道有多龌龊 可能早就已经开始幻想 和他之间的事情了 这个李凡 一看就是 那重假正经的人 正想着 突然感觉 自己拿着资料的手 被对方牢牢握住 而且对方明显还轻轻捏了捏 竟然就这 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薄他 乔本菜子满脸恶然地看着对方 你不是假正经吗 走廊里来来去去 还有好多人呢 你这 公然吊息我 就不怕别人 看见然后 对你的风评造成伤害 李凡看着眼前一脸 错愕的乔本菜子 眼神中满是鼓励和期待 喊啊 你倒是喊啊 不用怕 喊出来 菲利亚 色狼阿世 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丢脸 被桑国 咒术听播夺这个时 名誉总监的头衔 脑袋上的火太多了 赶紧帮我灭一灭 乔本菜子感受住 对方炽热的目光 本能地想要抗拒 只是想到 男友古村郑雄交代的任务 关于皇国大业的任务 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微微低下头 一副楚楚可怜的娇羞模样 李凡心中失望 这个女人 没有反抗精神 看样子 还得加把火 下一个瞬间 乔本菜子只感觉 手腕上传来一股大力 整个人都被拉进了 李凡的房间 正好我还没有换衣服 进屋我一边换衣服 你一边把资料念给我听吧 反正是我的专属秘书 都是自己人 也不用害羞 乔本菜子心中错愕 没想到大早上的 对方竟然就直接 把她拉进了房间 对方想要做神 简直是不言而喻 作为特搜官的尊严 让她忍不住 想要当场反抗 甚至直接喊出来 只是想到 昨晚古村跟她说的话 乔本菜子还是忍住了 牺牲 觉悟 为了皇国大业 为了诸神的降临 必须要做好牺牲的觉悟 房门被紧紧关上 房间李布什传来 李凡换衣服的声音 和乔本菜子的惊呼声 与此同时 走廊的拐角处 一个潜藏多时的身影 缓缓出现 正是 都查克复克长 乔本菜子的男朋友 古村正雄 此时他面色铁青 牙关紧咬 脸色阴沉的 都要滴出水来 菜子 皇国大业正在关键时刻 不能有任何闪失和疏忽 为了桑国的千年国运 和诸神的降临 辛苦你了 我的菜子 就在这时 耳机中传来麻生约翰的声音 古村 咒术基地这边 已经准备妥当 三夜也已经就绪 可以开始了 古村正雄当下说道 嗨 我立刻安排人 通知各国的觉醒者机构 让迎宾客 把人全都带过去 当下大踏步通过通道 走到相邻的一栋楼中 这里正是 桑国咒术厅的会晤人员休息处 看到古村到来 一群早就已经在这里 等候多时的咒术厅职员 立刻起身行礼 他们都是早就已经暗中 加入青年军的精英团体 强忍着内心的屈辱 努力不去想 李凡的房间里正在发声时 古村下令道 计划正式开始 立刻向各国代表团发出转移邀请 带他们前往富山火山的咒术基地 众人齐齐立正 面带亢奋之色 齐声回复道 嗨 李凡足足在房间里 待了大半个小时才出来 先是洗澡洗漱 刷牙洗脸 然后慢腾腾地换衣服 收拾行李 本来还想借基调戏调戏 这个桥本菜子 让对方大喊大叫 引来桑国咒树厅的人 然后搞出个外交风波 直接让自己身败名裂 只是 没想到他仅仅是稍微做了一点暗示 这个桥本菜子一脸视死如归的模样 仿佛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样 竟然要进来给他搓澡供语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都不叫 我吊息你干啥 这不就变成自愿的了吗 那我这形象还怎 毁掉 反而成了风流替躺家分相了 搞得李凡心惧缺缺 当下拒绝了桥本菜子的供余要求 飞快冲了个澡 就出来穿衣服了 没想到刚刚走出浴室 就现桥本菜子正在帮他整理背包 听到李凡出来 似乎还有些手忙脚乱 显然刚才在偷偷查看李凡的物品 李凡微微一笑 说道 我这个人同心未敏 就喜欢玩一些小玩具神 你看我的小鸡可爱吗 桥本菜子猛的一惊 有些羞涩的看向李凡 只是只看到了玉京 随后才连忙反应过来 看向包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鸡玩偶 点头说道 可 可爱 太可爱了 脸红到了脖子根 随后匆匆帮李凡打包行李 李凡这边也慢腾腾换好了衣服 桥本菜子更是过来帮他穿衣穿鞋 一副贴身秘书的样子 当看到李凡身上的肌肉 桥本菜子不由有些微微失神 原本以为这个李凡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官僚而已 没想到身材还挺好 竟然比古村军斗 看起来没少健身 等到李凡把衣服穿好 行李也都打包好了 将门打开 外面的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李凡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桑国咒树厅竟无一人是男 我都跟你们的女职员孤男寡女 在房间里待了这 久了 连都来看看情况的都没有 这是赤裸裸的宋女啊 剧毒啊 我跟你们说 此时整个酒店之中 绝大部分参会人员都 已经在咒树厅工作人员的通知下 离开了酒店 坐上大巴 前往富山火山 李凡作为咒树厅的名誉总监 地位自然不同 在桥本菜子的引导下 直接走了VIP电梯 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坐进了一辆豪华轿车 专职司机 外加专属秘书和专车 仓促之间 桑国咒树厅做得很不错了 车子迅速出发 朝着富山火山而去 很快已经来到郊区 远处的富山火山之上 此时正有一朵巨大的 如同伞一般的白云 分外漂亮 李凡看着外面的景色 此时心情也开朗起来 确实是个好地方 就是不知道高天园里面时 情况 漂不漂亮 就在这时 桥本菜子的手机响起 他接起手机之后 听了片刻 随后对李凡说道 总监大人 刚刚得到消息 僧爷总监向大家发出邀请 在两天后的会议 交流之后 准备在富山火山中 举办一次 觉醒者之间的交流格斗赛 各国代表团都已经同意了 第428章 有事秘书前 为盟主封报宅南鹤 富山火山的咒术基地之中 一辆辆桑国咒术厅的大巴车 载着各国觉醒者机构的参会成员们 通过地下隧道鱼罐而入 直接进入了富山火山内部的巨大基地之中 来到这里之后 坐在车里的一众参会成员们 不由纷纷感叹 他们此时竟然直接来到了火山口中 整个山腹之中几乎都是中空的 抬头望去 上方竟然就是蓝天白云 而他们同样看到 火山口的两侧贴着各种各样的咒服 还有很多打着绳结的麻绳 上面挂着各种铃铛之类的咒术物品 还有一些明显是科技物品的精神辐射发生装置 显然那是一个结界法阵 将整个富山火山内部的咒术基地都遮掩了起来 从上面望下来 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火山口 谁也想不到 在那结界的障眼法之下 是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基地 在这中心广场旁的楼台之上 森野太郎此时正面带笑容 和中州异常局的工艺军 新路镇魂局的窃尼 以及其他机构的负责人们 谈笑风声 诸位 这就是我们桑国咒术厅 在富山火山内的咒术基地 最初这是属于古代阴阳三家的道场 经过了基带人上百年的一点点建设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说是我们桑国的圣地 也不畏过 森野太郎感慨到 他的笑容略微有些僵硬 似乎是十分疲惫 对这一点 周围的人倒也都理解 毕竟森野太郎 已经算是个中老年人了 昨晚明显是没有休息 在连夜布置这里的情况 出现疲惫很正常 森野太郎继续说道 按理说 哪怕是贵国的元首们 来到桑国 也无法来到咒术基地之中参观 当然 新路大总统阁下是个例外 今天能够向大家大规模开放咒术基地 我们桑国咒术厅 应该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份诚意 旁边的众人微微点头 森野太郎说的这话倒是很对 很多人同时也在不断打量着 整个咒术基地周围的情况 想要找到关于高天原秘境的蛛丝马迹 对于他们来说 桑国这个富山火山咒术基地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高天原秘境的数据 其他的反而没有那 重要了 也正因此 当听到森野太郎的提议 说准备在咒术基地之中 举办一次觉醒者格斗交流赛 基本上都是没有丝毫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在咒术基地之中 待的时间当然是越长越好 时间越长 也就越能找到高天原秘境的信息 最好是直接做完数据采集 这些数据 等到回国之后 都是极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新路镇魂局的窃尼 更是心思活络 准备直接向森野太郎提出要求 到封印所在的地方去看一眼 富山火山内部的咒术基地之中 同样有用来接待的居住宿舍 条件并不比酒店差 此时 在桑国咒术厅 一众接待人员的引导下 众人很快进入了宿舍居住 不过很多人此时也发现 今天桑国咒术厅的接待人员 似乎换了很多生面孔 原本这几天有不少人 都已经和以前的接待人员熟识 此时突然换人不由 都有些不适应 纷纷询问事实 情况 问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因为昨晚归也的行为 让森野太郎震怒 对整个桑国咒术厅 进行了大检 更换了不少不太可靠的人员 这些心癌的咒术厅工作人员 都是以工作可靠 人品过硬著称的 听到这个答案 众人不由纷纷点头 为森野太郎的行为点赞 不愧是桑国咒术厅的咒术总监 格局就是不一样 而且雷厉风行 随着人员逐渐安顿下来 森野太郎向几名最高负责人打个招呼 面带微笑 回到了自己在咒术基地之中的办公室 进门之后 就见多 客客长麻生太郎 此时早就已经等在那里 森野太郎将房门关好 随后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垮下来 从原本的德高望重 不怒自威的咒术厅总监 变成了流里流气小混混一样的气质 摇晃着身子到属于咒术总监的椅子上坐下 翘起双腿放在办公桌上 懒洋洋地说道 嘻嘻 这帮贪婪的混蛋都已经被骗过来了 我看想要复兴国也不用太复杂 敌人根本就是一群笨蛋吗 紧接着揉了揉自己的面颊 嘟囔道 好痒啊 森野这个混蛋的人皮也有一股老人的臭味 我都要吐了 麻生约翰面无表情地说道 野村君辛苦了 不过为了国大业 这点苦都吃不了 你可知道 如果你现在的样子 被他国的仓会人员看到 我们的一切就功亏一篑了 城前上万民志士 抛头颅洒热血 拼命想要虔诚的事业 最后就因为 你这不正经的性子被毁于一旦 你想过是神 后果吗 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森野太郎 而是由桑国咒术听行动总队 十番队对长野村广致扮演的 野村本身出身于所谓的忍者世家 传承了一套暗杀和伪装类的技术 当觉醒精神力之后 这些技术反而让他如虎添翼 能力也和伪装有关 原本青年军的计划 是通过傀儡术将森野太郎的身体链制成 和活人无意的活傀儡 然后由傀儡师在一旁暗中操纵 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种傀儡师再是太容易被人识破 最终选定了拨人皮进行伪装的方案 野村广致在调整自身精神力之后 可以达到与森野太郎相同的精神辐射频率 同时利用密法将对方的皮肤与自己全身贴合 再加上天衣无缝的扮演术 轻易根本无法被识破 森野太郎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觉醒者 能够做到咒术总监的位置 主要还是靠着全术与人脉 刚才那些各国机构的负责人 也根本没有看破这一点 毕竟谁也想不到 咒术厅会发生这种下课上的重大事件 听到麻生约翰的话 原本吊儿郎当摊坐在椅子上的野村一个机灵 神色一素 猛然将双腿从桌子上拿下来 腰背挺直 正经危坐 表情也在瞬间变得肃然 说道 麻生军教训的是 是我梦忘了 以后再也不会犯 麻生约翰满意地点点头 青年军中的智士们 虽然个个都很有性格 但只要和国大业相关的事情 大家都会用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 不会有半点马虎 他随后缓缓说道 这个觉醒者格斗交流赛 本身也在森野太郎原本的计划之中 按照他的计划 献祭物品加固封印的手段 虽然失败了 但可以通过咒术基地之内的咒术大阵 来吸收参赛者的精神力 注入到高天元封印之中 同样起到一个加固封印的作用 不过现在我们 正好可以将计就计 反其道而行之 逆转整个大阵 将参赛者散逸的精神力 导入高天元封印之中 逆向运转 破坏封印 加快打开高天元 迎接诸神的降临 眼前的森野太郎 微微点头 缓缓说道 这实在是一个十拿九稳的策略 原本最近的封印物品 献祭失败之后 高天元的开启 已经又接近了很多 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迎接高天元诸神的降临了 麻生约翰 微微抬头 带着狂热的目光穿过亚麻色的刘海 献出难以抑制的笑意 说道 诸神降临之日 就是我等沐浴神恩之日 也是国在心之时 觉醒者格斗交流赛 坐在车里的李凡 不由一愣 桑国咒术厅子 突然搞这个 弄得跟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似的 不过想想到 也是正常 毕竟这 多的觉醒者聚到一起 大家不打一架看看虚实 也有些说不过去 这事儿 本来也跟他没有关系 反正李局长又不是觉醒者 谁爱打 就让他打去吧 自己到了咒术基地之后 首要目标 就是找找高天元的封印 到底在时 地方 看能不能帮须左从里面出来 他要真出不来的话 自己进去也行 反正得唠唠 上次说了呢 诗里的话 挺不好意思的 得问问 他到底有没有不满 高桥菜子 眼看李凡愣住 心中不由闪过一丝轻面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 这个李凡 哪怕身材健硕 也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掌握了力量的觉醒者 在听到觉醒者格斗交流赛的消息之后 他应该很失落吧 毕竟他一个普通人 也只能作为看客 无法参加这种精彩的比赛 当看到那些天选之子的觉醒者 展现力量的时候 不知道他会怎 想呢 两人一路无话 很快也通过长长的隧道 进入了富山火山下方的咒术基地 此时 杨干和方浩他们 早就已经到了 眼看李凡到来 纷纷过来帮忙收拾行李 只是在看到李凡 房间里正在忙碌的桥本菜子之后 不由全都是一愣 高云雷等人更是猛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 有一说一 桥本菜子确实漂亮 而且是那重唇御风我渐游连行的 立刻让高云雷他们心脏狂跳 这啥情况 李局这是给他们找了个桑果嫂子 不应该啊 前两天大家还一起出去玩了 李局这速度也太快了 主要是这个姑娘这个质量 李局怎 忍心让他整理房间 要是他们有这样的女朋友 那绝对是恨不能捧在手心里 钱活 不可能的 杨甘好奇地问道 小李哥 这是谁 以前莫见过 李凡随意地手说道 哦 忘了跟大家说了 我这不明御总监了吗 今天早上桑果咒术 听给我派了个专属秘书 以后有事 就秘书干了 第429章 竟无一人是男儿 为盟主窝购物 听到李凡说 这个少女是自己的专属秘书 以后有事 就是秘书钱 而且还是这 漂亮的秘书 在场的众人 不由面容扭曲 酸 实在是太特 酸了 简直比吃了一整个 柠檬都要酸 方浩说道 凡哥 真的 你当局长 当总监时 我都不羡慕 但我现在真的是酸了 无名 人和人的差距 为时 会这 大 我网恋是个大胡子 凡哥有个明星连小秘书 一旁的高云雷等人 同样一脸羡慕 高云雷叹息一声 说道 凡哥 真的 我现在 只想痛痛快快出去 瓢衣 随后猛然惊觉 旁边除了一帮兄弟 还有普陀僧 以及其他地方局的人 连忙改口道 飘 耐得一飘 就让我做一只飘灵的蝴蝶 忘记现在的酸楚 就连羊肝此时同样也羡慕到 小李哥既然有贴身秘书了 这不就是相当于私人勤务员吗 我要是也配个秘书 以后出去钓鱼 都不用自己大半夜去打窝子了 直接让秘书打好了 我连马闸都不用带 去了坐下就钓 钓完就走 那简直是梦想中的生活 神仙般的日子 听到这话 李凡神色一素 手说道 可不能乱说 人家乔本应该是有男朋友的 你们这话说的 有些不尊重女性了 随后朝正在整理床铺的 乔本菜子招招手 说道 菜子 过来一下 乔本菜子 连忙放下手中的活 有些拘谨的 快步走到众人面前 李凡孝珠说道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中州 异常局的调查员 年轻有位 这是杨干干子哥 这是方浩 高云雷 乔本菜子 要的就是接触中州异常局 打探内部情报的机会 此时得到这个机会 心中暗息 连忙一一鞠躬打招呼 李凡一路介绍过去 众人也一一打招呼回应 看到乔本菜子这 温柔有礼貌 高云雷等人 立刻又有些手足无措 李凡接着问道 菜子 你有男朋友了吗 乔本菜子一愣 心中瞬间警惕了起来 对方突然问这个问题 很可能是对他的身份进行试探 如果他说自己有男友 那男友的身份也会被盘问 甚至顺藤摸瓜找到不少疑点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节外生枝 古村君只能先委屈你了 当下有些害羞地说道 寻 还没有男友 李凡有些扫兴地点点头 那多么意思 一群人闲扯击聚 乔本菜子的中周语 虽然带着一些口音 不过声音好听 反而更有一些别样的可爱之处 蒋方浩和高云雷等人 迷得五迷三道 乔本菜子 此时却隐隐有些心急 他能明显感觉到 这个李凡 好像突然对他不走 感兴趣了 也不知道神 情况 不过 既然自己已经成为了对方的秘书 只要一直在一起 这些天亲密接触之下 不愁搞不到中周语常局的情报 现在这几个年轻人 就已经被他蛊惑 实在不行 回头找机会探探口风 聊了一会儿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众人 立刻一同向咒术基地的餐厅走去 乔本菜子 此时作为李凡的专属秘书 乖巧地跟在李凡身边 不过 他确实身材又好又漂亮 在一群中周语常局的大老爷们之中 显得十分醒目 各国机构的参会人员 在路上看到乔本菜子 纷纷侧目 本来还 以为对方是中周语常局的参会人员 打听之后才知道 这是那位这两天大出风头的 中周语常局李凡的专属秘书 是桑国咒术厅专门为他这个名誉 总监配备的侍从人员 听到这消息之后 不由把石 新路镇魂局 不列颠特工总局 维西圣殿机构等等的成员 全都羡慕得咬牙切齿 很多人更是从桑国咒术厅的职员那里 打听到这个桥本菜子 原本就是咒术厅的特搜官 想到自己以前看过的一些桑国电影 一帮人又有了一些奇妙的联想 更酸了 等到李凡等人坐定 桥本菜子在他身边坐下之后 诺大的餐厅里迷 漫着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李凡要的就是这个 坐下之后 还不时用眼神挑衅一下其他机构的成员 暗中鼓励对方过来挑事 快来啊 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雄性们 这种情况下 还不赶紧出来挑衅一下 然后大家打得狗血临头 我也能捞个处分 被各位的女人争风吃醋的骂名时 小说里不都是这 写的吗 只是 让李凡失望的是 周围那些原本虎视眈眈的人 在与他对视 感受到他的挑衅目光之后 竟然无一例外 通通都缩了 要不就是直接埋头干饭 要不就是转过目光 看向别处 没有一个敢借着促意过来挑衅的 毕竟 李凡这一桌 悬作着普陀僧和狗道人两个人 普陀僧在国际上名声就很大 狗道人此时也有了不小的名声 外加杨干和牛大刚这些觉醒者 一般人都不敢轻易挑衅 更何况很多人都经过了昨天的场面 知道李凡现在是咒术厅的名誉总监 挑衅他就相当于挑衅咒术厅了 实在是莫必要 李凡不由微微摇头 内心感叹 整个餐厅之中的西方机构觉醒者们 竟无一人是男儿 连争锋吃醋挑衅拉仇恨都不会 当年昂撒和高卢日尔曼的伍德呢 彻底放弃了利用高桥菜子 引起冲突的想法 李凡家起一块寿司放进口中 只感觉有些寡淡无味 当下对高桥菜子说道 菜子 给我扒头蒜 高桥菜子一愣 哦 啊 李凡不耐烦地说道 阿石 啊 就是生蒜 你知道吧 给我扒一头 这寿司吃着没味儿 芥末又太充了 高桥菜子连忙安排 吩咐服务员去后厨取蒜 不一会儿已经送来了一头生蒜 黄国的大业 我们现在不能相认 希望你能理解 也希望你能懂得自我牺牲的意义 不用惧怕太多 用自己的牺牲 换取对方的信任 为黄国大业保驾护航 等到高天元诸神降临 黄国复兴的那天 你所遭受的屈辱 我必将让对方百倍偿还 高桥菜子原本还想和对方打个招呼 此时眼见古村擦肩而过 一双大眼睛不由暗淡下来 只能默默为李凡扒算 李凡此时有些好奇地 看了看走过去的古村 随后没再说时 开始继续吃饭 午餐过后 回到房间准备午睡 没想到高桥菜子也跟了进来 眼神简直有些像是即将自我献祭的圣女 直挺挺地躺在了外间的床上 房间本身就是套间 李凡困意上涌 也懒得理他 自己到李屋睡了 等到听到李屋传来李凡的呼噜声 高桥菜子不由一正 被古村的眼神和行为刺激之后 原本他都已经做好了自我献祭的准备 自暴自弃 等待着李凡的蹂躏 没想到对方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而是自己进去睡了 头一次 高桥菜子对自己的魅力产生怀疑 我 没有吸引力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他心中思绪万千 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时间睡不住了 李凡午睡过后 下午又是开会 这次倒是不用高桥菜子再跟着了 李凡来到会场 听了机句 就又有些睁不开眼了 好像中午根本没睡一样 就这 浑浑噩噩过了一下午 晚餐时间又到了 赵丽氏高桥菜子陪同 一同吃了晚餐 回到房间之后 两人坐在沙发上 一同看起了电视 高桥菜子 原本都已经做好了 被侮辱卸完的准备 只是没想到等了一天 对方都没有动静 反而很有距离感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是强行执行任务 还是在等等 就在这时 就听一旁的李凡突然问道 菜子 你是不是困了 高桥菜子一愣 说道 我没 一句话还莫说完 他突然感觉到了 深深的倦意往上涌 仿佛对方那句 话拥有魔力一般 今天的疲惫 还有晚上喝的红酒的醉意 瞬间充斥了全身 整个人如同坠入深渊一样 一时昏沉 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李凡看着睡去的高桥菜子 嘖嘖嘴说道 你现在困了 第四百三十章 深夜密闻高天园秘境 那颗一半茂盛开花 一半乾枯焦黑的巨大樱花树 此时变得愈发凋零 整个高天园秘境之中 那无尽的原野 此时反而有一种万物复苏的景象 原本枯萎的薅草 此时都变得生机勃勃 还有各种五颜六色的小花 尝了出来 就连那些原本因为强大生命体之间的战斗 而变得一片荒芜的地面 以及那些可怕的融融大坑之中 此时都有些徐草木的嫩芽尝了出来 这一切都预示着高天园秘境 获得了一丝新的能量 来自现实的精神能量 历代被封印在高天园秘境之中的诸神 所渴求的降临现实 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了 只是作为高天园秘境之中 唯一的智慧生命 同样也是高天园的统治者 虚左此时却根本开心不起来 残存的樱花树之上 虚左的神情忐忑 面色惨白 正看着鸡朵刚刚凋零的樱花 心中无限惆怅 又掉了 就在刚刚 樱花又凋零了鸡朵 到底是怎 回事 他还记得 现实中那些人类不是有识 守护封印的传承家族吗 又或者是识 阴阳组织之类的 按理说每年都应该进行陷阱 加固封印的 这 多年 都没事 今年这 偷懒 行不行了 不行就把封印交出去 换其他人来加固 再不加固封印 高天园秘境和现实之间的通道 就要被打开了 凶残的旧神虚左 就要从高天园秘境之中脱困 到时候 你们现实之中 生灵涂炭 可别怪我 生而为人 要对自己的同胞 负起责任来啊 混蛋 虚左面色惨白 将手中掉落枯萎的樱花 再次放到了 封印之树的树枝上 徒劳地想要将樱花 接回去 只是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之前他曾经常是 使用自己残存的神力 想要将樱花复原 只是却没想到 自身的神力 和这棵封印之树之间 是完全相克的 直接起到了反作用 甚至弄掉了一片花瓣 吓得他再也不敢争 搞了 想到阵域之主的阴险 狡诈和恐怖 他不由又打了个哆嗦 最终 虚左徒劳地 将手中的樱花丢下 看着只剩下不到 三十朵樱花的封印之树 喃喃地说道 人类啊 负起责任来吧 赶紧加固封印啊 求求了 乔本菜子刚刚睡过去 是放出沉睡咒术的 山本小鸡 打开背包 从里面钻了出来 在他的身后 则是其他几名黑龙会的 小鸡玩偶 全都面色肃然 从背包里出来之后 山本松看看沙发上 刚刚被他弄昏迷的 桥本菜子 一脸肃然地对李凡说道 主公 这个女人有问题 今天中午主公休息之后 这个女人在房间里 不断翻找您的个人物品 无论是背包 还是衣物的内斗 包括行李箱的家层 全都被他找了一遍 明显是在寻找 相关的情报线索 甚至无备的身躯 都被他窥探了一二 好在没有发现时 一旁的吉田紧接着说道 想必当您前往会场之后 他也同样进行了搜索 只是当时下属们 已经陷入沉睡 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只有当李凡 释放精神力的时候 他们这些前缩头颅 才能拥有自己的意识 和活动能力 同时被李凡带入了会场 因此 对下午发生的情况 也不太了解 李凡看看桥本菜子的睡颜 微微点头 间谍嘛 和自己猜的一样 桑国咒树厅 要是不趁机派个间谍过来监视 他反倒要瞧不起对方了 走吧 去探探路 看看封印到底在时 地方 既然咒树厅内部 有人想要解开封印 我们就帮他们一把 李凡淡淡地说道 说话间 虎柱神已经瞬间附体 整个人此时变得如同一片青烟 一样轻盈 还一 七个黑龙会的前成员 同时鞠躬回应 房门打开 一阵狂风过后 李凡和一群小鸡玩偶 已经在房间之中消失 由于之前的战斗之中 没有发挥出时 作用 这一次 黑龙会众人显得极为用心 由贺茂龙圣领路 众人在这咒树基地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直接进入了很多咒树厅 都不一定知道的密道之中 一路向下前行 此时李凡也赫然发现 整个咒树基地之中 在他们所居住的房间下方 竟然全都有秘密通道 可以监听房间之中的声音 与此同时 虽然已经是晚上 仍然有很多 桑国咒树厅的职员们在忙碌 而整个咒树基地之中 除了他之外 此时正活跃着 足足几十个桥庄益荣之后 出来摸牌消息的 各国觉醒者特工 李凡刚刚出门 就在拐角的通风管道之中 看到一个 又往前走机步 一个楼梯上藏着两个 接着进了电梯井 在墙边看到一个 后面还有一种 假扮桑国咒树厅职员的 有假扮清洁工的 甚至还有 假扮成自动送货机器人的 整个咒树基地 比白天还热闹 拥有虎助神附体的李凡 此时精神力足以碾压 这些各国的觉醒者特工 再加上七个黑龙会的 前头目同时 使用咒树 所过之处 如入无人之境 那些各国特工 根本发现不了他 不过这一幕 还是让李凡有些哭笑不得 虽然他不是桑国咒树厅的人 此时 也觉得有些过分了 其人太甚啊 只是更加诡异的是 如此多的觉醒者特工 在咒树基地之中游走探查 桑国咒树听却像是 根本没有看到一样 连一处警报都没有出发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愧是桑国人 这个主人当得太到家了 李树周全了 属于是 李凡心中感叹 转眼间 已经在贺茂龙盛的带领下 将整个咒树基地摸了个遍 封印所在的地方 同样也已经摸清了情况 那里算得上层层把守 同时还有阴阳三家的家老助手 只有一条通道能够进入 平时有足足20道合金门封锁 就算是他 想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到达封印地点 也有些麻烦 而且 那封印的开启 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方法 就连贺茂龙盛也不曾掌握 现实与秘境之间的避障极为牢固 哪怕是至尊主宰 都难以轻易破开 看样子 还是要借用桑国咒树听内部的力量 查看完毕之后 李凡悄无声息地 通过一条条密道返回住所 只是就在经过一条年久失修 显然已经被废弃的密道之时 虎助神附体之后的灵敏听觉 猛然让他捕捉到了 旁边传来的一个声音 似乎提到了桥本菜子 他连忙将耳朵贴到墙壁上 立刻确定 这是差不多一米多厚的 混凝土墙的另一侧 传来的声音 房间之中 有人在交谈 借川先生 只要一想到 菜子正在被那个禽兽蹂躏 我就 我就心如刀脚 第431章 魅惑之主深渊 镇狱 自从不久之前 残暴恐怖的镇狱之主 将一群至尊主宰 和深渊领主诱杀之后 镇狱周围的深渊里 清静了很多 之前那恐怖的能量波动 以及凄厉的惨叫声 将是也可见范围内的 所有深渊生物 全都吓得暴头鼠窜 再也不敢回来 就连那些最低等的活尸 在阴影之中 靠腐烂而活得如虫 也都凭借着仅存的本能 远远离开 镇狱周围的区域 反而成了整个深渊之中 最清静最安全的地方 而之后 镇狱之主带领一众镇狱图 走出镇狱 前往探查集渊的一幕 更是让那些在暗中窥探 想要有所图谋的深渊强者们 吸了心思 之前的种种猜测 镇狱之主的力量削弱 镇狱之主无法离开镇狱 等等等等 都已经不攻自破 回来了 都回来了 还是那 变态 还是那 狡诈 还是那 疯狂 还是那 残暴 就是那个味道 很多深渊生物内心深处尘封的记忆 也再次被唤醒 想起了那个存在 曾经是如何让它们瑟瑟发抖 现在可以继续发抖了 就在镇狱之外这片土地之上 此时正有一个身影 缓缓前行 这是一个拥有着完美身材 烟饰魅形的女人 女人的面容 如同像月光般纯洁的少女 神情之中 却又带着一丝妩媚和妻楚 她的身上 枝缠绕着一条半透明的纱巾 光着一双洁白的脚丫 冰激玉骨 在深渊恐怖 而又苍凉的人面大地之上行走 所过之处 让那些闭目的人面 纷纷睁开眼睛 随后发出疯狂的叫喊 甚至开始努力相互撕咬 发现心中的疯狂 仅仅是这个容貌 就让绝大部分男性看到之后 都会生起蹂躏 甚至虐杀她的冲动 这重疯狂的毁灭欲望 是因为少女的容貌时 再是太过美好 这份美好 会让人的大脑产生 极度的兴奋和快感 超过了大脑 所能承受的预值 在这种强烈的正刺激之下 大脑为了保持宿主的精神 不至于因此崩溃 会立刻产生负情绪反馈 进行对冲 产生毁灭对方的负面冲动 也就是所谓的 情绪二向性 只是一般的情绪 对冲之后 都会归于平静 而这个少女实在太美 看到她之后所产生的情绪 对冲实暂时太过剧烈 这种毁灭对方的冲动 会变得无比剧烈 难以消失 好在此时的 镇域周围的深渊荒野之中 并没有其他的人类 这少女暂时也是安全的 而随着她继续前行 原本月光般纯洁的身躯 也在迅速发生着变化 竟然很快尝出了细腻的黄色绒毛 身体表面也出现了一些绚丽的花纹 变成了野兽一样的外貌 尝着绝美人面的野兽 一只雌兽 这个外表 仅仅维持了一会儿的功夫 随着它继续前行 身躯不断变化住 或是半人半马的形态 或是密密麻麻的触手 或是如同一只人形的雌兔 乃至巨大绚丽妖艳的毒蜘蛛 等等等等 这些形态 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美丽的雌性 散发出独有的魅惑 带着无穷的吸引力 所过之处 那些组成地面的卑微人面 仍然在发疯般地喊叫着 在这变化的过程中 它的身躯也显得有些虚无 偶尔甚至会变成半透明 这似乎并不是一具真正的身躯 很快 它已经走过一片空荡荡的荒野 来到了镇域那扇高达百米的巨门之前 此时的镇域就那 在深渊的血红色光芒之中矗立 如同一头责人而逝的巨兽 沉默地浮卧在深渊之中 阴森 寂静 强大的压迫感 此时那不可名状的莱克 在镇域的巨门之前停下脚步 身躯再次恢复了原本少女的模样 在门口站了一段时间 她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 伸出鲜鲜玉手 轻轻敲在镇域的巨门之上 独独 她的动作看起来很轻柔 镇域的巨门却瞬间发出沉闷的回响 让人难以想象她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 只是敲了两下 少女就不敢再敲 而是一脸忐忑地站在那里等待着 光芪的脚丫踩在镇域门口的黑色石阶之上 天使般纯洁无瑕的面旁带着令人怜惜的忐忑 一双眸子如同光洁的金色宝石仿佛其中存在着一个宇宙 终于 镇域的巨门微微打开一条缝隙 上百米的巨门之下 那缝隙中探出一个苹果大小的小熊脑袋 双爪扒着门缝小心翼翼往外观看 这呆萌可爱的小熊不由让门口的少女一愣 同样心生喜爱 紧接着就听那呆萌可爱的小熊口中传来苍老魂厚的烟嗓 用细微的声音嘟囔着说道 主人在上 这也太正了 我要是还活着 绝对要扑上去把你掐死 太漂亮了 不过从深渊里面过来的 估计和那些囚徒一样恐怖 不可名状的少女一正 顿感着小熊实在有趣 就听着小熊玩偶突然咧嘴露出可爱的笑容 捏着嗓子恭敬地问道 那个 请问 这位尊贵的 生物 您找谁 不可名状的少女露出有些娇羞的笑容 说道 您好 请问镇域之主在吗 麻烦通报一声 就说魅惑之主求献 自暗阅而来 富山火山的咒树基地密道之中 听到隔壁传来的话 李凡不由一愣 随后瞬间来了兴致 直扔起耳朵 开始仔细倾听 就听第一个声音说完之后 麻生约翰的声音响起 安慰道 古村君 你为皇国复兴所做的一切 青年均都 看在眼里 为了大义 为了大业 这点牺牲不算实 等到诸神降临 我们通过献祭之法 获得了诸神的青睐 甚至直接掌控了诸神的力量 整个世界的女人 任你挑选 到那个时候 你甚至可以选择中周 做中周皇帝 建立你的后宫 女人 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庸 只会影响 你拔刀的速度罢了 古村正雄叹一口气 说道 麻生君说得对 我确实不应该困于儿女情长之中 虽然我对菜子是真爱 但个人的小情小爱 是无法和我对皇国的热爱相比的 大不了等我获得了神的恩赐 成为了中周皇帝 就赐给菜子 一场最盛大的葬礼 让他在烈火中 洗脱身上的余慧 净化灵魂 升入高天原之中 古村正雄的声音有些颤抖 显然他对桥本菜子 还是有真感情的 只是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爱人 受到电鱼 麻生约翰笑道 这就对了 古村君 菜子的英灵 也会在高天原永远幸福的 现在大业即将开启 不容有任何闪失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那个李凡 很可能真的 和清洁协会有关系 虽然他不是收藏家 但如果清洁协会在暗中有神 我们不知道的动作 阻碍了大业的进展 那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所以 菜子的作用十分重要 一定要让他加快动作 将这个李凡彻底俘获 从他口中得到中周一场局 和清洁协会的计划 觉醒者格斗交流赛 即将开始 不容有失 随后 就是古村郑雄猛然起身的声音 嗨 为了皇国 一米多厚的墙的另一侧 在密道中 听到麻生约翰 和古村郑雄的讲话 李凡心中不由五味杂陈 万万没想到 竟然真的让他找到了 暗中藏匿的友军 隐藏在桑国咒树厅之内的叛徒 领头者 就是都查克的客厂 麻生约翰 和富客厂古村郑雄 这两个 都是大大的好人 不过令人有些无奈的是 友军好像对他有些意见 乔本菜子 就是友军派在他身边的卧底 而且 竟然还是古村郑雄的女朋友 这个发现 一时间让他又不好意思 又有些兴奋 想要解开高天元封印的这个石 青年君 说也是友军 自己要是对乔本菜子做些神 就有些不地道了 不过 友军虽然是好人 但是有些不尊重女性啊 这样可不好 至于他们担心的石 来自清洁协会的影响之类的 倒是让他们大可放心 清洁协会 目前根本没这方面的打算 看样子 高崎岛生留下的余波还 没有完全消除 自己和清洁协会的关系 仍然受到多方机构的猜疑 接下来实在不行 就通过乔本菜子 透露一下相关的情况 让有君安心 想明白这些 李凡朝着隔壁的密室 暗暗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 加油啊 麻生君 古村君 特别是古村君 好好钱 我也会好好钱的 第432章 为了我 请菜子做出牺牲 离开密道之后 在整个咒术基地之中 转了这 李凡都有些饿了 当下直接到了 咒术基地之中的 24小时餐厅之中 点了宵夜 大快躲顾了一番 由于他本身的 桑国咒术听名 御总监的身份 在餐厅之中 都拥有自己的单间 和专属厨师团队 可以说是十分享受了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李凡干脆放开来 猛吃一毒 只是吃完之后 发现自己 吃的实在有些多了 多点了一杯奶茶 有些喝不下去 当下满意的摸摸嘴 拿着最后那杯奶茶 溜达着回自己的房间 一路之上 整个富山火山的 咒术基地之中 一片安静 不过李凡却十分明白 在这安静的表面之下 早就已经暗流涌动 阴影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 正在各种探查搜索 刚才李凡前往封印 进行探查的时候 甚至在路上遇到了伪装措施 十分到位的杨干 和牛大纲 两人同样发现了李凡 不过都努力隐藏自身 不让李凡发现 在他们看来 这也是为了李凡的安全 显然 这是公益君的命令 李凡一路溜达着回到房间 就现客厅的沙发上 乔本菜子还在沉睡之中 山本松立刻是放精神力 瞬间解开了沉睡咒 听到李凡的脚步声 乔本菜子紧闭的眼睛 微微颤抖 随后缓缓睁开 发现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不由猛然一惊 身子一颤 连忙抬头看向周围 就见李凡此时正 拿着一杯奶茶 笑嘻嘻地站在他的面前 行了 刚才你太累了 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我没忍心叫醒你 自己去吃了个宵夜 李凡说着 看了看手中自己剩下的奶茶 丢给乔本菜子 诺 给你带了杯珍珠奶茶 莫想到咒术基地的餐厅 竟然还供应珍珠奶茶 乔本菜子身子一颤 下意识地接过奶茶捧在手中 说道 谢 谢谢 紧接着解释道 珍珠奶茶从中州传到桑国 在东都很流行的 甚至很多社团组织 也都通过开奶茶店来赚钱 我也很喜欢珍珠奶茶 李凡点点头 笑道 很好 喜欢就喝吧 正准备再扯鸡具 突然感觉到 右手掌心的郑玉 要是纹身猛然一热 郑玉有访客到来 他当下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将门关上 说道 有些累了 先休息了 就在关上门的瞬间 李凡的神色瞬间变得肃然 静止来到套间的卫生间前 掌心的郑玉支持的力量发动 猛然将门拉开 来自郑玉的熟悉的霉味传来 李凡立刻迈步走了进去 眼看李凡直接回屋休息了 乔本菜子摸着手中仍然温热的珍珠奶茶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 办才好 抬头看看时间 他才猛然惊觉 竟然已经到了和古村接头的时间 想到男友古村郑雄 乔本菜子不由心中意暖 随后连忙收拾一番 悄悄离开了房间 努力不去惊动礼物卧室中的礼凡 借着对咒树基地的熟悉 乔本菜子很快来到了一处办公建筑 此时 咒树厅的绝大部分职员都已经休息 这建筑之中根本没有多少人 乔本菜子一路进入建筑的三楼 进入一处办公室 随后又从里面的侧门进入附近的一处空旷的会议室中 在这里 黑暗中一个身影已经等候多时 听到乔本菜子的脚步声 对方连忙走过来 同时打开了旁边的一盏闭灯 古村君 乔本菜子之感觉今天受的委屈都值了 就要过去和古村郑雄相拥在一起 没想到古村郑雄后退一步 避开了乔本菜子的双臂 眼底闪过一丝不忍 只是还是略有些声音地说道 菜子 大业在即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你的任务十分重要 如果被人看到 我们轻轻我我 一切就功亏一篑了 呀 有没有获得神 重要情报 乔本菜子的眼神现出失望 只是还是顺从地说道 是我有些失态了 忘了你之前告诉我的行事规则 我努力接近这个李凡 不过他好像对我不太感兴趣 下午他去开会 我在房间里 翻找了他所有的物品 都没有找到石 值得重视的情报 听到乔本菜子的话 古村郑雄的眼神中 现出一丝如释重负 在听到乔本菜子 没有获得石 情报之后 他不由又有些失落 当下咬了咬牙 对乔本菜子正色道 中州人就是喜欢 伪装道貌岸然的君子 而且 中州异常局 应该还有一些 相关的风纪规定 所以 这就需要菜子 你自己主动一些 只要能摸清 中州异常局 和清洁协会的情况 拿到重要情报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大业 为了我 似乎是怕乔本菜子听不懂 古村郑雄又加重语气 着重说道 一切 乔本菜子瞬间明白了男友的意思 不由全身一颤 心中瞬间一片冰寒 紧接着 他强忍心中的悲伤 说道 我 明白了 请古村督察放心 为了大业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哪怕付出 一切 古村郑雄立刻放心下来 为了宽慰乔本菜子 不由伸手 想要拍拍他的肩头 说道 菜子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 大业之中 总有牺牲 等到大业达成 高天元诸神降临 我们也获得了神恩 我成了中州帝的那天 一定立你为非 让你永远幸福 只是此时 乔本菜子却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躲过了古村郑雄的手 说道 为了大业 古村督察 还是不要做一些过于亲密的动作 如果让人发现了就不好了 会影响任务 古村郑雄 不由心中生起一丝恼怒 只是看看对方有些凄美的容颜 最终还是心软下来 说道 菜子 你能理解是最好的 快去吧 乔本菜子点点头 默不作声地转身离开了 看着乔本菜子离开的背影 古村郑雄心中五味杂陈 一方面 欣慰与乔本菜子 还未被那个李凡柔令 一方面 又未待会儿乔本菜子要做的事情 感到屈辱 站在闭灯的阴影中 古村郑雄一时间正在了那里 乔本菜子咬着嘴唇 眼眶里擒着泪水 回到了李凡的房间 站在客厅里 整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 办才好 原本以为今晚是和男朋友 古村相聚的美好时刻 却没想到 对方将所谓的大业和任务 看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甚至给他下达了牺牲的命令 乔本菜子站了片刻 将嘴唇都咬出了牙印 最终下定了决心 开始脱衣服 将外套一件件脱下 他又给自己补了个妆 看了看镜子里清纯美丽 我献油怜的自己 努力让自己露出笑容 随后深吸一口气 走到李屋李凡的卧室门前 敲响了门 没有回应 睡着了 乔本菜子清了清嗓子 用有些妩媚的声音说道 李 李总监 我有些睡不着 请问你 你能陪我睡吗 说完这句话 他的脸以惊鸿的发烫 心中更是对自己产生了 鄙夷和厌弃 有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冲动 只是让他默想到的是 无论是他敲门还是叫门 卧室里的李凡 根本没有丝毫动静 根本不给他开门 乔本菜子身吸一气 提高了一些音量 同时用更加妩媚的声音喊道 李总监 请您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服侍您的 这 这也是我作为专属秘书应该 应该做的 他的中周语 本身就带着桑国的口音 听起来十分软糯 此时更是妩媚到家了 按理说他 已经用力敲门 再加上这个喊声 里面睡觉的李凡 绝对能听到了 只是让乔本菜子难以置信的是 卧室门仍然繁琐 里面睡觉的李凡 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乔本菜子心中一颤 瞬间明白 对方并不是时矜持 而是并不想这 做 根本不想给他开门 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 那位李总监 正在用装睡来遮掩 似乎 这位中周异常局的官僚 并不是像古村说的那样 是个假正经 他 好像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 想到这里 乔本菜子 猛然被羞愧的感觉包裹 为自己的轻薄 而羞残地低下了头 随后他不再说时 捡起丢了一地的衣裙 抱在怀中 回到沙发上坐下 整个人缩成一团 眼角的余光撇 现桌上的珍珠奶茶 连忙捧在双手中 仿佛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 还是温的 将管子插进去 吸了一小口 感受着珍珠在舌间的甘甜软糯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自己在做神 在陷害一个好人吗 这狱之中 头戴黑火冠冕的苍白鬼妹 再次归来 当踏足郑玉的瞬间 李凡已经瞬间感受到 无尽的力量感 左手掌心的郑玉之印变得灼热 郑玉的力量 涌入他的体内 让他瞬间仿佛化身为整个郑玉 看到了郑玉之中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粒微尘 郑玉书房之中的一群人类 头颅在暗中窃窃私语 或是背诵着某些东西 小熊玩偶们 作为狱卒 在这片区域巡逻 却根本不敢触及郑玉的监区 监区的牢房之中 一群至尊主宰和深渊领主 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牢房之中 只是偶尔聊上机具 不敢有丝毫怨言 下方的炼狱之中 那些兽型的囚徒 仍然在周而复始地 承受着可怕的刑法 李凡将目光投向郑玉之外 白米高的青铜巨门之外 黑色的石阶之上 一个美得令人发疯的少女 此时只披着一条青纱 正光着脚丫站在那里 等待着郑玉之主的照见 刚才正是她 敲响了郑玉的大门 借用郑玉的力量 李凡此时已经看清 那少女的外形 虽然维持住人形 本身的核心 却是一个类似于 漩涡一样的东西 正在不断闪烁光影 便换着形状 有趣 头戴黑火冠冕的苍白鬼魅 显出疯狂的笑容 郑玉的力量发动 随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白骨与熔岩的王座 已经出现在郑玉的前厅 郑玉之主出现在 白骨与熔岩的王座之上 单手脱腮 望着门外的少女 带着细血的笑容 说道 进来 第433章 共一 外神 为盟主大佬邱哥贺 郑玉的监躯之中 原本正在嘀嘀咕咕聊天的 生命三巨人 突然听到 咔哒一声轻响 随后立刻发现 牢房的门打开了 恶声走出牢房 就见旁边的孟魔 克索尔等牢房的门 同样打开 对面的八手法王八个脑袋 同样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恶声心中一喜 连忙说道 诸位 勉下回来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没有好戏看了 话音刚落 来自郑玉的力量袭来 一众深渊强者之感觉周围的场景 瞬间转换 他们已经来到了郑玉的前厅 那白骨与容年的王座之下 头戴黑火冠冕的苍白鬼魅 此时就面带森然笑容 坐在王座之上 看向郑玉之外 一众深渊强者 连忙转头看去 立刻看到了 那美貌绝伦的少女 正迈步走进郑玉之中 看到这少女的瞬间 在场的一众深渊强者 不由一正 克索尔更是瞬间打了个冷颤 颤声说道 魅惑之主 孟魔同样对那少女 面露怒容 神色冷峻 隐隐还有些忌惮 而如同直立山羊的银玉之主 此时同样对那少女怒目而逝 却又不敢表现得太过 作为心境被关押到 郑玉之中的至尊主宰 银玉之主这几天 已经逐渐适应了 郑玉之中的环境 之前她也是经过了 和噩梦的厮杀 才成功当选郑玉囚徒 对这个职位 还是很珍惜的 只是对于郑玉之主 突然离开着 久都没有再出现 她又隐隐有些疑惑 此时眼见郑玉之主 再次返回郑玉 第一件事 就是照见传说中的魅惑之主 隐喻立刻再次感受到了 郑玉之主的强大 之前的重恐惧感 又一次涌上了心头 整个人也安心了不少 头戴黑火冠冕的 苍白鬼妹面 带莫测的笑容 看着下方那绝色游物 心中明白 原来这就是魅惑之主 听名字 显然也是一个至尊主宰 不过之前怎 没听过 这个模样 实在是诱人 难怪叫做魅惑之主 说起来 从字面上理解 淫玉之主 这个至尊主宰 某些职权领域 似乎和魅惑之主是重合的 就是不知道 他和梦魔之间 谁更强一些 万一是个顶尖的至尊主宰 阵域不好完全镇压 那就有些糟了 到时候 自己这个阵域之主 很可能又要露线 这些深渊生物 是不是都有病 自己在家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非得跑阵域来干时 我这儿是深渊社交场所吗 想到这里 李凡心中已经略微有些紧张 不动声色地看着对方 此时那绝色少女 已经走到了容颜与白骨的王座之下 一路走过来 她已经感受到了 镇域无匹的强大威压 还有那苍白鬼魅所散发出来的 猙獰变态的气息 传言是真的 镇域之主 从吉渊归来了 她的心中 瞬间忐忑起来 眼看那头戴黑火冠冕的 苍白鬼魅 一直没有出声 再看看周围虎视眈眈的一群镇域囚徒 魅祸之主 深吸一口气 近乎完美的面颊上 献出天使般的笑容 用最恭敬的声音说道 伟大的镇域之主 请您接受来自魅祸最谦卑的问候 向您问安 那头戴黑火冠冕的苍白鬼魅 此时仍然带着细血的笑容 看着她 并没有说话 一旁凶神恶杀的镇域囚徒们 此时献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魅祸之主 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 笑容略微变得有些谄媚 说道 秦伟大的面下 原谅我没有在第一时间 供应您的归来 作为您在深渊之中 最虔诚的仆从之一 我致祈求您的怜悯 说着 身段恶娜的少女 双腿微曲轻轻跪下 弯下纤细的腰肢 高耸的胸口 压在冰冷地面 现出光滑雪白的背脊 双手伸直 用最虔诚的姿势向 眼前头戴黑火冠冕的 苍白鬼魅 五体投地 无论是姿态 还是神情 都显得极度虔诚 终于 容颜与白骨王座之上的 镇域之主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你的本体 为何没有前来 画风一转 他的表情 已经变得残忍而争鸣 森然道 难道你的前程 都是虚假的 你在欺骗伟大的 镇域之主 若是这样 无论你在哪里 哪怕在极渊之中 我也会将你抓回来 王座之下 魅惑之主的化身 瞬间感受到 来自镇域的恐怖压力 江山区在地面上 匍匐的更低 惶恐的颤声说道 请您原谅 请伟大的 勉下原谅 魅惑的本体 此时正在暗月之上 魅惑主的计划效力 他丝毫不怀疑 坐在容颜与 白骨王座之上的 镇域之主 这个偏执狂变态 会因为一时的好物 在整个深渊之中 对他发起 不死不休的追杀 原本魅惑之主的化身 已经做好了 剑锋使舵 甚至于镇域之主 讨价还价的打算 此时却 再也不敢拖延 连忙开始讲述实情 听到他的话 容颜与白骨王座之上的 苍白鬼魅 瞬间从刚才 狂暴的愤怒之中 平息下来 仅仅是一瞬间 仿佛时 都没有发生 他已经恢复了 近乎沉寂的平静 依然面带笑容 说 魅惑之主的化身 打了个冷颤 近乎完美的身躯 仍然匍匐在地上 只是微微抬起 那张纯净无瑕的脸 用一双宝石 般的眸子 望向那头戴 黑火冠冕的苍白鬼魅 楚楚可怜地说道 伟大的面下 您有所不知 暗月之上的一些 至尊主宰 通过与县时中的 信徒联系 已经找到了 前往现实的通道 而且准备将之打通 听到这话 那苍白鬼魅 原本带着 戏谑笑容的面旁 瞬间收起了笑容 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这个细微的变化 瞬间让整个 镇域之中 所有的囚徒 连同魅惑之主的化身 心中 齐齐打了个冷颤 他 生气了 李凡心里打鼓 已经开始有些害怕了 最糟糕的情况 还是来了 整个深渊 实在是太大了 上次视察深渊 和吉渊的地形之后 李凡就感觉 可能要糟 深渊之中 光是那些 诡异的残破星球 就有不少 总会有一些 镇域鞭长莫及的地方 存在某些胆大包天 或者愚蠢又鲁莽的 至尊主宰 又或是深渊领主 想要偷偷打通 和现实之间的通道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而他又不能 及时出手 惩戒对方的话 镇域之主的威信 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镇域之中的 这些囚徒 都会再次对 镇域之主的真实实力 有所怀疑 笑不出来啊 魅惑的化身 连忙继续说道 暗月毕竟远离 蓝星的废墟 某些至尊 主宰在暗月折扶的 时间太久 甚至都不知道 缅下已经从急缘归来 好在我早就 已经有所耳闻 知道您正在现实之中 与救神作战 暗月的鲁莽 必然影响您的 宏伟谋略 所以极力劝阻了他们 前来向您通报此事 李凡心中一灵 他吗 看来还不止一个 所谓的暗月 完全是一处未知之地 实在令他忐忑 想想还有好几个 类似的星球 就是让人一阵头大 感受到 镇域之主的郑重 在场的一众 深渊强者 明白他的怒意更胜 纷纷更加忐忑 梦魔当下怒斥道 通报 我看你是想要探听 我看你是想要探听 脸下的虚实 为你们的狂妄寻找借口 违抗伟大的镇域之主 迎接你们的 只有最终的毁灭 生命三巨人 纷纷对魅惑的化身 发出疯狂的咆哮 怒斥他的狂妄 与自取灭亡 能够当面怒斥一名 强大的至尊主宰 也就在镇域里面 才有这种机会 实在是太爽了 就连心境被囚禁的 淫欲之主 也发出愤怒的咆哮 一时间 整个镇域之中 充斥着令人疯狂的 来自不可名状生物的咆哮 如同久悠的欲的哀鸣 魅惑的化身 更加谦卑地匍匐在地上 楚楚可怜地看着镇域之主 拼命想要解释 他的话语却被嘈杂的 阴浪所掩盖 根本无法听清 荣也与白骨王座之上 头戴黑火冠冕的 苍白鬼魅 微微竖起一根手指 镇域中的嘈杂 瞬间安静下来 净得连一根针跌落 都能听清 所有刚才还咆哮 如同恶犬的镇域囚徒们 都在一瞬间 安静如鸡 甚至连动作 都凝固下来 仿佛变成了一尊尊雕像 镇域之主的脸上 再次献出一丝笑容 说道 你们想要一个证明 魅惑所说的 不过是经过角逝的谎言 显然 这些暗月之上的深渊强者 想要看到镇域之主 与救神再度交战的证据 想要验证镇域之主 所说的真实性 魅惑的化身猛然一颤 说道 不敢 我们怎敢要求 镇域之主证明自身 我们只是想与您的 伟大计划融为一体 获得一个荣耀自身的机会 那头戴黑火冠冕的 苍白鬼魅 献出不懈的笑容 说道 没关系 伟大的镇域之主 将展现他的人词 给你们证明 很快 我将要屠戮一名救神 我准许你们来到镇域关 看祭神的仪式 现在 告诉我他们的名字 那些不信我的重制的名字 魅惑的化身猛然一颤 说道 是共一 和暗月的外神 第434章 宁可灵万 不要毁灭厄月啊 镇域的前厅之中 端坐在荣野与白骨王座之上的 苍白鬼妹面戴森然的笑容 望着下方的魅惑化身 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 整个镇域之中的囚徒与魅惑化身一起 瞬间进入寒蝉 梦摩心中凛然 迅速开始思索 是共一之主 说起来 共一之主 在至尊主宰之中 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一批 却绝对是最狡猾的那一群之中的一个 哪怕在深渊之中 也没有多少人 陷到过共一之主的真容 长久以来 深渊之中的智慧生命 甚至失去了共一之主的消息 很多人都说他追随镇域之主 进入了极渊之中 现在看来 他并未进入极渊 而是躲在了恶月之上 而且 共一之主 竟然和外神勾结在了一起 这足以让镇域之主 陷入最令人恐怖的暴怒之中 相似的想法 同样出现在在场的 其他镇域囚徒的脑海之中 八守法王甚至暗暗担忧 不知道主人在盛怒之下 会不会直接将整个恶月击碎 甚至毁灭 如果那样的话 对整个深渊的影响就太大了 说不定会引发极渊的其他变故 甚至让御主都遭受损失 如果主人真的要这 做的话 作为最忠心耿耿的忠权 他八守法王说时 也要劝上一句 就一句 那苍白鬼魅此时仍然保持着 如同塑像般的笑容 一动不动 望着魅惑的化身 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心中十分焦急 共义还能明白 这个外神是神 新名词啊 触及到知识盲区了 旧神他现在 已经明白是怎 回事了 外神又是神 鬼 到底和镇域之主之间 是敌是有事舔狗 应该做出识 样的反应更好 就在这时 八守法王鼓起勇气 八个脑袋同时开口说道 伟大的缅下 不过是一群卑微的外神 请您不必动目 共义之主 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至尊主宰 在您的威名之下 想必他们定会望风而降 投入宏伟的镇域之中 请您 请您千万不要将恶月彻底毁灭 说完之后 八守法王紧接着又补上一句 当然 这只是八守卑微的建议 如果您已经做出决定 八守将成为您的前驱 听到这话 在场的一众镇域囚徒 全都心中一灵 继而对镇域之主的凶残暴虐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他们都知道 八守法王跟随镇域之主最久 或者说 被关在镇域之中的时间最久 也正因此 就连生命三巨人都承认 八守法王 是最了解镇域之主想法的存在 现在八守法王既然出言劝阻 那显然是镇域之主 真的准备直接毁掉恶元 直接毁掉深渊之中的一个星球 这是何等恐怖的残暴 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孟魔首先想到了 这个举动可能造成的问题 深渊之中的一切 相互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联 特别是这些悬浮在极渊之上的星球 同样有莫名的力量 相互连锁吸引 达到一个平衡 一旦厄月直接被毁灭 甚至可能造成所有的深渊星球 全部坠入极渊之中的情况 到时候 就算他这种至尊主宰 也无法逃离 当下连忙劝阻道 秦年夏不必动怒 不过是一些狂妄的重置 孟魔愿为您荡平这些狂徒 将共义与外神统统 抓回镇域之中 只要有镇域之中这些 这些友人的相助 一切不需要太长时间 此时 就连生命三巨人和克苏尔 以及淫域之主 也都面露惊恐 连忙同样劝阻 希望域主息怒 不要和这群重置叫真 哪怕真的要叫真 直接派他们去杀虫就好了 为了几只蚂蚁 就毁掉一个星球 不值当啊 魅惑的化身 原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心思 对镇域之主真实的力量有所狐疑 此时听到 这些镇域囚徒的话 感受到 他们并没有作为 这才彻底感受到了 近乎绝望的恐惧 连忙说道 请御主息怒 伟大的勉下 共义与外神病 没有对您丝毫不尽 否则就不会让我作为使者 前来征许您的看法 既然您不喜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也必然会 停止一切鲁莽行为 遵从您的命令 此时那容颜与白骨王座之上的苍白鬼魅忠于有了反应 仿佛从一座石像获得了生命 他的身躯微微前倾 看向下方的魅惑化身 缓缓说道 旧神复苏 图谋深渊 我也需要更多的力量 既然共义对这件事有所疑惑 那伟大的镇域之主 不介意让他亲眼看到旧神的邪恶 紧接着 镇域之主靠坐在王座之上 淡淡地说道 正巧 即日之后 镇域将举行计神一事 让共义亲自来看吧 恶月还算漂亮 就暂且留下 听到这话 在场的镇域囚徒 全都常常舒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 生起一丝淡淡的骄傲 他们刚才豁出性命劝谏 最终保住了恶月 实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可是从圣怒的镇域之主手中 救下了恶月 特别是八首法王 心中更是极为舒畅 她是第一个开口劝阻缅夏的 缅夏并没有惩罚他们 而是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缅夏现在 开始把他们当自己人了 这是双方关系的巨大进步 想明白这些 八首法王差点落泪 八个脑袋同时闭上了眼睛 抬手挨个揉了一遍 不让感动的泪水流出来 只有孟摩此时 虽然口中连连感谢 心中阅落 以下这段时日 她对镇域之主的凶残暴虐善变 已经有了一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她丝毫不怀疑镇域之主的强大 只是与对方的强大相比 更可怕的是 这个生物是个变态 以玩弄自己的猎物为乐 镇域之主在一额月的存留 乃至深渊的存在吗 不 她不在意 她只在意 那些可怜的虫子 是否得到了最恐怖的折磨 只在意 她自己是否玩得开心 当下孟摩深深地低下头颅 口中感谢镇域之主的人词 不再言语 魅惑的化身 此时再次伏低了身子 恨不得将身体融进地面 以示尊敬 容颜与白骨王座之上的苍白鬼魅 笑着说道 将消息带回去 不过化身要留在这里 如果你敢欺骗伟大的镇域之主 镇域将寻着你的化身找到你 撕碎你 她的语气十分平淡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像是出去散步一样 话音刚落 镇域的力量涌动 魅惑的化身 瞬间感觉一股无痞的力量包裹了她 一条条须空中攥出的透明触手 将她的四只束缚住 掉到了半空中 紧接着 一道锋刃从须空中浮现 直接斩下她的左臂 带出了镇域 丢进了深渊荒野 魅惑的化身 脸上还带着讨好的笑容 不敢有丝毫反抗 迅速凝结出一条新的手臂 就被触手投入了一座牢房 在一众镇域囚徒 理所当然的神情之中 他们也同样被投入了各自的牢房之中 不过大家的脸上 都带着兴奋的神情 一是为自己刚才劝阻了镇域之主的行为感到振奋 二是对有了心欲有魅惑之主感到开心 虽然只是个化身 但魏格在那里呢 来个新人 起码能聊聊天节节面 镇域前厅通往生活区的拐角处 几个探头探脑的小熊玩偶 立刻转身撒鸭子往回跑 今天又见到了这恐怖的一幕 简直是又怕又兴奋 对主人的敬畏又升了几百分 回去也可以吹牛逼当谈资了 头戴黑火冠冕的苍白鬼魅 先在镇域之中巡视一周 随后出现在一扇门前 掌心的镇域支持发动 将门拉开 随后优雅的脉步走了进去 身后洗手间的门猛然关闭 李凡出现在了富山火山咒术基地的房间之中 原本淡漠的神情瞬间垮了下来 表情比吃了黄连海苦 有完莫完了 深渊里面的这些石 主宰领主的 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了 好在这次想要完成 镇域之主的承诺并不算太难 现成的旧神就在脚下 很快就能拉出来用了 徐佐 见你脑袋一用 大不了回头再喊你 我这都是为了深渊世界和平啊 要不然 我就必须要去打抱厄月了 古村君 你也要加油啊 争取尽早时献你们的国大业 帮我把徐佐整出来 如果你非要让你的女朋友 对我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这样能让你更开心的话 我也可以免为其难地答应 毕竟我一直都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想到这里 李凡侧尔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却只听到了桥本菜子细弱的呼吸声 显然已经睡着了 当下不由摇了摇头 不是说要对他进行时 深层次的诱惑之类的吗 看样子桥本菜子 对于国大业不是很上心啊 有些欣慰索然的摇摇头 换了一身睡衣 同样上床睡了 深渊的荒野之中 镇域之外的台阶上 镇域的大门再次紧闭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一条柔弱无骨 堪称完美的美丽手臂 就躺在石阶之上 过了一会儿 似乎是确定了 没有人在监视 这条手臂猛然直立而起 就呢 站了起来 第435章 群山在如洞 虽然仅剩下一条手臂 给人的感觉却有一种别样的美 一种残缺的美感 竟然还在深渊的血光与微风之中扭了击下 颇有一种搔手弄姿的感觉 紧接着这条手臂 以五根手指做腿 飞快地朝着深渊之中爬行而去 它的速度极快 最终在离开镇域足足数千公里 彻底无法看到那恐怖的建筑之后 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峰巅 这里已经是蓝星废墟的另一个湖面 朝着天空中看去 可以看到一颗暗沉的星球 悬挂在上方 这星球看起来和月亮很像 只是表面根本没有神 光芒 隐约能看到一条条巨大的沟壑峡谷 仿佛是一条条疤痕一样 遍布了整个星球 一条条宽达数十公里的沟壑之中 偶尔会有一些巨大的身影显现 看不清真容 这是一颗黑色的星球 如同一颗糜烂的眼球 仅仅看上一眼 就能感受到无穷的恶意 额月 爬上山巅的手臂 朝着上方的额月扭动了几下 随后仿佛受到了某种感召 迅速化成一片模糊的光影 就此消散 与此同时 在恶月的某处阴影之中 无尽的峡谷之中 是一座残破的宫殿 这宫殿看起来美轮美奂 平滑的造型 也与雌性的子宫形状极位相似 整体风格倒是和异形 电影之中的飞船 有几分相似 带着明显的升值崇拜意味 只是这宫殿 似乎经历过某些战争 或者岁月的摧残 此时外表显得有些残破 而且一片黑暗 没有一丝光透出来 就在蓝星废墟之上的 那条断壁消失的瞬间 恶月宫殿中的某个存在 猛然醒来 是魅惑之主 黑暗中的魅惑之主 与他的化身外形完全相同 同样的纯洁妩媚 同样完美的身躯 只是相比之下 如果化身是圣女的话 真正的魅惑之主 就是一个女神 散发着独属于主宰的 上位者的气息 凛然不可侵犯 却又带着野性的妩媚 让人想要不顾一切 感受独神的快感 如果说他的化身的容貌 已经足以让人看上一眼 就变得疯狂 魅惑之主的 本体则是 令人感受到一丝气息 就会彻底 失去理智的疯狂 黑暗之中 魅惑之主 感受到分身断臂的回归 瞬间了解了 在镇狱之中发生的一切 当他看到镇狱之主 那疯狂暴虐的一面 不由身体猛地一颤 发出一声 类似于涌叹的身影 随后献出满足的神情 一片潮红浮现在 冰激玉谷的身体上 眼口笑着自语道 玉珠勉下 果然还和以前一样 不 好像更加疯狂病态了呢 实在是一种 令人着迷的性格 如果不是知道 你在现实之中的所作所为 我都要被你骗了 说话间 魅惑之主在黑暗中起身 缓缓走到这黑暗宫殿的一角 在那里 是一面残破的铜镜 轻轻挥手 这铜镜瞬间变得光可见人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照亮了魅惑之主 不住片履的身躯 紧接着 随着魅惑之主的力量涌动 那铜镜之上 开始浮现出一张张脸 这些脸庞 全都是一些美貌的人类女性 或者是帅气的男性 正是她在现实之中的信徒们 最终 一张青唇之中 带着春风般的撒爽 眼波如水的面庞 在铜镜之中定格下来 是张脸 魅惑之主 带着戏血而怜爱的笑容 伸手摸了摸铜镜之中 张脸的面颊 紧接着 铜镜之中 开始浮现出一幕幕场景 这些场景 正是张脸在异常局西南局的工作之中 所见到的各种场景 全部来自于她的记忆 而这些场景之中 无一例外的 都存在一个人 李凡 李凡大量充斥于这些场景之中 有很多影像的 视角明显是偷拍和尾随的角度 显然 出于对李凡莫名的爱慕 张脸曾经对她进行过尾行 而在日常工作中 更是没少关注李凡的情况 看着影像之中 和普通人类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的李凡 魅惑之主自语道 伟大的镇域之主 令人畏惧地勉下 这就是 你在现实之中的表现吗 和一个卑贱的人类一般无二 作为至尊主宰 我可不相信 伟大的镇域之主 会做出如此低贱的行为 哪怕是化身 也根本不可能 就好像一个人类 不可能去钻进厕所之中 扭动自己的身躯 扮演一条蛆虫 除非 镇域之主已经疯了 又或者 他根本没有 从即冤回来 魅惑之主自语道 随后 完美无暇的面庞上 现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瞳镜之中的光芒暗淡下来 那些场景也迅速消失 魅惑之主转身离开瞳镜 在黑暗之中 来到这座黑暗宫殿的窗前 向外面的黑暗说道 共一 他给出了答复 和我们预料的一样 他并没有 前来扼越毁灭我们 而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前去镇域 观看忌神一事 眼前的黑暗 先是一片沉默 随后地面猛然震动 一个沉闷如同的鸣的声音响起 我将让一名外神前往 看看虚实 魅惑之主一愣 随后发出一声吃笑 似乎在笑话共一之主 过分地小心谨慎 而哪怕是这一声吃笑 听起来也格外地悦耳好听 就在这时 眼前一片长达数千公里的 黑色山脉 猛然颤动 紧接着 竟然如同活物一样 开始如动游走 群山 在如动 这足足数千公里 有一片大陆大小的山脉 峡谷区域 竟然是同一个圣物 共一之主的身躯 最终 在地面的震动之中 一座足足有数千米高的巨大山峰 停在那黑暗宫殿之前 这似乎就是共一之主的一个头颅 地名再次响起 激荡在整个厄月 魅惑 你还太过年轻 不曾陷过他的恐怖 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想法 就算当初在极渊之中 我也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想要坐实 在他的面前 一切小心都不畏过 魅惑之主 在黑暗之中淡淡地说道 是你说 在极渊的边缘 又听到了他的呼唤 呼唤你进入极渊 所以才认为 镇域之中的他并不是他 现在你自己反而怕了 共一缓缓说道 他的存在 关乎极渊的秘密 甚至深渊的存亡 小心一些是应该的 你根本想象不到 当初我跟随他 在极渊之中看到了时 魅惑之主微微摇头 接着问道 如果最终证明 他 并不是他呢 共一之主的声音 再次响起 那 我会夺取他的位格 掌控那座可怕的监狱 再次进入极渊 到那个时候 我将掌握终极 而你 也可以进入现实 获得你要的现实 魅惑之主微微一笑 说道 那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接下来的两天 富山火山之中的咒树基地内 会议继续进行 李凡的生活 也变得简单了许多 就是每天开开会吃吃饭聊聊天 虽然对视放虚 左感觉十分心急 但现在青年军的人 一直都没有动作 他也只能前着急 等着对方赶紧开工 而本来他还以为 乔本菜子 会对他有识 用墙之类的动作 完成古村交代的任务 但是乔本菜子这些天 好像有些魂不守舍 整个人磨精打采的 根本不来勾引 这也是弄得李凡心急的不行 他也不知道 青年军那边到底是个神 策略 是不是必须要他给古村正雄 戴了绿帽之后 对方才会开始行动 菜子不是我说你 你这敬业精神差了不少啊 按理说 你们桑国人 不都是讲究工匠精神吗 你倒是工啊 不过乔本菜子 虽然没有再直接 明目张胆的勾引 显得矜持了很多 但似乎对李凡 有了真实的尊敬 真正将当好一个专属秘书 作为自己的责任 把李凡的饮食起居 都照顾得很好 而且 在面对李凡的时候 他的眼神中 似乎还有一种愧疚感 弄得李凡实在 有些摸不着头脑 按理说在 NTR剧情之中 感到愧疚的 不应该是黄毛吗 现在他这个黄毛 都莫愧疚呢 你愧疚个神 劲儿啊 好在这种日子 很快就结冬了 交流类的会议终于结束 迎来了会议之后的 交流格斗赛 这次的交流格斗赛 桑国咒树厅 甚至直接在东都电视台 还有网络媒体上 进行了宣传预热 提前把气氛给炒了起来 参会的各个国家 同样也都出了一把力 把相关信息炒作起来 现在异常不断出现 各国为了稳定 各自的社会局势 也都亮明了 自己国家的官方 异常处理机构的存在 并且将这 当成了一大政绩来宣传 本来这次的国际交流会议 就已经做了大肆报道 不过因为 都是政策交流 磋商类的会议 所以 公众的兴趣不大 现在一听到 有觉醒者之间的交流格斗赛 民间立刻纷纷沸腾了起来 同时 在征得了参会各方的同意之后 桑国咒树厅 更是准备将一些相关比赛场次 进行直播或者录播 经过了几天的气氛烘托和热炒之后 关于这次觉醒者格斗交流赛的消息 已经赚得满天飞 参会的一众成员们 情绪也同样被调动了起来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觉醒者们 更是将这当成了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一时间 格斗交流赛变成了这次国际会议的主角 前面的交流讨论会议 反而成了次要的 与此同时 相关的工作人员选拨和裁判人员敲定 也开始了如火如茶的进行 由于本身有异赛 表演赛的性质更多 所以比赛采用积分制 裁判人员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全都由各国代表团的领导层内部人员组成 每个国家的代表都占了一定比例 而且全都是非觉醒者 理所当然的 李凡同志被光荣地确定位格斗交流赛的一名裁判员 第436章 明日香的超大型感染项目 为盟主一千零六郎 东都清洁协会桑国分部大楼 自从收藏家大人 历临桑国分部 并且以雷霆万军之势 将整个桑国分部腐朽的上层连根拔起 清除了高企岛生这个毒瘤和他的党羽 提拔了全新的高管层之后 整个桑国分部已经变得焕然一新 那些新提拔的高管 全都是新尽丧父的可怜寡妇 本身对于高企岛生 有着深仇大恨 也正因此 他们对于收藏家大人感激涕零 只想拼命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新上任的明日香社长 本来还有一些不满意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但是随着幽名大人和 写珍珠大人登门拜访之后 这些人就再也没有在公司出现 据说是主动辞职了 不过以前和他们相熟的职员 却再也没见过他们 仿佛就这 人间蒸发了 再加上收藏家大人新推行的员工福利政策 整个桑国分部直接爆发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工作效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虽然工资已经很高了 每个人却都还是主动加班 废话 加班三倍工资 而且工作强度本来就轻松 谁不加班 反正每年有一个多月的带薪休假 环抱消机票和住宿 回头好好休息玩玩就是了 也正因此 仅仅是几天时间 在明日香社长的带领下 桑国分部的研发团队 就已经完成了技术公关 研制出了最新的分部式感染源 整个桑国分社投入了巨量的资源 几乎将所有的资源整合之后 末日末夜的工作之下 才终于搞定了这个庞大的项目 这个异常感染项目 足以感染整个东都的数千万人 虽然整个研发团队的核心研发人员 在项目成功之后 得知了整个项目的作用之后 表情都有些古怪 甚至隐隐有些一言难尽 但是作为社长的明日相对此极为满意 甚至喜极而泣 用他的话说 这是一个融合了他梦想的究极邪恶项目 必然会对整个东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甚至毁掉整个东都 瘫痪整个桑国 等到这个项目彻底展开之后 清洁协会桑国分部将兵部血刃 彻底控制整个桑国 而这 也是先给伟大的清洁协会东方牧区牧首 收藏家大人的礼物 是明日相为了报答收藏家大人的恩情 所献上的一份大礼 此时的顶层设长办公室中 身穿小西装的明日相正站在落地窗前 望着一片繁华的东都 面色肃然 缓缓说道 游民大人 血珍珠大人 信不辱命 在整个桑国分部的全力配合之下 我为收藏家大人献上的这份大礼 最终的究极感染项目 终于完成了 游民和血珍珠对视一眼 同样看到了对方眼神中的欣慰 难怪收藏家选了这个小姑娘 作为桑国分部的社长 看样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好控制 而是因为 对方真的是一个天才 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这些天 他们一直在桑国分部 进行人员方面的协调 全力配合明日相的项目 虽然两人不是研发人员 对于整个项目的内容不甚了解 但是从那些根本看不懂的复杂数据来看 也能明白 这绝对是一个巨型项目 那个最终的感染人数一估 更是令人看了之后 都不寒而栗 3700万 这是整个东都都市圈的总人口数 就算是一颗超级核弹 投放在东都都市圈 也顶多能够杀死几百万人 根本不可能将整个东都都市圈 一网打尽 而从现有的数据显示 明日相的项目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竟然仅仅用了这 几天 整个项目就彻底完成了 哪怕掏空了整个三国分布 这也是完全值得的 幽明点点头说道 明日相设常 辛苦了 大人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满意的 只是不知道 这个宏伟的项目 叫石 名字 明日相回过头来 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 让他小小年纪的脸庞上 都有了一些疲倦 抬起双手 钻成拳头 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 双马尾少女 一脸严肃地说道 和收藏家大叔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候 我曾经向他提起过这个项目的雏形 我记得他当时很有些振奋 这个项目的名称就叫做当你老去 是否会想起那刺心空下的奔跑 分布是感染源超大型感染项目 这是一个失忆而又浪漫的项目 充满了自由的气息 会对东都的3700万桑国人 造成毁灭性打击 雪珍珠 献出一丝震撼的神情 说道 实在是一个吸引人的名字 听起来确实有些桑国独有的悟哀之意 从名字来看 这个强大的感染项目 很可能是直接让被感染者快速老去 剥夺被感染者的时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眼前这个双马尾少女时再是有些可怕了 不愧是被大人看中的人才 这就是一个小恶魔啊 明日香转头再次看向窗外的东都 不远处的几栋摩天大楼上 此时正用剧目播放着 关于国际决心者格斗交流大赛的广告 明日香随手拿起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大口 擦了擦嘴角 毅然决然地说道 不能再等了 今晚 就是为大人献礼的时候 进入富山火山的咒术基地 已经有几天时间 随着咒术厅对于各国机构的探查表现出的不设防的态度 各国的代表团也都放松了下来 毕竟参加会议的那些大国本身对于桑国的心态就很微妙 特别是对于新路震魂局和不列颠特工总局等机构来看 桑国咒术厅本身就是他们的仆从机构属于二等机构 在床下大祸害死了他们的成员之后 将富山火山的咒术基地相关数据贡献出来 作为补偿 也算是应该的 原本各国机构的特工 还会在夜晚进行精心的伪装之后 再溜出来搜集数据 相互之间也是遮遮掩掩 尽量不让对方发现 避免发生冲突 到了后来 发现桑国咒术厅完全不管 这些特工们 直接进行简单的一容伪装之后 就大摇大地进进出出到处探测了 在遇到其他国家机构的同乡之后 甚至还会默契地相视一笑 相互递根烟 聊聊天时 有时候连自己的探测数据都会交换一下 新陆镇魂局和不列颠特工总局做得更加过分 直接当面要求桑国咒术厅 向他们开放咒术基地之中的研究机构和相关数据 原本还以为桑国咒术厅会讨价还价 让他们默想到的是 这些要求竟然全都得到了满足 桑国咒术厅都查克克长麻生约翰 更是直接带着切尼 经过层层岗哨之后 进入了富山火山的腹底 在那里 通过一道电梯之后 就是一个隐秘的贴满了咒服 刻满了法阵的房间 切尼亲眼见到了镇守在这里的阴阳三家家老 同时伸手触摸了地面上那个巨大的金属基座 这就是高天元的封印 感受着其中所传来的莫名威压和厚重的气息 切尼对桑国咒术厅的开放表示极为满意 最终甚至和封印合了个影 这才满意而归 桑国咒术厅之重低眉顺目的姿态 立刻让整个咒术基地之中一团和气 各国代表团此时都有了相似的想法 桑国咒术厅不错 能处 也正因此 接下来的觉醒者交流格斗大赛 同样是一团和气 各国媒体也是都打出了类似的标签 称之为异常处理届的奥运会云云 很快 到了比赛正式开始的这天 桑国咒术厅直接将咒术基地的广场之中 建起了四座大型波台 格斗赛就在这些波台之上举行 虽然觉醒者之间的精神力差别巨大 不过本身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和异常处理 也不是靠精神力数值定胜负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特点不同 出现精神力越级反杀的情况十分正常 再加上这本来就是一场有意赛 因此并没有进行时 级别的划分 而是将所有人打乱分组 完全按照抽签上场 参会的机构总共有20家 每家5个觉醒者参赛者 自由选择 经过了最初的盲乱之后 第一天的觉醒者格斗大赛终于开始 李凡这个裁判 也彻底进入了角色 总共四个擂台 进行分组赛 每个擂台总共有六名裁判负责打分 看总分的初综合分 李凡被分到了第一个擂台第一组的裁判组中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些兴致 只是很快发现 参赛的觉醒者之间的战斗 都十分克制 大家基本上靠点数取胜 打得根本也不激烈 想想也是 都是各国政府机构的公务员 拿工资钱活的 啊 认真干吗 比个赛而已 拼时 命啊 真以为是天下第一舞蹈会啊 李凡此时心中 一直惦记着解开高天元的封印 眼看青年军迟迟没有动作 大家又打得都很疲软 心里一股邪火蹭蹭往上冒 开始胡乱打分 新路镇魂局的参赛人员 八分 你问原因 因为他上场先卖左脚 不礼貌了 中州异常局的兄弟 一百分 你问他 也是先卖左脚喂食 满分 先卖左脚 是他老家的传统 要尊重传统文化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 很好 十分 主要因为不列颠号 称欧鹿角屎棍 一个一一个零笔 叫贴切 而且 这哥们儿长得也像个零 所以要鼓励他做一 参国文史局的 零分 明显犯规了呀 直接伸手扒拉对手 拽人家衣服 这能不犯规 格斗赛也不能拽衣服啊 不礼貌 比赛刚刚进行了一上午 李凡的打分方法 已经引起了西方各机构的重务 第437章 求求你相信我 我就是瞎打分吸巴 我只是扯了一下他的衣角而已 这不是格斗赛吗 身体接触不是很正常的吗 平时 要判我零分 参国文史局的参赛选手黄大县 站在擂台之上 朝着裁判戏上的李凡 愤怒地喊道 李凡淡淡地说道 因为你骂人 攻击和侮辱裁判 有损比赛的神圣性 鉴于你的态度 我作为主办方 桑国咒术听名育总监 现在决定将你 逐出这场格斗赛 和本次会议 桑国不欢迎你 待会儿 你就可以去买机票了 黄大县如遭雷击 明明是因为你胡乱打分 我才骂人的 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样 抗议 我代表参国文史局 提出抗议 一旁参国文史局的文职官员 崔英才大声喊道 你这是对参国赤裸裸地侮辱 这是对我们参国的不尊敬 道歉 必须道歉 李凡面色一沉 说道 扰乱比赛秩序 我们桑国咒术厅也不欢迎你 你可以去买机票了 丢人玩意儿 周围几名 参国文史局的成员 气得蹊跷生烟 其中一人怒斥道 这是对我们参国的挑衅 你难道想要 发动战争吗 李凡冷哼一声说道 我们桑国会怕了你 有众你就来啊 我们大桑国自有合魂 想要灭掉小小的参国 易如反掌 把他给我插出去 旁边机名年轻的桑国咒术厅工作人员 此时满脸亢奋 立刻被名誉总监鼓动起来 冲过去请崔英才离开这片擂台区 崔英才气得蹊跷生烟 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 办才好 对方确实是桑国咒术厅的名誉总监 这会儿真的能代表桑国 而且桑国咒术厅的人还真听他的 他要立刻回去找参国文史局的负责人 向桑国咒术厅批出严正抗议 直接找森野太郎 崔英才转身大踏步朝擂台区外走去 前往桑国咒术厅咒术总监森野太郎的办公室 这个李凡哲 滥用名誉总监的权力 简直是岂有此理 必须向森野太郎抗议 让森野太郎解除他的名誉总监身份 相信只要森野太郎还没封 就会制止李凡的行为 李凡立刻向他投去了鼓励的目光 此时一旁的新路镇魂局的官员雷诺面色 阴沉地说道 李局长 参国人惯常喜欢犯规搞小动作 你罚他们 我没有神 意见 只是未神 我们新路镇魂局的选手 先卖左脚 也算是犯规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 这次的决心者格斗交流赛 也根本没有这条规则吧 我表示抗议 李凡摇摇头说道 在我们三国 走路先卖左脚 是不礼貌的行为 不尊重我们东道主主半国了 属于是 打低分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我不是还留了八分 你这个抗议 很没有道理啊 雷诺铁亲着脸怒赤道 那位时 中州异常局的选手 可以先卖左脚 民族传统习惯 我们的选手 威尔探员 同样有这样的民族传统习惯 我怀疑 你这是出于肤色 对他进行的赤裸裸的歧视 听到这话 李凡不由同样火了 直接拍案而起 指着雷诺的鼻子骂道 是你们把威尔的祖先 像野兽一样 绑到新路牲畜一样 捐养剥削的 是你们给本来没有等级的颜色 划分出了高低贵贱 是你们 把黑色定义为骑士 为时 你是新路镇魂局的官员 而威尔先生 仅仅只是一个探员 整个新路镇魂局的黑人官员 有多少 有十分之一吗 雷诺被李凡骂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 回答才好 同时顺着李凡的思路 在脑海中迅速过了一下 好像 新路镇魂局的官员 确实没有多少是黑肤色的 说到这里 李凡的脸上露出悲愤的神情 将拳头重重砸到桌面上 向新路镇魂局的一群人怒吼道 骑士 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为时 就因为肤色 他们就不能担任高级官员 异常都已经出现了 人类都要灭绝了 新路镇魂局 竟然还在搞种族骑士 在场的新路镇魂局探员之中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黑人 听到李凡的话 全都变得沉默 眼神中明显多了一些思索 就连刚刚被李凡打了八分的威尔 此时也漠然不语 雷诺大惊失色 他本身是新路镇魂局代表团的副团长之一 在新路镇魂局担任西方式务处处长 这片擂台区域 他就是最高负责人 看到几方成员的反应 立刻感觉要糟 连忙迅速辩驳道 我们新路镇魂局 绝对不可能搞种族骑士 在新路镇魂局的任职章程之中 有明确的关于反对种族骑士的规程 整个新路镇魂局官员的选拔 也完全是通过个人的综合素质 和相关的技能考试进行的 并不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请你停止对新路镇魂局的余面 李凡面露悲痛之色 你的意思是 威尔探员和他的同胞们 都很难通过官员晋升考试 还说这不是种族骑士 考试题目的设置 明显偏向于你们这些白人探员 如果考试内容是威尔探员他们所擅长的 比如说唱和篮球 深肤色官员的比例会这 第一 制度上废除种族骑士 并没有实用 破除新中的骑士才是根本 新路镇魂局 任重而道远 我代表桑国咒树厅 向新路镇魂局 发出严正抗议 抗议你们对威尔探员他们的种族骑士 在你们新路这片带有原罪的土地上 黑人的命 本来就应该更加高贵 李凡说完之后 覆手而立 面带近乎神圣的神情 望着雷诺和新路镇魂局的一众探员 雷诺本来还想进行反驳 只是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反起 他此时才发现 李凡竟然不知不觉 兼将两人之间的话题 从打分不公正 更换成了种族问题 就新路国内的政治氛围 对方说的这些话 他已经根本不敢反驳 也不知道从何反驳 现在可是在全球直播 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被他们新路国内某些媒体抓住把柄 他可就全完了 就连家人都要受到牵连 说不定今晚就有人到 他家林元购 李凡此时面露细血的笑容 如同一个伟人一样 左手附在身后 右手微微挥动 面带坦然和诚恳的笑容 在说完之后 向众人和摄像机招手 过奖了 大家都过奖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新路镇魂局的官员怎 还没向中州议长局提起外交抗议 我说了这 多都是白说的吗 这 明显的强词夺理 就算是那个威尔 估计都要被欺诈了吧 按理说 我拿种族话题开涮 最生气的 应该就是作为当事人的威尔 再加上这 做作的行为举止 相信会让新路镇魂局群起而攻之 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 啪 啪 啪 掌声突然响起 刚才被李凡打八分的威尔探员 竟然满脸感激的神色 开始抬手为李凡鼓掌 紧接着 新路镇魂局的黑人探员们 此时纷纷为李凡鼓起了掌 一边鼓掌一边点头 眼神中满是对李凡的赞赏 他们的队友 在众目睽睽和摄像机直播之下 也不得不赶紧为李凡鼓掌 而不列颠特工总局 连同其他西方机构的成员们 同样被新路镇魂局带动 开始纷纷为李凡鼓掌 一时间 这片擂台所在的区域 直接变得掌声如潮 很多黑人探员和职员 此时是真心实意为李凡鼓掌 对他们来说 神 打分之类的并没有哪 重要 政治正确反其事 才是最至高无上的 这是最为神圣的事情 威尔此时朝李凡诚恳地说道 李凡先生 我现在终于明白 您为神要给我打八分了 原来是为了引起肤色的话题 为我们争取权益 对于新路这个腐朽的体制 我们早就已经充满愤怒 而今天 您将我们的愤怒宣泄了出来 谢谢你 兄弟 李凡此时目瞪口呆 这个剧本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 当下连忙便解道 不用谢 不用谢 我其实就是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想要让新路阵魂局出丑 我直说了行吗 威尔身边 一名同样肤色很深的大胖探员 拉销恩典投赞许道 正是如此 现在唯有丑闻 才能刺激 这个腐朽的体制 才能撞破人们心中 那道种族歧视的枷锁 兄弟 感谢你 说着 朝李凡竖起大拇指 随后握拳在胸口锤了两下 这下换成李凡猛逼了 这特娘的 新路的政治正确 现在搞得这 狠了吗 只要搞政治正确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这是给你们瞎打分呢 我是公报私仇啊 李凡连忙解释道 误会了 我真的是瞎打的 就是想要引起你们的愤怒 好 一句话还莫说完 刚才和李凡互喷的雷诺 此时也连忙向李凡道歉 说道 尊敬的李总监 请您原谅我的鲁莽 我刚才绝对不是有种族歧视的意思 如果知道 您是为了引起这个话题 我一定努力配合您 我本身是一个极为重视公正 自由 平等的人 平权是我的人生信条 最后一句话 是对着摄像机说的 显然是怕这次事件 影响到自己 在新路国内的形象 避免回去被处分 雷诺紧接着又说道 李总监的话 对全球平权运动 都有巨大的意义 我会向高层提议 为您申请平权荣誉勋章 李凡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神 好 人都骂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不列颠特工总局的官员 伊迪 面色阴沉 说道 李副局长 实在是巧舌如簧 全都是诡辩 我们不列颠特工总局的选手 被打了十分 又该怎 解释 我们不列颠可没有神 种族歧视 第四百三十八章 任务 解决李凡李凡 此时不敢再说实 诚恳地说道 我就是随便打的 纯粹是公报丝绸 看你们不列颠特工总局不顺眼 实里面那个 依旧是嚼石棍的意思 灵就是菊花 你懂的 我都这 说了 你可得向中州议长局提出外交抗议啊 宇成呢 宇成小天使呢 赶紧给我把处份整上 果然 听到李凡的话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伊迪 勃然大怒 朝着不远处贵宾席上的工艺军 大声喊道 公团长 难道你们中州议长局就是这 进行裁判工作的 这是中州议长局 对我们不列颠特工总局 赤裸裸的挑衅 我抗议 贵局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 听到这话 坐在工艺军身旁的旅程 不由额头冒汗 结结巴巴地说道 请伊迪先生不要激动 这件事我们 我们 他最怕的就是引起外交纠纷 影响了中州议长局的国际形象 现在不列颠特工总局 显然是对打分的事情 有了很大的意见 如果对方一直闹下去 直接闹到总局去 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外交事故啊 此时旅程将李凡 遣送回国的心都有了 这货一点也不消停 就知道给局里惹事 刚才一通强词夺理 还免强让新入镇魂局 不敢再说神 人家不列颠特工总局 可不惯着 这不麻烦 又找上门来了 旅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接着说道 我们将言诉处 一句话还莫说完 旁边一只老神在在喝茶的 龚一军突然微微一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们将言诉看待这件事 鉴于李总监 本身是桑国咒术听名 御总监 而中州议长局 一直奉行的政策 都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所以 我方将进行严诉观望看待 听到龚一军的话 原本正准备开口说 严诉处理的旅程 不由一愣 随后待在当场 没想到还能这 搞 而不列颠特宫总局的一迪 也是被对得不知道该说实 好 毕竟刚才这个李凡自己都说了 他是代表桑国咒术厅 这 一搞 反倒抓不到他的把柄了 一迪咬咬牙 那就找桑国咒术厅 随后转身 就要去找森野太郎 毕竟李凡已经是名誉总监了 整个桑国咒术厅 也只有森野太郎 还能对李凡进行压制 早知道会有今天的事情 之前森野太郎给李凡明御总监职位的时候 他们不列颠特宫总局说实 也要使唤 只是还没走基部 就见刚刚离开的苍国文史局 崔英才和黄大县 已经怒气冲冲地走了回来 一边走一边口中骂骂咧咧 西八 森野太郎说 这个李凡是中州异常局的人 他们桑国咒术厅 无权下达指令 他们刚才同样听到了公义军的话 此时眼神中 隐然都是无奈之色 根本拿李凡没办法了 李凡点点头 说道 参国的两位明白就好 还不快去买机票 一旁的一群三国咒术厅的年轻职员 立刻冲过去 满脸兴奋地忠实地执行李总监的命令 对于这些三国咒术厅的年轻人来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解气了 他们的名誉总监李凡先生 竟然直接当面对了参国文史局 还在直播之中怒斥新路镇魂局 特别是当面怒斥新路镇魂局 这一幕简直是令他们都要高潮了 本来能够凭借着超出常人的精神力 进入三国咒术厅之中 这些三国青年也都是内心十分骄傲的 只是来到三国咒术厅之后 他们才发现 在这里一直都存在着新路镇魂局的影子 不管是他们的上司 还是他们自己 在面对新路镇魂局的普通探员的时候 都要卑躬屈膝 像是三孙子一样 那种被新路人欺辱的感觉 一直都像是一个伤疤一样 留在他们的心头 而就在今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 名誉总监李凡先生 以桑国咒术厅的名义 狠狠怒斥了新路镇魂局 对于很多桑国咒术厅的年轻职员来说 这简直有一种 儿子长大之后 木偶无良老爹的快感 通透 简直太他妈爽了 很多人瞬间对李凡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哪怕是已经在暗中加入了青年军的人 此时同样对李凡有了一丝共鸣 他们青年军要做的 不就是推翻桑国上层的腐朽 抗争新路的压迫吗 这个李凡做的事情倒是和他们有一曲同工之妙 看到这一幕 不列颠特宫总局的伊迪叹一口气 明白抗议的事情是没有希望了 中州议长局和桑国咒术厅之间相互踢皮球 这个李凡竟然默认能治得了他了 当下一迪直接认栽 转身离开了擂台区 算是眼不见未尽 只是离开的时候 狠狠地瞪了李凡一眼 新路镇魂局一边 刚才被李凡逼得道歉的雷诺 目光闪烁 同样看了李凡一眼 随后跟在伊迪的身后离开 朝他追了上去 等到两人离开 参国文史局的黄大县和崔英才 也被李送出去 整个擂台区 此时已经彻底明白 这个李凡完全就是合法瞎搞 打分看心情 关键是根本默认能管得了他 一时间也根本没有人敢去惹他 打低分就打低分吧 反正总共五个裁判呢 就算分数比中周一场局的参赛者 低也莫傻 反正这比赛就是个有益赛 没时 要淡定 这个人就是个疯狗 千万不能被他盯上让他给咬了 哪怕是对方主动挑衅 自己这边也要面带微笑 唾面自干 让他找不到借口 抓不住把柄 一时间 赛场之上西方各机构的参赛 选手全都对李凡有了心理阴影 纷纷调整自己的心态 尽量放宽心 哪怕李凡主动挑衅 他们也根本不为所动 打低分时 都是李财判打的对 是他们自己表现不好 不怪李财判 李凡本来憋了一肚子坏 想继续把事情闹大 搞得不好收场 最后起码让森野太郎 把他这个名誉总监的头衔给取消掉 只是无论他怎 打低分 根本没人揭察 所有选手都显得十分佛系 仿佛理所应当一样 搞到最后 李凡已经有些不好意思 给人打低分了 整个人都消沉下来 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 一边看着擂台上切磋交流的觉醒者选手 一边拿笔在本子上画圈圈 李凡的身后 作为名誉总监专属秘书 坐在那里的桥本菜子 看着李凡松松垮垮的背影 脑海中的念头纷繁复杂 经过了这几天的接触之后 桥本菜子对李凡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逐渐发现 这个李凡 并不是一个坏人 起码 并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轻薄之人 那天晚上 他哪怕脱光了 衣服站在对方门外 主动提出要赔睡 对方都不畏所动 而且十分难得的是 第二天 对方还像事实 都没有发生一样 一切如常地对待他 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自尊心 这种行为让桥本菜子 原本坚决 执行任务的想法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随后的工作之中 他偶尔也会装作不经意地 询问对方一些中州异常局的事情 以及对清洁协会的看法之类的 李凡的回答 更是出乎他的意料 李凡告诉他 自己根本不想在中州异常局之中单人时 领导 只想做一个快乐的解剖师 至于清洁协会 在他看来 就是个邪恶组织 早就应该灭亡云云 而他 之所以跟随中州异常局代表团前来桑国 主要就是 为了在桑国旅旅游 放松放松 中州异常局的人 也都是这 想的 他的话语十分真诚 完全不是作为 桥本菜子 立刻将相关信息 汇报给了男友谷村郑雄 中州异常局并没有时 其他计划 对清年军完全构不成威胁 而这个李凡和清洁协会 也没有神 关系 谷村郑雄得到情报之后 大大松了一口气 同时叮嘱桥本菜子 继续进行探查 并且向他下达了 在关键时刻 直接解决对方性命的任务 桥本菜子心中 对这个任务十分抵触 只是长久以来所接受的讯息 又让他必须遵从古村的命令 整个人矛盾极了 在得到这个在适当时刻 杀死李凡的任务之后 他整个人就一直有些魂不守舍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他也已经明白 这个李凡完全就是个普通人 而他却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特搜官 哪怕只用格斗术 杀死对方 也是易如反掌的 只是他真的 要这 做吗 桥本菜子看着李凡的背影 内心一片茫然 就在刚才 这个人直接怒斥了新路镇魂局 达成了青年军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一个很温柔的好人 哪怕皇国大业再怎 重要 他也是无辜的 桥本菜子咬着嘴唇 心中天人交战 李凡却完全毫无察觉 没有了和人争吵的乐趣 接下来的一天之中 他都有些百无聊赖的度过 时间飞快 很快到了晚上 这次的比赛赛成比较紧张 因此同样安排了夜场的赛事 各大代表团的人 全都在现场观赛 同时 随着互联网的传播让 很多参赛者在网上 打出了不小的名气 光是中州异常局 普陀僧 钓鱼老 狗盗人等等 一群觉醒者 都迅速在网上窜红 由于裁判过程已经不够有趣 晚上的赛程 李凡直接退出 成了观众 此时天色已暗 李凡在赛场上看了一会儿比赛 喝了两杯咖啡 直接起身提提裤子 离开观众席 向远处基地 内部的洗手间走去 有些无聊啊 看到李凡起身 桥本菜子神色复杂的 同样悄悄起身 跟在了他的身后 就在下午 他已经得到了最新命令 皇国大业即将开启 前吊李凡 李凡在前面吊廊当地走着 桥本菜子 翘无声息地跟随 基地的公共洗手间 距离擂台较远 要在进入基地之后 再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才能到达 此时 擂台赛政 进行到各个擂台的半决赛阶段 正是精彩的时候 观众根本舍不得离开 洗手间也空无一人 这正是下手的好地方 桥本菜子 远远看着李凡进入洗手间 正在心中纠结 突然神色一变 就在李凡的身后 隐约有几个人影 正悄悄跟上去 这些人要对李凡下手 轻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 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439章 封印 开启 为盟主大佬 今夜心空璀灿赫 一声闷响 擂台之上 两名分别来自新路镇魂局 与罗沙圣渝局的力量型觉醒者 双拳猛然对轰 如同两头巨熊一般 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狂暴的精神力 朝着四面八方呼啸而去 让在场的观众 都一阵惊呼 好在擂台的周围 布置了全新的精神力 余波吸收装置 按照桑国咒树厅的话 这些装置 使由桑国咒树厅的咒树基地所研制 拥有很好的吸收精神辐射效果 本来算是特殊装备 专门为了这次的觉醒者格斗交流大赛 而拿出来使用了 两名觉醒者 本身都是力量肉盾型的能力 此时精神力刺激全身肌肉皮肤之后 简直变成了两个人型坦克 在擂台上打得有来有回 本来这两人在 各自的机构之中 都属于战力比较低的觉醒者 只是在这种擂台赛上 相互之间的战斗 反而看起来更加精彩 在网络直播之中 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相比来说 旁边擂台之上的 一名催眠型觉醒者 和一名外放型觉醒者之间的战斗 就显得十分无趣了 外放型觉醒者 直接堵住耳朵 蒙住眼睛 平住呼吸 随后朝着催眠型觉醒者所在的方向 疯狂是放了激波精神冲击 很快就将对方给震昏过去 就这 获得了胜利 这也是擂台赛之中的局限性 像是杨干 普陀僧 狗盗人 这种肉体和招数加强型的选手 在擂台赛之中 呈现出来的效果 必然更加酷炫 尤其是狗盗人 这重传成型觉醒者 本身的招数众多 战斗起来十分华丽 而一些纯精神力类型的觉醒者 可能本身的战力并不弱 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差强人意了 普通人根本看不到那些不可见的精神波动 有时候 甚至两个催眠型同时上场 相互瞪上几眼 就直接奋出了胜负 观赏性极差 明明可能更强 但反而不如其他类型的强者 受欢迎有名气 不过 这也是莫办法的事情 对于绝大部分的觉醒者来说 也并不在一时 名声 能杀人就行了 管他好不好看 你的外形和招数倒是挺好看 我一个眼神就让你自杀 你还狂个屁 今晚的战斗直接进入了白热化 桑国咒术厅将擂台的数量增加到了八个 八个擂台之上 随时都有两个参赛选手捉对厮杀 今晚所评选出来的是八分之一决赛的选手 而且更让人振奋的是 根据桑国咒术厅的安排 在八分之一决赛进行完毕之后 是各国机构的表演对抗赛 直接进行群体性对抗表演 这一点同样得到了各国觉醒者机构的同意 今天一天的觉醒者格斗交流赛的直播 直接冲上了全球热榜第一 这个效果 甚至是桑国咒术厅都没有想到的 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参赛的觉醒者机构 在各自国家之中的社会地位 这种大规模的宣传 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到时候 无论是吸收新的成员 进行社会招募 增强自身实力 还是向各自的政府 索要相关经费 都要简单得多了 据说苍国文史局那边 当天就拿到了3000万的经费 作为专项资金 为下次觉醒者交流大赛做准备 很快 八分之一决赛结束 最终决逐出了最后的八名觉醒者 这也是在场的各国机构代表团 最降的觉醒者 不列颠德工总局那边 是一名叫闪电快枪手的特工 也叫杰克 新路镇魂局 是一名拥有印第安巫师 和巫毒巫医传承的混血儿 名叫瑞贝卡 为西圣殿机构这边 则是一个身穿铠甲 绰号神圣骑士的觉醒者 名叫李昂 然后是罗沙圣鱼局的 一名圣鱼传承者 伊万 一国驱魔局拥有未觉控制能力的觉醒者 阿尔弗雷德 三国咒术厅咒术总队九番队 对长三朴术 中州异常局这边 则是直接出现了两个晋级人选 一个是普陀僧 另一个是狗盗人 对于中州异常局能够有两人晋级 其他机构倒是都表示福气 毕竟普陀僧和狗盗人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确实令人佩服 而且这本身只是八分之一决赛 距离最终的决赛还有很久 谁笑到最后还说不定呢 各位尊敬的选手 各位尊敬的来宾 现在我们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 即将进行今晚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群体对抗表演赛 请各代表团入场 三国咒术厅的解说员 此时通过音响设备大声说道 整个赛场立刻响起了欢呼声 耸立于赛场之中的八个擂台 齐齐降落 留下一块巨大而平整的广场 周遭用白线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圆 各国代表团的觉醒者成员们 在领队的带领下 面带笑容 嬉笑谈论着进入了圆圈之内 在周围的临时看台上 则是那些非觉醒者的队员们 作为观众 和他们一起做观众的 是数十台摄像机 向着全世界直播现在的情况 所有人都表现得十分轻松 将这当成了一个游戏 所谓的群体性对抗赛 其实说白了 就是打群架 规则也十分简单 大家互相把对方的人丢出白圈之外 最后剩下那个国家机构 就算是赢了 同时在对抗过程之中 可以使用精神力和觉醒能力 但不可进行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伤害 否则将被送上国际法庭 一群进入白圈之内的觉醒者们 全都十分放松 没有人会破坏规则 毕竟大家都是 拿工资上班的公务员 又没有时 深仇大恨 莫必要互相枉死离狗 都在全球直播呢 何必呢 叛死拼活 有些头脑灵活的 已经想明白了 待会儿尽量 做一些酷炫的动作和招式 让自己 在这场国际直播中获得关注 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是震惊 就在各国觉醒者 陆续进入那巨大的白圈场地之内的时候 咒树基地的下方 一处类似于操作间的房间之中 森野太郎 与麻生约翰等人 正紧张地盯着屏幕 屏幕之上 是整个咒树基地的抛面图 而在俯视图上 咒树基地的中央 也就是上方擂台场地 那个巨大的白圈的范围内 同样被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的周围 则是各种各样密密麻麻的花纹 通往咒树基地的下方封印 经过了长达一天的战斗 巨量的精神力 以精顺着擂台之中的装置 注入了咒树基地中的超巨型咒印之中 而这个咒印 原本应该正向运转 此时却因为回路和通道的设置 便成了反向旋转 逆转之后的咒印之力 正迅速向着下方的高天原封印注入 看着屏幕之上的景象 森野太郎再也忍受不住 再次变得躁动起来 朝旁边的麻生约翰问道 麻生卷 样了 可以了吧 精神力是不是已经搜集完毕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身臭烘烘的老人皮给脱下来了 麻生约翰看着屏幕之中的数据 朝通讯息中的古村正雄问道 古村军下段的咒力运转是否顺利 需要确认一下 此时的咒术基地下方的某条通道之中 古村正雄正带着几名青年军的成员 查看着天花板上蜿蜒的花纹 看到那些咒术回路和花纹开始逐渐亮起 古村正雄面带兴奋地说道 咒力运转顺利 即将连通高天原封印 他忍辱负重者 九 终于到了这一刻 要享受最后的胜利了 他将成为中州的皇殿 听到这话 指挥室内的麻生约翰露出森然的笑容 看向旁边的监控屏幕中那些各国的觉醒者们 缓缓说道 很好 高天原的神灵们已经等了太久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些愚人的精神力 打开高天原的封印 让诸神众灵桑果 相信他们 也会喜欢这些美味多汁的祭品 终于 到了这一刻 皇国 要复兴了 请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 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440章 我到底该嫁给谁呢 整个咒树基地的中央广场 作为擂台的区域之下 早就已经铺设好了一个巨大的咒印回路 通过各种管道连接 其精密程度 堪比粒子加速器 这是森野太郎 早就已经做好的咒印回路 为的就是在 现级封印物品出现问题的时候 通过这个咒树回路 来再次加固封印 让高天元的诸神 无法出现在现实之中 而在青年军发动了下课上的行动之后 麻生约翰 早就已经联合黑龙会的力量 共同将整个大阵的咒树回路 进行了逆转 从原本的加固封印 变成了解开封印 从今天早上的决心者格斗交流赛开始 这个隐藏在广场下方的巨大咒印回路 就已经开始吸收参赛决心者们所散意的精神力 当然 仅靠吸收这些散意的精神力 是不足以直接打开高天元封印的 但是 这些吸收了整天的精神力 却可以作为大阵的驱动力 将整个咒印大阵彻底驱动起来 等到咒印大阵显现 才是直接吸收那些觉醒者精神力的时候 就是现在 解川先生 有劳了 麻省约翰 转身向阴影之中的一个身影 鞠了一躬说道 那阴影之中的人 缓缓走出来 正是黑龙会现任四代目 解川植树 解川面色肃然 来到房间的中央 在那里 正有一个类似于小型祭坛的东西 上面镌刻着各种复杂的花纹 整个咒印阵法 本身就是由黑龙会与 桑国咒树厅合作建立 有相应的传承在里面 解川植树 就是大阵的启动者 来到那祭坛之前 解川双目微臂 将自身的精神力外放 与祭坛之上的咒印回路 相互沟通 当彻底连接之后 他猛然睁开眼睛 双手闪电般结印 仅仅是一瞬间 就已经结出数十个法印 随后双手狠狠轰击在祭坛之上 立刻地面猛然颤动 仿佛整个富山火山之中 有石东西活了过来 整个咒印大阵都被彻底激活 借川植树的面色 略微显得有些苍白虚弱 露出满意的笑容 微微点头说道 咒印回路已经被激活 很快即将打开上方的结界 将那些作为电池的祭品 关入其中最终集聚的力量 哪怕不能打开高天原的封印 也足以让我施展会图转生之术 复活黑龙会的历代头目与家老 那将是一支从地狱归来无可匹敌的不死军团 麻生约翰的脸上 现出激动的神色 与借川植树相识一眼 说道 有黑龙会在 和魂就在 皇国就必然复兴 随后朝一旁扮演森野太郎的野村广之说道 野村 走吧 一起去看看那些所谓大国人士的嘴脸 新路 中周 不列颠 维希 罗沙 都不过如此 是时候让 他们放下 那高人一等的傲慢 在桑国的威势之下发抖了 说话间 麻生约翰率先大踏步向外走去 身后的森野太郎也不再维持原本的庄重 面带嬉笑 跟在麻生约翰的身后走了出去 在他们身后 则是一群杀气腾腾的青年军绝行者 以咒术总队的实名队长为首领 惊艳 他们将图露所有看不起桑国的人 火山内部的建筑群之外 咒术基地广场之中 那巨大的白色圆环里 各国代表团的觉醒者都已经走入其中 在旁边的看台上 则是那些各国代表团的普通团员 还有一些政工和文职人员 都不是觉醒者 方浩 高云雷 唐明等人 此时也都在旁边的看台上 为中州议长局代表团 喊诸威 毕竟 他们在明面上都是普通的调查员 没有资格加入这场群体性对抗赛之中 虽然有些遗憾 不过基人已经深得李凡的摸鱼技巧真传 能不暴露 就不暴露 能者多劳啊 不能参赛 就不能参赛吧 在旁边加油 喊也挺好的 这可是全世界目前最火热的赛事 他们坐在看台的前排 这票要是往外卖 绝对是天价 一般人哪有这待遇 方浩等人 更是直接掏出手机 开启了直播 开始在网络上迅速吸粉 这也是其他几个国家机构的代表团成员们 都在做的事情 现在可是网络时代 不吸白不吸 流量就是钱 就算不急着变现 勾搭勾搭粉丝 满足一下虚荣心 也是不错的 有好事的网民 此时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制作一个粗陋的民间版觉醒者站立排行榜 这几天参赛的很多觉醒者都纷纷上榜 巨大的白圈赛场之内 此时各国代表团的觉醒者们正分成了20个群落 各自站定 中州一场局这边带队的 赫然就是公益军 我去 万万没想到公局竟然也是觉醒者 看到这一幕 方浩目瞪口呆地说道 旁边的鸡人同样是深有同感 这个公益军看起来就是个蔫巴老头 平时也是个和世姥姥好人的模样 开会就念念稿子 目气沉沉的 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个觉醒者 就连一旁的旅程 此时也是有些茫然 显然没想到 公益军这个副局长是觉醒者 旁边来自西北分局的一名老调查员 嘻嘻一笑 说道 你们这就是年轻人莫见识了吧 一场局成立以前 公局本来是军方那边的人 据说很厉害的 是后来才转业到咱们一场局的 不过从那以后 好像就莫怎 出过手 也可能执行过秘密任务 不过就不是咱们能知道的了 高云雷点点头 好奇地问道 这位大哥 你知道公局的能力是神吗 那名老调查员 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枸杞水 挠挠头说道 好像叫 教石 成俊 我也记不清了 那都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既然点点头 没有再说神 此时的白圈赛场之中 各国机构代表团的群落已经站定 大家的脸上 都是轻松放松的表情 毕竟表演赛嘛 就连那些觉醒者人数比较少的小国机构 此时也没有时 心里负担 反正自家的选手连八强都墨尽 就算是这种表演 对抗赛之中 输掉也并不丢人 显国皇家去莫局的一众参赛选手 更是早就得到了自家局长软文的指示 等到对抗赛开始之后 尽量往中州异常局那边转移 大家互相帮助起码还能多撑一会儿 中州异常局 此时和罗沙圣渝局 同样也达成了默契 尽量不进行对攻内耗 而是先对付其他机构 根本不用想 仅仅是朝西方诸国代表团的方向一看 就能明白 新陆镇魂局 不列颠特工总局 同样也已经结盟 参国文史局 紧随其后 至于维西生殿机构 则是有点想要充当老好人的样子 全都是笑嘻嘻的 偶尔还举起双手热热身 其他一些小国机构的人员 此时也全都明白 所谓的群体性对抗赛 真正要看的 还是人家鸡的大国 他们这边的力量薄弱一些 也就大家热闹热闹凑凑凑就行了 很快 广播的声音响起 尊敬的诸位选手 诸位来宾 诸位观众 今晚的保留节目 群体性对抗赛 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 会场中立刻响起B的一声 紧接着在场的众人全都感受到 周围那白圈所在的地方 直接升起了一道无形的气墙 似乎是作为边界围栏使用 众人顾不上多想 此时全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群体性对抗 都觉得有趣得很 纷纷大喊一声 朝着对方冲去 这众有意赛 没有时 胜负输赢的执念 更不会有杀意 更像是一场游戏 也让各国觉醒者机构之间 原本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 缓乎了许多 绝大多数人的心中 甚至都隐隐感觉有些童趣 狗 乌拉 揍他们 一通乱喊之下 众人纷纷相向冲锋 原本说好的十组队 十战术 十配合 此时通通都被抛在脑后 钱就完了 反正就是个玩儿 最开始施展力量的 是各国觉醒者之中的催眠戏人员 纷纷隔着老远 就是放出自己的精神力 锁定对面的一个或数个目标 开始进行精神攻击 还没开始接触 就已经有不少人纷纷中招 或是转头攻击自己身边的战友 或是当场昏睡过去 还有几个在催眠作用下 拔腿就朝白圈外跑 牛大刚此时打扮得花枝招展 大胡子乱颤 心高采烈地 向对面不列颠特工总局 冲过来的几个觉醒者喊道 亲爱的 你们终于从战场上回来了 我在家里等你们等得好苦 只是我好苦呢 到底应该嫁给谁呢 亲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441章 一人成军 图穷比肩几个原本杀气腾腾的 不列颠特工总局觉醒者一愣 眼神中闪过挣扎的神色 只是随后 还是屈服于牛大刚炽热的情感 开始走到一旁商量 到底谁才应该娶了这位美人 随后很快被普陀森轰飞出去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闪电快枪手杰克 此时则是一手一枪 直接捂出一团光影 将枪斗树玩出了花 虽然是有一赛 只能使用眩晕弹 但是在他的能力之下 竟然把手枪玩出了大锤的效果 直接一枪打昏一个 甚至还能靠气浪把人抛飞起来 为西圣殿机构的 李昂则是一身铠甲 如同蛮牛一样在里面横冲直撞 被他撞到的人直接弹飞出去 很多当场昏迷 罗沙圣渔局的衣腕 则是身穿一件脏兮兮的长袍 留着大胡子和长发 看起来像是个流浪汉一样 就那 默默走过来 所有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都没有任何效果 而只要他抬头和发动攻击的人对视一眼 对方立刻神情挣扎 随后痛哭流涕地跪拜在地 仿佛在膜拜一个圣人 中州异常局这边的主力 就是普陀僧和狗盗人 两人一僧一道 互卫鸡脚 一柄缠杖一柄木剑 锁过之处 直接将人拍晕过去 新路镇魂局的切尼 此时目光森然 看着中州异常局的公益军 虽然只是友谊赛表演赛 但是如果在这里让中州异常局出个丑 也是件好事 他早就以惊向己方的觉醒者说好 此时立刻使了个眼色 印第安巫师和巫毒巫医传承的瑞贝卡 瞬间领会 双手各浮现出一个光团 带起异病和虚弱之气 拦住普陀僧和狗盗人 紧接着 切尼身边的另外两名速度型觉醒者 瞬间前冲 一左一右 朝弓异军包夹而去 在他们看来 弓异军就算是一个觉醒者 也没有神 战力 只要把弓异军这个团长给打昏过去 或者直接丢出圈外 中州异常局就 颜面大师 就算赢了也就那回事了 转眼间 两名觉醒者 已经直接化作一团影子 来到弓异军身边 同时伸手朝弓异军抓去 就在这时 只听弓异军突然冷哼一声 抬起双拳在胸前猛然一撞 下一个瞬间 一道道狂暴的精神力向周围涌动 直接慢卷气流 在虚空中形成了数十个模糊的身影 这些身影完全由强大的精神力构造 包裹着气流 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战力 刚才那两个偷袭老年人的新路镇魂局觉醒者 直接被这数十个模糊的精神力身影团团围住 随后 就是一阵连招 直接被七手八脚揍飞了出去 两个身影 就像是风筝一样 朝着白圈外落去 紧接着 弓异军身旁的这些模糊的精神力人影 冲向新路镇魂局的战阵 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团 所过之处 直接就是一阵群殴 随后 就是几个人影抓住一个人 随手丢出去 看到这一幕 整个赛场之上 突然变得一片安静 原本正在战斗的众人 也都有些目瞪口呆 就连很多正在交手的觉醒者 也全都停了下来 鸦雀无声 赛场之外 观众席上的方浩等人 同样张大嘴巴 看着眼前的一幕 说不出话来 那个西北局快要退休的老调查员 这才猛然一拍大腿 喊道 想起来 是一人成军 一人成军攻一军 以前军队的特级战斗英雄 他的喊声 立刻在中州异常局的观众区 引起一片哗然 方浩面带一脸难以置信的喊道 真的假的 我去公局这也太厉害了 身藏不漏了 属于是 高云雷心有余悸地说道 幸亏我这几天表现得挺乖 没有对公局不尊敬 一个只会读八古文的糟老头子 比几十个壮汉还猛 这谁能想到啊 不远处的作息上 作为副团长的旅程 此时也同样是目瞪口呆 原本他作为总局政工部的副主任 这次的副团长 对于公益军这个老神在在的团长 其实并不怎 感冒 毕竟对方对于李凡的行为 那简直可以用纵容来说了 万万没想到 对方的佛系根本就是掩饰 实际上是一个军方的杀神 一人成军功一军 中州议长局这边的话 也迅速让其他人听到 立刻是全场一片哗然 正在进行直播的几个大型直播网站之上 观众的谈目就没停过 此时更是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他们之前都对本刺客斗赛的八强有所了解 却从未想过 还有公益军这个隐藏的黑马 中州的网友们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 一个个刷起了以身许国 一人成军的谈目 带起了一股热潮 甚至一度冲上了中州热搜榜第一 而赛场之上的新路镇魂局 以及不列颠特工总局的一些年龄较大的觉醒者 包括新路镇魂局代表团团长切尼 此时都现出郑重之色 甚至隐隐还有些崇敬 切尼向眼前的公益军大声说道 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一人成军 多年前 那个在国际拥兵界 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州特种兵 场外的一些文职高层 此时也微微点头 中州军中有个一人成军 只是大家只知道他的绰号 对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 而且对方在执行了很多次任务之后 突然销声匿迹 最近今年更是很少得到他的消息 原来是到中州异常局当副局长了 场下的一群观众 特别是中州异常局观战的调查员们 此时也是纷纷惊呼 激动不已 宋良赞叹道 原来宫局以前是一名兵王 太牛了 各大直播网站的谈目 此时更是纷纷被兵王刷屏 宫义军此时却并没有神 放松的感觉 而是眉头微醋 看向切尼等人 白白手说道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切尼先生 情况有些不对 说着 朝旁边一指 切尼等人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 刚才被宫义军丢出去的两名速度型的觉醒者 并没有被丢出白圈 而是似乎被那无形的气墙阻挡 落在了墙内 此时 他们的身体正在迅速颤抖 面色惨白 口吐白沫 整个人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枯萎干扁 切尼一愣 旁边的瑞贝卡 已经迅速释放出两道精神力 如同两条绳索一样 卷住两人的双腿 将他们拽了过来 两人已经精神力枯竭 只剩下一口气了 切尼立刻看向宫义军 阴沉着脸说道 宫先生 这本来只是一场表演 你怎 能破坏规则 本来是有意赛表演赛 这差点把人得弄死 有些太过了 如果不是碍于对方 一人成军的威名 他绝对 已经开始大声斥责 宫义军和他身边的 几十个精神力人形 同时摇摇头说道 不是我 切尼和瑞贝卡对视一眼 立刻将目光投向 那赛场周围的气墙 宫义军这种人物 没有必要骗他们 他说不是自己 那一定就不是他 那就是场地有问题 此时在场的其他人 也已经发现了问题 纷纷嚷嚷起来 人子 丢不出去 不是说把人丢出圈外 就算赢吗 丢不出去 赢 这个气墙有古怪 把人挡回来了 不光这样 好像还能吸收人的精神力 这到底是神 鬼东西 这个白犬也太怪了 不对 这根本不是气墙 这是 这是咒术结界 真的是咒术结界 我们被关在里面了 赛场之中的众人 此时突然发现 刚才原本被丢向圈外的 很多人都落在了边缘 而且精神力迅速损耗 这些人全都陷入了昏迷之中 而原本只是一个白犬的赛场边界 此时则浮现出了古怪的精神力结界 看起来是透明的 人的身体也能穿过 但是却无法让精神力穿过 也就是说 如果强行穿过去的话 精神体会被扯出体外 直接当场死亡 最好的情况 也是变成一个植物人 他们被困在了结界之中 公益军和窃尼等 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 他们已经落入了一个圈套之中 这一切背后的人不言而喻 是桑国咒术厅 公益军猛然反应过来 向赛场外观众席上的 中州异常局调查员们 高声说道 异常局 做好战斗准备 情况有巨变 啪 啪 啪 几声有些挑衅的掌声传来 众人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见赛场旁的环形建筑之中 森野太郎正一边鼓掌 一边和一对桑国咒术厅的职员走出来 不愧是传说中的一人成军 这个精神体分离的能力时 再是精彩 简直和我们桑国故老相传的 所谓影分身有一曲同工之妙 公益军面色一沉 说道 森野总监 桑国咒术厅这 坐是神 意思 立刻开放结界 让我们出去 一旁的窃尼 此时同样面色阴沉地 朝上方的森野太郎命令道 森野 立刻打开结界 这是国际决心者交流大会 不是你们桑国咒术厅撒野的地方 现在正在全球直播之中 难道你们想为桑国招来灾祸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神 我以新路镇魂局副局长的身份 命令你立刻开放结界 并做出道歉 听到这话 上方的森野太郎哈哈大笑 整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完全没有了原本的庄重 整个人的气息 也变得森冷和怪异 随后 就见森野太郎朝旁边的 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卷发年轻人说道 麻生俊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扮下去了 那年轻人点点头 献出温文雅的微笑 野村君辛苦了 随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十几台摄像机的直播下 森野太郎直接伸手 用指甲刺穿了自己额头上的皮肤 随后将手伸进去 把脸皮从中间向两侧撕开 露出另一张脸来 这还不够 他的身体的皮肤 同样从中间被撕裂开来 轻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442章 给鬼子上上课咒术总监 森野太郎的皮肤 从身体的中央撕裂 仿佛一件衣服一样 向着两边滑落 紧接着 一个尖嘴猴塞的瘦子 从他的体内钻了出来 这个瘦子身上 竟然还穿着衣服 出来之后 他似乎被憋得不清 连忙挥手扇扇风 吐住舌头说道 好臭好臭 老年人神 得最臭了 光是包皮的时候 就差点 把我臭的吐出来 穿上这身人皮 那众无所不在的老年人的臭味 更是让我实时作呕 好在终于能出来了 做了这 久的陷阱 真是打到了好多的猎物 看到这人的模样 下方赛场中的众人 不由纷纷惊呼 很多对桑国咒术厅 有些熟悉的人 已惊认出来 这个从森野太郎的 人皮之中攥出来的 正是桑国咒术厅 咒术总队 十番对对长野村广志 根据各国所掌握的情报 这个野村广志 本身传承了桑国某个流派的忍术 极为擅长化妆易容 而这种生皮扮演 正是流传已久的忍术易容之中 最血腥残忍的一种 想要扮演成某人 本身扮演者的骨骼和肌肉 都需要极高的灵活控制能力 同时对被扮演者 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 能够模仿对方的神态 声音 语气 动作等等 最关键的 就是需要被扮演者的一张人皮 一张经过特殊处理之后 内部能够和扮演者的外形 完全贴合的人皮 由于这个方法时 暂时太过血腥残忍 所以 以荆棘少有人使用 成为了所谓的禁术 没想到 现在竟然被人用在了 堂堂咒术厅 总监森野太郎的身上 而且是咒术厅内部的咒术总队 十番对对长所谓 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 全都心中震惊 而龚一军等 一众觉醒者机构的负责人 则是瞬间明白 发生了十 事情 熟悉桑国历史的人 对这一幕 简直是再熟悉不过 下课上 桑国传统 这特娘的 就是数十年前的226翻版啊 这一幕 同样被现场的摄像机 传播了出去 网络直播间之中 立刻变得一片沸腾 各国网友看到这一幕之后 全都疯狂发谈目 虽然有很多人还莫看明白 但大部分网友 此时反而是旁观者清 已经基本猜到了真相 卧槽 下课上 传统节目啊 这个时 麻生约翰这 蒙 公老爷子 把这些耍音招的家伙 都前趴下 狂妄的桑国小癌子 竟然敢对我们新路这 不敬 难道他们忘了 还有我们新路驻军了吗 这些家伙到底想干实 难道想要 搞一场大屠杀 他们就不怕 其他国家的报复 洗吧 我们参国文史局的人 喂食 也被关在里面 快把人放出来 都怪总统无能 欠你此时音沉着脸 反而是最为愤怒的 对麻生约翰怒吼道 麻生 你作为桑国咒术 听读查课课常 本身是由我们新路镇魂局 直属管辖的 你这 已经是最为失利的行为 立刻把结界打开 否则的话 你将遭到来自新路的制裁 整个桑国都会被封锁 麻生约翰听到这话 不由森然一笑 说道 管辖 那不过是你们新路人 使用武力强加给我们的 但我们青年军 拥有了掌控整个世界的力量 别说新路镇魂局 就算是整个新路 也都要接受毁灭的命运 听到这话 在场的不列颠特工总局负责人 丹尼尔 面色一沉 瞬间想到了时 对麻生约翰说道 这 说 你是想要打开高天元的封印 是放出高天元诸神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神 你在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在场的其他几名机构负责人 在听到麻生约翰的话之后 也全都面色凛然 作为各自觉醒者机构的高层 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员比普通觉醒者多得多 因此 当听到麻生约翰复仇的言论 他们也自然想到了 在富山火山封印之下的高天元诸神 单凭桑国咒树厅 可根本没有毁灭新路的可能 也只有借助救神的力量 才能做到这一点 只是救神的存在 本身就是禁忌 根据各家机构现有的研究资料 救神根本不是石 和蔼可亲人爱世人的神圣存在 而是一些残暴而强大的生物 特别是高天元诸神 在神话传说中 和各种历史资料存留之中 都是以残暴著称 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一些绝密资料 之所以荡出桑国的阴阳师们好 禁述不尽的生命 联合某个未知恐怖存在 都要封印高天元诸神 主要就是因为 诸神实在是太过残暴 根本将人类当作了玩物一样 各家机构之所以答应 来到咒术基地之中 举行这次会议 也是为了获取相关的资料 对救神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很多机构来说 主要还是为了防范救神 而现在麻省约翰 他们要做的事情 绝对是严重的反人类行为 别的不说 整个东都都市圈之中的 数千万民众 不知道要死伤多少 这可比新路丢击个核弹过来 严重多了 也难怪麻省约翰 根本不惧怕新路的驻军和武力威胁 同样也不怕招惹到其他的大国 这段话 同样也被直播到了网上 只是神 高天元诸神时 封印的 就不是绝大部分网友能够了解的了 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 也有一些了解桑国神话的人 则是震惊的疯狂刷原来神真的存在之类的话 窃尼的脸上原本十分阴沉 此时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想要做最后的挽救 对麻省约翰说道 麻省 你的生父本身就是新路人 从血统来说 你也更偏向于新路 而不是桑国 我们 才是同胞 你又何苦做出这种事情呢 如果你的母亲知道了 也会伤心的 他一直都知道麻省约翰的亲生父亲是新路人 之所以叫麻省约翰也和这个有关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母亲又给他找了个桑国的继父 不过麻省约翰本身就是混血儿的外表 所以切尼准备用这一点来打动对方 感化麻省约翰 没想到听到切尼的话 麻省约翰原本带着细血笑容的脸 瞬间阴沉了下来 音量骤然提高 向切尼怒斥道 生父 新路人 那是一个强奸犯 一个新路君是基地里出来寻欢作乐 喝得烂醉的强奸犯 你没有资格提到我的母亲 新路人都是可耻的强奸犯 是恶心的匪徒 如果不是我的继父接纳了我的母亲 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我的一生都会被毁掉 是我的继父教会了我一切 给了我真正的和魂 他才是我真正的父亲 切尼满脸愕然 万万没想到原来麻省约翰的生父竟然是驻苍国的新路军人 而且是强暴了他的母亲之后才有了他 原本想聊聊感情拉拉关系 这是直接把人家的伤疤给接了 观众席上 方浩看着这一幕嘖嘖嘴说道 这个老切尼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这要我也得上火 话音刚落就听麻省约翰森然道 尊敬的切尼副局长 你们就乖乖地待在里面吧 很快结界大阵的力量会慢慢显现 将你们的精神力完全吸钱 随后朝着下方看台区域之中 那些各国机构的普通成员一指 森然道 杀了他们 说话间 在他身边的十一番对对长 连同暗中加入青年军的一群 桑国咒术厅职员们 面露争鸣之色 从高台之上一跃而下 扑向看台区域 除了被关在结界之中的各国觉醒者们 看台区域的非觉醒者 还有上千人 这些人基本都是各国机构的文职人员 或者是一些本身精锐的成员 但精神力没有达到觉醒者的临界点 对于各国异常处理机构来说 这次的桑国会议本身也算是一种奖励手段 因此很多立下功劳的精英们也都获得了这个机会 只是这些人虽然也算是精英 但本身并不是觉醒者 面对桑国咒术厅咒术总队的这些觉醒者队长 以及青年军暗中招募的一些觉醒者 包括黑龙会的觉醒者杀手 根本没有神 反抗之力 刷 一声轻响 最先冲出来的是 咒术总队七番对对长精锦 面带兴奋之色 如同一道闪电 冲向不列颠特工总局的看台区域 不列颠特工总局的一群精英特工们 立刻举枪射击 就见金锦森然一笑 一股精神力向着周围荡漾开来 双手钛刀挥舞成一团光益 直接将一颗颗子弹击飞 甚至斩成两半 下一个瞬间 他直接从这片看台区域一掠而过 双手各持一柄钛刀 呈聚合之势 猛然停住 过了一秒钟 在他身后 五名不列颠特工总局职员的身体猛然抽搐 头颅直接滚落在地 竟然被瞬间斩首 这血腥的一幕 立刻让不列颠特工总局的很多文职人员发出 喊 拼命将手中武器对准对方开枪 或是立刻转身逃跑 想要逃离这片赛场区域 金锦则是面带笑容 挥舞着手中的太刀 一步步朝着那些攻击者走过去 开始以一种折磨的方式 虐杀对方 手中双刀挥舞 直接将被害人瞬间凌迟 这一幕让结界之中的不列颠特工总局众人瞬间怒火中烧 变得疯狂 开始一边咒骂 一边疯狂攻击骤应结界 只是这结界就像是一团棉花 他们的攻击打在上面 只能荡起一点点涟漪 根本无法打破 与此同时 结界之外的看台上 桑国咒树厅咒树总队的一群觉醒者 此时已经纷纷从高台之上下来 开始了对看台之上一众观众的屠杀 虽然那些观众本身也拥有武器 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抗 但是面对觉醒者的碾压式的攻击 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 特别是在面对催眠型的觉醒者 很多人转眼开始自相残杀 结界中的一众各国觉醒者们 看到自己的同僚正在遭受残杀 纷纷破口大骂 开始鼓动精神力轰击咒树结界 雨点一般的精神力攻击轰击 在咒树结界之上 半透明的结界 开始出现一片片波动的涟漪 看上去 这结界已经开始晃动 仿佛随时都能被轰破 这一幕也让结界之中的众人大喜过望 开始更加拼命地轰击结界 公益君看着晃动的结界 神色一宁 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 只是这个时候时在末世间多想 救人要紧 双手一挥 数十个精神体残影 立刻冲向结界 就听轰轰轰一声声巨响 这些精神体残影 竟然直接以自爆的方式 轰炸结界的某个点 在场的其他觉醒者 此时也反应过来 全都朝着同一个点轰击 从外面看去 仿佛在这巨大的咒树结界之上 开出了一朵 直径达到数十米的璀璨烟花 而且开在不断绽放 结界之外 由于中州异常局所在的看台 正好在麻生约翰出现的高台对面 反而是距离最远的 一时间还没有受到攻击 眼看周围的建筑出口 都已经被迅速封闭 整个擂台广场 变成了一个封闭的 类似于斗兽场样的屠杀区域 中州异常局的一众调查员 不由神色肃然 纷纷拿出武器 子弹上膛 等待敌人的到来 虽然明知面对觉醒者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在场的一众调查员却没有表现出畏惧之色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三国人 只有吕成此时眼神中满是惶恐 喃喃地说道 咱 咱 咱 我们都是普通人 顶多精神力比一般人高呢 一点 面对觉醒者根本没有胜算的 咱 咱 随后他猛然看到 远处一名新路镇魂局的探员 被一名青年军的觉醒者拧下脑袋 不由全身一颤 说道 要不 要不我们投降吧 我们 我们是非战斗人员 桑国人其实都还挺好的 挺热爱和平 又礼貌 相信麻省约翰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怎 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 只是却猛然一颤 不敢再说下去 他看到了众人鄙夷的目光 如同一把把尖刀 刺进他的内心 吕成面色惨白 双脚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扶住旁边的椅子说道 我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你们小年轻懂事 没有人理会他 方浩和高云雷等人 从他的身边走过 站在众人的前方 说道 云雷 给这帮鬼子上上课 不能给樊哥丢脸 说话间 桑国咒术厅咒术总队六番对对 长小岛 已经带着一群手下 冲到了他们面前 中周人 小岛森然一笑 拧了拧脖子 整个人像是蜘蛛一样 四肢着地 一阵风般冲了过来 未陷李郎 离家园 未料黄榜中状元 咒术基地内部 距离赛场很远的 洗手间隔间中 传来李凡 鬼酷狼嚎的唱枪 门外正藏住一群 新路镇魂局的探员 领头的正是之前 被他怒喷的雷诺 看着眼前的隔间 一众探员 全都皱起了眉头 他们跟踪 那个李凡 已经很长时间了 原本想直接下手绑票 没想到对方 进了厕所之后 直接进去蹲大号了 本来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个 很简单的绑架任务 对方既然进了厕所 他们因为闲赃 也没有直接开门抓人 而是在外面等着 没想到等半天 对方都没出来 还在里面唱上了 而且听声音 好像还在玩手游刷抖音 终于 在新路镇魂局的绑票小队 等得不耐烦的时候 里面传来冲水的声音 还有细腰带的声音 李凡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把门打开走了出来 刚走出来 立刻看到 外面足足 七八名新路镇魂局探员 一众探员面带细血的笑容 看着眼前 这个讨人宴的中州调查员 如同在看一个触手可得的猎物 雷诺森然道 哟 这不是收藏家吗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您 李凡一愣 你们都知道了 请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四百四十三章 李凡 快逃 你们都知道了 李凡的神色 瞬间变得肃然 双手虽然还抓着腰带 却给人一副 凛然不可冒犯的感觉 新路镇魂局的榜票小队成员 全都是一愣 紧接着雷诺哈哈大笑 指着李凡笑道 这个小丑孩 真是挺有表演天赋 他还真以为他是收藏家了 哈哈哈哈 在场的其他新路镇魂局成员 也都是笑得前仰后合 将李凡 当成了一个 哗众取宠的小丑 他们在此之前 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 知道对方根本不是觉醒者 只是一个普通的调查员而已 他们这个绑架小队之中 光是觉醒者就有三个 足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 刚才差点被这小子给唬住了 听到雷诺等人的话 李凡不由长舒一口气 本来都准备把这些人全杀了灭口了 原来是误会 不过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就是为了自己而来 李凡一边系腰带 一边溜达到洗手池边 一边吸收一边说道 雷 石 来着 你们来找我是要干食 难道是饿了 雷诺面色阴沉 森然道 李凡 这种时候成口舌之力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希望你在我们的手中 还能说出这 琉璃的话 这支绑架小队的规格很高 负责带队的 还有李凡在海女胜的时候 遇到的老熟人 新路镇魂局代表团的副团长 菲利浦 菲利浦此时细泻笑道 李局长 我们新路人都是绅士 不想动挫 希望你能乖乖跟我们走一趟 虽然经过新路镇魂局的分析 这个李凡很可能和收藏家有关系 是中州异常局和清洁协会之间的联络员 本身十分重要 但是现在绑架小队的力量很强 也根本不怕这个李凡有时 其他猫腻 哪怕他是个隐藏的觉醒者 也足以将他悄无声息的情货 然后偷偷运到新路去 当然 或许根本不用拿 麻烦 直接让新路镇魂局这边的催眠觉醒者 给他来个全套催眠 精神体 挖掘机呢 一挖 石 都有了 李凡此时正在认真洗手 亚然道 走一趟 去哪里 雷诺森然道 去新路 到了新路 我看你还会不会嘴硬 李凡一愣 随后猛然转过头来 有些激动地问道 你们这是 要绑架我 新路镇魂局终于开窍了 如果自己被绑架到新路 那无论最终是否能回来 在中州异常局内部都绝对会被冷落 弄个闲职养老 毕竟 一个被绑架到敌营的人 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叛变 而且中州异常局也担不起这个风险 一般来说 就只能直接弄个闲职养起来 反正时 局长之类的职位 绝对是不可能再担任了 哪怕他通过不股鸟计划 获得收藏家的信任也不行 从罗级上来讲 如果李凡真的被新路镇魂局绑架 那 以后清洁协会那边 也同样不会信任他 这不就都有了吗 李凡此时突然发现 原来还能这 搞 新路镇魂局里面 有人才啊 雷诺冷笑一声 看到对方如此激动 他瞬间认定 对方已经感受到了恐惧 当下对李凡说道 李局长 李总监 石 绑架 说得太难听了 我们只不过是想要邀请你到新路做客而已 走吧 看在你是中州异常局高官的份儿上 我们尽量不会动挫 一旁的菲利普 抬起手腕看看表 朝着机名探员点了点头 机名探员立刻上前 甚至直接摸出了一副手铐 准备将李凡带走 李凡后退一步 遗憾地摇摇头说道 诸位 真的 我很感谢大家为我做的事情 你说你们怎 不早点说呢 早说的话 我绝对没有二话 立刻跟你们走了 现在我还有点事要办 打不开点啊 许左还在里面关注呢 眼看着青年军的计划 就要完成了 自己怎 也得等许左出来问问情况再走 你们要是赶时间的话 实在不行 我把许左带到新路去 到了再问也行 当下诚恳地对菲利普和雷诺说道 两位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等我把事办完了 我就跟你们走 我有个老朋友 家里人都死光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被关在家里 老惨了 我寻思着怎 也得给他放出来 顺带他好像还有一帮兄弟都捏而坏 我得问问他到底啥情况 说到这里 李凡扯了张纸 一边擦手一边说道 你们放心 等这边的事一了 我立刻跟你们去 要是实在不太感叹 你们就先回去 回头我自己 买张机票过去找你们 你看这样行吗 听到李凡诚恳的发言 菲利普和雷诺等人对视一眼 随后又转头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李凡 森然道 李凡 到这个时候 你如果还想耍这众语言上的花招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你不想乖乖跟我们走 那就不用怪我们动粗了 把这个该死的小丑给我抓起来 说住 朝着一旁的一名探员使了个眼色 对方立刻把枪对准了李凡 另一人则是摸出一个类似于全封闭头盔的东西 朝着李凡走去 这个满是个重古傲的回路花纹 同时又充满了科技感的东西 正是新路镇魂局研制的精神力深度挖掘装置 只要带上这东西 对方就彻底被他们所掌控 根本不用担心时 逃跑之类的问题 李凡诚没说到 我都说了 回头把事办完就去找你们 不听人说呢 这个绑架小队 可是个好东西 李凡现在有些小心翼翼 生怕把他们给弄坏了 几名新路镇魂局的探员 此时纷纷做出战斗姿态 三个觉醒者探员 此时也已经封锁了周围的去路 全都面色森然地看着李凡 准备将对方抓住之后 立刻带走 就在这时 一声有些好听的断鹤声传来 放开他 全都不许动 随之而来的 还有手枪保险打开 子弹上膛的声音 在场的新路镇魂局众人 立刻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见一名秘书装扮 身材恶娜的漂亮女子 正从拐角处走过来 端着手枪对准他们 这名少女 轻轻咬着下唇 清纯漂亮的脸上 神情紧张 又有些坚毅 正是乔本菜子 李凡一愣 说道 菜子 你怎 来了 我这儿谈正事呢 乔本菜子 此时 已经迅速从他的身边走过 低声说道 快走 我拖住他们 此时乔本菜子的内心 十分挣扎 本来他的任务 是除掉李凡 只是当看到李凡被人尾随之后 他心中却没有丝毫高兴 而是为李凡感到紧张 当他同样一路 小心翼翼跟过来之后 同样听到了 新路镇魂局 绑架小队的话 这些人要绑架李凡 虽然不明白 对方的目的是神 但是从新路镇魂局 和中州异常局的关系来看 李凡如果落到这些人的手中 绝对是凶多吉少 原本乔本菜子 还在天人交战 不知道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 只是在看到对方 拿出那神秘的头盔 想要强行给李凡戴上 乔本菜子 不由本能的从影必处冲出来 准备保护李凡 他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喂食 这 只是当他这 做了之后 心中反而畅快了不少 原本的一些纠结 都在瞬间烟消云散 看到是乔本菜子出来 刚开始新路镇魂局 众人还有些肃然 只是当发现 只有他一个人之后 整个绑架小组 不由瞬间放松下来 众人对视一眼 当先一名新路镇魂局 探员面对乔本菜子的枪口 不惧返效 吹了个口哨说道 好漂亮的姑娘 原来是那个小秘书啊 不知道让这个李凡用了多少次 泽泽 如果这是我的秘书 我绝对让他下不了床 这下倒是能亲自试试深浅了 正说着 他猛然一个矮身滑步 瞬间冲到乔本菜子面前 一脚朝着他手中的枪踢去 乔本菜子猝不及防之下 手枪瞬间被踢得脱手 只是他的目光瞬间一凝 顺势向后一挫 避过对方打过来的一拳 又抬起膝盖挡住了对方的横踢 与此同时 将手掌成刀状 猛然横刺 直插对方咽喉 乔本菜子的招数凌厉 速度快准狠 直接一个手刀 击中那名探员的咽喉 立刻将对方砍得白眼直翻 掐着脖子跪倒在地 拼命呼吸 看到这一幕 在场中人不由都有些哑然 没想到 这个乔本菜子的体数 竟然还不错 乔本菜子 此时赤手空拳 摆出一个搏击的架势 头也不回地喊道 李凡先生 快走 在他看来 李凡只是一个文职官员 根本无法对抗眼前的 新路镇魂局绑架小队 雷诺面色一沉 森然道 臭婊子 既然你这 想救他 那就和他一起 下地狱吧 当然 在此之前 我要剥光你的衣服 让你心甘情愿为我服务 说话间 雷诺的双目之中 猛然变得一片惨白 精神辐射一出 整个人瞬间变得力大无穷 冲向乔本菜子 毫无花俏地打出一拳 乔本菜子 抬起双臂支撑 整个人瞬间被打飞出去 在半空中迅速调整身体 才堪堪双脚落地 只是明显面色惨白 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探员 同时一左一右朝 乔本菜子出手 他们的脸上 带着细血的笑容 并没有直接用枪 而是采用近身格斗 乔本菜子左右支撑 虽然他作为特搜官 同样格斗技巧很强 却是双拳难敌四手 眼看要败 包括菲利普在内的几名 新路镇魂局探员 此时全都面带细血的笑容 这个乔本菜子 只是个小插曲 在这种任务之中 他们不介意 拿这个桑国少女爽一爽 毕竟是他们新路的传统 没有人会让他们负责 一声轻响 乔本菜子挡住对方一拳 再次被打飞出去 整个人已经力竭了 就在他即将倒地的时候 突然感觉 一只大手 稳稳地撑住了他的腰 将他扶了起来 李凡扶起乔本菜子 看向眼前的新路镇魂局机人 叹一口气说道 你们在 就不能等我一会儿呢 我都说了 办完事 就跟你们走的 你们就是莫耐心 这下好了 我只好把你们杀光了 都怪你们 第444章 你可以自杀了李 李凡先生 乔本菜子 看着身边的李凡 突然感觉对方 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 好像多了某种气息 那是 是疯狂和危险的气息 那气息 甚至让乔本菜子 都猛然打了一个冷颤 身边的这个男人 再一瞬间变地 让他陌生了起来 而眼前的新路镇魂局 绑架小队的雷诺 和菲利普等人 则是再次哄堂大笑 本来菲利普为人 有些不苟言笑 此时也终于忍俊不惊 这家伙竟然还敢说这重话 难道是吓傻了吗 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收藏家了 笑死我了 菲利普笑了几声 随后下令道 抓住他 还有那个女人 等到任务结束 我批准大家放松一晚 说话间 旁边的两名探员 立刻持枪上前 准备将枪管 直接射进对方的嘴里 好好羞辱一番 与此同时 他们眼前的李凡则是 拉开了背包的拉链 轻轻抖了抖 立刻 一群五颜六色的小鸡玩偶 从里面跌落下来 落了一地 众人又是一愣 雷诺此时笑的眼泪 都要出来了 包括另外两名觉醒者探员 此时 也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这个李凡 难道真的是个脑子有病的智障 竟然随身带着几个小鸡玩偶 此时 那两名持枪探员 已经走到李凡面前 其中一个抬脚踢了踢一只红色 小鸡玩偶 笑道 原来是鸡怪兽 好怕呀 万一他把我的心掏出来磕 爸 哈哈哈哈 他自认为这句话十分幽默 不由爆笑如雷 就在这时 地面上 那只红色小鸡玩偶 突然像是活过来一样 瞬间跳到他的胸口 一股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这名探员顶飞出去 下一个瞬间他的心口传来剧痛 那看起来十分可爱的红色小鸡玩偶 如同啄木鸟一样 用慧布疯狂敲击他的心口 几乎是一瞬间 就蚕食了数千次 他的身体还在半空中 就现一道红色影子 已经直接钻进他的心口 随后从里面拽出一个连着血管 红彤彤正在跃动之中的心脏 他的心脏 这一切在电光石火间发生 紧接着他就看到那个红色的小鸡 在他绝望的眼神中 用双爪抓住了他的心脏 瞬间捏碎 鲜血狂喷 这名被剖腹挖心的探员 此时才终于落到了地上 全身抽搐 眼看不活了 另一名来到李凡面前的探员 看到同伴的惨状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现一只紫色小鸡 以精顺奸越起到他的面前 双翅煽动 数十道狂暴的精神力之刃 猛然掠过他的身体 这名探员的身体 仍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 上半身却如同被切碎的鱼奶一般 猛然崩塌滑落下来 尸块崩了一地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 到了这时 新陆镇魂局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雷诺的双目再次变得惨白 全身肌肉隆起 精神力外放 吼道 何鸡 此时 他们已经瞬间明白 这个李凡有古怪 根本不是向他表现出来的呢 若小 他是一个隐藏的觉醒者 这是一个新陆镇魂局内部 完全没有资料的觉醒者 此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太多 先把对方拿下 再去分析不迟 说话间 另外两名觉醒者 同样冲向李凡 包括雷诺在内 在场的 三名新陆镇魂局觉醒者 都是最普遍的肉体强化型觉醒者 只是雷诺是力量强化 另外两人则是速度强化 转瞬间 已经摸出两柄匕首 一左一右来到李凡身边 同时刺向李凡的颈部 雷诺同样一拳轰出 直击对方的咽喉 就在这时 他们猛然发现 原本落在地上的七个小鸡玩偶 此时全都悬浮在了半空中 在李凡的身边围成一圈 宰臣宰服 他们的攻击所面对的 全都是这些小鸡玩偶 哄 巨大的火团凭空出现 瞬间将左侧的觉醒者 探员笼罩 这名探员 瞬间被烧成了一个火球 发出凄厉的惨叫 与此同时 右侧的觉醒者探员 则是感受到无比阴冷 他的匕首刚刚刺中李凡的颈部 不知道未时 他却感觉自己的脖子 一阵刺痛 下一个瞬间 原本应该刺入李凡脖子的匕首 直接在他的颈部出现 猛然刺穿 与此同时 还有大量恐怖的咒术 落到他的身上 让他的双目瞬间失明 随后又看到了 几乎最凄惨的画面 全身骨骼的缝隙 藏满了骨刺 整个人仿佛被钉在了原地 只能一手持刀 刺进自己的颈部 一边如同塑像一样站在那里 直面李凡的雷诺 此时则是猛然看到了 一只棕色的小鸡 玩偶转到了他的面前 随后与地方 毫无花俏地对了一拳 狂暴的力量 从那小鸡玩偶的翅膀之中传来 这力量带有破冰传般的破坏性 直接将雷诺右手右臂 一直到右肩的骨骼 全都粉碎 雷诺的整条手臂 如同开花喇叭一样 破碎开来 啊 他张口想要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紧紧喊出一点 就被那棕色小鸡 一拳砸碎了下颌 紧接着 只看到那棕色小鸡的影子 在他的身体 各处迅速闪现 一击击堪笔打装机的重击 打在雷诺的身上 将他的骨骼一点点垂碎 菲利普和另外鸡鸣飞 觉醒者探员 此时持枪对准李凡 拿枪的手 被眼前残暴的一幕 搞得颤抖不已 几乎要拿不住手中的枪 开火 开火 菲利普颤声喊道 同时努力扣动手中扳机 枪口火光闪现 他们却发现 自己仿佛处于某众无声的避障之中 枪声根本无法传导出来 一只蓝色小鸡玩偶 此时正双手结成寂静之印 直接吸收了枪声 与此同时 全身着火的那名觉醒者探员 此时仿佛变成了被操控的提线木偶 熊熊燃烧的身体迅速扭动 挡下了众人射出的子弹 他的口中 仍然在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如同机械般扭动 接下了所有子弹 众人甚至能够透过火光 看到他已经被烧得爆炸流油的眼珠 这诡异而又可怕的一幕 立刻让剩下的几名探员 如坠冰叫 心中一片冰寒 一名探员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 将手中的枪丢下 转身就逃 只是当他从拐角离开 拼命狂奔之后 众人很快又听到他的喘息声和脚步声 他竟然从另一侧回来了 随后他双腿颤抖 猛地再次掉头狂奔 只是这一次 他竟然从刚开始的那一侧又回来了 这名探员颤声道 结界 我们被困在一个循环结界里了 魔鬼 他是一个魔鬼 看看眼前那凄惨的景象 他再也忍受不住 直接捡起地上的枪 抵住自己的下巴 猛然扣动了扳机 此时 那全身燃烧的觉醒者探员 才终于全身抽搐 如同击块木炭一样 从中折断倒地 雷诺全身的骨骼 都已经被那棕色的小鸡玩偶敲碎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另一名觉醒者探员 终于用匕首刺穿了自己的脖子 一动不动跪在那里 紧动脉鲜血狂喷 李凡面无表情 七个五颜六色的小鸡玩偶 此时在他的身体 周围在陈仔服 缓缓旋转 菲利普摊坐在地上 全身颤抖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颤声问道 呃 魔 呃 魔 你 你究竟是谁 李凡一脸无辜地说道 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吗 收藏家啊 不是 现在的人都怎 回事 就不听人说话呢 菲利普全身颤抖 周围的几名还活着的探员 也露出了绝望的眼神 收藏家 对方竟然真的是收藏家 这一切都是真的 高齐导声说的都是事实 此时 他们猛然有了一个恐怖的发现 透过那几个小鸡玩偶半透明塑料的眼睛 里面是一颗颗干瘪的人类眼睛 是一颗磕人头 他真的是收藏家 咯咯咯咯咯 牙齿颤抖的声音响起 菲利普之感觉自己从未如此寒冷 李凡点点头 现在信了吧 对了 你可以自杀了 轻 点击进去 给个好评呗 分数越高 更新越快 据说给星达满分的 最后都找到了漂亮的老婆 第445章 蛇行生物咒术基地的擂台广场之中 此时已经是一片修罗场 青年军的成员 在曾经的咒术总队 11个翻队长的带领下 冲入看台之上 疯狂屠戮各国的文职人员 和非觉醒者成员 如入无人之境 哪怕各国的代表团成员 全都是精锐 有着丰富的对抗异常的经验 但觉醒者和非觉醒者之间的战力差距时 再是巨大 失败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转眼间 已经有数十人 被青年军的众人所杀 整个咒术基地之中 枪声四起 到处 都是尖叫和呼喊声 这一幕 同样让场地中央咒术结界之中的各国觉醒者们怒火中烧 拼命加大精神力输出的力度 轰击着结界避障 在众人的权力轰击之下 结界避障开始疯狂颤动 如同怒海狂涛一般 只是永远都是 看似随时都要破碎 却仍然没有破碎 引得众人更加拼命输出 高台之上 看到这一幕的麻生约翰面带笑意 低声说道 努力吧 蠢货们 结界就快破掉了 只要你们再加一把劲 就要成功了 当然 我是说 我就要成功了 之所以留下那些非觉醒者的普通人 而且下令直接进行杀戮 为的就是 刺激结界之中的觉醒者们 对结界拼命输出 这样整个结界 才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进入到下方的逆转封印之中 加速高天元封印的解封 麻生俊 现在直播仍然在继续 是否应该将直播切断 避免影响我们青年军的声誉 一旁的野村广志 有些担忧地问道 他虽然看起来有些癫狂 但却绝对是个聪明人 否则也不会扮演森野太郎者 久都没有被发现 青年军如果想要在政变之后 彻底控制桑国 被各方所接纳 那各国的态度也十分重要 悄悄前掉这些人之后 在展现高天元诸神的力量 比现在直接直播杀人要强得多 起码不会有那 多的敌人 麻生约翰轻蔑一笑 说道 不过是一群蠢猪 杀吧 把这些高高在上的家伙 全都杀光 我们要的不是神 友好 而是畏惧 当解开高天元的封印 掌握了高天元诸神的力量 各国只会臣服于神的力量 瑟瑟发抖 现在发生的一切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警告 听到这话 野村微微点头 没有再说神 麻生所想的 显然比他要长远 而且目标也更加宏伟 与此同时 下方的六番对对长小岛 已经带人来到中州异常局众人面前 面露森然的笑容 四肢着地 如同一个来自梦魇之中的蜘蛛怪物 闪电般冲向中州异常局众人 在他的眼里 这些中州异常局的普通调查员 就是一群等待杀戮的猎物 一群待宰的羔羊 他已经看到 有十几名年轻的调查员 挡在人群之前 既然他们想要逞强 那就从这些人开始杀 要一点点降他们的身体肢解 撕成碎片 此时 小岛距离最前面的高云雷 已经不足十米 四肢着地面露凝啸 就要将对方直接撕裂 只是就在这个瞬间 小岛的胯下突然一紧 一股前所未有的尿液 猛然涌起 他 很想撒尿 膀胱一阵剧痛 不光是满了 而且还火辣辣的 似乎已经要被撑爆了 而且 这个四肢着地的姿势 一直都挤压着他的腹部 让他更加难以控制 甚至他的大脑 都没来得及思考 身体已经帮他本能地 做出了反应 小岛的双腿之间 瞬间喷出一股热流 直接把裤子都给喷透了 锁过之处 留下一连串的水渍 隆重的酒味弥漫来开 小岛的裤子 都已经湿透了 尿出来的液体尿骚味之中 夹杂着浓浓的酒精味道 同时他感觉自己的尿道 此时仿佛被灌满了 高浓度的酒精 烧得他四肢猛然进卵 原本高速前冲的身形 一个猎浅 瞬间摔倒在地 直接狠狠撞了出去 滑了 小岛带着 一路水渍歪斜着撞了出去 直接撞塌了一片桌椅 整个人捂着当步打滚 疼得直接喊了出来 这一幕让周围的很多中州 异常局调查员和咒术总队 七番队的职员们 都是一乐 深 情况 这个小岛突然尿急 然后 然后自己尿了裤子 一个急 车眉 柱撞在了一旁 起码看上去是这样的 高云雷此时 额头满是汗水 眼神中满是腥味 随后猛然朝一旁的王延 递了个眼色 王延会议 凝聚精神力瞬间轰向小岛 同时猛然打了个响指 刚刚摔成一团的小岛身上 猛然闪烁剧烈的静电火花 就听轰的一声 直接将它被打湿的裤裆烧着 高浓度酒精 窜起熊熊火焰 阿快来救我 灭火 灭火 小岛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顾不得下身的疼痛 拼命抬手拍打 与此同时 明教理放的调查员猛然张口 带起一阵狂风朝着小岛吹去 这狂风之中 富含氧离子 转眼间让小岛着火的当部火焰猛窜 燃烧了全身 阿 救我 救我 小岛此时被烧成一个火人 整个人猛然站起 准备冲向手下求援 拼拼拼 接连不断的枪声响起 中州异常局的调查员们 瞬间瞄准开枪 一连串的子弹打向小岛 由于小岛冲得太靠前 而且本身正在熊熊燃烧 原本能够躲避的子弹 此时瞬间全部命中 整个人被打成了筛子 猛然抽搐几下 随后燃烧着倒了下来 精神体瞬间消散 这一切说起来长 其实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甚至小岛的手下都没有跟上来 他就已经被钳掉了 看到这突然发生的一切 后面小岛的一群手下 全都愣在了当场 这种诡异的死法 实在是匪夷所思 让人难以想象 中州异常局这边的调查员们 则是迅速反应过来 纷纷喊道 卧槽 浩哥 小高 你们都觉醒了 难怪兄弟们胜券在握 牛逼 这个小岛据说近战能力很强 子弹都无法集中 竟然就这 被烧死了 兄弟们 有希望了 前死这些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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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 在场的中州异常局众人 纷纷受到激励 立刻持枪寻找掩体 组成防御阵地 与此同时 这边发生的情况 也引起了麻生约翰的青年军高层 以及其他国家觉醒者的注意 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 临近的一些正在被屠戮的官方机构成员们 纷纷大喜过望 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朝着中州异常局的观众驱没命地逃过来 此时 整个广场之中发生的一切 也正在各大网站平台之上同步直播 世界各地的网民连同官方觉醒者机构 此时都在痛骂青年军的丧心病狂 这众对普通人的屠戮 简直就是牲口一样的行径 而当看到中州异常局企人的反击之后 谭目立刻沸腾了 卧槽异能还能这 玩 刚才那个小岛到底尿了神 汽油吗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打死我也不敢相信 让人强制放尿 也算是一种异能 不 这个明显是配合啊 一人强制放尿 一人点燃火花 这个配合有点吓人了 突袭还可以 等到对方意识到 他们也是觉醒者就没用了 觉醒者的精神力 可以形成精神力防护场 让对方无法突破 中州的兄弟们 挺住 潜掉这些纳粹 高抬之上 麻生约翰眼睛一眯 森然道 多过去几个人 把这些中州的家伙潜掉 要残忍一些 虽然离得较远 他却以精敏锐地发现 对方虽然有一些觉醒者 但战斗型的很少 都是一些辅助能力 没有神 大用 立刻 从通训频道之中 得到命令的四名觉醒者翻对场 连同青年军的其他几名觉醒者干部 瞬间冲向中州异常局的观众席 两名船成型觉醒者 一名力量型觉醒者 一名满是纹身的咒术师 当先那名力量型觉醒者 身高足足有两米 满身肌肉 如同一辆重型坦克 所过之处 无论人员还是设备 纷纷被撞飞出去 甚至直接一脚将一名 仓国文史局的职员 头颅踩扁 极为凶残 在他的身后 一群青年军的枪手 则是持枪组成一个进攻队型 一边开枪 一边接近 转眼间枪临弹雨 中州异常局的众人 也连忙躲在就近的掩体之后 开枪反击 与此同时 结界之中的工艺军 也已经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连续轰击结界之后 他已经十分虚弱 此时顾不上继续轰击结界 瞬间再分出十几个精神体 朝着阶界外的中州异常局 众人大喝道 吕成 立刻打开应急包裹 使用紧急手段 吕成此时已经被吓破了胆 整个人缩在一张桌子下面 抱着双腿色色发抖 此时听到工艺军的话 也是充耳不闻 只是喃喃地说道 我投降 我是平民 没有恶意的 不要杀我 那人形坦克 已经冲到前方 方号双目一瞪 怒吼一声 从掩体之后 一跃而出 全身肌肉隆起 皮肤迅速硬化 如同一辆小号坦克 迎着对方就撞了过去 一声闷响 对方猛然被撞停下来 只是方号则是 直接飞了出去 在地上积个翻滚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同位觉醒者 敌人的精神力和力量明显比他强不少 方号猛然一咬牙 再次扑了上去 和那壮汉缠斗在一起 如果他不上前 对方就要开始大肆杀戮了 一旁的高云雷和王炎 此时仍然在拼命释放精神力 只是这次攻过来的机名决行者 都以精士放出精神力做出防护 后面的枪手距离较远 两人一时间根本无法得手 唐明喊道 兄弟们 看我的 说着 口中发出嘶嘶的 如同蛇一样的声音 高云雷不由己道 这是火山 根本没有蛇 老鼠都没多少 没用啊 明仔 说到底 还是他们的精神力太弱 仅仅是超过一百点的极格线 没多少 唐明在一张金属桌后 探头说道 经过上次凡哥的启发之后 我又将这个能力做了研究 后来发现 只要是蛇都可以控制 确切地说 是蛇形动物都能控制 大型生物身上的蛇形肢体也算 话音刚落 一群青年军的枪手 猛然感觉到当下一己 随后他们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某处 竟然如同蛇一样的不受控制 猛然一个颤抖 随后自己打劫了 第446章 给他们来个原谅这 突如其来的巨变 瞬间让一众青年军的枪手 当下一己 还没来得及反应 打劫之后的某处 如同活了一样 猛然向前一窜 将这阶瞬间拉紧 一众枪手 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纷纷捂着裤裆倒地翻滚 看到这一幕 高云雷等人不由连连赞叹 牛逼了阿明 你到底对他们做了神 喊得这 惨 这个样子 简直是我看了都觉得当里疼 给他们捏爆了 众人正在感叹 就听 立一声响 方浩再次被那人形坦克觉醒者 狠狠轰轰到一边 嘴角流血 又必当场脱臼 与此同时 另外几名青年军的觉醒者 也已经来到简陋的阵地之前 其中两人面带森然之色 瞬间甩出一枚 眉贴着咒服的手里剑 盯在众人座位遮挡的桌椅之上 就听一连串的轰鸣声响起 这些手里剑轰然爆炸 将躲在后面的唐明等人 当场炸飞出去 瞬间遍体鳞伤 而那名咒术师则是双手结印 口中发出一阵古傲的念诵声 正在开枪的调查员们 手中的枪纷纷炸糖 直接将很多人炸伤 倒地身影不止 除了方浩之外 他们觉醒的能力 更多是辅助性能力 而且精神力不够强 无法和眼前的这些翻队长正面对抗 几名青年军的翻队长 此时带着残忍的笑容 继续一步步向前走来 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反而有些闲庭信不得散漫 面对这些中州异常局调查员的反抗 他们并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有一种玩弄猎物的有趣心态 猎物越是挣扎 杀起来越是有意思 结界之中 眼看几方的觉醒者们惨败 整个队伍都要遭到屠戮 公益军再次高声喝倒 中州异常局调查员听令 旅程包中有备选方案 立刻实行 听到这话 刚刚爬起来的宋良莲 忙冲到旅程面前 抓住他的领子 用力摇晃倒 于主任 备选方案 立刻执行 只是旅程此时 已经彻底被吓破了胆 缩在桌子下面不敢出来 拼命抓住桌子腿喊道 不要 我要投降 我不反抗了 不要杀我 宋良见状 松开旅程 抬手就是两个响亮的耳光 瞬间打得旅程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宋良已经将枪口 抵在旅程脑门上 喝骂道 他妈的备选方案呢 紧急避险 旅程被两个大耳光 打得有点懵 感受到枪口的冰凉 终于清醒一些 连忙将随身携带的 公文包打开 说道 在这里 在这里 你们小年轻董事 不能再反抗了 宋良懒的礼他 伸手从公文包里 磨出一个筒状物 就线上面十分简洁地 写着几个大字 此面朝上 凝转发射 来不及细想 他立刻按照说明 双手抓住这圆筒 一头朝向天空 猛然凝转 下一个瞬间 一股火光 从这筒状物的 一头喷涌而出 将一枚火球射向了天空 这火球巨大而又明亮 立刻吸引了在场中人的注意 无论是结界内的一众官方觉醒者 还是青年军的麻生约翰等人 连同中州异常局观众席前交战的双方 全都抬头看向了那颗火球 甚至连仅剩的一名摄影师 此时也静止地将手中的摄像机向上一台 让镜头跟随那火球而去 下一个瞬间 那火球在半空中猛然炸裂 爆出绚烂的火焰 这竟然是一朵烟花 在众人有些震惊的目光中 这烟花的火焰 在半空中凝聚成了一个 长宽数十米的巨型蚊子 手 一个手字 看到这一幕 正在艰难战斗的方浩等人 先是一愣 随后面露狂喜之色 作为中州异常局的调查员 他们对这个字再熟悉不过 手 守夜人 难怪公局看起来莫娜 原来守夜人前辈也跟着呢 有救了有救了 哈哈 等到守夜人老大到来 我看你们这些神 青年君的小丑 我 知道这是神 字吗 这个字念守 在你们的字典里面也念死 就是你们死定了的意思 方浩和高云雷等人一阵狂喜 刚刚放出烟花的颂粮 同样欣喜若狂 如释重负 有救了 守夜人在这 咒术基地内部的走廊之中 看着眼前满脸 好奇神色的李凡 菲利普只感觉到彻骨的冰寒 一切都明白了 眼前的人就是收藏家 十 清洁协会的联络人 十 高齐导生的阴谋 统统都是假的 如果说高齐导生真的有十 阴谋的话 就是直接暴露了收藏家的身份 现在菲利普终于明白 之前得到的 关于清洁协会三国分部的消息 原来都是眼前的这个人所谓 此时他根本不想去管对方到底喂食 这 潜伏在中州异常局 到底有神 目的 他只想活命 他只想活下来 菲利普颤声说道 收 收藏家先生 请原谅 请原谅我的冒犯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您是 想到收藏家的凶残 还有那些小鸡玩偶之中的干瘪头颅 此时菲利普之感觉 自己已经要窒息了 在一旁的其他几名探员 此时 同样全身颤抖 收藏家 去死 一名牛仔打扮的红脖子探员 狂吼一声 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恐惧 猛然朝着李凡扣动了扳机 沉闷的枪声响起 一道紫色影子闪烁 却是一个小鸡玩偶 如同弹丸般纵远 枪声停止 就像那些子弹 全都被那小鸡玩偶 吞进了口中 李凡点点头 赞许道 勇敢 给这位勇士一个痛快 红脖子探员一愣 那紫色小鸡玩偶 已经猛然张口 刚刚被囤进口中的紫檀 像是机枪一样 瞬间喷出 将它打成了筛子 头颅都在瞬间爆碎 看到对方随手就 潜掉了一名探员 像是在玩一个游戏一样 菲利普再次抖得 像是筛糠一样 颤声说道 伟大的收藏家先生 请 请原谅我们的鲁莽 我对您一直都很崇敬 从来没有冒犯之意 作为新路镇魂居的高官 他养尊处优惯了 根本不想牺牲 神 勇敢 石 无畏 都去他骂的 现在他只想活 看看全身骨骼破碎 仍然在身影的雷诺 菲利普就觉得腿软 几乎要站不住了 李凡李茂的点头说道 菲利普先生 其实我对你们挺有好感的 特别是你们这个绑架计划 很不错 我挺喜欢 可惜不错巧啊 我正好要去救我那位 家里敦的朋友出来 咱们就没合到一块去 还是很遗憾的 听到这话 菲利普大喜过望 连忙颤抖着祈求道 这 说 您原谅我了 原谅我们的无知和鲁莽了 随后他又看向爹 坐在地上的桥本菜子 哀求道 桥本小姐 我无意冒犯的 刚才只是一些口嗨的玩笑话 请您千万不要当真 如果我们知道 李局长就是收藏家 我们绝对不敢 动您一根毫毛 在他看来 桥本菜子 很可能是收藏家的竞篮 或是早就知道 收藏家身份的下属 自己现在哀求对方 让对方美颜积聚 还能增加生还的几率 桥本菜子 此时也已经被这 突如其来的转变 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一双大眼睛略微有些失神 张张嘴说道 我 我 李凡笑着说道 菲利普先生 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的诚恳 这个菲利普 确实是个不错的人 他刚才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急着去找须左 自己就真的跟他们回去了 到了新路之后 也不用担心 中州一长局 会给他升职了 多好的事情 听到李凡的话 菲利普大喜过望 连忙说道 这 说您 您原谅我们了 您实在是一个仁慈的伟人 您的心肠比天使还要柔软 李凡点点头 潮山本松说道 给他们来个原谅 赤红色的小鸡立刻领命 如同弹丸一般 冲向菲利普 瞬间将他的头颅爆碎 第四百四十七章 守夜人登场 站在不远处的桥本菜子猛然一颤 一张翘脸上 也落了灵星的血滴 只有李凡的身前 瞬间出现了一道咒术臂障 将所有见过去的血液 全部挡下 菲利普残破的身躯晃了两晃 这才 得一生倒地 他残破的面容上 带着错愕的神色 显然没想到 大家对原谅的理解不太一样 眼看菲利普就这 被当场杀死 还活着的另外几名 新路镇魂局探员 连同已金残废的雷墨 此时全都面露惊慌和恐惧 口中喃喃道 求您 神啊 收藏家大人 我向您祈求 求求您 李凡点头笑道 原谅是吧 都有 话音刚落 一道道致命咒术 在虚空中闪现 随之而来的 还有锐利的锋刃 最后的几名绑架者 彻底被原谅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李凡转头看向桥本菜子 柔声道 不好意思啊菜子 让你受惊了 感受到李凡的目光 桥本菜子猛然一颤 随后道 不 没有 谢谢你 其实我 我一直都骗了你 此时他已经彻底明白 对方就是 真正的收藏家 古村郑雄让他在李凡的身边 做卧底 想要探听中州异常局的情报 是何等的愚蠢 从收藏家长久以来的传言来看 他根本不会在意 所谓的中州异常局 至于桑国咒术厅这些青年军的所谓计划 估计对方也根本不感兴趣 此时乔本菜子心中极为矛盾 他实在无法 将刚才拿个手段 血腥冷酷的收藏家 和一直以来那个温柔的李凡画上等号 只是他此时也明白 如果对方真的是收藏家 接下来他也会被灭口了 原本他已经自我厌弃 对于死亡并没有多 惧怕 甚至自认为 自己有些罪有应得 但无论如何 哪怕对方立刻要将他杀死 他也要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对方 减轻内心的愧疚 无论是古村 还是李凡 都是假的 就连他自己也是假的 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没有神 好留恋的了 杀了我吧 乔本菜子深吸一口气 胸口颤抖 接着道 其实我是 李凡笑助道 古村郑雄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是吧 我都知道 李凡助 朝着乔本菜子伸手出了手 乔本万万没想到 李凡早就已经知道了 他的真实身份 不由全身一颤 瞬间有一种自己被看穿的感觉 仿佛在对方的目光下 他的一切都是赤裸的 看到对方伸出手 乔本菜子明白 自己的这种行为 根本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原谅 死亡的时间到了 他此时万念俱灰 长长的睫毛抖动 闭上眼睛 等待对方的最终杀戮 就在这时 他猛然感觉到 一只温暖的大手 捏住了他的面颊 随后 这只手轻轻在他脸上抹了抹 就拿开了 死亡并没有到来 他略有些疑惑地 再次睁开眼睛 才发现对方 只是在他白粉嫩的脸庞上 轻轻一抹 帮他把脸上的几滴血鱼擦去了 乔本菜子 心中此时反而更加震惊 颤声道 你 你没有杀我 李凡诚恳地点点头 差点 不过想想 我在咒术厅也没有神 熟人 我觉得你还挺合适 乔本菜子一脸愕然 是 挺合适 李凡道 这样 你先把咒术厅的整体组织构架 还有近年的发展规划 写个报告材料 给我 等我看看 合不合适 乔本菜子 此时整个人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李凡到底想要干时 为时 突然让他写咒术厅的规划 和报告材料 这东西 案里都是咒术总监 在一回进行报告的时候 才用得到 就在这时 就听翁的一声闷响 紧接着 则是一股独特的精神波动传来 这精神波动并没有实 杀伤力 但是穿透性极强 似乎是某种信号 乔本菜子正在愕然 就现李凡 已经瞬间出现在不远处走廊尽头的窗户前 朝着外面的赛场看去 他连忙也跑过去 想要看看 到底时 情况 卧槽 这帮他娘的青年军不讲究啊 玩得这 大 连老子的人都敢杀 站在窗前 望着外面的比赛场地 李凡此时已经明白 发生了时 事情 一阵淡雅的香气袭来 乔本菜子来到他的身边 同样朝着外面看去 不由发出一声嘀唬 此时他赫然发现 就在刚才 整个赛场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各国机构的觉醒者 全都被困在了赛场中央 那般透明的结界之中 而结界之外的看台之上 则出现了一场屠杀 已经有不少各国机构的成员倒地 青年军的那帮人仍然在不断推进 甚至咒术厅内部 一些反抗青年军 对他们的想法不认同的职员 同样遭到了屠戮 为时 为时 要屠戮无辜者 古村到底在做神 乔本菜子心中一片茫然 开始对古村郑雄和青年军 有了深深的疑惑 他一直都听从古村的安排 为了所谓的皇国复兴 做出牺牲 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与此同时 在这赛场的上空 也就是咒术基地广场的上空 此时正有一朵烟花闪耀 那是一个大大的守字 守 难道是守夜人 中州异常局 最后的底牌 是守夜人 作为三国咒术厅的特搜官 乔本菜子 对于守夜人这种如雷惯耳的存在 还是十分了解的 他甚至知道 守夜人曾经和收藏家 在中州西南地区的孤城大战 最终应该是收藏家落在了下风 甚至谣传收藏家 被守夜人所杀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由有些紧张 如果他遇到守夜人的话 会不会有危险 就在他心中思绪混乱如麻的时候 李凡同样也看到了 那朵巨大的 守字烟花 同时看到了中州异常局 所在的看台区域 方浩等人 正在苦苦支撑 当下眉头一皱到 有人叫爹了 祝 当场开始脱裤子 乔本菜子一愣 就现李凡随手将衣服脱下来 只穿一件内裤 又拿过背包 从里面摸出一件黑色的作战服 三两下就已经穿好 李凡随手将换下来的衣服 设进背包 递给乔本菜子 道 你先去把报告写了 另外帮我把衣服拿好 我去去就来 这抬手在虚空中一拽 整个人的气势猛然一变 转身如同一道闪电般 朝着赛场的方向冲去 看到李凡迅速离开的背影 乔本菜子心中一颤 难道对方这是要去和守夜人大战 当下情不自禁地抬手 想要提醒李凡小心 阴唇微起 喊道 唉 只是一句话还莫喊出来 他赫然发现 李凡的身高 此时猛然拔高了不少 全身肌肉隆起 整个人的气势未知一变 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紧接着 就像他瞬间撞破了一面墙壁 猛然闪现在外面赛场的高空之中 一个狂暴的断鹤 在整个咒术基地之中响起 守夜人在此 乔本菜子 整个人愣在当场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情报分析人员 此时只感觉一切古怪又荒诞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一个苍老沉闷的声音响起 女人 主人的身份必须保密 我已经在你身上下了咒术 如果你敢透露分毫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现在 去把主人的行李放好 再把这些尸体处理了 乔本菜子猛然低头 就见话得赫然是那只红色小鸡玩偶 见乔本菜子看过来 那小鸡玩偶抬起翅膀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又朝着他指了指 道 我在看着你 话音刚落 这小鸡玩偶 转身朝着李帆离开的方向 狂奔而去 在他的前面 其他的六个小鸡玩偶 同样早就已经跟了过去 山本做好伪装 前面的棕色小鸡玩偶着 丢过来一个黑色塑料袋 山本松会议 立刻将塑料袋套在身上 转眼间 七个小鸡玩偶 已经变成了 七个团成一团的垃圾袋的模样 冲出这片环形建筑 追随李帆而去 乔本菜子愣了片刻 转身看了看身后几具 一片狼藉的尸体 喃喃地道 先 先去写报告吧 神 守夜人 不过是你们中州人 自己编造的强者罢了 一个 被吹出来的指人 就算他真的来了 我也会将他的脖子拧断 中州异常局地看台区域 如同人形坦克般的青年军 五番对对长高木 转头看看半空中的 手自烟花 面露森然的笑容 双手掐住方浩的脖子 缓缓道 中州人就支配被 皇国的勇士撕碎 就像这样 方浩此时拼命调动精神力 同时双手用力抵住高木的手 连掌的通红 已经快要窒息了 虽然他同样是觉醒者 但双方的战力差距实在是太大 刚才一个疏忽被对方抓住 就彻底无法脱身 浩子 掏他当 掏他当 戳他眼睛 坚持住啊 眼看方浩陷入危局 剩下的高云雷唐明等人 拼命大喊 只是此时 他们也已经被另外几名青年军觉醒者 步步紧逼 险向还生 实在是没有余力 再去帮助方浩 正在猎杀他们的三名觉醒者 此时两名手持长刀 属于传承型觉醒者 一名则是全身画满了诡异的纹身 此时那些纹身如同活了一样 正有一条条舞动的毒蛇 从中爬出来 扑向众人 一名手持长刀 留着武士发遍地男子手中刀光舞动 面带变态的笑容 口中刀 不必挣扎了 中州人 正好可以帮我试刀 放心 我会一点点把你们切碎 让你们感受到真正的武士道精神 方浩拼尽最后的力气 颤抖着怒骂道 守夜人会把你的腿 打断 把你拎起来 荡 荡 荡包 很好 让他来吧 高木笑着摇摇头 手上猛然用力 就要彻底捏断方浩的脖子 实在是弱小 而又无趣 就在这时 他的腿上猛然传来一阵剧痛 整个人瞬间倒地 甚至听到了自己腿骨断裂的喀趴声 他引以为傲地强化身体 根本没有帮他挡下 这毁灭性的伤势 啊 高木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猛然倒地 他的大腿腿骨和小腿腿骨 同时断裂了 原本掐着方浩的双手 也猛然放开 拼命按住自己的伤口 却只能带来更深的疼痛 下一个瞬间 一股距离从双腿之上传来 猛然将他拖起来 直接凌空掉起 就这 拽到了半空中 高木还莫反应过来 那股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他高高甩起 随后重重摔大在地上 紧接着再次将他拽上半空 又如同一个沙包一样 甩到一旁的台阶上 持续不断的沉闷撞击声响起 高木甚至根本没有明白 发生了时 整个人以惊鲜血淋漓 变体鳞伤 当再次被甩到地面上 他此时才发现 自己的双腿赫然被一条 水桶粗细的巨蟒精神体 死死咬住 而那巨蟒的源头 赫然是一个满面花纹 身穿黑色做战俘的神秘男子 那男子此时正如同一只镖枪一般 笔直地挡在高云雷等人身前 面无表情地望着青年军的众人 手 手 高木颤声住 只是一句话还莫完 就现那神秘人轻轻挥了挥手 巨蟒精神体顺 间将高木甩上高空 随后猛然一抖 将他狠狠摔在地上 后脑住地 这一声 如同一颗西瓜般爆裂 一片寂静 第四百四十八章 我愿称你 一生负轻身穿黑色做战俘的神秘人 悄无声息地出现 转眼间将高木的脑袋砸碎 看到这一幕 原本正在慢慢折磨高云雷等人 享受猎杀快感的另外三名青年军觉行者的神色 瞬间变得肃杀 随后对视一眼 没有丝毫停留 朝着刚出现的黑衣人杀来 八七 Z-Omega 摄氏度 Mu 荡仙两名传成型 觉醒者手中的长刀 猛然亮起金芒 竟然延伸出长达数米的精神力刀芒 同时挥动出一道道残影 一左一右 斩向黑衣人 居合斩 与此同时 那全身满是纹身的觉醒者 猛然捏出手印 念诵咒语 咒术瞬间发动 一道道黑影般的精神力怪物 从他的纹身之中拖出 扑向黑衣人 三人的脸上都带着争鸣地神色 他们明白 对方当场签掉了高木 虽然有偷袭之嫌 但却绝对是中州异常局的强员 如果三人能联手签掉对方 那定能立下大功 而且 越是这重强大的对手 也越能衬托出 他们自己的强大 眼看刀芒语文身怪物 即将落到身上 眼前那黑衣人 却仍然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根本没有丝毫一动 三人不由心中一喜 如果这就是中州异常局的援军 那也不过如此 想想也是 中州异常局 只是来开歌会而已 还能有多强的高手 如果真的这 厉害 估计早就已经出手了 可能等到现在 就在这时 一片刀芒与黑影之中 突然有一个淡淡的声音 在他们耳边响起 这声音听起来没有丝毫感情 却又如同一个君王之中 充满了威严 当兽袍落 话音刚落 三名觉醒者 立刻感觉到 一股狂暴的精神立场 猛然包裹了他们 紧接着 这精神立场之中 瞬间变得灼热 那些刚刚浸润了 他们身体的精神力 此时猛然爆发燃烧起来 这燃烧实在是太过迅猛 甚至引动了他们自身的精神力 一同燃烧 如果说对方的精神力引动 是在他们的身体表面 浇满了汽油 点燃了火柴 那 他们自身的精神力 就是一个氧气罐 轰轰轰 三声连续的轰鸣声响起 这三名觉醒者 根本没有 来得及反应 就以金铜石 烧成了三个火柱 连同他们刚才是 放出的刀芒 以及那些 仍在半空中的精神力阴影 此时同样熊熊燃烧 迅速在虚空中被磨灭 救我 救我 快灭火 灭火呀 杀了我 杀了我 三个火柱之中 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那三名觉醒者 直接被莫名的 精神力之主 钉在原地 想要离开都无法离开 只能感受着 这可怕的烧灼 此时 方浩和高云雷等人 终于反应过来 欣喜若狂地喊叫道 守夜人 守夜人前辈来了 守夜人万岁 得救了 终于得救了 守夜人前辈 我愿意称你一生父亲 哈哈 小鬼子们休要猖狂 守夜人杀到 骗甲不留 总局实在是太好了 没想到守夜人前辈 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 呜 太感动了 打架的时候叫家长 家长跑来拉偏架 这种感觉不要太爽 方浩此时尤为感动 看到守夜人 直接将那三名觉醒者 烧成了火炬 他就已经明白 为时 刚才守夜人明明 可以一招秒了高木 最终却将高木断腿之后 活活摔死 那是在为他出气 高木的死法 和他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方浩之感觉眼眶一热 差点落泪 显然 守夜人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守护者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与此同时 各大视频网站的直播界面之中 则是一片欢腾 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州守夜人 这不是传说吗 他真的存在 卧槽 一场局十大都市传说榜首的守夜人 竟然是真的 难道其他几个都市传说 也都是真的 我觉得守夜人很可能是我们参国人 天 刚才守夜人好像仅仅是一句话 就杀了三个觉醒者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碾压吗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严灵 这好像叫做严灵 这就是中州一场局的抵御 我们新路镇魂局子 也没出个抵御 他骂的政客 把那睡人的钱都花在石 地方了 巨大的结界之中 看到那身穿黑色作战服的身影出现 龚义军原本悬着的心不由瞬间放了下来 普陀僧等原本对守夜人并不怎 熟悉的觉醒者调查员们 此时也同样落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这就是孤城守夜人 不愧是传说中夜长局真正的第一人 狗盗人此时也长出一口气 主上终于来了 要不然他都要以为主上彻底魔化 不再管人类的死活了 刚才胡思乱想了一阵 吓得脸都白了 三个烧成火柱的人 也同样吸引了青年军一方的注意 原本正在大肆杀戮的几名觉醒者翻对常 此时纷纷抬头看向李凡 面色森然 高抬之上 麻生约翰眼睛一眯 通过通讯频道下令道 竹内 完山 柴田 公本 去杀了他 必要的时候 可以利用人质 对于守夜人的存在 他之前也曾经听说过 不过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哪怕现在对方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他也仍然不以为意 他的手中 同样有王牌存在 更何况 就算守夜人再怎 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人类而已 当高天元诸神出现之后 十 守夜人 守日人 都只是将要被神年死的蝼蚁 说话间 麻生约翰看了看手中的平板 此时上面 所显示的 正是整个咒术结界的模型 从上面的数据看 已经 即将接近临界点 这个守夜人的出现 反而能帮他尽快实现目标 下方的广场之上 听到麻生约翰的命令 几名青年军的藩队 长拧了拧脖子 朝李凡走去 这四人都是咒术总队的藩队长 与刚才被李凡虐杀的高牧相同 只不过 他们的实力 比高牧那个只知道猛冲的满汉 要强得多 哎呀呀 没想到要杀死传说中的中州守夜人 实在是令人兴奋呢 最前面的竹内面露兴奋之色 一边朝着李凡走去 一边笑着说道 说话间 一只只红眼乌鸦的幻影 缓缓在他身边浮现 赫然是一群精神体幻影 就在刚才 他仅用一只红眼乌鸦 就杀死了二十多名不列颠特工总局的特工 竹内军 还是要小心 对方毕竟刚刚杀死了高牧 身材壮硕的丸山 同样朝着李凡走去 远远地说道 此时他的身体表面 正浮现出一块块外骨骼一样的铠甲 整个人如同变异一般 看起来完全包裹在骨骼之中 分外诡异 每一步走过去 都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显示出他强大的力量 不等竹内说话 身材瘦小的柴田笑着说道 高牧本来就是最弱的藩队长 放心吧 完山君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神 守夜人应该是精神催眠类的觉醒者 不过是通过催眠 引发了那几个倒霉弹的精神力自然罢了 他的精神像性更偏向于火 我的兵正好克制他 说话间 将手一挥 在他的身后 十几名被冻成冰雕的维溪圣殿机构制员的尸体 轰然碎裂 那就正好 腰间挂着一柄武士刀 浪人打扮的工本 缓缓说道 石 火焰 都挡不住我的一刀 四名藩队长 此时从不同的区域走到一起 同时朝着李帆走去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青年军成员们 也都是欢欣鼓舞 甚至有些震惊 他们全都明白 咒术厅之中的觉醒者数量不少 但只有最最精锐的存在 才能成为藩队长 也正因此 一直以来 翻队长队与普通觉醒者 都是一个碾压的态势 而此时 直接四名翻队长齐聚 无论那个守夜人有多强 也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很多人更加惊讶地 则是麻生约翰 对守夜人的重视程度 竟然同时出动四名翻队长 实在是令人惊讶 这四名翻队长说话间 已经鬼魅般出现在李帆面前 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数十名青年军的枪手 纷纷远远寻找掩体 举枪对准了李帆 看到对方如此大阵仗 方浩等人连忙提醒 守夜人前辈小心 这是四名翻队长齐聚了 这些鬼子不讲武德 他骂的 我跟他们拼了 守夜人先生 您最好先躲一躲子谈 挡在他们身前的守夜人头也不回 淡淡地说道 无妨 就在这时 四名翻队长已经一起 来到了李帆面前 狂暴的精神力 从这四人身上荡漾开来 甚至带起了一阵狂风 将刚刚被烧成灰烬的 激人的骨灰吹散 这四人站在这里 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他们的形象都十分特别 一个留着一口特意磨尖的牙齿 一个身材瘦小 全身冒着寒气 一个身材壮硕 全身骨甲面带温和笑容 最后手持武士刀的 则扎着马尾 直播频道之中 已经有桑国的观众疯狂留言 哦 这是咒术总队的四名翻队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二 五 十三 九 虽然我也讨厌战争 不过这四名翻队长真帅啊 而且拥有强劲的实力 中州的守夜人危险了 公本 据说那个拿到的公本 是公本五脏的传人呢 实力极为强大 根本不是刚才的居和斩兄弟能比的 竹内擅长的 好像是精神力换术 那些乌鸦叫做血眼黄鸦 特别可怕 听到熟知内情的观众的留言 很多直播间的观众 特别是中州的观众 此时也纷纷留言 表达担忧 虽然知道守夜人很将 但对方可是四名正牌翻队长 不是那重杂牌觉醒者 守夜人到底能不能应付 此时竹内看着眼前一袭黑衣的守夜人 面带森然笑容 露出满口尖利的牙齿 缓缓说道 中州的守夜人 我是青年军的竹内 桑国咒术厅咒术总队二番对对长 早就想领教守夜人的高招了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说话间 身体周围的一群乌鸦幻影 瞬间四散飞起 随时准备袭击守夜人 随后 就见眼前的守夜人点点头诚恳说道 我一定尽力 荡兽袍落 话音刚落 眼前的四人 瞬间燃成四个人形火柱 这一下 唐三对于时间 位置 距离的把握 非常精确 他很清楚 就算自己有着一身唐门绝学 也有着三阶的玄天宫修位 可是 狼腰天赋异禀 身体强大 正面对敌的话 自己未必是对手 尤其是他年纪小 气血不足 肯定无法久战 如果不是那变身人泪强杀了一头狼腰 面对两头三阶狼腰 他都未必会出手 自己的小命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一旦他出手 就必然要命中才行 狼腰此时正处于极度的愤怒之中 所以 直到唐三的手掌 已经拍击到了他的眼睛侧面时 他才惊觉 猛地一扭头 狼口直奔唐三咬来 唐三的另一只手 却在这时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 借助自己身形瘦小的方便 一拉狼毛 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几乎是贴着三阶狼腰胸口的位置 一个翻转 就到了狼腰的另一侧 右手食指 中指 并呈剑指 旋御手催动 令两根手指闪烁着洁白的预设 闪电般刺向正回过头来的狼腰眼睛 破 纤细的手指 几乎是瞬间传入温热之中 润身体强度 唐三肯定是远不如这三阶狼腰的 但被他命中要害 同级能量的情况下 就再也没有侥幸可言了 玄天公在玄御手的注入下 几乎是旋转着 灌入那狼腰大脑之中 以至于狼腰的另一只眼睛 也在瞬间爆开 大脑已经被绞成了一团江湖 咆哮声 就像是被卡住了脖子一般 嘎然而止 强壮的身躯 也随之向地面跌落 唐三脚尖在他身上一蹬 一个翻身 就落在了较远的地方 这一击能有如此战果 还是前世丰富的战斗经验帮了他 孩童瘦小的身躯和黑夜 是最好的掩护 再加上那三阶狼腰 正处于暴怒之中 感知减弱 正面对抗 唐三的玄御手 都未必能破开狼腰的后皮 可是 眼睛却是最脆弱的地方 被刺破眼睛 注入玄天公能量 那就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双脚落地 另外一边的三阶狼腰 也已经没了动静 唐三这才松了口气 他没有急于去 查看那人类 而是迅速趴在地上 将耳朵紧贴在地面 倾听周围的动静 看看 还有没有追兵追来 以他现在的实力 正面对抗三阶狼腰都很难 技巧再好 幼小的身体也太孱弱了 一旦被狼腰命中一下 很可能就致命了 刚刚那看似简单的攻击 他其实 已是全力以赴 将自身的精神意志 提升到了最高程度 周围并没有其他动静出现 显然 追杀那能够变身人类的 只有两名三阶狼腰而已 这也让唐三松了口气 不然的话 他就只能是选择逃离了 他这才走向那名人类 同时也保持着警惕 当他来到那人进前的时候 顿时发现 那人身上之前生长出的毛发 已经消失了 令唐三的心跳 不禁增加了几分 以他幼年的处境 和那变身人类又非亲非故 之前最稳妥的办法 自然是不出手 等狼腰离开 可他还是选择了出手 一个是因为 这被追杀的是人类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刚刚的变身 在唐三原本的斗罗大陆世界之中 就有一众拥有兽武魂的魂师 能够具备类似的能力 还可以通过修炼兽武魂 而不断成长 变得强大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类似的能力 对于他来说 要是能够学到 对自身实力提升 自然是大有好处的 也更容易 融入到这个世界之中 第449章 荡兽残势难以抵御的精神力火焰 在四名觉醒者翻对墙的身上燃起 瞬间烧着他们的每一寸肌肤 和每一个细胞 原本这四人全都是一脸巨傲 眼神中满是因为强大的力量 而带来的自信 当这火焰燃起之后 他们却瞬间发现 自己的一切骄傲和自信 在这火焰面前 没有任何意义 痛 无尽的疼痛 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袭来 他们想要挣脱 想要逃跑 想要狂奔来缓解痛苦 却发现自己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 完全由精神力组成的巨大柱状物 如同传说中的袍落铜柱一般 将他们完全绑在了其中 无法动上分毫 他们能做的 只有喊叫 唯有罪位凄惨地 撕心裂肺的呼喊 能减轻他们的一丝痛苦 这是 阿杀了我 杀了我 这是魔火 魔鬼 你是魔鬼 杀了我 无辈只求诉死 求求您 守夜人 祈求您的怜悯 四名藩队长 此事完全烧成了火人 在火焰之中挣扎哀嚎 完全看不出样貌 以寒冷属性精神力成名的柴田拼命调动自己的精神力 想要压制身上的火焰 却发现在这精神力火焰面前 它的寒气反而变成了助燃剂 整个人烧得最旺 罗 传承于武士世家的功本石在承受不了这恐怖的痛楚 直接扭断了自己的脖子 当场自尽 剩下的竹内和满身骨甲的完山 此时声音也逐渐变得虚弱下来 因为火焰的烧灼而逐渐蜷缩起身子 垂下了头颅 透过火焰看去 已经只能看到四个燃烧的骷髅人形 完全无法看清他们的容貌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立刻让整个广场之中再次变得一片寂静 结界之中 望着守夜人轻描淡写 就前掉四名藩队长的手段 龚一军和普陀僧等人全都现出了欣慰的神色 此时 他们已经被这巨大的结界 几乎吸干了精神力 整个人都以惊虚弱至极 如果不是守夜人出现 他们绝对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中州异常局的觉醒者们 此时全都在心中涌起了莫名的骄傲和自豪 守夜人 这就是他们中州的守夜人 新陆镇魂局的切尼 以及其他国家觉醒者机构的成员们 此时同样暗暗庆幸 幸好 幸好中州异常局 还有守夜人这个底牌 他们得救了 不过 包括切尼在内的很多机构负责人 在庆幸的同时 心底也引然生起了一丝忧虑 守夜人所表现出来的力量 实在是有些太降了 很多人迅速在自己的心中将 自己所在机构的顶尖觉醒者们 和守夜人进行对比 想要看看 是否存在制衡的人选 新陆镇魂局副局长 切尼 则是盯着守夜人的身影 眼神中隐约存在一些怪异的目光 对于守夜人 刺杀青年军番队长的情况 方浩等人都已惊见怪不怪 完全当成了理所当然 不过 还是忍不住喝彩较好 而全球各大网络 直播间之中的观众们 在看到这一幕的瞬间 已经彻底沸腾了 原本很多人虽然在一些都市传说之中 知道中州守夜人的强大 只是在他们看来 就算再怎 强 面对四名精英番队长 也必然有一场苦战 只是让 他们莫想到的是 仅仅是一个照面 那几个看起来强大无比 耀武扬威的番队长 就直接被守夜人 烧成了四个人形火柱 这就是中州守夜人吗 太将了 钱死小鬼子 那众把人穿在签子上 烧烤的桑果料理教师 来着 烧鸟 守夜人万岁 以后我就是守夜人的铁粉了 天 叫超级英雄 这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为时 我们新路没有这 强的超级英雄 那是人的钱都花在军队飞机的马桶圈上了吗 还是说花在了阿富汗的山羊身上 守夜人万岁 守夜人牛逼 到了后来 整个直播之中的檀幕 已经变成了奇刷刷的守夜人万岁 各种语言 版本 一应俱全 李凡此时 完全不知道直播间之中的这一幕 而是面无表情 脉步从四个燃烧的人形火柱旁走过 朝着麻生约翰等人的方向 一步步走过去 他的每一步 都走得十分平静 在身后四个 已经烧得勾楼扭曲的人形火柱的硬衬下 身影显得异常高大 仅仅是向前走去 却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威势 前方藏在掩体之后的那些青年军的枪手 率先安耐不住 不知道是谁在惊慌失措之中开了一枪 一众枪手立刻同时朝着李凡瞄准开火 四个藩队长惨烈的死状 就是前车之剑 他们必须杀死这个恶魔 绝不能让他靠近 此时 整个擂台赛场 已经完全变成了守夜人的个人表演秀 所有的目光全都投了过来 就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守夜人根本连躲都没有躲 就像狂风暴雨般的子弹 来到他身前一米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瞬间减速 最终在距离守夜人十公分左右的距离上 彻底停下来 随后跌落到地上 看上去仿佛是在守夜人的身前 所有的子弹都被试了时间的魔法 进入了一个慢速时间的世界一般 此时守夜人 已经来到最前面那群枪手的面前 就听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和枪击被打开的声音 几名青年军的枪手 竟然搬来了两艇重击枪 架设好之后 就准备开火 重击枪手的脸上 现出猙獰的神色 他们所使用的子弹 是由桑国咒术厅专门研制的咒纹子弹 面对觉醒者的精神利弊仗有奇效 就在这时 一个弹幕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当受残势 话音刚落 所有枪手全都感觉双腿之间 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那疼痛仿佛是某个器官 被沾了岩的刀子一刀斩下 鲜血从他们的双腿之间喷涌而出 原本还在防御的一众枪手 琪琪发出惨烈的喊叫 双手捂着当不倒地打滚 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此时他们才发现 对方竟然直接用一句话对他们 进行了现场阉割 甚至有不少枪手的器官 直接从裤管制中滑落 一片血肉模糊 看到这一幕 后面观战的方浩等人 不由双腿一紧 纷纷夹紧了大腿 这可比唐明那个控制蛇形生物可怕多了 这是直接斩舌头了 属于是 高云雷喃喃道 太可怕了 守夜人爸爸这招叫神 一句话让男人为我喊了一整晚 守夜人此时仍然在一步步向前走去 一边走一边 打量着在场的一众青年军的翻队长觉行者 似乎在竖住时 而不远处 仍然躲在掩体之后的一些青年军枪手 看到前面那些同僚的枪都已经掉了一地 那惨烈的情景彻底让他们胆寒 眼看守夜人仍在一步步走过来 这些枪手发一声喊 纷纷转身逃跑 只是他们刚刚跑出几步 却发现自己的四肢仿佛被钉入了钉子一般 整个人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紧接着 一个森然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皇国的士兵没有懦夫 临阵脱逃者 不可原谅 随后这些枪手瞬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完全不受控制地 捡起地上被丢掉的枪支 转身朝着脉步而来的守夜人扣动了扳机 枪林弹雨之中 李凡抬头 看向这些枪手的身后 就像一个打扮得像是木偶一样的觉醒者 此时正远远操控着一条条精神力丝线 没入这些枪手的头顶 控制他们的行动 显然 这些枪手已经彻底成为了被控制的木偶 哪怕让他们遭受残事之行 也无法解除他们的战斗力 不远处那打扮得像是木偶般的青年军觉行者森然道 守夜人 就让我九番队人偶尸留兵 未来会会你 感受不死军团的恐怖吧 话音刚落 刚才被守夜人荡场烟割倒的身影的那些枪手 同样面带惊恐地迅速站起来 不顾身上的鲜血淋漓 直接摸起手边的枪支 朝着守夜人开火 甚至就连四个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骨架的觉醒者翻对肠的尸体 此时同样带着满身的火焰爬动 朝着守夜人冲去 他们都已经成为人偶尸所控制的人偶 不畏死亡 不惧痛楚 哪怕是死亡之后 也仍然可以作为人偶战斗 如此反人类的行为 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周围其他国家机构的成员们 纷纷破口大骂 咒骂这个人偶视柳冰卫 就是魔鬼 柳冰卫目光森冷 丝毫不畏所动 远远朝守夜人笑道 守夜人 我已经看明白了 你不过是拥有一些炎灵类的技能 靠着自身的精神力 进行压制罢了 不过你这技能 只有近身才有用 只需要将与你之间的距离拉远 进行远攻即可 当你用炎灵浩镜这些人偶 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精神力 听到这话 龚一军等人不由心中一灵 同位觉醒者 他们自然明白 很多强大的觉醒者 同样有着致命的弱点 守夜人的炎灵技能虽然强大 但显然不能极远 如果对方真的利用远程攻击的方式 对他进行消耗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不远处一名手持弓箭的青年军觉醒者翻对长 以及两名持枪的觉醒者 已经同时准被对守夜人发动攻击 转眼间 一众被控制的人偶已经将守夜人团团围住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极为惊恐的神情 却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只能拼命开枪 向对方射击 一枚枚子弹在守夜人身边被精神力避障挡住 随后霹雳啪啦落了一地 人偶们都明白 自己已经成为了消耗守夜人精神力的炮灰 随时都可能被烧成火柱 挣扎着死去 甚至就算是变成交尸 也会被控制着继续战斗 一时间 一众枪手有不少都难以自已地流下了泪水 加入青年军 他们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但却从未想过这种惨烈的死法 就在这时 眼前的守夜人继续向前一步步走来 那个恶魔般的声音再次于这些枪手的耳中响起 当受残势 当听到这几个词 无论是后来者 还是刚才已经被烟割的枪手 虽然心惊肉跳 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甚至略微有些带着悲伤的庆幸 不是烧成灰 还好还好 烟了就烟了吧 说不定以后还能接上呢 一众枪手全都感觉到两腿之间一凉 随后猛然传来剧痛 刚才已经被烟了一遍的枪手们 同样再次剧痛 刮得浅浅浅浅 一点根都不剩了 一时间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该庆幸没有被烧死 还是该为自己悲惨的人生流泪 柳冰胃狂笑道 哈哈 守夜人 你的眼龄果然无法及远 不舍的是放大招 想要保存精神力吗 在人偶面前 没有任何作用 就在这时 他的笑容猛然一凝 赫然发现 眼前的守夜人 竟然失去了踪影 下一个瞬间 一个弹幕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传来 如同富尔低语 当受车炼 第450章 按照设定 我不能等你当受车炼 那个弹幕的声音 如同鬼魅般在耳边响起 柳冰卫全身的寒毛瞬间倒数 猛然转头看去 就见守夜人不知道神 时候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正准备逃离 却立刻感觉到 周围的虚空中 浮现出恐怖的精神力 如同触手一般 将他的四肢紧紧锁住 随后将他整个人 猛然扯到了半空中 那些精神力触手的力量 是如此之大 让他完全无法挣脱分毫 与此同时 他的脖子里 同样被一条精神力触手锁住 迅速向着五个方向 猛然扯动 柳冰卫想要发出呼喊 脖子却已经被紧紧缠住 根本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此时他突然明白 那些被自己控制的人偶们的感觉 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助 内心无尽的恐惧和挣扎 却不会有任何回应 根本不等他再有其他想法 一股恐怖地距离 从精神力触手之上传来 瞬间将他的身体扯开 变成五块凌乱的碎片 在半空中震开一片血雾 仅剩上半身的头颅 在最终失去意识之前 终于听到了守夜人 正在低声说的话 封印子还没打开 他说 柳兵卫的心中涌起一股荒诞感 守夜人到底要干神 他们又在干神 随着柳兵卫的死亡 那些被控制的人偶此时 终于再次获得了自控能力 纷纷发出凄惨的嚎叫 再次捂着裆部重重倒下 在地上抽搐挣扎 柳兵卫死亡的一幕 瞬间让剩下的一众青年军绝行者 心中凛然 远处那拿着弓箭的男子 弯弓搭箭 一支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焰之箭 破空而来 射向守夜人 狙击枪的轰鸣声响起 另外两名决心者狙击手 同时扣动扳机 带着恐怖破坏性的子弹 同时轰向守夜人 只是下一个瞬间 他们骇然发现 他们射出的箭矢和子弹 同时被守夜人的精神力避障阻挡 凝在半空中 持弓男子猛然双手结印 那支燃烧的箭矢爆炸开来 直接形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球 将守夜人包裹在其中 这燃烧箭使用有疯狂燃烧消耗精神力的作用 对方的精神力越强 箭矢之上的火焰燃烧得越充分 现场直接形成了一个直径达到十几米的巨型火球 甚至一旁不远处的结界 此时都在吸收这里面的精神力 两名觉醒者狙击手 此时按照记忆中守夜人所在的方位 接连不断地开枪打去 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猙獰的笑容 哪怕守夜人再怎 强大 面对他们 这重远距离攻击 那严灵技能也根本没有神 作用 刚才人偶视的距离还不够远 而他们所在的距离足足有几百米 足以将守夜人活活耗死 正想着 那火球突然迅速消失 而守夜人的身影再次消失不现 小心 他在上面 来自麻生约翰的喊声传来 那持工男子立刻抬头向上看去 却已矜持了 他只看到一个身影凌空落下 伸手按在了他的头顶 持工男子之感觉一股距离 从他的后颈之上传来 随后 就是猛然一拧 就听喀啪一声 随后是扑哧一声 持工男子的脊柱 已经被连根拔了出来 无头的尸体 又持工下意识地 做了一个拉弓的动作 这才轰然倒地 守夜人将手中的脊柱轻轻一抖 瞬间抖得笔直 成了一柄脊椎大剑 这一幕 让在场的青年军成员们 毛骨悚然 本来他们 都是一群暴徒 甚至对自己的残暴引以畏傲 认为这是让那些贱民 让那些劣等者瑟瑟发抖的好手段 而此时面对比 他们要残暴得多的守夜人 这些青年军才终于明白 十 叫做真正的残暴 各国决心者机构的成员们 全都是心中凛然 哪怕明白守夜人此时是友军 却仍然有些心里发毛 而中州异常局的一众成员 此时则是神色复杂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守夜人的真实手段 不由同样有些胆寒 不过想到 对方是自己一方的强者 却又瞬间信心倍增 也只有这种凶残的手段 才能面对更凶残的敌人 难怪就连传书中的收藏家 都在守夜人手中 雨而归 很多人已经迅速完成了心理建设 如果杀神真的存在 那最好是自己这一边的 与此同时 很多人都已经发现 此时守夜人似乎在低声自语着神 这一幕更是令很多人心中胆寒 那两名青年军的狙击手 此时也迅速后撤 来到麻生约翰等人身边 生怕落单 他们已经发现 只要在视线范围内 所谓的 远距离对于守夜人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个怪物 李凡迅速扫射全场 为青年军剩下的觉醒者技术 刚才已经杀了九个 包括翻队长级别的六个 耗子他们也弄死了一个 剩下的翻队长还有五个 其他觉醒者也有几个 剩的不多了 杀太猛了 会不会影响封印开启 这个封印子 他娘的还没开启 我这又不好亲自开口询问 陈鹰片刻 在众人的注视下 手持脊椎大剑的守夜人 提见指向高台之上的麻生约翰 缓缓说道 救神封印不可清起 数字安敢 你知不知道 你们将害死成千上万的无辜者 他的声音平静 却又仿佛带着君王的威势 在整个广场之中回荡 高台之上 麻生约翰面带森然笑意 开口说道 守夜人 不得不说 你的出现出乎了我的意料 不过就算有你这个变数在 一切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反而要感谢你 正是因为你的出现 让结界 收集精神力的速度再次加快 高天元封印大阵 已经彻底逆转 即将打开了 听到这话 李凡不由长输一口气 开心不已 强忍住给麻生约翰点赞的冲动 怒斥道 你这个反人类的败类 钱得漂亮 与此同时 就听麻生约翰接着说道 当逆转大阵 与东都地下管网连接 彻底激活了整个东都的脉络 将那些贱民的精神力献 寄给高天元诸神的时候 就是高天元封印开启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将明白一个强大的人类 在诸神面前也仍然是人类 李凡的眼神中不由闪过一丝失望 你这还没打开啊 那你吹神 游逼 能不能快点 按照我的人设 我是不能等你的 等多了 容易露线啊 眼看守夜人并没有说话 麻生约翰不由轻笑一声 说道 守夜人 是否感到绝望 想要做最后的挣扎 阻止黄国的复兴 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对手 就在这里 说着 朝身边那身穿黑衣 带着兜帽的神秘男子 居了一躬 朝着下方的守夜人一指 说道 借川先生 黄国需要黑龙会的力量 请为我诛杀此聊 第451章 加油啊 麻生 身穿黑色豆篷的男子 将豆篷掀开 献出一张 带着刀疤的 中年男子的脸来 当看到这张脸的瞬间 很多在场的 桑国咒术听成员 包括正在观看直播的 桑国高层 全都不由惊呼一声 如果说有哪个组织 在桑国 曾经像是影子政府一样的存在 那正是黑龙会 在那次世界大战之前 黑龙会 就已经在暗中 控制了军部激进派 战争之中 更是成为 桑国扩张的先锋 而在战后 虽然黑龙会 逐渐销声匿迹 但是在异常逐渐出现后 黑龙会再次回到了 人们的视野之中 只不过这一次 黑龙会的存在 是以异能传承社团的名义 据说整个黑龙会 一直都对桑国咒术听的 建立和发展 有着深远地影响 哪怕最终 黑龙会因为桑国高层 和新路镇魂局的反对 再次淡出 却仍然在社会上 有着巨大影响 在桑国叱咤风云的 各种黑暗社团组织 说起来都是黑龙会的延伸 拥有它的基因 此时掀开斗篷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正是现任黑龙会四代目 借川一郎 据说之前黑龙会的高层 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的变动 二代目 三代目 和一些战力最强的家老集体失踪 最终是借川一郎 站出来力挽狂澜 让黑龙会的威势更胜 此时很多人终于明白 以麻生约翰卫代表的 所谓青年军 到底未实 拥有着 强硬的底气和能力 甚至将咒术总监森野太郎 都彻底暗杀 因为他们的背后 有黑龙会的支持 据传 借川一郎本身就是一个 极为强大的咒术师 可以说是整个桑国 觉醒者之中的第一人 有他出面 很多人原本对守夜人的强大 已经有了一个足够的心理预期 此时却也忍不住 心中嘀咕起来 中周第一人 与桑国第一人 鹿死水手 还未可知 借川一郎 此时缓缓走上前来 看向下方的守夜人 说道 守夜人 今日诸神将要降临 皇国复兴 我黑龙会也将再起 而你 就是我向黑龙会献出的祭品 他的声音十分平淡 似乎正在陈述一件 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话音刚落 借川一郎双手结印 一股血红色的精神力火焰虚影 瞬间在他的身上腾起 紧接着 他伸手朝着那巨大的结界 轻轻招手 立刻 原本无色透明的结界 也在瞬间转化成了赤红色 一个个肉眼可见的巨大符纹和回路 在那半圆形的结界表面浮现出来 开始缓缓转动 整个咒术基地周围的环形墙壁之上 此时也迅速浮现出 一个个巨大的被点燃的符纹回路 处于咒术基地之中的所有人 都感觉脚下微微震动 这巨大的咒术基地 仿佛变成了一个活物一样 竟然开始缓缓旋转 带起狂暴的精神力 向着地底而去 借川一郎的身体表面 一道道闪光的符纹回路流转 直接在虚空中 形成了一件巨大的精神力战甲 将它笼罩在其中 结界之中 已经被吸得十分虚弱的 公益军等人不由神色肃然 作为决心者之中的高手 此时他们已经看出来 这个借川一郎 明显是借用了整个结界大阵的力量 光是能够直接凝聚出 肉眼可见的精神力战甲 起码要达到 三千以上的精神力数值才行 借川一郎的战力 此时极位强大 起码他们这些被困在结界之中的人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守夜人此时遇到了一个强敌 果然在一众觉醒者的目光中 守夜人此时现出了凝重的神色 不再是像刚才一样的气定神弦 而是凝神戒备 就见守夜人望着借川一郎缓缓说道 不愧是黑龙会四代目 我承认 你是当时警戒的强敌 听到这话 被困在结界之中的一众官方觉醒者 全都献出凝重之色 守夜人已经说出了这众话 那显然 借川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两者之间绝对会有一场苦战 听到守夜人的话 高台之上 青年军的一众成员 此时同样露出了傲然之色 借川一郎的神色巨傲 缓缓说道 守夜人 我同样欣赏你的强大 不过很快 你就将明白 在高天元诸神的神威之下 一个人类所拥有的只是蝼蚁的力量 为了表示尊重 我将赐你全尸 眼看几方出现了黑龙会四代目之重强者 而且整个结界 此时明显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高天元封印解封在即 青年军剩下的几名番队长 此时同样满脸兴奋 面露森然之色 主动招守夜人围拢过去 当先一名留着爆炸头的觉醒者 翻对长手持匕首 宁笑着说道 守夜人 在借川大人的面前 你将死无 一句话还莫说完 他赫然发现 眼前的守夜人 已经失去了踪影 紧接着 他猛然感觉自己的脖子一紧 随后 就是脖子下面一凉 仿佛整个人被人从神 地方拔了出来一样 一股距离 紧紧抓住他的脑袋 他的视线也猛然降低 立刻看到旁边一具熟悉的无头尸体 正有鲜血从空荡荡的脖腔之中喷溅出来 这尸体看起来有些眼熟 下一个瞬间 他才猛然发现 这竟然是他自己的尸体 在生病的最后一瞬 他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的头颅和脊椎 都已经被守夜人 翘无声息地拔了出来 此时他 正在被守夜人抓在手上 最后的关头 他仅仅听到了守夜人的声音 从耳边传来 像是来自天国 却完全不是对他所说 不愧是黑龙会 戒川四代目 我将与你陷入苦战 守夜人一手一柄脊椎大剑 抬头朝着高台之上的戒川一郎 肃然道 戒川一郎面色阴沉 说道 很快你就会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恐惧 来自地狱的恐惧 一句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发现 守夜人竟然再次身形一闪 出现在另外两名 觉醒者翻队长的面前 手中的脊椎大剑 左右开弓 当场又劈开了两个 此时戒川一郎 终于明白 对方说这些垃圾话 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 目的是斩杀青年军的觉醒者 戒川一郎森然道 卑鄙的中周人 说话间 整个人瞬间在影子中消失 随后在守夜人的身影之中浮现 带起一道足有十几米长的 巨大阴影之刃 朝着守夜人斩去 在戒川一郎的身后 赫然浮现出一个 巨大的赤红色骷髅虚影 如同死神 守夜人挥动右手的白骨大剑 与那阴影之刃斩击在一起 就听 平的一声响 整个白骨大剑 和阴影之刃同时碎裂 守夜人也被这一击之力 瞬间轰出数十米 左手的脊椎大剑舞动 瞬间刺进另一名觉醒者的体内 轻轻一抖 已经将对方劈成两半 随后守夜人双足猛然在地上一毒 向后滑行了数十米 离出两道深沟 来到另一名觉醒者翻队长的附近 这才停了下来 口中说道 当兽凌迟 借川一郎 我承认 你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站在旁边的那名觉醒者 翻对长海莫来的极反应 已经瞬间被狂暴的精神力风暴所包裹 整个人的身体被锋刃撕碎 谨慎骨架 他同样听到了守夜人的话 只是一直到死 他都没想明白 对方这两句话之间到底有时关联 关他屁事啊 普通 身边的骨架倒地 李凡迅速看向在场的青年军觉醒者 刚才还剩五名翻对长级别的觉醒者 又被他连杀了四个 外加一个普通的青年军觉醒者 现在在场的青年军觉醒者翻对长 已经只剩下了扮演森野太郎的那个野村 同时还有五六名普通觉醒者 李凡心中迅速盘算 青年军剩下的这个力量 已经不足以对各国机构的普通成员造成实 威胁 甚至可能被对方以人数优势反推 方浩和高云雷 他们这些觉醒者 反而成了主力 接下来麻生约 汉应该会收缩力量转入防御 专心开启高天原封印 而他也有足够的理由 和强敌借穿一郎作战 留给麻生约翰足够的时间 果然 此时麻生约翰 已经发现了守夜人私底下的小动作 将青年军的觉醒者 屠戮大半 当下高声喝道 收缩防御 准备开启 枉死咒杀大阵 不用麻生约翰下令 青年军散落在下方看台之中的 觉醒者和普通成员们 此时 也正飞快朝着麻生约翰与 借穿一郎所在的方向 狂奔而去 守夜人要和借穿一郎战斗 他们可不想莫名其妙 做了炮灰 说话间 一道道血红色的骤印 在地面上浮现 朝着富山火山之外 蔓延而去 看这些骤印所去的方向 正是东都市区 麻生约翰森然道 守夜人 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神 东都的地下 早就已经布下了咒术大阵 这结界不过是启动 枉死咒杀大阵的影子 当东都支下的大阵启动 所有沉睡中的 剑民的精神力 都将被吸收一空 注入高天元封印之中 所有睡梦中的人 都将被大阵控制 这些精神力不仅将破开封印 还将给高天元诸神 和他们的信徒们 带来无穷的力量 这是三千七百万人的 精神力集合 只要在沉睡中的人 他的精神力 就必然成为 开启封印的助力 听到这话 结界之中的一众官方觉醒者 还有外面的众人 不由面色大变 现在正是午夜 整个东都觉 大部分人 都已经进入梦乡 三千七百万人的精神力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哪怕有几百万人墨睡 起码也有三千万人 与此同时 麻生约翰再次结印 一道红光 在富山火山的山口之中 冲天而起 正是整个大阵 被启动的标识 原本血红色的结界 此时彻底 变成浓稠的血红 无法用肉眼看透 而狂暴的异常精神辐射 同样切断了 所有的直播信号 借穿一郎面色肃杀的 看着眼前的守夜人 来自结界的狂暴精神力 在他身体表面汇聚 一脸平静地说道 守夜人 有我在 你就不可能阻止 高天元解封 黄龙言杀 借穿一郎 瞬间拔刀 冲向守夜人 黄暴的血红色精神力 在他身体表面 凝聚成了一个 直径数米的巨大龙头 直接将守夜人包裹在内 带着一声凄厉的龙笑 以催枯拉朽之势 冲进了一旁的 环形建筑群之中 麻生约翰 看着被龙牙紧要的守夜人 在高台之上露出猙獰之色 有了借穿一郎在此 守夜人彻底失去了阻止他的机会 此时他心中盈盈有些庆幸 多亏联合了黑龙会 有借穿一郎在场 否则的话 面对守夜人这个变数 这次皇国复兴的计划 很可能要失败了 现在 只需要枉死咒杀大阵 吸收了整个东都睡梦中的 三千七百万人的精神力 高天元诸神必然降临 他同样看到了守夜人的目光 那目光之中 似乎还有最后的希望 不过一切都已矜持了 赤红色的精神力龙头之中 李凡最后撇向高台之上的麻生约翰 目光中满是希望与期许 麻生 加油啊 随后轰的一声 撞破墙壁 落入废墟之中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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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二章 今夜无人 入眠东都 夜幕已经深了 璀璨的灯火 在整个城市亮起 霓虹灯于 一座座高楼大厦之上闪耀 这座繁华而璀璨的世界性大都市 本身就是一座不夜城 整个东都都市圈的三千七百万人 虽然大部分人已经入睡 但起码还有几百万人 仍然处于不眠之中 这些人或是在深夜加班 或是从事夜晚类型的工作 或是正在进行自己的夜生活 当然 相比于白天的嘈杂 和一片繁荣景象 夜晚的东都 已经算是安静了许多 算是陷入了沉睡之中了 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的大楼楼顶 夜风和霓虹灯的灯光之中 明日相身穿一件黑色的小风衣 正面带邪恶的笑容 站在天台之上 望着眼前诺大的东都 目光森然 在他身边 是座位协助者 帝幽明和写珍珠 两人此时同样望着眼前的东都 眼神中满是赞叹 原本对于这次的超大型感染项目 两人都心存疑虑 毕竟明日相从项目 立项到现在 也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只是让他们都默想到的是 明日相在现任研发步步长藤原的配合下 竟然真的仅仅用了几天时间 就将这个超大型感染项目筹备完成了 今晚 就是这个超大型感染项目 彻底释放的时候 此时 整个清洁协会三国分布的一台台大型散布器 已经在整个东都的各处安放完毕 随时准备启动 同时为了保证异常感染散布的顺利进行 明日相同样研制出了声波型感染源 光鱼染型感染源 等等等等 确保当整个项目开始之后 整个东都都会被彻底感染 不留任何死角 这一点也同样让幽明和写珍珠对明日相这个小姑娘好感倍增 不愧是收藏家大人所选定的天才 果然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光是各种各样的感染类型就足以让人钦佩 虽然本身不是科研人员对这个大型感染项目不够了解 但是按照明日相之前所说 这个大型感染项目足以让整个东都的3700万人集体疯狂 到那个时候 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的发展也将会大大加快 说不定今晚就能直接接纳3700万名新成员 简直是令人一想就激动的浑身发抖 此时写珍珠对于科研人员的尊敬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他们这些觉醒者虽然强大 但是杀人也都是一个一个来的 哪像这些科学家一次性感染几千万人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正想着就见眼前的明日相抬起手腕 看了看自己手腕上小巧的电子表 迎着东都的夜风缓缓说道 优明大人 血珍珠大人 时间刚刚好 我代表桑国分部申请启动项目 请问是否同意 优明和血珍珠对视一眼 同时微微点头 说道 同意 明日相立刻献出兴奋之色 目光之中满是能够实现抱负和理想的喜悦 通过领口的麦克风下令道 以清洁协会桑国分部社长的名义 我命令 当你老去 是否会想起那刺心空下的奔跑 分部是感染源超大型感染项目 立刻启动 明日相略显稚嫩的声音 通过通讯器迅速传遍了 分散在整个东都各处的清洁协会成员耳中 立刻在东都各个节点上设置的各种感染装置 开始释放出异常辐射感染物质 居民区的路灯 小酒馆的灶台 的麦克风 路边的井盖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经过伪装的地方 探出一个个小巧的散布器 开始喷洒无色透明的烟尘 那是颗粒状的异常辐射感染物质 与此同时 激搜巨大的气体在半空中飞过 锁过之处 喷出一道道浓稠的白色雾气 同样也是经过调试之后的异常辐射感染粉尘 同时还有一辆晾装载着低频声波设备的卡车 在带着耳塞的司机的驾驶之下 穿过东都的一条条道路 将带有感染属性的低频噪音是放开来 类似的声波设备 同样通过电台在仍然行驶的很多夜间出租车 和私家车辆的电台之中响起 整个东都百米以上高度的摩天大楼 此时楼体之上的霓虹灯同时转变蔚蓝色 随后开始不断闪屏 释放出拥有催眠作用的光余染 仅仅是转瞬间 从高空中看去 整个东都的城区 此时都变得诡异莫名 仿佛有一道道无形的涟漪 在整个东都的各处出现 同时不断向着四面八方扩张 又会聚成一个整体 形成了整个东都都市圈的共振 这共振 以东都数千万人的精神力为基础 又继续向着周围辐射 站在天台之上 谢珍珠和幽明 同样感受到了 从下方的都市之中 不断涌动的精神力涟漪 而且越聚越多 仿佛一片平静的海面之下 正在汇集着惊涛骇浪 两人同时从对方的目光之中 看到了惊讶之色 这个异常感染项目的强劲 似乎还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只是不知道 整个东都的数千万人之中 会出现何等惨状 是集体催眠 还是无尽的自相残杀 变成一片修罗地狱 明日香站在天台的边缘 望着正在不断起着变化的东都城区 发出疯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 站立吧 恐惧吧 渺小的都市 在伟大的明日香面前 悲躬屈膝吧 东都人 你们即将经历最可怕的梦魇 所有的沉睡者 都将苏醒 感受最恐怖的折磨 说话间 就见不远处的居民区中 一扇扇门不断打开 随后 已经入睡的人们 如同被控制的提线木偶一样 目光呆滞地从中走了出来 他们全都穿着睡衣 却浑然不觉 在有些寒冷的夜风之中 缓缓会聚到街道之上 街道上原本正在急驰的一辆辆车 此时也全都缓缓停了下来 那些司机和乘客 此时 同样目光呆滞 一脸茫然地从车上下来 还没有忘了拉手 与此同时 那些正在夜店狂欢的玩卡们 那些在小酒馆拉面馆之中吃喝的时刻 那些在深夜商店之中购物的顾客 那些从事各种夜班工作的职员们 此时同样目光呆滞 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人 到处都是人 清醒着的人 睡着了的人 此时全都变得茫然无措 在异常感染的影响下 汇聚到了街道之上 在清洁协会 桑国分部大楼旁的一些写字楼中 很多正在加班的其他公司的员工 同样走出写字楼 来到了街道上 每个人的眼底 都带着惶恐 他们的表情虽然茫然 身体虽然完全不受控制 但是却仍然保持着清醒的一时 这恐怖的情景 更让他们内心惶然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事 恐惧在不断蔓延着 很多人都在疑惑 自己是否还是清醒的 疑惑 这只是一次恐怖的梦魇 整个东都都在瞬间静默下来 街道上站满了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所有人都受到了控制 这一幕让幽冥和雪珍珠 同样有些毛骨悚然 3700万人全部在瞬间清醒 而且受到了深深的控制 这简直太可怕了 不知道接下来 他们会做什么 相互自相残杀 又或者是集体自杀 再或者 在这种恐怖的状态下 做出一些集体无意识的举动 彰显清洁协会的强大 不 按照这个项目的名字 他们很可能会被异常感染源 吸收生命力 加速衰老 如果明日香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仅凭着丧国分部 收藏家大人 在清洁协会的内斗之中 就能构立于不败之地 试想一下 这简直就是精神力层面的核武器 就连清洁协会总部也无法抵挡 正想着 就见旁边的明日香轻轻打了个响指 森然道 音乐 画音刚落 在东都的街头各处 立刻响起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声 或是悠扬或是劲爆或是传统 让原本静默的东都再次热闹起来 而下方的街道上 那些密密麻麻的人 听到乐声之后 全都露出难以抑制的狂喜的神色 随后开始疯狂脱衣服 一边脱一边发足狂奔 他们的眼底 此时全都带着深深的恐惧 那是来自潜意识的恐怖 但是脸上却是难以抑制的笑容 几乎是转眼间 东都街头的3700万人 都已经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随后在星空之下 伴着各种乐声 开始狂奔起舞 看到在霓虹灯下 接到上白花花的肉浪 明日香的小脸 现出兴奋的红韵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只露出眼睛看着下方的场景 用近乎疯狂的声音说道 恐怖 凶残 狂暴 这是3700万人的社会性死亡 这是整个东都的社会性死亡 从现在开始 这些人的灵魂已经被摧毁了 我简直难以想象 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 会如何的羞残 如何的绝望 我实在是 实在是太坏了 他已经要亢奋地窒息了 一旁的幽冥和血珍珠 此时已经目瞪口呆 大脑当机 不知道该说时 好 就在这时 明日香突然移了一声 看向远处富山火山的方向 说道 那是神 就见此时的富山火山之上 浮现出一道道血红色的巨型咒术回路 这咒术回路在大地之上蜿蜒曲折 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东都之中 整个东都的地面上 显然早就已经有人布下了巨型咒术回路大阵 此时被富山火山而来的咒术回路点燃 立刻让这座巨型都市的地面 沿着街道 献出一道道赤红色的咒印 这些咒印是放出恐怖的吸收之力 涌向所有睡梦中的人类 而今夜东都无人入眠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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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